但二次冲锋的星爵已经赶到现场,他拔枪朝着灭霸射击,却完全造不成什么实质性伤害。 灭霸转身看向星爵,就像一只老虎在看一条不断挑衅的野狗。 你居然还活着? 他干脆先放下星云,朝着彼得、奎尔走去。 就在此时,沃米尔星的天空中响起了来自地球上的摇滚乐。 托尼、斯塔克的最爱齐柏林飞艇的经典金曲,暴躁地回荡起来。 嘿,紫鼠精,注意你的上方。 托尼、斯塔克从双肩位置上连续发射了八枚微型导弹,这八枚微型导弹精准地轰炸在了灭霸的大徒头上。 哄,火焰和浓烟先后升起,灭霸被炸得后退了两步。 空中的托尼、斯塔克倒是很有自知之明,大声问道,紫鼠精,这种程度的攻击应该伤不到你吧? 听说你们永恒神族的家伙都很扛奏。 对了,最近正好有一个永恒神族的家伙移民地球了,叫什么亥伯龙?你认识他吗? 没等托尼说完,灭霸已经愤怒地朝着他举起了拳头。 他戴着无线手套的右手攥紧拳头,紫色力量宝石的能量直接放射出来,险些将半空中的托尼、斯塔克给轰下来。 靠! 托尼、斯塔克心惊肉跳,这家伙的手套还真厉害支援在哪里? 大家一起上啊,我们人多势众,一起干掉他。 而在托尼、斯塔克这句话喊出来之后,最先冲上来支援他的居然是一直喜欢和他伴嘴的奇异博士。 奇异博士大步向前,双手在胸前挥动,直接唤醒了藏匿在阿哥摩托之眼中的时间宝石。 当时间宝石碧绿色的光芒在灭霸面前呈现出来之后,灭霸的注意力立即转移到了奇异博士的身上。 感谢你长途跋涉,把这颗宝石送到我的手上。 地球人,这免去了,我亲自去找你的烦恼。 灭霸冷笑着说道,奇异博士在打嘴炮这方面,还从来没有服输过,立马反唇相击倒。 你确定不是你亲手把其余四颗宝石送给我? 说到这里,奇异博士使出法术,阿哥摩托之眼中释放出万千金色丝线,朝着灭霸的胳膊裹去, 灭霸被奇异博士的神秘能量牢牢缠住,一时间无法脱身。 托尼,斯塔克不由得破天荒地称赞了奇异博士一句,干得漂亮,斯特兰奇。 奇异博士则吐槽道,我当然知道,我干得漂亮,别光顾着夸奖我,反击,斯塔克。 明白。 托尼,斯塔克忍不住把自己的BGM调大了一些音量,同时朝着灭霸释放激光束。 他知道,永恒神族的皮肤异常坚硬,所以,这次他瞄准的地方是灭霸右手上的手套, 这次托尼打算把灭霸的无线手套取下来。 但可惜,无线手套的材质显然也不是反品,并非托尼的激光能够击溃的, 远处的火箭浣熊忍不住吐槽。 欧钢铁侠,你的武器都这么落后吗?要不要我给你提供一些技术支持? 闭嘴! 小浣熊! 我的武器轮不着你来评价。 托尼愤怒地说,同时加大功率,释放粒子数,不断地轰击灭霸的手套。 但就在此时,灭霸再次握拳,力量宝石闪烁起来。 他打算用强大的力量,直接挣脱斯特兰奇的束缚。 感受到灭霸马上就要从自己手中逃出,斯特兰奇连忙再次使用魔法。 灭霸突然感觉自己处于失重的下坠状态,身体一点一点地向下坠落而去。 握米尔星,超级英雄们,海边的平原一切景象在他的视野中不断凌空升起, 自己则朝着无尽的深渊坠落。 该死,这地球的法师似乎有些本领。 灭霸沉声说道,同时右手再次握拳,这一次他使用的是心灵宝石, 黄色的光芒朝着斯特兰奇射去。 斯特兰奇,小心! 高空中的托尼,斯塔克看到灭霸的小动作,连忙提醒斯特兰奇。 但这一切已经太晚了,心灵宝石已经产生作用。 正在施法的斯特兰奇忽然来到了一辆飞驰的兰博基尼上。 而这辆车此时正沿着蜿蜒的海岸线急驰。 这是。 斯特兰奇记忆回溯,意识到这是他发生车祸的那一晚。 那天晚上他不仅超速行驶,还在开车的过程中接电话。 不行,这次我绝不能再犯下错误。 斯特兰奇低声提醒自己,他绝不会再次违反交规。 电话响起,斯特兰奇坚定地握着方向盘,完全无视不断震动的手机。 同时,他警觉地控制着车速,让兰博基尼在限速的范围之内行驶。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类。 但尽管如此,当这辆车拐过下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悲惨的经历仍然重现了兰博基尼突然凌空飞起,如事故发生当晚那样撞上了路旁的岩石。 为什么? 车厢里的斯特兰奇大声咆哮,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切都只是心灵宝石造成的幻象。 眼前的一切都太逼真,再次将斯特兰奇带回到了那个恐怖的,濒临死亡的夜晚。 啊! 惨叫声中,斯特兰奇的精神彻底崩溃,他再也无法通过施法来控制灭霸,所有咒语在寝客间土崩瓦解。 灭霸停止了坠落,从斯特兰奇的空间魔法中恢复过来,他冷笑着朝着站在原地大喊大叫的斯特兰奇冲去,伸手去拽他脖子上的阿哥摩托之眼。 第五颗宝石,就要到手了。 但就在此时,托尼、斯塔克从天而降。 没那么简单,紫属精。 Mark战一迅速加大马力,让托尼、斯塔克打出了石破天津的一拳。 在方舟反应炉能源的加速之下,托尼的拳头尽到十足。 碰! 灭霸被托尼打得后退了两步,但他很快就对托尼予以反击。 右手再次握拳,心灵宝石发挥作用,托尼、斯塔克的记忆突然回到了九几年的某一个夜晚。 他正坐在一辆急迟的老款轿车当中。 驾驶席上坐着托尼的父亲霍华德、斯塔克,而副驾上则是他挚爱的母亲。 两个人一路有说有笑,完全没有意识到厄运即将降临。 这是。 托尼、斯塔克瞳孔收缩,他瞬间就认出了这个场景。 嘿,妈妈。 妈妈托尼连忙提醒坐在副驾驶席上的母亲,但他的母亲却完全听不见他的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啊? 托尼既惊讶又恐惧,干脆伸出手去拍霍华德的肩膀。 老家伙,老家伙。 听我说,老家伙。 然而就在这时,车子的轮胎突然发出了扑的一声,紧接着及时的轿车瞬间失去平衡,歪歪扭扭地朝着路旁的行道树撞去。 哦,霍华德。 托尼的母亲惊慌失措地大喊道,霍华德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直接驾驶着汽车撞上了路旁的树木。 碰。 可怜的老家伙当场失去意识,但托尼的母亲却还保持着清醒。 这时,背后一阵摩托车的声音传来,接下来则是低沉的脚步声。 托尼,斯塔克顺着车窗向外望去,看到了东宾那张毫无表情的侧脸。 哦,不别这么做,托尼大声说道,想冲出去阻止东宾,但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动弹,他的身体好像被什么束缚住了。 绝望中的托尼猛然意识到一件事情,这并不是现实事件。 他的父母在现实事件中早就死了,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 同时,他忽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旁响起,那声音似乎是李德、李察兹。 嘿,托尼,醒醒,快醒醒。 托尼拼尽全力睁开眼睛,随后看到了神奇四侠冲到了灭霸的面前。 隐形女苏珊使用念力控制住灭霸的身体,霹雳火则燃烧起熊熊烈火,炙烤着灭霸。 石头人一次又一次地朝着灭霸发起冲锋,他的身体如炮弹般撞得灭霸连后退。 面对神奇三侠的联手,灭霸直接扣动右手无线手套,紫色的力量宝石闪烁光芒,他直接挥拳将庞然大物石头人击飞。 哄,石头人高高飞起,在重重落在远处的海滩上,与之前被灭霸砸飞的德拉克斯落在了一起。 德拉克斯回头看了一眼,比自己的块头还要大上一倍的石头人,欣慰地说,你这么大个子也被打飞了呀。 那看起来,我还不是很丢人。 就在此时,托尼,斯塔克发现了灭霸手上的奥秘。 他指着灭霸的右手大声说道,他的无线宝石,只有在钻拳之后才能发挥作用,只要别让他钻紧拳头,他就无法使用无线宝石了。 明白。 隐形女侠苏珊·斯托姆连忙把全部的念力集中在灭霸的手上,控制他握住拳头。 但这样一来,灭霸的身体就恢复了自由,他奔驰着朝着隐形女冲来。 苏珊,小心! 神棍德立马拉长身体,朝着灭霸的身体上过去,但却被灭霸灵活躲过。 他飞起一脚踹翻苏珊,再攥紧拳头,使用心灵宝石蛊惑里德。 下一秒,神棍德突然置身于一个奇异的空间,那是一个崭新的,陌生的世界。 神棍德站在一座宫殿的大厅里,而不远处则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坐在王座上。 那熟悉的身影身着绿袍,脸上戴着一张钢铁面具,他是李德的老朋友。 毁灭博士维克多,冯杜姆。 维克多? 李德诧异地问道。 然而话音未落,一个声音大声呵斥道。 住嘴,不许直呼神君明慧。 神神君? 李德诧异抬头,只见毁灭博士的身旁站着一名同样熟悉的人。 花白的鬓角,优雅的气质,奇异博士,斯蒂芬,斯特兰奇。 他像一名奴仆一样站在毁灭博士的身旁。 奇异博士? 李德抬头看着斯特兰奇,诧疑问道。 你和毁灭博士凑在一起干什么? 住嘴! 斯特兰奇大声地说。 不许对神君不敬。 我也不是什么奇异博士,我是斗阶的治安官。 神君度母的忠实下属。 李德彻底凌乱了,这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这时,王座上的毁灭博士又或者说,神君度母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冷哼。 李德,李察兹,你这彻彻底底的失败者,你将接受斗阶的惩罚被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李德抬头看向维克多,诧疑问道。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斗阶? 维克多,度母声音威严,是我所统治的事件。 你所统治的事件? 这不可能李德摇头道。 而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度母的背后传来。 这怎么不可能? 我们原本的世界毁灭了,是神君度母带着我们建立了新事件。 在这里,我们都是他忠实的子民。 我们感激他把我们从无边的地狱中救赎出来。 听到这个声音,李德整个人差一万分。 他抬头看去,只见王座背后说话的居然是他最熟悉不过的爱人苏珊·斯托姆。 苏珊? 李德不解地问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然而,这时更令他痛苦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苏珊迈着长腿走到了度母的身旁,并且抬起屁股坐在了他的腿上。 同时王座背后跳出了两个孩子。 他们拉着苏珊的手叫妈妈,回头看着神君度母叫爸爸。 哦,我的爱人,我亲爱的苏珊,快看看这个蠢货吧。 他简直令我作呕。 神君度母冷笑道。 这这不可能。 李德愤怒地大吼道,这一切都是假的,这不可能。 这不。 话没说完,李德忽然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同时脖子上的痛感传来,仿佛有一只大手正牵着他的脖子。 李德!李德! 这时,霹雳火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李德震惊地睁开眼睛。 他发现,痘戒和神君度母都已经不见了。 而此时的他正被灭霸掐着脖子。 愚蠢的地球人,你们没有胜算的。 灭霸沉生道,手上的力道越来越大。 远处的隐形女苏珊正在拼命挣扎。 而霹雳火也失去了飞行的能力。 眼看着灭霸即将把李德掐死,一道光芒从李德背后击射而来。 哄! 耀眼的白光划破天际,直接砸在了灭霸的额头上,正在行凶地,灭霸身体猛地向后飞去。 手中的李德也扔在了地上。 嗯……。 他在落地后,仍然滑行了一段不短的距离。 卧米尔星球上的尘土也被他高高扬起。 是谁? 灭霸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抬头看向远处。 只见紫色浓雾的尽头走出了一位手持长枪的魁梧男人。 九届守护者,众神之父,高飞。 他首提刚格尼尔,沐浴着阿斯加德的圣光撕裂卧米尔星球上的诡异雾霾, 迈着震撼大地的步伐迎面走来。 灭霸! 众神之父沉生,唤出疯狂泰坦的名讳。 你是不是光顾着玩弄你的无限宝石,却忘了还有我的存在。 高飞! 灭霸咬牙切齿,他知道眼前这家伙就是逮捕了乌木猴,击杀了黑药四将, 甚至逼着他不得不牺牲掉圣殿一号和奇塔瑞人作为障眼法的幕后元凶。 在这段时间之内,灭霸一直小心翼翼地躲着高飞, 因为高飞是他最不想正面碰上的人,这家伙实力太强。 但两人的相逢是必然的,战胜高飞是灭霸及其无限宝石的必由之路。 好在他现在已经有四颗无限宝石了,这让他的胜算更大了一些。 高飞,没有人能阻止我的伟大计划,就算是你也不行, 我要踩在你的尸体上拿下最后两颗无限宝石, 然后调整宇宙中早已适衡的生命的天平。 灭霸沉声说道,而倒在一旁的托尼,斯塔克则对高飞颇有微词。 高飞,你这可恶的家伙,你怎么现在才钻出来? 之前你去哪儿了?我们都快被灭霸揍扁了。 高飞怂怂间,我也是一片好心。 托尼,我只是想让你们都能有一些参与感。 毕竟你们大老远从地球飞过来,不能只是当围观群众嘛。 没等高飞说完,灭霸已经攥紧拳头驱动了无限宝石中的力量宝石, 一道紫色的光线划破沃米尔心的浓雾冲来直奔高飞的躯干。 但高飞只是轻轻一闪,便轻松躲过了力量宝石的攻击。 随后他抬手提着刚格尼尔向灭霸一指, 刚刚翻身起来的灭霸当场被炸飞。 不嗯。 庞大的紫色泰坦巨人先是凌空而起,再重重落在地上。 高飞朝着其他超级英雄们摊了摊手。 看见没有? 我出手就是这个效果。 你们会一点存在感都没有的,所以为了让你们不那么受挫, 我才让你们先表演了十分钟。 第739章 众神之父 轻手制裁灭霸 托尼,斯塔克虽然对高飞这种行为很不满, 但他又完全无法反驳高飞的话眼前的事实的确如此。 高飞一旦先动手,那么其他超级英雄将完全没有发挥的余地。 所以说,你让我们挨揍,我们还应该感激你了。 托尼无奈地问道。 高飞笑了笑,感激就不用了。 我做好事从来都是不求回报的。 这时,被高飞炸到远处的灭霸攥紧拳头, 利用空间宝石对高飞发起突击。 他瞬间出现在了高飞的背后, 再伸手去扼住高飞的脖子。 可惜,对于速度达到光速的高飞来说, 灭霸任何形式的进攻都是徒劳的。 哪怕灭霸突然出现,突然出手, 但高飞也完全可以后发制人。 弯腰躲过灭霸的进攻,再转身一脚踹翻灭霸。 砰!灭霸的身体再次向后飞去, 刚好撞上了刚从沙滩上杀回来的石头人。 石头人则趁火打劫,利用庞大的身躯将灭霸反震出去。 哦,该死。 愤怒的泰坦巨人并未认输, 而是攥紧拳头使用无限宝石的力量反击, 又是一道紫色光芒闪烁而出。 他这次使用的是力量宝石。 托尼、斯塔克连忙提醒, 高飞,小心这家伙的无限手套, 他每一次攥拳的时候都能借用无限宝石的力量。 好的。 高飞淡定回应道, 其实他早就知道无限手套的运行机里了。 再次躲过灭霸的能量放射, 高飞觉得是时候结束战斗了。 他挥舞着刚格尼尔召唤阿斯加德神力, 又是一道耀眼的白光朝着灭霸射出。 灭霸根本无法躲避高飞光速的攻击, 刚格尼尔的锋利光线划过他的右手手腕。 只听一声刺耳的异响传来, 灭霸带着无限手套的右手直接被刚格尼尔割了下来。 啊! 灭霸痛苦地怒吼道, 双眼中血丝密布。 高飞则冷笑反问道, 抱歉, 灭霸, 你现在一颗宝石也没有了。 远处的雷神托尔则兴奋地喊道, 这招聪明, 先把他的手砍下来, 这样他就无法使用无限手套了。 高飞心道, 先砍手, 再砍头。 这是你在复联寺里对付灭霸的套路。 此时的灭霸失去无限手套, 并且被斩断了一只手, 他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 双膝跪地不断哀嚎。 高飞低头看着这位惨败的泰坦巨人, 沉声问道, 你有什么遗言吗? 大块头? 遗言? 灭霸抬头看着高飞, 咬牙切齿地说, 你是指这个宇宙的遗言吗? 高飞, 你以为你阻止了我? 你是做了一件好事吗? 你以为你的行为是仁慈, 此次反而加速了宇宙的灭亡。 这个宇宙早已经不堪重负了, 你越是保护它, 越是不敢去改变, 宇宙中的生灵和文明越是会快速衰败。 高飞伸出左手按住灭霸硕大的头颅, 轻轻叹息道, 如果物种的繁衍最终会造成资源的枯竭, 从而使文明走向灭亡, 那么我接受这个结局, 因为这是生物的命运。 也许你说的没错, 我们总有一天会用光整个宇宙的资源。 我们的子孙总有一代会在一片萧条中落幕, 但我们至少曾经繁荣昌盛过, 我们在宇宙中精彩地绽放过, 比起你用这种不伦不类的方法去维系宇宙的寿命, 让剩下的一半生灵在痛苦, 悲伤的情绪中苟延残喘, 我宁可让这个宇宙的寿命短一些, 至少让大千种族在他们还存在的时候不留遗憾。 活在当下, 这就是我的选择。 说完, 高飞高高举起众神之父的永恒之枪, 再奋力将长枪刺入灭霸硕大的头颅。 噗哧! 沃米尔星成了疯狂泰坦灭霸的葬身之地, 他的灵魂将伴随他最爱的女儿卡摩拉, 永远地铸留于此。 随着沃米尔平原上的紫色雾霾随风飘散, 灭霸的尸体也逐渐流干了鲜血。 高飞捡起地上依然还佩戴着无线手套的灭霸的断手, 将他谨慎小心地收好。 托尼, 斯塔克走过来问道, 所以你现在打算把这四颗无线宝石带回地球了? 是这样的。 高飞点头承认道, 但这样一来, 六颗无线宝石就在地球集齐了, 这不是什么好事。 没错吧? 托尼, 斯塔克担忧地问道, 我总觉得这六颗宝石就像是六颗炸弹, 而把它们凑在一起的话, 宇宙都要被炸飞。 的确是这样。 神棍德也表示支持托尼的看法, 让六颗无线宝石凑在一起可不是什么好事。 虽然高飞之前一直深表认同, 但现在六颗无线宝石对他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 那是他回家的钥匙, 是他完成心愿的依托。 可现在无线手套和无线宝石都已经落在我的手中, 我很难再把它们分散出去, 我想, 既然我得到了它们, 那么我就得负责掌管它们。 高飞道, 在这方面, 斯特兰奇与高飞的想法是一致的。 是的, 我们自己掌握着无线宝石, 总比让无线宝石落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上要好, 比如灭霸。 你也看到, 他想要用无线宝石干出多么可怕的事情。 嗯, 这么说的确也对。 李德点头道, 更何况我们现在总不能随机把这四颗无线宝石扔出去, 这样做太草率了。 托尼终于也被众人说服, 妥协道, 那好吧, 咱们先带着这些恐怖的石头返回地球, 至于怎么处理它们, 以后再仔细商量。 大家深表认同, 同时李德忽然压低声音对斯特兰奇道, 对了, 奇异博士, 我和高飞, 托尼, 我们三个其实还成立了一个比较私密的团体, 这个名字叫做光照。 没等李德说完, 托尼连忙打断他的话。 哦, 李德, 你居然在未经商量的情况下, 就想拉新的成员入伙。 这件事办得可不够地道。 李德连忙反驳道, 这有什么? 奇异博士是神秘学方面的大师, 又是时间保持的掌管者。 我们为什么不能请他加盟? 托尼摇头道, 我并不是说斯特兰奇不能加盟, 我是反感你自作主张的行为, 就算我们光照会需要吸纳新的成员, 也得等大家开会讨论之后再做出决定吧。 斯特兰奇则一头雾水地看着李德和托尼, 诧异地问, 你们到底在争论什么? 正在这几个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星爵彼得、 奎尔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 朝着奇异博士走来。 你好, 奇异博士。 哦, 你好。 斯特兰奇转过身来, 同时心里纳闷, 我这几分众人员够好的, 总是有人来找我搭讪。 我是银河护卫队的星爵, 彼得、 奎尔, 我也是地球人, 虽然只是个混血。 我母亲是地球人, 她毫无逻辑, 且叙叙叨叨地说着。 那个实际上, 我有件事情想问你, 听说你是时间宝石的掌管者, 而时间宝石能够逆转时间。 斯特兰奇挑了挑眉, 有些警惕地说, 我的确是时间宝石的掌管者, 但时间宝石也不是能够逆转所有时间的。 那么, 我请求你, 救救卡摩拉吧。 她被灭霸害死了, 但是她不应该死的, 她是个好人, 是个好姑娘。 我求求你救救她, 把星爵大声说出了自己的诉求, 情绪激动而又崩溃。 斯特兰奇同情地看着星爵, 她能够感受到, 星爵内心中的那种撕裂感和悲痛感。 但对于逆转时间拯救卡摩拉这件事情, 斯特兰奇表示无能为力。 对不起, 奎尔, 你的要求我做不到, 时间宝石无法逆转时间复活卡摩拉, 这已经超过了我的能力范围。 斯特兰奇无奈地说, 什么? 这不可能你一定有办法的, 对吧? 你是什么? 至尊至尊魔法师? 星爵固执地说着, 斯特兰奇再次摇头, 奎尔, 面对事实吧, 卡摩拉并不是简单地被灭霸杀死了, 他是被献祭了, 沃米尔星球上有一种古老的, 炫耀的咒语, 这咒语是坚不可摧的, 卡摩拉是在这咒语的作用下, 献祭变成了灵魂宝石, 他的死亡非常复杂, 我想我根本无法帮助你。 那么高飞呢? 星爵下意识朝着高飞走去, 高飞, 你是众神之父, 你现在是九界守护神, 你轻而易举就击败了灭霸, 你一定能拯救卡摩拉, 对不对? 高飞无奈地摇了摇头, 星爵, 斯特兰奇已经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 沃米尔星球上的咒语古老而又神秘, 并且坚不可摧, 而卡摩拉陷入了这咒语的献祭之中, 我想, 除非有一天, 我们解开沃米尔星的秘密, 否则我们真的无法拯救卡摩拉。 在听到斯特兰奇说出无能为力的时候, 星爵并没有绝望, 因为他知道还有高飞, 高飞还有机会拯救卡摩拉。 但在听到高飞说出无能为力之后, 星爵是真的绝望了。 看来, 就算是拥有六颗无限宝石, 也无法将卡摩拉复活了。 他抬头, 看着沃米尔星上空深邃的宇宙, 凄厉地嚎叫起来。 之后, 他朝着灭霸的尸身跑去, 在拔枪对着那具泰坦巨人的尸体怒射。 可惜, 无论他做什么事情, 都无法再挽回卡摩拉的生命了。 那个漂亮的, 刁蛮的, 精通杀人技巧的年轻姑娘, 永远成为了星爵, 只能从星底找回的一段回忆。 一天之后, 地球, 纽约, 曼哈顿区, 高飞带着镶嵌着四颗无限宝石的无限手套, 回到了赞助的家中。 接下来, 只需要从家里的体内借出现实宝石, 再从斯特兰奇的手里借到时间宝石, 高飞就凑齐了六颗无限宝石。 而按照中年高飞的说法, 他就可以利用无限手套打开多元宇宙, 修正两个不同个体意识之间的量子纠缠, 也即穿越着高飞回归到原本的世界。 站在公寓的落地窗前, 眺望远处的纽约夜景, 高飞不禁又回想起了他刚刚穿越过来的情景。 穿越的少年来到了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 面对眼前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种, 望着街道上的车水马龙, 听着虽然能够听懂, 但却并不适应的语言, 吃着热量爆棚, 却又不合胃口的食物。 那种背景离乡的孤独感和无助感, 就算现在也能感受得到。 轻轻叹息, 高飞仿佛又看到了自己熟悉的家乡。 土里土气的小县城, 凹凸不平的柏油路, 一个由一栋东六层住宅楼组成的老旧的居民小区, 小区楼下停满了各种牌子的私家小轿车。 铸扎在底上的理发店大声播放着过躁的网络神曲, 蹬着三轮车的老大爷走街串巷, 贩卖着私人栽种的花花草草。 夏天晚上, 小区门口还会有喝酒露串的大排档, 老板搬来投影和大幕, 放放电影给大家助兴。 画面再换, 高飞看到了自己的父母, 看到他们仍然在自己家70平米的小房子里, 来回忙碌。 他看到父亲的背脊逐渐勾楼, 母亲的脸上皱纹见多, 他看到二老总是站在阳台窗户旁朝回家的小路上瞭望, 一如之前高飞外出求学, 放假回家的时候一样。 渐渐地, 高飞的眼眶有些湿润了。 无论是我们中的哪一个, 我们俩必须得有一个人回去。 高飞下定决心, 低声自言自语。 想到这里, 高飞施展空间魔法, 打开了通往纽约圣殿的隧道。 是时候去拜访斯特兰奇了。 刚从沃米尔星返回地球的斯特兰奇, 正在大厅里静坐, 太空旅行对人类的身体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伤害。 他的搭档王的情况则比他要惨得多, 这家伙自从下了飞船之后, 就一直没离开卫生间, 早已经吐得昏天黑地了。 突然昏暗的大厅里亮起一道光芒, 高飞从璀璨的光圈之中迈步走了出来。 你好, 斯蒂芬, 情况怎么样? 沃米尔星的旅行没有让你受到影响吧? 高飞笑着问道, 没什么大碍, 稍微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斯特兰奇回应道, 但是王的情况要糟糕一些, 这家伙一时半会很难复原。 可怜的王高飞耸了耸肩, 之后开门见山地说, 斯蒂芬, 我这次来找你有一件事情, 想请你帮助, 我需要用一下你的时间宝石。 什么? 斯特兰奇诧异不已, 他没想到高飞会忽然对时间宝石感兴趣。 但谨慎的奇异博士, 立即猜到了高飞想要使用时间宝石的原因, 应该与他从灭霸那里获得的无线手套有关。 毕竟之前, 我的时间宝石原本就是古仪法师经过你的手传承给我的, 所以按理说我不应该拒绝你的请求。 但是高飞, 作为时间宝石的守护者, 我能冒昧地问一下, 你要用时间宝石做什么事情吗? 奇异博士问道, 你的确有资格问这个问题。 高飞点头道, 还没等他开口解释。 斯特兰奇又问道, 你打算使用无线手套? 高飞没有否认, 是的, 我打算使用无线手套, 但你绝不会像灭霸那么疯狂, 使用无线手套屠杀半个宇宙的生命。 没错吧? 斯特兰奇问道, 千万别告诉我你也有一个类似于灭霸那样的保护宇宙生态的恐怖计划。 当然不是。 高飞摇头道, 我使用无线手套是需要打开一个多元宇宙的通道, 而这个通道将连通两个单体宇宙。 打通多元宇宙? 连通单体宇宙? 斯特兰奇表示不解。 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不属于你们这个宇宙。 高飞再次坦诚地说出自己的秘密, 我来自其他宇宙。 那个宇宙与你们的宇宙是相互独立的, 我是以一种无法预料的方式突然穿越过来的。 我在当前宇宙的出现是一种错误。 什么? 斯特兰奇惊讶万分, 一个在他的世界中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世界, 保护宇宙的角色居然来自其他宇宙。 他的存在甚至是一种错误。 这这太疯狂了,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斯特兰奇深吸一口气, 之后问道, 那么高飞, 你想用无线手套打开两个单体宇宙之间的通道, 然后呢? 然后, 你要怎么做? 你会返回原来的宇宙吗? 彻底离开我们。 这倒不会。 高飞摇头道, 实际上是这样的, 我的穿越对我原本的那个宇宙造成了一些困扰。 一些问题, 我现在其实只是想打通两个单体宇宙, 然后修复之前宇宙的错误, 仅此而已。 也就是说, 你并不会离开我们的宇宙, 对吧? 斯特兰奇问道, 当然。 高飞点头道, 我还要守护九届的安宁, 在我的守望结束之前, 我不会堵持的。 听了这话, 斯特兰奇毫不犹豫地将脖子上挂着的阿哥摩托之眼交给了高飞。 那么请你拿走吧, 这颗宝石。 他严肃地说, 我相信你不会用它做出错误的事情, 你会妥善使用它的。 好的, 多谢。 高飞点点头, 从斯特兰奇的手中接过阿哥摩托之眼, 等我修正了之前宇宙的错误, 我就把这颗宝石还给你。 说完他开启空间魔法, 从纽约圣殿返回到了曼哈顿的家中, 将阿哥摩托之眼唤醒, 再把空间宝石安置在无线手套上。 此时的高飞已经拿到了六枚无线宝石中的五颗, 只剩下加利身上的那枚现实宝石。 于是, 高飞转身朝着加利的房间走去, 再轻轻敲了敲他的房门。 加利? 加利马上不来开了门? 老爸, 找我有事吗? 高飞晃了晃手里的无线手套, 眼睛马上亮了起来。 老爸, 这是给我的生日礼物吗? 虽然我的生日下个月才到, 但是我还是很感谢你的礼物。 高飞一脸黑线, 想什么呢? 臭丫头, 你倒是猴金猴金的, 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工具。 我现在, 需要使用这个工具, 修正一个错误。 哈? 加利好奇地看着高飞, 修正一个错误。 一个什么错误? 高飞随口搪塞, 一个伴随了我好几年的错误, 只有无线手套才能修复他。 然而一句话还没说完, 加利猛地瞪大了眼睛。 什么? 老爸, 你原本不属于我们, 这个宇宙。 你是从其他宇宙穿越过来的? 而且, 你还穿越了两次。 现在你想用无线手套, 把第一次穿越的你, 自己送回原本的宇宙去, 照顾你的父母。 加利高飞无奈地轻声, 责备小丫头一句, 但他又不忍心, 语气太过严厉。 加利吐了吐舌头, 抱歉老爸, 我没忍住对你使用毒心术了。 高飞耸耸肩, 无所谓, 反正这些事情, 我早晚都会选择告诉你的。 加利疑惑地反问道, 真的吗? 可是我怎么觉得, 我要是不用毒心术, 你根本就不打算告诉我呢? 嗨嗨, 谁说的? 我已经准备说了好吗? 高飞仍然嘴硬, 只不过你毒心术的速度太快了, 没给我机会。 好了好了, 加利笑着撒娇, 再将体内的现实宝石排斥出体外。 只要你不离开我, 不离开这个宇宙, 我就放心了。 至于这颗现实宝石, 我先给你吧。 话音落下, 现实宝石已经出现在了加利的手心, 小丫头伸出白皙的食指轻轻一弹, 将现实宝石镶嵌在了高飞的无线手套之上。 嗡! 六颗无线宝石集合在一起, 让无线手套闪烁出了前所未有的光芒, 一股剧烈的能量流动, 从手套射出流经高飞全身, 让高飞的身体感知到了难以言喻的痛苦。 哦, 该死这能量有点太强了。 高飞咒没道, 你稍等一会儿, 等这一切结束我就把宝石还给你。 好的老爸, 一定要注意安全。 加利好心提醒道, 目送高飞带着无线手套离开房间。 而高飞则按照约定通知了他的父亲交集等待的中年高飞, 两个人一起来到了布鲁克林的十字街头。 站在一栋写字楼的顶层, 两个高飞同时眺望着纽约繁华的夜色。 他们知道, 这一切终于要结束了。 第740章 高飞打了响指 纽约的夜风有些凌厉, 吹得中年高飞的黑色长袍烈烈作响。 高飞的衣服倒并没有在夜风中来回舞动, 因为阿斯加德的神力在他的身体周围自动形成了一道能量屏障, 将强烈的气流阻挡在了高飞的范围之外。 没错, 奥丁家的祖传龟壳最后莫名其妙地传给了和奥丁没有血缘关系的高飞身上。 此时, 高飞轻轻举起凑齐了六颗无线宝石的无线手套, 看着面前的中年高飞道, 所以, 现在你要使用这副无线手套打响响指连通两个单体宇宙再反向穿越回家吗? 是这样的。 中年高飞点头道, 我会打响响指开启多元宇宙的通道, 然后穿越回当初我们穿越时的那一天。 如果我的计算是正确的, 多元宇宙的通道会持续五到十分钟的时间。 而在这个时间段里, 你能够短暂地看到我的回归。 只是你别太眷恋之前的世界, 忘了返回漫威世界就行了。 听到这话, 高飞有些意外, 我还能回到原来的世界? 当然可以。 中年高飞道, 但你并非是通过穿越回去的, 而是直接通过多元宇宙的通道, 从一个宇宙进入另一个宇宙。 我明白了。 高飞轻轻点头, 随后把无线手套递给中年高飞。 现在你可以完成计划了。 因为眼前的男人就是高飞自己, 所以高飞对他并没有太多怀疑。 高飞可以准确地猜到他内心的想法, 准确到就像使用毒心术一样。 中年高飞则伸手接过无线手套, 此时的他情绪很难平静, 他迫不及待地伸出右手戴上了无线手套, 一股强大的能量流贯穿他的全身。 嗯, 真要命中年高飞呲牙咧嘴地说, 无线手套的能量太强大了对了, 高飞, 在我打完响指之后, 我在漫威世界的身体只怕是要当场暴毙的, 但此时的身体已经是一句没有意义的去窍了, 记住帮我销毁掉。 我明白。 高飞轻轻点头,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中年高飞想了想, 说道, 我这个响指不会毁掉无线宝石, 因为我知道, 你之后还要把现实宝石和时间宝石还给伽利和奇异博士, 但我不建议你保留这六颗宝石, 无线宝石只会给地球招致灾难。 分散的无线宝石已经在这个宇宙引起了太多的杀戮和战争, 现在六颗无线宝石却全都来到了地球, 这会让地球变成众矢之之地。 外星侵略者会前扑后继地来到这里, 哪怕他们的行为是飞蛾扑火, 他们也在所不惜。 高飞静静地听完了中年高飞的建议, 点头道, 好的, 这一点我会考虑的。 其实中年高飞说的话和高飞一开始的想法是相同的, 无线宝石带来的只有灾难和战争, 把他们凑在一起是最危险的做法。 复仇者联盟三中灭霸在打完, 响指之后也选择毁掉了无线宝石, 高飞在这一点上与他的看法相同。 等你穿越结束之后, 我会去找朋友们讨论一下这个建议的。 高飞说道, 好的, 中年高飞轻轻点头, 随后对高飞微微一笑。 孩子, 我知道我们的关系很复杂, 因为我们前二十年的人生轨迹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 如果我说我是你的父亲反而显得非常便, 和谐, 太。 但是说实话, 你在这个世界里过出了我前所未有的人生, 这也是我能想象出来的最精彩的人生。 我为你骄傲, 孩子, 真的。 谢谢你, 老老高。 高飞想来想去, 觉得一个老高可能最能表述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毕竟比起父亲, 中年高飞更接近是他自己, 只不过老了一些。 中年高飞听到这个称呼, 也是轻轻一笑, 随后举手打响了这个响指。 送我回家。 他咬着牙, 拼尽全力说道, 因为打响指, 对他来说, 实在是太难了。 无限宝石的力量, 让无限手套, 很难被人类的手掌控制。 想要打响这枚响指, 必须花费极大的力气。 但中年高飞, 最后还是成功了, 他必须要打响这个响指。 啪! 六枚无限宝石的光芒汇聚在一起, 整个纽约的夜空仿佛都被照亮了, 下一秒在布鲁克林的上空, 出现了一个类似漩涡的硕大空间, 而这空间内照射出璀璨的白光。 看! 孩子! 多元宇宙的通道中年, 高飞此时半个身子都被无限宝石的能量所烧伤, 他的皮肤像是被火山肆虐过的军烈的土地。 他疲惫地倒在地上, 无限手套与地面接触发出顿气击打的闷响。 高飞走过去, 轻轻抱住中年高飞, 低声问道, 所以, 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吗? 当然, 当然, 我现在就调整意识, 完成反穿越, 我必须得快点, 多元宇宙的通道只会持续5到5到10分钟。 这话说完, 中年高飞紧紧闭上了眼睛, 他似乎在调整自己的意识去寻找原本世界的身体, 而大约过了半分钟之后, 他的嘴角露出了一抹欣慰的笑容。 你找到了? 高飞低声问道, 但中年高飞已经停止了脉搏, 高飞心中怀疑, 抬头看了一眼多元宇宙的通道, 他开始琢磨中年高飞的提议。 中年高飞曾经说过, 高飞可以直接穿过这通道回到原本的世界去看看。 这提议实在是太诱人, 让高飞无法拒绝。 还有四分钟, 应该够我去一趟的。 想到这里, 高飞朝着布鲁克林上空的巨大漩涡凌空跃起, 身边的白光逐渐将高飞吞噬, 漫威宇宙的九届守护神穿过了多元宇宙的通道。 而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周围的一切已经变得陌生而又熟悉了。 土里土气的小县城被压得破破烂烂的柏油路, 城乡结合不风格的街道和住宅楼, 这里正是高飞的故乡。 我真的回来了? 高飞诧疑万分, 茫然四股, 发现这里与他穿越的那一年几乎一模一样, 就连季节都没有变化。 还是我穿越之前的那一天, 我真的回到了自己的家。 震撼之后, 高飞下意识往自己家里跑去。 当然, 他没有贸然出现在家中, 因为他知道已经有一个人提前回来, 并且回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身体之中。 他轻巧地躲在窗外, 隔着玻璃窗向家中看去, 只见刚刚起床的自己坐在卧室里眼面哭泣, 激烈, 但却无声地哭泣。 太好了。 一果然回来了, 高飞淡淡一笑, 心中又是喜悦又是遗憾。 就在这时, 高飞卧室的门突然被推开, 随后一个带着当地口音的女人声音问道, 小飞, 早上吃什么? 挂面还是蛋饼。 窗外的高飞情不自禁露出微笑, 眼眶却湿了起来, 不敲门就闯进屋, 果然是老妈的风格。 而进门之后, 母亲惊讶地看到了坐在床上痛哭失声的高飞。 哎哟! 母亲先是一愣, 之后冒冒失失问道, 怎么了? 这是? 你哪个同学突然死了? 床上的高飞抹了把眼泪不说话, 却紧紧抱住了母亲。 在漫威世界已经活出了半生, 心里年纪超过四十岁的老男人此刻脆弱得像是个孩子, 即便他在漫威世界里勾心斗角步步谋划, 在母亲面前却仍是幼稚而又无助。 茫然的母亲轻轻抚着高飞的头, 被自己儿子滑稽地举动斗得想笑, 却又强忍住不笑, 好奇猜测到到底怎么了? 大早晨突然哭成个泪人跟妈说说, 是被女生给甩了? 高飞一语不发, 只是紧紧抱住自己的母亲, 而窗外的高飞更是感慨万千, 心绪起伏, 照顾好他们, 照顾好爸爸妈妈。 他知道自己的时间所剩无几, 转身朝着不远处的白色漩涡凌空跃去, 这一次离开, 高飞就永远无法回归故土, 但至少他知道, 自己的父母不会因为失去自己而老无所依, 他们的世界并不会受到影响, 这就足够了。 沿着多元宇宙的隧道回归, 高飞很快又回到了布鲁克林, 时间到现在刚好经过了五分钟, 按照中年高飞的说法,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多元宇宙的通道就会自动关闭, 低头看了一眼地上中年高飞的尸体, 高飞抬手用阿斯加德神力将他打成灰烬, 从此以后漫威宇宙中少了一个人, 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在写字楼的楼顶上坐下, 高飞静静地等待多元宇宙的通道关闭,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足足等了五分钟, 可天空中那道硕大的白色漩涡就是没有消失的意思。 随着时间的流逝, 高飞开始觉得不太对劲, 按理说, 中年高飞的计算是很少会出现错误的, 他在计算生育对象, 设计超级英雄系统, 定位沃米尔星球的时候, 数据准确到令人钦佩, 他绝不会犯这种低劣的错误。 可从多元宇宙的隧道被打开到现在, 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5分钟, 天空中的白色漩涡就是没有消失的迹象, 仍在那里不断地释放出光芒。 该死, 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 高飞看着手里的无线手套, 他试图搞清楚这一切。 而布鲁克林上空的白色漩涡逐渐开始吸引市民的围观, 就连高飞的老朋友李德都给他打来了电话。 嘿, 高飞, 你知道布鲁克林发生了什么吗? 刚才复眼检测到了布鲁克林出现了一股强大的能量流动, 这能量流动直接把复眼系统给弄瘫痪了, 现在我无法监测到任何一个能量流动的生物体。 李德郁闷地说, 而且, 我听强尼说, 布鲁克林上空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大漩涡。 高飞有些甘大的解释道, 我想我的确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这一切与无线手套和多元宇宙有关, 这样好了, 我先去找你一趟, 这些事情还是见面说比较好。 李德听出高飞语气中的严肃, 连忙道, 那好吧, 我在巴克斯特大厦等着你。 明白了, 高飞轻轻点头, 随后便准备使用空间魔法前往巴克斯特大厦, 但就在此时, 他忽然听见背后的小巷里传来一阵惊呼声。 同时, 一个年轻男人大声喊道, 快躲开, 这里有危险, 离他远一点, 话音未落, 爆炸声突然响起, BOOM, 冲天的火光照亮了布鲁克林的街道, 刺鼻的浓烟味道从远处传来, 有犯罪分子。 高飞皱了皱眉, 觉得这一切有些奇怪, 要知道, 自从他成为布鲁克林的警员之后, 这一代的治安是越来越好了。 尤其是最后高飞被调去超能巡逻队的时候, 布鲁克林的治安已经成为了纽约几个区内的佼佼者, 后来傲创纪元开启, 布鲁克林的犯罪率更是无限趋近于零, 只有当外星侵略者出现的时候, 这里的居民才会受到威胁。 犯罪分子, 深夜爆炸。 这些东西, 已经很久没有在布鲁克林出现过了。 想到这里, 高飞不由地从写字楼上纵身而下, 往爆炸的方向快步走去。 到底是什么情况? 与此同时, 布鲁克林的街道上有两道身影, 一前一后急迟而过。 前面的身影是一名身穿红蓝紧身衣的年轻男人, 这家伙灵活地从手腕中喷射出丝线黏在高楼大厦上, 再像人员泰山一样荡着丝线在空中来回穿梭。 后面的身影则是一个穿着一身绿色铠甲的怪物, 他脚上踩着一台半月形的诡异飞行器。 绿色的怪物不断朝着前面的年轻男人投掷飞镖。 这些飞镖相当锋利, 可以划开玻璃和金属。 当前面的红蓝紧身衣男人拐过一个十字路口之后, 他突然看见了迎着两人走来的高飞。 这让他吓了一跳, 大声喊道, 嘿, 前面这位先生, 快离开这里, 这里很危险。 我背后跟着一个杀人如麻的怪物, 他。 没等红蓝紧身衣说完, 背后的绿色铠甲男人朝着高飞扔出了一个南瓜形的手雷。 哦, 糟糕。 红蓝紧身衣青年大惊失色, 刚想扑过去拯救高飞, 但那颗南瓜手雷已经爆炸了。 蹦。 高飞的身影被火焰和浓烟吞噬, 整条街都被火光照亮。 背后半月形飞行器上的绿色怪物纵声狂笑。 哈哈哈哈, 自命不凡的蜘蛛侠, 又有一个无辜的市民因你而死。 前面的红蓝紧身衣青年怒不可遏。 绿魔, 我不会为你的杀戮而承担罪名。 你才是这一切罪恶的根源。 然而, 就在两人半嘴的同时, 爆炸的浓烟中传来一声惊讶的质问。 蜘蛛侠? 绿魔? 等等你们俩确定你们没有再玩角色扮演。 随着浓烟和火光散去, 高飞毫发无伤地从南瓜炸弹的爆炸区中走出。 旁边的青年蜘蛛侠和绿魔顿时吓傻了, 这特么是什么风骚操作? 强吃一个南瓜炸弹不死? 这位大哥, 你是什么品种的怪物? 两个人震惊地看向高飞, 一时间忘了彼此之间的刻骨仇恨。 而高飞也在惊讶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两个人, 因为这两个人是最不可能出现在当前的世界中的。 一个是青年版的蜘蛛侠, 身上还是最经典的红蓝配色蜘蛛服, 他的年纪比高飞认识的彼得, 帕克要大上三四岁的样子, 说话的声音也完全不一样。 另一个则是科技装备版的绿魔诺曼, 奥斯本, 他的身上穿着通体绿色的绿魔战衣, 这个版本的绿魔有点像2002年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拍摄的电影《蜘蛛侠》中的角色, 而扮演这位绿魔的是著名影星威廉·达弗。 你们从什么地方来? 你们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高飞看着面前这两位乱入的漫威角色, 沉声问道, 漂浮在空中的绿魔不耐烦地吼道。 你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家伙? 赶紧给我滚开! 说着, 他朝着高飞甩出两枚飞镖, 飞镖直奔高飞的面门而来。 高飞飞但不躲, 反而迎着飞镖走去, 在飞镖距离高飞还有三步之遥的时候, 他们化作三棚黑色烟尘。 随后高飞朝着绿魔伸出手掌, 隔空一抓, 阿斯加德神力倾泻而出, 变成一只无形的大手把飞行器上的绿魔直接拽了过来。 现在是我在问你问题, 而不是你来问我, 明白吗? 高飞逼试着绿魔黄色的不断转动的眼睛, 沉声问道。 同时, 他的后台收到提醒, 来自彼得、 帕克的崇拜、 家务。 高飞心中好笑, 同时也确定了眼前这名蜘蛛侠的身份, 他的确是彼得、 帕克, 但看起来却并不是当前这个宇宙的彼得、 帕克。 蜘蛛侠, 平行宇宙吗? 高飞心里琢磨着, 随后又揣测到, 还是因为中年高飞使用了无线手套打开多元宇宙, 导致更大范围的平行宇宙出现了。 想到这里, 高飞伸手拽下了绿魔脑袋上的头套。 先来看看, 你是什么版本的绿魔? 而在绿魔的头套被摘下之后, 高飞见到了那张熟悉的面孔, 威廉、 达福, 的确是哥伦比亚2002年版本的蜘蛛侠。 就在此时, 旁边一个震惊的声音响起。 奥斯本先生, 为什么会是你? 这不可能, 这这不可能。 蜘蛛侠似乎对绿魔的身份非常震惊, 他冲过来大声质问道, 为什么会是你? 你为什么是绿魔? 这不可能, 这一定是个误会。 你是那么儒雅, 优秀的男人。 你为什么会是无恶不作的绿魔? 诺曼, 奥斯本回头看着蜘蛛侠, 脸上的笑容复杂而又纠结, 彼得, 是你吧? 我其实早就猜到蜘蛛侠是你了, 我也不想这样。 只不过, 就在这时, 诺曼脑子里的声音突然响起。 住嘴! 诺曼! 你在干什么? 为什么要向一个孩子屈服? 你可真让我觉得丢人, 拿起你的武器, 杀掉这些人, 杀掉眼前的孩子和这个神秘的男人, 这样你就可以。 这是绿魔的声音, 是诺曼。 奥斯本一直被蛊惑的声音, 自从他服用了绿魔事迹之后, 这种声音就不停地在他的大脑中徘徊, 控制他的行为。 哦, 不, 我不能这样做, 诺曼! 奥斯本咬牙说道, 这样做是错的, 我不能再错下去了。 蜘蛛侠走过来, 抓住诺曼的手。 陈生说道, 奥斯本先生, 你到底怎么了? 你坚持住啊! 这时, 高飞给出了答案, 是精神分裂。 诺曼, 奥斯本在服用了一种药物后, 产生了精神分裂, 分裂出来的新人格, 驱使他做出一系列反社会的事情, 他是个可怜的受害者。 说到这里, 高飞开始对诺曼的精神事件插手干预。 听着, 奥斯本, 只要你相信, 绿魔就不存在, 它诞生于你的心底, 也将消失于你的心底。 看着我的眼睛, 和我一起说一遍, 绿魔并不存在。 这原本是漫画《黑暗复仇者》中诺曼。 奥斯本说服邵斌的台词, 当时的诺曼已经战胜了自己的精神分裂, 并且利用自己的经验去帮助治疗邵斌的精神分裂, 抑制他体内虚无这一重人格。 如今, 高飞将句台词原封不动地送给诺曼, 奥斯本, 因为他知道, 这句话正是诺曼多年来治疗自己精神分裂的总结。 高飞的声音仿佛带有魔力, 直接钻入了诺曼, 奥斯本的脑子, 诺曼, 奥斯本情不自禁地跟着高飞开始重复这句话, 一遍又一遍。 绿魔并不存在, 它诞生于我的心底, 也将消失于我的心底, 绿魔并不存在。 绿魔并不存在, 它诞生于我的心底, 也将消失于我的心底, 绿魔并不存在。 而在念过几遍之后, 诺曼, 奥斯本忽然发现, 来自他心底的声音果然消失不见了, 该死的绿魔没有再出来作祟, 他的理智又重新占领了高地。 这太神奇了, 那可恶的家伙真的消失了。 诺曼, 奥斯本简直喜极而泣, 看着高飞感激涕零地说道, 谢谢你, 这位先生, 谢谢你的帮助。 系统后台, 来自诺曼, 奥斯本的崇拜, 加武。 高飞轻轻一笑, 别客气, 这只是我应该做的。 诺曼则马上转向蜘蛛侠, 痛苦地说, 抱歉, 彼得, 我犯下了太严重的错误, 我杀了很多人, 我我有罪。 现在请把我转交给警察吧。 蜘蛛侠点头道, 奥斯本先生, 我很高兴你能恢复理智, 我马上就陪着你去警局自首。 我想, 这是最好的结果。 说到这里, 蜘蛛侠连忙走向高飞, 拽下自己的头套, 礼貌地伸出手道, 感谢你的帮助, 想必你也听到了, 我的真名叫彼得、 帕克, 但大家更喜欢叫我蜘蛛侠。 对了, 我的身份还没有公开, 希望你能帮我保守秘密, 这样, 我将会感激不尽的。 高飞伸出手与蜘蛛侠握了握, 同时打亮着蜘蛛侠的面孔, 心道, 你果然是托比、 马奎尔。 你好, 蜘蛛侠, 我会为你保守秘密的。 高飞道, 那么, 就太好了。 蜘蛛侠露出微笑, 随后诧异地问高飞, 但是老兄,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说, 你的能力也太强大了吧? 南瓜手雷也炸不伤你, 绿魔飞镖也伤不到你, 然后你一伸手, 就能把绿魔抓下飞行器, 你简直像是个神明。 没等高飞回答, 远处的马路上传来警笛声, 紧接着一辆侧面印着超能巡逻队的警车急驰而来, 同时, 天空中则有一道火焰游远即近。 碰! 天空中的火焰后来居上, 反而比警车先来到现场, 霹雳火强凝熄灭的身上的烈火, 露出自己的人形, 随后问道, 嘿, 头儿, 听说有人在你曾经管辖的地盘上捣乱, 让我看看, 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说完他指向站在高飞身旁的托比, 马库尔版蜘蛛侠, 问道, 是这小子吗? 这个山寨版的蜘蛛侠。 而彼得, 帕克已经傻眼了, 纽约什么时候, 多了这么多牛逼的角色了。 一个炸弹炸不死的高飞已经够inbad了, 这又冒出来一个会飞的火人。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们都是谁? 还有我就是蜘蛛侠本侠, 什么山寨不山寨? 彼得, 帕克惊讶地说, 而旁边的诺曼, 奥斯本则不断地捏着自己的额头, 是我的精神分裂变得更严重了吗? 第741章蜘蛛侠平行宇宙 霹雳火强尼根本不相信眼前这个年轻男人是真正的蜘蛛侠, 因为他见过真正的蜘蛛侠彼得, 帕克, 那是个年纪更小一些的男孩子。 你是蜘蛛侠? 我严重怀疑。 哦, 那么看看这招。 彼得, 帕克向来经不起激将法, 被强尼一说, 立马从手腕上发射蛛丝, 朝着墙上粘去, 再荡着蛛丝飞上旁边的写字楼。 接下来, 他的双手双脚粘在大厦上飞檐走壁辗转藤螺, 最后再从高空一跃而下, 荡着蛛丝回到霹雳火强尼的面前。 看见了吗? 火人, 我就是货真价实的蜘蛛侠。 强尼则一脸震惊地回头看向高飞, 询问道, 头儿,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家伙也被奥斯本集团的蜘蛛给咬了。 彼得, 帕克一脸震惊, 等等你怎么知道我是怎么变异的? 这件事情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还有, 为什么你要用眼? 难道我不是唯一的蜘蛛侠? 这时, 高飞走向彼得, 帕克, 按住他的肩膀低声问道, 彼得, 回到我一个问题, 现在是哪一年? 现在是彼得, 帕克脱口而出, 2002年啊。 难道不是吗? 高飞则轻轻摇头, 随后指着布鲁克林繁华的街道道, 去街上看一圈吧, 彼得, 你也可以找人问问, 看看现在到底是哪一年, 这里到底是哪里? 上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彼得, 帕克震惊万分, 随后发射蛛丝朝着远处飞去, 他的确觉得布鲁克林和他熟悉的布鲁克林不太一样了, 街头巷尾多了很多发光的LED广告牌, 等彼得走后, 高飞回答了强尼他的问题, 强尼, 我想我犯下了一个错误, 我使用无线手套打开了多元宇宙的隧道, 但现在, 我好像关不上它了。 什么? 强尼震惊不已, 挠着后脑勺问道, 头儿,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蜘蛛侠和这个绿膜是从多元宇宙中钻出来的? 是的, 高飞道, 眼前的蜘蛛侠的确是蜘蛛侠, 绿膜也的确是绿膜, 但它们来自于另外的时空, 一个截然不同的时间点的纽约, 而并不是来自于我们的世界。 听到这里, 精神状态刚稳定下来的诺曼, 奥斯本立马激动起来。 你说什么? 我们已经不在我们生活的宇宙中了, 我们来到了你们的世界。 哦, 上帝, 这太疯狂了, 我要回去, 我要马上回去。 高飞抬手没收了诺曼, 奥斯本的焦虑, 让这名喋喋不休的中年老男人瞬间安静下来, 随后他转向强尼道, 但是按照我原本的计算, 多元宇宙的隧道绝不会敞开这么久。 我想, 这其中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我得马上去找李德、 托尼和斯特兰奇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然而还没等强尼回应, 不远处的街道中传来了彼得、 帕克的呼救声。 这里是蜘蛛侠, 请求支援。 这里是蜘蛛侠, 请求支援。 高飞一阵头疼。 哦, 这家伙搞出什么乱子了? 抢你耸耸肩, 不知道, 过去看看再说。 两个人一牵一后, 往彼得、 帕克发出求救信号的地方赶去, 随后看到了令他们诧异的一幕, 只见一个身穿粉色、 白色和黑色蜘蛛紧身衣的蜘蛛侠, 在一栋伤沙的外玻璃上跑来跳去。 而他的背后, 则跟着一个后背, 长有八条金属机械臂的恐怖怪物。 高飞一眼就认出了这两个人, 蜘蛛格温和章鱼博士, 当下的纽约已经越来越错乱了。 而托比, 马奎尔的蜘蛛侠站在桑莎的穷顶上, 指着面前的两个人问道, 请问一下, 我现在应该帮助谁? 前面的这个穿着紧身衣的家伙, 看起来也是蜘蛛侠, 但后面的这家伙也有点像恶蜘蛛。 那是章鱼? 你这蠢货! 穿着粉色、白色、黑色蜘蛛、 紧身衣的姑娘愤怒地骂道。 她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反派, 章鱼博士。 她研制的药剂将会杀死整个纽约的市民, 赶紧拦住她。 她? 章鱼博士是女的? 等等你也是女的? 你是个女蜘蛛侠? 彼得, 帕克简直震惊, 这是个什么情况? 女的怎么了? 你有性别歧视吗? 女蜘蛛格温一边质问一边回头, 去看这个问东问西的怪人。 随后她惊呼出声, 等等, 什么情况? 你也是蜘蛛侠? 蜘蛛侠还有男的? 男的怎么了? 你有性别歧视吗? 彼得, 帕克现学现卖, 我的世界里, 蜘蛛侠一直是男的。 那么抱歉了, 我的世界里, 蜘蛛侠一直都是女的。 蜘蛛格温冷哼一声, 同时连忙闪身躲开背后章鱼博士的机械臂。 正在追杀格温的章鱼博士也愣住了, 到底是什么情况? 纽约有两个蜘蛛侠吗? 还是一男一女, 真是令人头大。 眼看着章鱼博士的机械臂步步紧逼, 追得蜘蛛格温显向还生。 彼得, 帕克大声问道, 你需要帮忙吗? 女蜘蛛? 不需要。 男蜘蛛, 格温嘴硬道, 我自己能解决得了。 可惜话音未落, 章鱼博士的一条机械手已经抓住了格温。 他庞大的触手探出拥有六根金属手指的尖端, 紧紧地扼住了蜘蛛格温的脖子。 嗯, 该死, 都怪你。 男蜘蛛, 和你说话, 害我分心了格温愤怒的吼道。 彼得, 帕克当然不会见死不救, 从穹顶上纵身而下。 别怕, 女蜘蛛, 我现在就来救你。 可惜, 章鱼博士的战斗力比彼得, 帕克想象的要强得多, 他的另外几只触手分别对彼得, 帕克发起了不同的进攻。 有的触手使用电击, 有的触手发射激光, 有的触手喷射烟雾。 托比, 马奎尔的蜘蛛侠才刚刚上路, 还是个粉嫩的萌星, 他目前只接触过诺曼, 奥斯本这位同样作为萌星的反派, 完全没见识过这么高端的战斗操作。 哦, 该死, 这个可恶的章鱼好厉害。 彼得, 帕克还没来得及使出绝活, 就被章鱼博士放倒。 而章鱼博士则探出触手, 将他抓了起来, 冷笑道, 男蜘蛛, 你的战斗力好像还不如女蜘蛛呢。 蜘蛛格温在这一点上, 无比赞同章鱼博士, 拼命点头道, 是啊是啊, 我看你刚才那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还以为你是个有能力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 可没想到, 你的水平居然比我还菜, 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什么? 这彼得, 帕克顿时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但他对这种感觉已经习以为常了。 在成为蜘蛛侠之前, 彼得, 帕克, 就是屌丝中的屌丝, 经常被人霸凌, 甚至被女生瞧不起。 他本以为成为蜘蛛侠之后, 他的屌丝生涯就结束了, 可没想到, 他还是难逃被女生鄙视的命运。 郁闷的彼得, 帕克说不出话, 只能默默寻找逃命的方法。 章鱼博士, 一下抓住两个蜘蛛, 这让他兴奋异常。 从今以后, 纽约再也不会有蜘蛛侠了。 我正好, 把你们一网打尽。 不料话音未落, 一道耀眼的白光从眼前掠过, 紧接着, 章鱼博士便愤怒地惊叫起来。 是谁? 谁敢破坏我的好事? 蜘蛛格温和彼得, 帕克看到抓住自己的机械触手, 被这道白光轻易斩断。 紧接着, 他们两个人就彻底自由了。 而章鱼博士转身企图反击, 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给束缚住了。 他的身体被凌空提起, 背后没有被斩断的另外六条触手, 在无形的力量下扭曲, 变形。 仿佛此时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从天而降, 制裁了这个邪恶的女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 某种魔法或者是念力吗? 蜘蛛格温震惊地问道, 他还从未见过这种形式的超能力。 而彼得, 帕克倒是比他更了解眼前的这个纽约, 这个纽约与他们生活的纽约截然不同。 是他来了, 那个神秘的强者, 无所不能的亚洲人彼得低声道。 神秘的亚洲人? 格温诧异问道, 你到底在说什么? 话音未落, 格温忽然看到脚下的街道上 果然出现了一名亚洲人。 这名亚洲人穿着简单的风衣和西装, 看上去与纽约街头普通的上班族没有任何差别, 但是他的手上却提着一支古朴, 华丽的长枪, 看起来像是那种大约来自于中世纪, 现在只应该被保存在博物馆里的文物。 是他救了我们? 格温, 史泰西诧异问道, 他揣测刚才那道耀眼的白光 就是由他手中的古朴长枪发射出来的。 很快, 他的揣测就得到了证实, 地面上的亚洲人简单地朝着章鱼博士招了招手, 被无形大手传出的章鱼博士就从半空中急速坠落, 再重重地砸在地面之上。 碰! 以章鱼博士的体质完全无法承受如此强烈的撞击, 他当场晕厥了过去。 而彼得, 帕克则甩开残留在自己脖子上的章鱼博士的触手, 兴高采烈地跳到了马路上。 谢谢你及时的支援, 这位, 他忘记了高飞的名字, 又也许高飞根本没说过自己的名字。 你可以叫我高飞? 高飞及时缓解了彼得的尴尬。 哦, 高飞, 没错, 高飞, 感谢你及时的支援, 伙计。 彼得笑着说道, 不料话音未落, 一股扑面来的炽热赶烤的彼得, 帕克连连后退, 霹雳火强尼从天而降, 突然来到了彼得, 帕克的身前。 火劫? 你居然敢叫他火劫? 强尼双手插腰, 浑身浴火地质问彼得, 帕克, 嘿, 小子,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我们纽约的超级英雄, 是整个地球的救世主, 是傲创伯的创立者, 是拥有阿斯加德神力的众神之父, 是九届的守护者, 你居然管他叫火劫? 彼得, 帕克都听傻了, 强尼, 没有必要对我做这么详细的介绍, 毕竟大家只是第一次见面。 听到高飞解围, 彼得, 帕克感激地点点头, 随后笑着说道, 不过火高飞先生, 看得出来你一定是个非常厉害的人, 否则, 你不会拥有那么强大的实力。 说完这话, 彼得, 帕克干脆拽下戴在自己头上的蜘蛛面罩。 高飞已经给他解释了, 他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而毫无疑问, 眼前的纽约, 也的确不是他所生活的纽约, 这里只是平行世界, 一个完全陌生的平行世界。 因此, 彼得, 帕克, 也没有必要在这里隐藏自己的身份, 反正这里的人都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这里的人, 忽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感觉, 真不错。 彼得, 帕克由衷说道, 上帝, 那个奇怪的章鱼女人, 简直要把我掐死了。 就在彼得, 帕克摘下头套的瞬间, 蜘蛛格温忽然惊讶地喊道, 天哪! 彼得, 帕克, 居然是你, 真的是你。 彼得, 帕克吓了一跳, 回头看向女蜘蛛, 问道, 哦, 小姐, 你认识我吗? 怎么听你的语气, 好像我们是熟人一样。 蜘蛛格温连忙拽下自己的头套, 指着自己的面孔道, 是我呀。 格温, 你没认出我吗? 你居然没有听出来我的声音。 格格温? 彼得, 帕克一脸茫然, 摇头道, 抱歉, 我真的不认识你。 你胡说。 格温大声地说, 随后又低声道, 我明白了你是在生我的气。 你怪我没有救下你, 对不对? 你怪我没有救下你。 说到这里, 格温忽然又笑了, 但是彼得, 看到你还活着, 我真是太开心了。 还活着? 彼得, 帕克一脸猛逼, 这又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时候死了? 这到底都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金发美女, 我们俩最好把事情说清楚。 看着两名蜘蛛侠各说个话, 现场的所有人都表示惊讶。 其实就连高飞都有点没搞懂他们之间的关系, 平行宇宙的出现对于非漫威死忠粉来说, 实在是太不友好了。 他只记得, 托比, 马奎尔版本的《蜘蛛侠》中, 格温, 史泰西是在第三部, 也就是2007年才引入到剧情里的, 也就是说, 这个宇宙中的彼得, 帕克在当下, 这个时间点, 只认识MJ, 并不认识格温, 史泰西。 所以, 眼前的彼得, 帕克对格温, 史泰西的陌生是完全说得通的, 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么一号人。 而女蜘蛛格温, 他生活在漫威地球65, 那是一个崭新的宇宙。 而在那个宇宙中, 格温, 史泰西成为了蜘蛛侠。 在地球65中, 彼得, 帕克是他青梅竹马的朋友, 两个人关系暧昧, 这一点与蜘蛛侠的诸多版本雷同。 格温在被蜘蛛咬伤, 便一成为蜘蛛侠之后, 迷失了自己, 过着颓废, 迷茫的人生, 在这段过程中, 因为格温的原因, 彼得, 帕克陷入了危险。 蜘蛛侠格温没能成功救下彼得, 帕克, 彼得不幸死在了一场意外里。 而在彼得临死之前, 他尝试着鼓励格温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你现在拥有了超人的能力, 就应该承担超人的责任。 彼得, 帕克的临终遗言成功激励了格温, 让他浪女回头。 从此以后, 蜘蛛侠格温成了保护纽约市民的超级英雄, 也成了大家的好邻居。 这也是为什么格温再见到彼得, 帕克之后震惊不已, 大呼你喊, 活着的原因。 可惜彼得, 帕克一时半会搞不明白这一切。 等等让我们来捋一捋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说你见过我, 我们是青梅竹马的朋友, 然后你说, 我死在一场意外里了, 我临死前还跟你说过,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彼得皱眉问道, 当然, 当然。 格温点头道, 你难道都忘了? 哦, shit, 我明白了, 那次意外没有要你的命, 但是却把你的脑子给摔坏了对了。 彼得, 你为什么也变成了蜘蛛侠? 你也被蜘蛛咬过了? 什么叫我也被蜘蛛咬过了? 只有我被蜘蛛咬过了好吗? 彼得, 帕克简直有点生气了, 他一直以为他才是独一无二的蜘蛛侠。 这时, 又是一辆超能巡逻队的警车驶来, 史蒂夫, 罗杰斯和巴基, 高飞, 好像布鲁克林很乱的样子。 史蒂夫已经彻底完成了减肥大业, 从前那个健瘦的美丽尖翘, 和谐, 臀幼重出江湖。 高飞无奈地怂怂肩, 的确如此, 布鲁克林乱到难以想象。 史蒂夫回头看向这两名都穿着蜘蛛侠谨身衣的家伙, 好奇问道, 咦? 这是什么情况? 今天晚上, 这里有蜘蛛侠的模仿大赛吗? 模仿? 彼得, 帕克简直生气, 我才没有模仿, 我就是蜘蛛侠本侠。 格温也深表不满, 我为什么要模仿蜘蛛侠? 我自己就是蜘蛛侠。 这下我就不懂了, 史蒂夫一脸崩溃地看着眼前这两位都声称自己是蜘蛛侠的蜘蛛侠。 什么时候, 布鲁克林遍地都是蜘蛛侠了? 彼得, 帕克和格温都不太喜欢史蒂夫的说法, 但两个人对视一眼之后, 又都意识到史蒂夫说的没错。 这时, 高飞过来解释道, 我想情况是这样。 不料他还没开始解释, 眼间的格温看到了史蒂夫背后背着的盾牌。 等等, 这不是美队的盾牌? 你为什么会背着美队的盾牌? 史蒂夫简直无语, 因为我就是美队啊, 我是史蒂夫, 罗杰斯, 我想你应该听说过这个名字吧。 格温想了想, 随后点头道, 当然听说过, 史蒂夫, 罗杰斯, 二战时期的咆哮突击队成员, 牺牲在了战场上, 这是我们小学课本中的内容。 什么? 史蒂夫脸都黑了, 我牺牲在了战场上。 对啊。 格温点头道, 等等你应该只是和史蒂夫, 罗杰斯凑巧重名吧。 毕竟他早在二战的时候, 已经牺牲了。 史蒂夫当场凌乱, 强行保持淡定问道, 那么, 你为什么质疑我美队的身份呢? 因为美队是沙曼莎, 威尔逊啊。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格温理所当然地说, 沙曼莎什么? 史蒂夫彻底迷惑了。 巴基, 巴基,巴恩斯更是一脸茫然。 沙曼莎, 威尔逊, 二战时期的杰出黑人女英雄, 注射了超级士兵血清, 成为了美利坚最强大的战士, 也即美国队长格温被克文士地说道, 拜托, 这种家喻户晓的故事, 你们为什么像是第一次听到似的? 然而蜘蛛格温没想到的是, 他这次居然说对了在场的这些人理, 除了他之外, 大家的确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情, 第一次听说美国队长居然是什么? 沙曼莎, 威尔逊, 你说美队是一名黑人女性? 巴基, 巴恩斯惊掉了下巴, 诧疑问道, 史蒂夫, 罗杰斯却死在了二战的战场上。 当然, 蜘蛛格温点头道, 可怜的史蒂夫是保家卫国的战争英雄, 和他一同牺牲的, 还有同样来自布鲁克林的, 他的好兄弟巴基, 巴恩斯他们是纽约的英雄, 我非常敬仰他们的。 什么? 这下巴基彻底无语了, 你把史蒂夫编排死, 好把美国队长给改成一个黑人女性, 那我也就忍了。 你又把我给编排死了算怎么回事? 难道你还想找一个黑人女性东兵来替代我? 史蒂夫, 罗杰斯简直崩溃, 回头看着高飞问道, 高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姑娘有点奇怪。 听到这里, 高飞大概已经明白了, 蜘蛛格温诞生的时候, 美丽坚正在推行平权运动, 这也是为什么每个英雄都有了一个女性的版本。 女蜘蛛侠, 女雷神, 女美队为了表现出男女平等, 任何一个男性担任过的超级英雄都有了一个对应的女性版本。 而除了男女平等, 还有种族平等, 为了正姿意正确, 白人担任过的角色最好也都要有一个黑人版本。 于是就诞生了漫威地球65中的黑人女性美队, 沙曼莎, 威尔逊, 她就是蜘蛛格温口中所说的她那个世界的美队。 想明白这一切之后, 为了避免现场的众人越吵越乱, 高飞咳嗽一声, 大声说道, 嗨嗨, 各位, 请先冷静一下, 我想, 我需要先解释一下现在的情况。 这位蜘蛛女侠说的话, 其实是正确的, 在她的认知之中, 美队的确是个黑人女性, 沙曼莎, 威尔逊, 这就是她的名字。 但我们其他人的说法也没有问题, 在我们的世界里, 美队是史蒂夫, 罗杰斯, 她才是那个注射了超级士兵血清, 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的人。 这并不是因为有人的脑子糊涂了, 或者有人在胡说八道, 而是因为, 我们大家来自于完全不同的宇宙, 我们来自于各个平行宇宙之中。 这位蜘蛛侠, 彼得, 帕克, 他是从2002年的某个平行宇宙中过来的, 所以, 他是货真价实的彼得, 帕克, 也是货真价实的蜘蛛侠, 但他却不是我们认识的彼得, 帕克, 因为这里是我们的世界, 2017年的纽约。 至于女蜘蛛侠格温, 我还没有机会问, 请问, 你来自哪个平行时空呢? 高飞转向格温, 史泰西, 问道, 2020年的纽约? 格温在高飞解释之后, 终于明白了眼前的情况, 他看着当前的纽约街头道, 难怪我觉得, 这里的环境有点奇怪, 像是好几年前的样子, 原来这里是2017年的纽约, 而且, 还是另一个平行宇宙的2017年。 那么,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为什么其他宇宙中的人, 都跑到了我们这个世界? 史蒂夫、 罗杰斯插着腰疑惑地询问道, 这时, 高飞举起了手上的无线手套, 沉声道, 大约40分钟之前, 我使用无线手套打了一个响指, 这个响指开启了多元宇宙。 但是按照我的推算, 这个多元宇宙的通道, 在5到10分钟之内, 会自动关闭。 可是目前来看, 这个多元宇宙的通道, 并没有关闭, 就是这个情况。 第742章, 疯狂的多元宇宙。 听完高飞的叙述, 史蒂夫、 罗杰斯脸上的表情, 前所未有的凝重。 也就是说, 多元宇宙之间的通道被打开, 不同时空之中的人, 可以互相穿越, 众多的多元宇宙, 变成了一个超大型的单体宇宙。 所有角色都揉杂在了一起。 没等史蒂夫说完, 他身旁的巴基, 便一脸钦佩地看着史蒂夫, 点头赞叹道, 没想到你这位老先生, 还能想清楚, 这么复杂的问题。 反正, 我现在, 已经是一脑子江湖了。 史蒂夫没心情和巴基说笑, 只是严肃地盯着高飞。 高飞则认可了史蒂夫的想法, 说道, 是的,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多元宇宙, 融合成了一个超大单体宇宙, 其中的生物都已经错乱了。 那现在, 我们怎么办? 强尼咒没问道, 把这些家伙, 顺着多元宇宙通道, 扔回他们的老家去。 蜘蛛格温连忙大声抗议道, 嘿, 火人, 说话给我客气点, 我们也是多元宇宙通道开启之后的受害者, 别把我们说的, 像是货物或者垃圾一样, 说扔就扔。 托比, 马奎尔版本的彼得, 帕克也赞同道, 是的, 火人先生, 虽然我很感谢你们帮助了我们俩, 但我还是希望, 你能给我们俩一些适当的尊重, 可以吗? 好吧, 也许的确是我的说法不太妥当。 强尼朝着两人怂怂间, 之后再次询问高飞, 头儿, 该您做出决定了。 高飞道, 现在我们还不了解多元宇宙的通道, 所以贸然把他们送走这一方案并不可行, 我想, 我需要先去找李德, 托尼他们开个会, 商讨一下这件事情再做决定。 之后转向史蒂夫道, 史蒂夫, 能不能先给这些人安排一下住处, 章鱼博士直接关进雷文, 克拉夫特监狱就可以, 其余的几位先让他们在纽约住下吧。 这没问题。 史蒂夫点头道, 随后回头询问这一对蜘蛛侠, 以及精神状态刚刚复原的诺曼。 奥斯本, 几位对这样的决定有什么意见吗? 彼得, 帕克表示配合, 我没意见, 我觉得这个决定很好。 格温, 史蒂夫虽然有所怨言, 但他自己也想不出更合适的解决方案, 我也勉强同意。 诺曼, 奥斯本已经非常虚弱了, 他有气无力地点头道, 就按照你们的处理方法办吧。 于是, 高飞暂时与这些来自于多元宇宙的新朋友们告别, 史蒂夫, 罗杰斯和巴基负责护送他们离开。 高飞则戴着无线手套前往李德的住处, 召集光照会紧急商讨多元宇宙目前的情况。 当高飞与光照会碰头的时候, 已经是纽约深夜的2点45分了, 多元宇宙的通道截止到此时已经打开了三小时52分钟, 而且仍然没有关闭的迹象。 在光照会目前的四个人之中, 高飞和李德是最先到场的新加盟的奇异博士因为有空间魔法的壁住, 所以没有让两人等待太久就来到了现场。 而迟到大王的名弦仍然属于托尼、斯塔克。 进了门的托尼、斯塔克手里拿着半个芝士汉堡边走边吃, 丝毫没有半点慌张的意思。 而此时坐在会议室里的其他三巨头早就愁眉不展了。 哦,拜托,托尼、斯塔克。 我不敢相信, 你现在居然还有食欲斯特兰奇嫌弃的瞥了托尼一眼, 沉声吐槽道。 为什么不呢? 我和你这种只喜欢吃草的嬉皮饰可不一样。 托尼、斯塔克反唇相机。 如果有一天我的午餐只吃蔬菜沙拉, 那么要不然我已经身患绝症了, 要不然就是我濒临破产。 这时,李德、李察兹忍不住开口道, 托尼, 现在纽约或者说整个世界都非常危险。 我觉得,你的确应该严肃一些。 托尼,斯塔克不屑一笑, 因为布鲁克林上空的那个巨大的漩涡吗? 所以,纽约和整个世界就又陷入危险了吗? 拜托大家都不是头一天出道的了。 我们的世界,在过去的几年里, 几乎每三个月就陷入一次危机, 每半年就濒临一次毁灭, 这已经是这个世界的常态了。 不管你们适应没适应, 反正我适应了。 说完, 托尼自己走到旁边的咖啡机前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 之后慢条斯理地把剩下四分之一的芝士汉堡吃完, 再回头询问其他三人。 好了, 有人说一说现在的情况吗? 高飞率先开口, 情况就是, 我使用无线手套打开了多元宇宙的通道, 目的是把一个不属于这个宇宙的人遣返到他从前的宇宙。 而按照我之前的计算, 这个多元宇宙的通道在五到十分钟的范围内会自动关闭。 但是目前的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多元宇宙的通道并没有按时关闭, 而是持续打开, 导致很多其他单体宇宙的角色乱入到了我们当前的这个宇宙。 听到这里, 托尼, 斯塔克摇头道, 嗯, 这问题听起来就挺让人头疼的。 高飞, 我真没想到你居然会使用无线手套, 这可不是个好东西。 我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 就打心眼里排斥他, 高飞心道, 那当然, 在某个平行宇宙中, 你都被无线手套给害死了。 而接下来, 托尼, 斯塔克继续问道, 那么有没有搞清楚, 无线手套为什么失常? 为什么这个多元宇宙的通道没有及时关闭? 这个问题由李德来回答, 他早在开会之前就从高飞那里得到消息, 并且对纽约上空的大漩涡进行了调查。 这个多元宇宙通道的形成是复杂的。 我怀疑, 这一通道并非是单体宇宙作用的结果。 李德道? 什么意思? 托尼你起眼睛, 也就是说, 高飞的无线手套并不是开启多元宇宙通道的唯一原因。 是的。 李德道, 根据高飞的描述, 他使用无线手套只是为了打通两个平行宇宙, 并且遣返不属于当前这个宇宙的人。 而实际上, 在他使用无线手套的时间点之后, 布鲁克林的确产生了一个沟通两个单体宇宙的通道, 这一切都被复眼观测到并且记录了下来。 但是请注意, 当时这条多元宇宙的通道其实只是连通了两个平行宇宙, 也就是说, 这个通道只会使两个单体宇宙产生交集。 但刚才高飞已经遇到了分别从两个不同平行宇宙中出现的蜘蛛侠。 这说明目前布鲁克林的多元宇宙通道已经涉及到了三个甚至更多个多元宇宙。 没等李德说完, 托尼, 斯塔克就忍不住打岔道, 等等, 你说什么? 除了咱们这个宇宙的蜘蛛侠之外, 又有两个蜘蛛侠从他们的平行宇宙跑过来了? 这些蜘蛛侠也像我们的蜘蛛侠这么花牢吗? 千万别把他们凑在一起, 否则可就乱套了。 嗨嗨。 李德咳嗽一声, 表示对托尼插嘴的不满, 之后重新把话题引入正轨, 道。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 复衍在高飞使用无线手套的时候并没有立即崩溃, 而是在高飞使用无线手套的时间点之后的两到三分钟之内发生了崩溃, 这就让我产生了一个推测在高飞使用无线手套之后的这段时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 李德自问自答, 在复衍崩溃之后, 我马上着手对布鲁克林的多元宇宙隧道进行了勘察, 之后, 我有了一个发现, 在高飞打通两个单体宇宙之后的三分钟, 也就是复衍崩溃的时间点, 又有另外一条更加庞大, 更加复杂的多元宇宙隧道出现了, 而这条多元宇宙隧道, 才是不同的蜘蛛侠从各自的宇宙来到我们宇宙的通道。 听到这里, 高飞恍然大悟, 也就是说, 现在布鲁克林的上空实际上存在着两条多元宇宙隧道, 呃, 实际上还是一条。 李德纠正道, 另外布鲁克林上空的, 也不能称之为多元宇宙隧道, 而是多元宇宙隧道的入口。 高飞, 你使用无线手套打响响指之后, 开启了多元宇宙的通道, 而这条多元宇宙通道的入口, 就是布鲁克林上方的大漩涡。 你的多元宇宙隧道, 持续的时间是5到10分钟, 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们可以把这条隧道称之为阿尔法隧道。 但当阿尔法隧道开启3分钟的时候, 多元宇宙之中又开启了另外一条更大的隧道。 这条隧道连通了数个甚至十数个不同的单体宇宙, 我们暂且把这条隧道称为贝塔隧道。 事实证明, 贝塔隧道和阿尔法隧道共用了一个出口, 也就是布鲁克林上空的那个硕大的漩涡。 而在阿尔法隧道打开第7分钟的时候, 阿尔法隧道实际上已经关闭了, 但贝塔隧道却一直敞开, 这也就导致了布鲁克林上空的隧道口也持续打开。 所以, 高飞会误以为由他打开的阿尔法隧道一直没有关闭, 但实际上阿尔法隧道已经关闭了, 剩下的只有贝塔隧道。 听完李德的叙述, 高飞和其他人终于明白了。 奇异博士点头道, 也就是说, 这一切都是一个诡异的巧合, 在这无尽的多元宇宙之中。 有一个人和高飞在同一个时间段, 开启了多元宇宙的隧道, 并且造成了时空错乱的情况。 托尼则说, 那么, 这个开启贝塔隧道的人一开始, 甚至可能完全没有企图将我们的这个宇宙纳入他的计划之中, 只因为高飞打了响指, 所以, 我们这个单体宇宙才和他们强行造成了关联。 高飞郁闷的怂怂间, 这简直可以成为不幸的事故了。 之后则低头看着手中的无线手套。 道, 那么我使用我的无线手套, 可以关掉这条贝塔隧道吗? 应该可以。 李德道, 但是在关闭贝塔隧道之前, 我们可能需要确保其他宇宙并没有因为这条隧道的存在而错乱。 比如说, 就目前我们的发现来说, 我们的世界已经多出了两位蜘蛛侠, 以及两个与蜘蛛侠相伴来的反派。 那么,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人也错乱了呢? 奇异博士仔细琢磨了一下李德的话, 随后惊诧地问道, 嘿, 李德, 等一等你该不会想靠咱们几个的力量, 把这个错乱的多元宇宙修正吧? 这个工作量可太大了。 我并不认为我们有这样的能力。 托尼, 斯塔克也点头道, 是的, 李德, 你想想这其中的难度, 我觉得,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高飞直接使用无线手套, 关掉贝塔隧道, 避免多元宇宙变得更加混乱, 就行了, 至于已经发生的问题, 呃, 发生的, 就让它发生吧。 高飞对托尼这次的建议, 实在无法赞同, 因为作为穿越者来说, 他能够体会到, 被放逐到另外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宇宙, 是怎样的, 无助和孤独。 更何况, 目前已经有两个蜘蛛侠, 一个绿魔, 一个章鱼博士穿越到了这个宇宙之中, 万一高飞擅自关闭了他们回家的通道, 这些人一定会奋起反抗, 在当前的单体宇宙搞出更大的乱子。 稍作思考之后, 高飞提出建议, 我们是否还有另外的解决办法呢? 比如说, 我们可以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 思考一下究竟是谁打开了这个贝塔隧道, 而他打开贝塔隧道的原因又是什么? 如果找到了这个人,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他那里着手调整, 在修正这个错乱的宇宙之后, 再彻底关闭贝塔隧道。 李德立即点头道, 高飞的办法很稳妥, 我赞同。 奇异博士不置可否, 我觉得,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托尼, 斯塔克则是反对意见, 但是高飞, 你要考虑一个问题, 在你试图寻找这个开启了贝塔隧道的家伙的同时, 多元宇宙之间只会不停地发生错乱, 你时间拖得越久, 这个错乱的情况就越严重。 如果让我来决定, 我觉得, 不妨及时止损。 但高飞并不打算改变自己的想法, 李德则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 于是, 最后光照会四巨头的商议结果, 高飞、 李德两票支持, 斯特兰奇弃权, 托尼一票反对高飞的提议被通过, 光照会将会联合其他超级英雄先调查一下, 开启多元宇宙贝塔隧道的真正主谋是谁, 再决定是否要关掉这条隧道, 以及怎么关掉这条隧道。 会议结束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了, 凌晨五点的纽约街头, 已经有不少行人和车辆穿梭在街道中了。 高飞与托尼、 斯塔克并肩往不远处的停车位走去, 那里停着一辆最新款的奥迪R8 E-Tron。 这辆市面价值为110万美元的天价跑车, 性能优越, 外形炫酷,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贵, 这导致他销量低迷, 被迫停产。 不过, 这也是托尼, 斯塔克钟爱这款车的原因, 至少不会经常在纽约街头撞见同款。 两人还没靠近跑车, 高飞忽然察觉到自己被人盯上了, 他的感官系统一直非常敏锐, 成为九届守护之后就更是如此。 别急着过去, 托尼。 高飞低声提醒, 随后几乎像开启上帝视角一样捕捉出周围埋伏的歹徒。 我们被六个人和一条狗盯上了, 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 他们是来刺杀我们的。 托尼听了只想笑, 六个人一条狗, 来刺杀我们? 高飞, 你确定这些人知道你的身份? 托尼说的没错, 只凭这样的阵容, 想刺杀高飞, 简直就是做梦。 更何况现在的高飞右手上戴着珠光宝器的无线手套, 那玩意打个响指, 就可以抹杀掉无数生灵。 再说, 高飞在当前宇宙中的声望, 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步, 有点信息渠道的人都知道, 他是众神之父, 多少外星人开着宇宙战舰, 带着外星军队入侵, 都没能伤到高飞。 现在六名刺客再加一条狗, 就想刺杀高飞, 这未免引人发笑。 想明白这一点, 高飞低声道, 所以托尼, 我想, 我们世界里的人绝不会愚蠢到送上门白给我打脸, 这些蠢货居然敢来刺杀我。 那就说明, 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实力。 托尼马上跟上了高飞的思路, 所以, 他们可能根本就不属于我们, 这个宇宙平行宇宙。 他们来自于平行宇宙, 可平行宇宙的人为什么要来杀你呢? 莫非他们是开启了贝塔隧道的人的手下? 话音未落, 不远处的垃圾桶后面忽然跑出来了一条脏兮兮, 毛茸茸的小狗。 汪汪, 汪汪汪, 小狗可怜巴巴地朝着高飞和托尼吠叫两声, 再摇摇摆摆跑了过来。 托尼面露微笑, 压低声音询问高飞, 这就是那条刺客狗。 高飞道, 没错, 你可别被他萌萌的外表欺骗了。 托尼并未露出破绽, 假装好心蹲下身子。 过来吧小家伙, 让我看看, 你想要什么? 想吃火腿吗? 还是喝点牛奶? 小狗则摇着尾巴来到托尼的脚边, 一双大眼睛眼巴巴地望着托尼。 就在托尼伸出手企图抚摸小狗脑袋的时候, 这小狗猛地张开了嘴巴, 同时他的头颅迅速扩大, 变得简直像是个狮子的脑袋。 同时他的嘴巴也变成了血盆大口, 口中尖牙闪烁寒光。 好在托尼, 斯塔克早有准备, 手上迅速覆盖钢铁战衣, 一记粒子树脱手而出, 痛打面前狗头。 偷袭不成的小狗, 下巴险些被托尼打脱臼, 掉头赶紧往垃圾箱后面跑去。 这时高飞注意到, 这小狗身上还穿着一件黑红两色的制服, 狗屁股被人给设计成了人脸的模样。 这么没溜的装扮, 高飞大概猜到包围他们的是谁了。 而就在这时, 不远处路灯上一个身影从天而降。 被铁人发现了, 一个身穿黑红两色紧身衣, 手持双刀的家伙从天而降, 面罩上一双白色的眼睛眨来眨去, 正是来自纽约的不靠谱赏金杀手, 死侍。 而与此同时, 托尼、斯塔克的那辆奥迪R8车后, 闪出了一个同样穿着红黑紧身衣, 身材火爆妖昧的女版死侍, 这位重装肉毯拔枪便射, 对从路灯上跳下来的死侍喊道, 嘿,伙计, 你对付小矮子, 我对付亚洲人。 明白。 第一个男版死侍答应了一声, 同时骑上了托尼, 斯塔克的肩膀, 两把利刃直接朝着托尼的脖子上戳去, 但此时的托尼早已穿戴完成钢铁战衣, 金钛合金的材质刀枪不入, 死侍的普通攻击根本伤不到他, 真正能伤到他的只有女版死侍刚才说的那句话。 等等小矮子, 你说谁是小矮子? 我的身高刚合适。 愤怒的托尼, 斯塔克冲天起, 直接把骑在他脖子上的死侍带离了地面, 而死侍知道一旦从托尼的身上跳下去就会成为他的目标, 所以只好硬着头皮抱着托尼的脑袋骑在他的身上。 托尼, 斯塔克见到死侍死活不逃, 冷笑道, 咱们去高空兜兜风, 上面的空气比较好。 死侍躲在面具背后的脸都绿了, 上面的空气比较好, 上面根本没有空气好吗? 托尼, 斯塔克不禁赞许道, 常识满分, 我的朋友。 另一面, 地面上, 不知死活的女版死侍朝着高飞扑去, 高飞被他胸前的两块肌肉晃得掩欲, 干脆闭着眼睛伸手朝着他的脖子上抓去。 女死侍看到高飞动手, 刚准备拔枪反攻, 没想到枪还没端稳, 他的脖子已经被眼前的亚洲人给扼住了。 卧槽, 这么快? 女死侍从面具后面探出来的金黄色马尾便在空中剧烈一晃, 再来来回回地摇摆起来, 她尝试着从高飞的手中挣脱, 最后却发现高飞的大手简直像是钢铁铸铸铸, 根本就掰不开。 完蛋! 女死侍郁闷地翻了个白眼, 大声喊道, 亚洲人太牛逼! 亚洲人太牛逼! 申请更换目标, 我去接手小矮子, 换人接手亚洲人。 可惜刚才和他一起执行任务的死侍早就被小矮子托尼, 斯塔克给带上了天空, 现在已经中断了与女死侍的信号。 但现场并非只有这对男女死侍, 高飞感知到还有另外四个人的存在。 果不其然, 就在女死侍请求更换目标之后, 一阵阴冷的夜风吹来。 咦哟! 随着一声诡异的呼嚎, 一个头戴斗笠, 穿红袍, 手持武士刀的浪人从马路上跑来。 他脚下的木鸡踩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音, 画风于纽约城区简直格格不入。 卧槽! 高飞简直笑尿! 这是什么版本的死侍? 持刀浪人倒是不卖关子, 自我介绍到, 浪人阿渡来自于地球T2N150与个死侍并肩作战。 说完, 他双手持刀跳劈高飞, 毁天灭地斩! 然而, 高飞抬手轻轻一推, 不嗯! 浪人阿渡立即带着他的毁天灭地斩有多远滚多远, 半只木鸡还从脚上掉了下来, 咯啦咯啦地滚了老远。 就在此时, 一阵刺耳的嘲笑声从不远处传来。 哈哈哈哈, 浪人阿渡, 你就是我们死侍军团里的笑料, 败类! 我认为, 我们死侍军团应该把你开除死侍狗, 还能留下来做个吉祥物, 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 你连死侍狗都不如, 拉你入伙, 还不如当初留下死人头! 高飞寻声望去, 只见不远处的一辆越野车的车顶上, 站着一个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四的小孩, 他也穿着死侍的制服, 背后插着双刀, 腰间别着手枪。 这已经是今晚登场的第四名死侍了, 他大概是来自平行宇宙10330号地球的死侍小子。 而同样的死侍还有两人, 一个是藏身在不远处一座写字楼中, 正端着一把栓洞狙击瞄准他的, 身穿复古风衣的黑白色调死侍, 暗影死侍。 另一个是埋伏在拐角处, 另一辆车里面的, 正在和附身在他身上的共生体屠杀交谈着的屠杀死侍。 到目前为止, 高飞大概明白眼前的情况了, 在疯狂的多元宇宙开启之后, 不知道什么人没安好心地把这些死侍都凑在了一起, 让他们组成了一支多元宇宙死侍军团, 并且派遣他们来刺杀高飞和托尼、斯塔克。 第743章 多元宇宙的死侍军团 调查清楚敌人的身份之后, 高飞就不在手下留情。 他知道死侍军团都是一些没羞没骚, 而且拥有不死之身的赖皮狗, 所以必须从一开始就威慑住这些难缠的家伙才行。 该我动手了。 高飞朗声宣布, 同时抓住女死侍的脑袋猛地往地面上一按。 碰! 女死侍小巧玲珑的脑袋直接被高飞按进纽约坚硬的路面, 人行道的地砖都被高飞直接对碎。 嗯…… 可怜的女死侍只发出了一声沉闷的惨叫, 就彻底失去意识。 脑袋也在高飞的大手下惨遭粉碎, 但她的自愈能力依然是非常顽强的, 即便是要害受损也能完成自愈。 不过她的自愈不是顺时的, 这需要一个短暂的时间, 尽管如此。 女死侍的自愈也比正常愈合快上了几百倍, 几千倍。 而就在女死侍扑街之后, 死侍小子紧随而上。 嘿! 亚洲人, 瞧瞧你的脚底下, 有我送给你的一件礼物。 高飞早就察觉到了她脚下的情况, 刚才被托尼用粒子树打飞的死侍狗, 叼着一个又丑又脏的毛绒灰兔子到了高飞的脚下。 我忘…… 死侍狗朝着高飞拼命摇尾巴, 似乎在讨好高飞。 可惜高飞却早就看穿这狗东西, 没安好心。 丑陋的灰毛兔子一双眼睛闪烁着诡异的光芒, 而死侍狗放下绒毛兔子之后, 转身就跑。 高飞轻轻一笑, 进入光速暂停时间, 再抓住死侍狗的尾巴, 把他揪了回来, 伸手把绒毛灰兔子塞进死侍狗的嘴巴, 一脚把死侍狗踹向站在远处看好戏的死侍小子。 之后脱离光速状态, 时间继续, 死侍小子正堵住耳朵等着听炸弹爆炸, 没想到低头一看, 死侍狗一脸摔向地趴在自己脚下。 你这蠢货! 你回来干什么? 再抬头看向高飞, 奇怪。 亚洲人, 我送你的兔子呢? 话音未落, 爆炸声响起。 BOOM! 死侍狗当场被炸成碎片, 死侍小子则被送上了天空。 高飞一阵好笑, 朝着死侍小子轻轻挥手。 再见了, 小家伙, 我们一会儿见。 而就在这句话说完的时候, 远处突然响起了一声巨大的噪音, 那是躲在远处写字楼里的暗影, 死侍出了手。 他扣动了手中老款栓动狙击枪的扳机。 狙击枪的子弹朝着高飞呼啸而来, 滑破纽约的夜空在空气中留下一股胶着的味道。 高飞则只是轻描淡写地偏了偏头, 便躲过了狙击子弹的捕捉。 在一个眨眼的功夫, 高飞已经冲到了写字楼的里面, 暗影死侍刚把眼睛从瞄准镜上挪开, 就发现高飞已经来到了他的背后。 什么? 这么夸? 暗影死侍大惊失色, 连忙准备换取白刃近身格斗。 可惜高飞压根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抬手抓住暗影死侍的脑袋, 猛地往窗外移置。 碰! 暗影死侍撞碎了面前宽阔的落地玻璃, 再直接把这一层的地板和夹在这两层间的楼板给撞塌。 但高飞出手的力道是如此猛烈, 以至于即便是撞塌了楼板暗影死侍也没能停止住下坠的力道。 他像是个黑色的人形炮弹, 呼啸着朝着地面坠落而去, 最后则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闷响, 摔在地面上成了一滩软绵绵的肉泥。 他应该得费些功夫, 复活了高飞难难道, 之后纵身一跃从写字楼上跳下, 朝着不远处死侍军团的最后一名死侍共生体死侍走去。 共生体死侍在以往一直都是冲锋在前的, 这一次他原本也想抢在前面立功, 但是看到高飞的战斗力之后, 这家伙当场就怂了, 当然怂的不光是他, 还有和他结合在一起的屠杀。 亚洲人过来了, 亚洲人过来了, 死侍哆哆嗦嗦地对屠杀道, 我们完蛋了, 我们完蛋了, 哦别这么胆小怕事, 你这个耸祸。 屠杀暴躁地骂道, 亚洲人也许并没有发现我们, 也许他认为死侍军团只有五个人。 放屁! 死侍胆怯地说,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存在? 你看见他的行走路线了吗? 他分明就是朝着我们的方向走来, 那又怎么样? 你们死侍不是死不了的吗? 这亚洲人就算再强大又怎么样? 他又杀不掉你。 屠杀咆哆道, 我真是服了。 你这个蠢猪, 你根本没有害怕的理由。 我共生体死侍一琢磨, 老搭档说得对啊。 没错, 我的确不应该害怕, 就算我打不过这个亚洲人, 至少我也不会死。 想到这里, 共生体死侍把心一横, 走吧。 我们去挥挥这个亚洲人。 说吧, 屠杀咆哆着钻出来, 覆盖了共生体死侍的全身, 让他变成了一个浑身赤红色的庞然大物, 而死侍的突然膨胀, 也直接撑开了他面前的那辆小轿车。 他张开血盆大口, 直接朝着高飞扑去。 我们是屠杀啊? 屠杀和死侍。 看到红彤彤, 老大个儿的屠杀, 朝着自己扑过来, 高飞内心非但不慌张, 反倒有些惆怅, 好久没见到埃迪了, 也不知道他和毒液相处得怎么样。 之后对着屠杀轻轻摇头, 我很早之前就能手撕共生体了, 这次不过就是顾忌重尸吧。 说到这里, 高飞抬手撑开屠杀的血盆大口, 之后沿着他的上下两河猛的发力。 抱歉了你们俩, 我得强行棒打鸳鸯了。 死了! 一声脆响传来, 屠杀共生体直接被高飞从死侍的身上给拽了下来, 变成了一大坨红色的不断蠕动的诡异的液体生物。 而共生体死侍整个人都傻了。 这特么亚洲人还真的把屠杀从我身上给撕下去了? 这特么有点太恐怖了吧? 你划我屠杀? 你划我屠杀? 共生体死侍朝着高飞不依不饶地嚷嚷道, 我们俩不能分开, 我们俩不能分开。 可惜高飞根本懒得跟他废话, 直接抬手施展空间魔法隔空取物, 空间被深奥的咒语撕裂开, 空间的另一端即是阿斯加德的藏宝库。 高飞取出永恒之枪钢格尼尔, 朝着死侍的胸口射出一道白光。 其实他想杀死死侍根本犯不上使用钢格尼尔, 这么做完全只是为了起到震慑效果, 他本来考虑直接使用无线手套轰杀共生体死侍, 把这家伙给炸成飞灰, 但他觉得无线手套的视觉效果没有钢格尼尔这么炫酷, 所以最后就选择了钢格尼尔。 于是倒霉的共生体死侍在惨叫声中倒地而亡, 胸口的伤势至少需要他花费几个小时来复原。 而刚巧与此同时, 被钢铁侠托尼、斯塔克带上天空的主宇宙616的死侍, 因为缺氧窒息而休克, 从天空中垂直垂落下来掉到了高飞的不远处。 紧接着,托尼、斯塔克降落下来, 看到高飞提着钢格尼尔, 一脸震惊地问道, 不是吧? 高飞, 对付这么几个小猫贼你, 居然还犯得着拿出钢格尼尔? 再说, 你手上不是有无线手套吗? 直接用无线手套轰杀他们呀。 高飞笑了笑, 无线手套看起来弱弱的, 一点都不酷, 我还是更喜欢钢格尼尔。 另外, 他们可不是什么小猫贼, 他们是死士军团, 他们都是死士拥有不死之身的战斗技能满级的雇佣兵。 说到这里, 托尼, 斯塔克终于注意到, 这些横七竖八倒在地上, 身体已经被高飞打成各种惨不忍睹的状态的雇佣兵们,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伤口, 他们简直像是开了挂一样, 把很多致命伤都给疗愈了。 我靠, 这是什么鬼? 他们为什么也都是不死之身? 高飞这些家伙, 是你的子孙后裔吗? 托尼揣测道, 他的推测不无道理, 这些人毕竟都继承了高飞的不死之身, 但是他们身体痊愈的速度却没有高飞那么快, 看起来他们的确像是弱化版的高飞, 但高飞却摇头道, 不, 托尼, 我和他们没什么关系, 尽管我们的异能有些类似, 但他们与我是相互独立的, 所以, 杀掉他们并不能解决问题, 因为很快, 这些难缠的家伙就会卷土重来, 向我们发起第二轮的攻击。 托尼, 斯塔克听得一阵头疼, 那怎么办? 我们难道要一辈子和这些拥有不死之身的怪物们战斗下去吗? 这句话说完的时候, 从天空坠落下来, 摔死的616死士已经有了复苏的迹象, 这家伙的手指动了动, 然后支支吾吾地说出了一句话, 哎呦, 可摔死我了。 高飞没给他快速复活的机会, 直接抬脚朝着他的脑袋上踩去。 巴基! 616死士的脑袋像西瓜开了瓢, 液体溅了一地。 我想, 我们得搞清楚, 这些家伙, 为什么要来刺杀我们? 高飞冷静地分析道, 据我所知, 这些家伙虽然很无厘头, 但他们却不会轻易杀人。 之前你不是说他们是雇佣兵吗? 既然是雇佣兵, 就应该是拿钱办事。 刺杀我们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为了钱呗。 托尼, 斯塔克道, 但这些雇佣兵不太一样, 他们是一群并未丧失底线的家伙, 只有钱是不足以让他们出手的。 我想, 买家刺杀我们的动机也一定得到了他们的认同才对。 高飞道, 托尼, 斯塔克简直迷了, 这些雇佣兵还这么挑天? 杀个人还需要问动机? 是的, 高飞道, 这就是他们的风格。 聊到这里, 又一名死士缓缓转醒, 这是那名满头金发, 身材火辣的女死士, 他头部的创伤已经基本愈合了。 托尼, 斯塔克认真地审视了一遍女死士的身材, 随后低声对高飞道, 让这个死士复活吧, 我们来审问一下他, 我更擅长和女性打交道, 毕竟我可以用我的美兰计攻克他的心理防线。 高飞强忍住自己吐槽的冲动, 朝着女死士指了指, 道, 那么你请。 托尼, 斯塔克则迈着潇洒的步子朝女死士走去, 用他那充满雌性的声音问道, 嘿, 女士, 我想你也认识到我们之间的差距了, 你放弃抵抗吧, 你们绝不是我俩的对手。 那么, 没等托尼说完, 女死士咆哮着朝他冲来, 小爱子, 我们的确不是亚洲人的对手, 但我们可不怕你。 杀呀。 两把长刀朝着托尼, 斯塔克的脖子上挥舞而去, 砍得托尼赶紧后退, 同时举起掌心能量竖朝女死士身上开炮。 不, 嗯。 女死士被直接轰飞出去, 一直滑到高飞的脚边才停下。 高飞一脸无奈地看向托尼, 斯塔克, 这就是所谓的擅长与女性打交道。 一上来就朝人家开炮。 托尼, 斯塔克, 高飞, 我怀疑你在开车。 而且我掌握了证据。 高飞轻轻一笑, 伸出戴着无线手套的右手往女死士的脑袋上抓去, 同时提前握紧拳头, 激活心灵宝石。 心灵宝石非但能够蛊惑敌人, 使目标内心产生恐怖幻觉, 使用得当的情况下还能起到毒心的作用。 加厉的毒心术就是来源于心灵宝石。 因此, 在高飞的手掌握住女死士脑袋的瞬间, 他就感知到了女死士的部分记忆。 其中就有关于他们刺杀高飞和托尼·斯塔克的记忆。 他看到了向死士军团发布这项任务的人, 那是一个面无表情, 长相平庸, 行为古怪的光头中年男人。 这位中年男人在某个时空中找到了多元宇宙的死士军团, 并且与他们商谈了合作。 他歪着脑袋用古板, 单调的语气说道, 你们好, 死士军团, 我来自主宇宙616, 我是一名长生人, 你们可以叫我伊诺克。 我知道, 你们死士军团一直能够穿梭在多元宇宙之中, 并且可以干预各个平行宇宙的发展。 我很欣赏这项本领, 但很可惜, 现在你们的本领已经不再唯一。 因为有人打开了多元宇宙的隧道, 将17个各不相干的平行宇宙打通, 这将会造成平行宇宙的相互融合和碰撞。 长此以往, 这些平行宇宙将会融为一个超大型单体宇宙, 但由于单体宇宙的唯一性, 这些宇宙中的个体将会进行残忍的优胜劣汰, 直到每一种个体只剩下一名幸存者。 这对于17个原本各不相干的平行宇宙是一场灾难。 我们必须尽快关闭这条连通多元宇宙的隧道, 才能阻止17个平行宇宙相互融合。 所以, 为了避免多元宇宙的毁灭, 我需要你们帮助我去阻止这个开启多元宇宙隧道的人, 再尽快关闭多元宇宙隧道。 光头男人伊诺克平静地说。 看到这里, 高飞终于明白雇佣死侍军团的人是谁了, 长生人伊诺克, 这个躲在幕后观察一切的大光头。 长生人是一种寿命, 或者说待机时间非常悠长的生化机器人。 他们类似于漫威宇宙中的观察者, 遍布整个宇宙的各个星球上, 观察着物种的演化与变迁。 但长生人与观察者又不尽相同, 首先他们有着明确的分工, 每种分工的长生人所负责的任务都是截然不同的。 而长生人本身的战斗力有限, 比不上与他们类似的观察者。 另外, 长生人不像观察者一样, 对宇宙中生物的演化完全袖手旁观, 在某一个物种面临灭绝危机, 或者某个生态系统瀕崩溃的时候, 长生人会插手干预事情的发展, 以避免惨剧发生。 观察者则是,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插手干预, 处于一个完全中立的立场。 而目前多元宇宙隧道的开通, 显然将会造成毁灭整个生态系统的惨烈结果。 因此, 长生人伊诺克不得不出手, 他联系了原本就可以穿梭于各个多元宇宙中执行任务的死士军团, 让他们阻止那个开启多元宇宙隧道的人。 可惜不知道是伊诺克的消息有误, 还是死士军团自己办杂了差事, 他们误以为开启这个多元宇宙隧道的人是高飞, 这才过来刺杀高飞。 我想我搞明白这一切了。 高飞回头对托尼, 斯塔克道, 这群蠢货搞错目标了。 什么? 托尼, 斯塔克文言一愣, 随后问道, 你是说他们刺杀的目标并不是我们? 是的。 高飞点头道, 他们要刺杀的是那个开启了贝塔隧道的人, 而我只是开启了阿尔法隧道, 更何况阿尔法隧道现在早就关上了, 所以死士军团显然找错了目标。 什么? 听到这里, 女死士也是震惊不已。 我们搞错了目标? 你并不是打开了多元宇宙隧道的那个人? 高飞低头看向女死士, 解释道, 呃怎么说呢? 其实我也是打开了多元宇宙隧道的人, 但我打开的隧道已经关闭了, 长生人伊诺克委托你们寻找的那个人是另外一个人, 是那个人打开了连通17个平行宇宙的隧道。 女死士简直要崩溃了, 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看着高飞道, 所以, 我们一直都搞错了, 你根本不是我们的目标咯? 是的, 我并不是你们的目标。 高飞怂怂肩, 你们完全搞错了。 哦, 真该死。 我就知道, 维德616是个冒失的蠢货, 经常干这些粗心大意的事情, 反倒是共生体死士和暗淫死士冷静一些。 我们应该听从暗淫死士的建议, 先做一些背景调查, 再动手。 女死士气鼓鼓地说, 不过, 这倒也是个好消息, 至少我们不需要与你这个恐怖的亚洲人交手了。 对了, 朋友,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为什么这么厉害? 高飞轻轻一笑, 我是众神之父, 九戒守护神。 卧槽。 女死士面具上的一双白眼睛, 瞪得像两个乒乓球那么大, 众神之父。 九戒守护神? 那不是奥丁的位置吗? 在我们这个宇宙, 奥丁已经寿终正寝了。 而我正是奥丁的接班人。 高飞说道, 难怪女死士深吸一口气, 随后郁闷道, 维德616真是个不靠谱的家伙, 他居然连这件事情都不知道。 说到这里, 不远处的浪人阿渡和暗淫死士齐齐复活, 两个人怒吼着朝着高飞冲来。 女死士连忙伸手叫停两位队友, 停停停你们这些蠢货。 你们搞错了目标了。 这位亚洲人根本就不是那个大光头 让我们刺杀的目标, 咱们搞错了。 浪人阿渡冲刺到一半戛然而止, 手里的武士刀差点脱手甩出去。 这不可能。 他回头瞪着女死士大声地说道, 我们的目标从来没有错误过。 呸, 谁给你的自信? 你忘了我们在丧尸宇宙误杀绿巨人的事情了。 女死士沉声问道, 那那是个意外。 浪人阿渡摇头道, 但这次绝不是意外。 背后的暗影死士则冷嘲热讽道, 你们这些浪人真是嘴硬, 让你们承认错误比登天还难我早就觉得 这次的目标有点不对劲, 行动之前最好先做一些背景调查。 你们非是不听, 现在终于出乱子了吧。 说到这里, 被炸成碎片的死士小子和死士狗 也重新组合了起来, 一人一狗一起往这边走来。 现在是什么情况? 大家话敌为友了? 死士小子用他那还没经历过变身的音调说道, 不过话敌为友也不错, 我觉得我们可能打不过这个亚洲人。 死士狗则躲在死士小子背后, 小心翼翼地盯着高飞, 看得出来他已经被高飞虐出了心理阴影。 女死士双手抱胸, 崩溃地说道, 小子, 我们搞错对象了, 这位亚洲人是这个宇宙的众神之父, 九界守护神, 他是个正直的人, 他是不会打开多元宇宙通道, 祸害这个宇宙的我们的客户。 那个大光头长生人让我们寻找的目标另有其人。 嘿! 旺达, 不要泄了我们客户的信息, 这是我们死士军团的基本原则。 死士小子大声提醒道, 女死士则不屑一顾地耸耸肩, 得了吧, 小子, 亚洲人早就用他那副神奇的手套窥探了我的记忆, 我现在在他面前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他连我每天去几次厕所, 睡过多少男人, 最喜欢用什么姿势都了如指掌。 哦, 旺达, 你真恶心死士小子抱着脑袋道, 谁在乎你每天去几次厕所? 谁在乎你喜欢什么姿势? 拜托, 我还是个孩子,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 你还是个孩子? 你杀人的时候, 我怎么没听见? 你强调这一点。 女死士尖锐地反问道, 而就在两人争吵的时候, 共生体死士捏手捏脚地走了过来。 所以, 伟大的众神之父, 尊敬的九届守护神, 这一切都是误会, 没错吧? 高飞回头, 看了一眼身形勾搂的共生体死士, 点头道, 是的, 一切都是误会。 共生体死士弯腰搓手, 一派恭敬的小声道, 那么, 我能否恳求你把屠杀还给我呢? 我们俩是最好的伙伴, 他离开我是活不了的。 高飞点了点头, 往不远处地面上的那摊红色的软体生物指了指, 道, 还给你了。 感谢, 感谢。 共生体死士感恩戴德, 连忙朝着地上的那摊屠杀冲去。 而在两人触碰之后, 屠杀终于又回到了死士的身上。 很快, 死士军团之中唯一一个被干掉两次的死士, 616主宇宙的死士, 维德, 威尔逊终于再次复活。 女死士旺达, 威尔逊给他解释了事情的经过。 得知死士军团找错目标之后, 维德, 威尔逊也是一脸崩溃。 所以说, 我们一直都搞错了是吧? 你并没有打开连接17个多元宇宙的贝塔隧道。 你只是打开了一条连接两个宇宙的阿尔法隧道。 是这样的。 长生人伊诺克委托你们寻找的应该是那个打开了贝塔隧道的家伙。 实际上, 我也在找他, 因为我也不允许他毁掉这17个平行宇宙。 高飞道。 哦, 真是令人头疼。 威尔逊抱着脑袋郁闷地说, 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 伟大的众神之父? 高飞想了想, 随后给出了结论。 我们先去找长生人伊诺克, 他也许知道一些我们并不知道的东西。 第744章 神秘的长生人 既然长生人伊诺克及时知道了有人开启了连通17个多元宇宙的贝塔隧道, 又聘用了多元宇宙中的死士军团。 那么就说明他对多元宇宙隧道开启这一事件的了解丝毫不亚于光照会, 甚至还更有甚知。 而相对而言, 光照会目前只知道贝塔隧道与高飞使用无线手套打开的阿尔法隧道发生了诡异的交融。 在这一方面, 光照会掌握的信息要逊色于长生人伊诺克。 因此, 如果高飞想要搞清楚究竟是谁打开了这条贝塔隧道去询问伊诺克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托尼, 斯塔克很赞成高飞的想法。 嗯, 我也对你口中所说的专门观察宇宙生物的光头生化机器人很感兴趣。 我们去找他看看吧。 他叫伊诺克, 对吧? 死士军团也同样没有反对意见, 主要是他们没有反对高飞的勇气。 好吧, 那我们去找伊诺克。 女死士旺达, 威尔逊点头道, 回去再和这位大光头谈谈, 不能怪我们搞错了目标。 主要是这个大光头给我们的信息太少了616宇宙的死士维德, 威尔逊甩锅甩的飞起。 我没脸再去见我们的雇主哦。 浪人阿渡是个要面子的家伙。 他直到现在也没有接受自己搞错目标的事实。 死士小子倒是很鸡贼, 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哦, 我觉得吧, 我们得让伊诺克给我们加点酬金经过和这位众神之父的较量。 我意识到, 这个有能力打开多元宇宙通道的家伙一定是个很厉害的人, 对付这样的危险角色, 伊诺克之前给的价格可不够啊。 死士小子这话一出口, 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没错, 小子说得对。 加钱, 加钱。 高飞则赶紧咳嗽一声, 把这些人的注意力拉回到正途上。 别瞎起哄了, 赶紧带我们去找伊诺克。 好的, 好的女死士旺达连忙过来给出一个地址, 雇佣他们的长生人伊诺克刚好就在当前这个宇宙之中。 而问清楚地址之后, 高飞直接使用空间宝石瞬间转移。 走吧, 死士们, 我带你们去问问你们的目标究竟是谁。 高飞低声说道, 说完便用空间宝石的蓝光把所有人覆盖在其中。 伊诺克的住处位于洛杉矶的一个不起眼的公寓里, 想找到他并不容易。 好在死士军团的每一个人对客户的住址都有着清晰的记忆, 这才让大家用最短的时间找到了这位长生人。 女死士敲了敲门, 长生人伊诺克就出现在了门口。 随着房门被打开, 一张长满皱纹的, 死板的, 没有任何表情的大脸叹了出来, 那就是伊诺克, 一个披着人皮的机器人。 哦, 女死士旺达, 威尔逊。 伊诺克歪着脑袋, 嘴角下垂, 又毫无感情的语气寒暄道, 你居然有空来寒舍拜访, 真是出乎我的预料。 请问, 是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吗? 那么, 我不得不说, 你们死士军团的动作真是迅速。 女死士连忙摇头道, 别做梦了, 伊诺克, 你想什么好事呢? 你聘请我们刺杀的目标, 可是能够开启多元宇宙隧道的家伙。 你应该能推断出, 这家伙到底有多么恐怖的实力。 你觉得, 我们杀掉这样一个多元宇宙级别的, 生物得需要多久时间? 伊诺克似乎浑然没有听出, 女死士语气中的抱怨。 而是依旧理智地分析道, 哦, 威尔逊女士, 请允许我纠正你两个错误。 首先, 我并没有委托你们刺杀谁, 如果我的记忆存储系统没有发生故障, 那么我想我当初使用的词汇是阻止, 我是委托你们阻止开启多元宇宙的人, 而不是让你们去刺杀他这两个动词可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 其次, 我想, 你对目标角色实力的估算是错误的。 目标角色虽然能够开启多元宇宙的隧道,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达到了多元宇宙的级别。 它可以有多种方式开启多元宇宙隧道, 比如说借助神秘力量, 使用黑科技从强大的道具上汲取力量。 所以, 请不要担心, 你们需要面对的, 未必就是一个多元宇宙级别的生物。 女死士被伊诺克这种不紧不慢, 冷静分析的态度给搞得有点难受, 她只是想抱怨一下, 谁要跟你做学术探讨了? 这时, 共生提死士走过来帮忙。 嘿, 大光头先生, 旺达的意思是, 我们的任务太艰难了, 你应该给我们加点钱。 不料, 伊诺克却只是把光秃秃的脑袋歪向了另外一边, 面无表情地说道, 不可以, 我们的价格是在之前就商定好的, 不可以随意修改, 我们双方已经签订了合同, 合同就是要用来遵守的。 你这死板的家伙, 共生提死士因为有屠杀的寄生, 所以和其他死士的风格不太一样, 其他死士脾气虽然古怪, 但是却并不暴躁, 共生提死士是个急脾气, 经常容易情绪失控。 他冲上去, 抓住伊诺克的衣领, 猛地一提, 把伊诺克按在门框上。 听着, 大光头, 我们今天为了执行你这该死的任务, 吃了不少苦头, 这让我们意识到, 这笔买卖可并不好做。 如果你还想让我们完成你的委托的话, 那么你最好给我们加点加钱。 听见没有? 被按在墙上的伊诺克依然不慌不忙, 脸上仍是毫无表情, 他淡定地分析道, 但是我们的合约已经签订, 这代表着我们的委托关系已经建立。 如果最终委托任务没有完成, 我将拒绝支付尾款, 而你们死士军团的声望也将受到影响, 我想,这样一来, 你们的损失更大。 所以, 我并不明白你威胁我的依据是什么, 我丝毫没有感受到一丁扁的危机, 我当然也不会因为你这次拙劣的威胁, 而提高雇佣你们的价格。 你这个该死的光头! 共生体死士气的直喘粗气, 挥起拳头就准备往伊诺克的脑袋上砸去。 616死士连忙拉住了他, 摇头道, 别这么冲动, 伙计, 他只是个生化机器人, 你就算打烂拳头, 他也感觉不到疼痛的。 旁边的伊诺克居然还补充道, 是的, 维德, 威尔逊说的没错, 我感知不到任何疼痛。 你的殴打除了损坏我可以替代的元件之外, 不会对我产生任何影响, 反倒会让你感觉到疼痛。 妈的共生体死士无奈地放开按住伊诺克的手, 后退一步站到了616死士的背后。 而这时伊诺克抬头看着616死士问道, 但是刚才共生体死士提到了你们今天的行动, 我对这次行动很感兴趣, 请问, 你们是否找到了开启多元宇宙的那个人? 这个死士有点尴尬的支支吾吾道。 我们可以说是找到了, 还是死士小子实在一些, 直白地说道, 我们找错人了, 我们找到的那个人并不是真正的目标。 说到这里, 高飞从死士军团的背后走了出来, 来到了长生人伊诺克的面前。 他们找到的是我, 他们误以为是我打开了多元宇宙的隧道。 高飞道, 随后朝着伊诺克点了点头。 你好, 伊诺克, 我想我不需要自我介绍了吧。 当然, 高飞, 傲创国的创始人, 地球上最伟大的超级英雄, 九届守护者, 阿斯加德的众神之父伊诺克, 一口气说出了高飞一长串的名讳。 当然, 如果他愿意, 他还可以继续说下去, 因为高飞的名讳实在是太多了。 听着伊诺克说出自己这么多的头衔, 高飞简直都有点尴尬了。 即便这些头衔都是高飞真刀真枪拼出来的, 被这样爆菜名似的, 说出来还是显得有些滑稽。 你雇佣的死士军团误以为我是打开平行宇宙隧道的人, 所以, 他们对我进行了攻击高飞道, 这其实只是个误会。 然而伊诺克却再次歪了歪脑袋。 哦, 尊敬的众神之父, 是这样的吗? 高飞挑了挑眉。 你这是什么意思? 伊诺克? 伊诺克指了指高飞手上的无限手套, 和其上闪烁不定的无限宝石。 如果我的消息没有错误的话, 尊敬的众神之父, 你在昨天晚上使用无限手套打了个响指, 目的正式打开多元宇宙的隧道, 布鲁克林伤口的多元宇宙隧道出口, 就是由你制造的, 这没错吧? 伊诺克说, 这的确没错。 高飞怂怂肩, 但你想要寻找的, 是那个连通了17个多元宇宙的人。 而我使用无限手套, 只是打通了两个多元宇宙而已, 并且, 这两个多元宇宙之间的通道, 在昨天晚上, 就已经关闭了。 哦, 原来是这样。 看起来, 作为常圣人的伊诺克, 对消息的掌握也不是非常详实的, 高飞的无限手套与多元宇宙通道的关系, 他就并不清楚。 那么, 开启多元宇宙通道的策划者, 另有其人了。 伊诺克揣测着说道, 高飞当场黑线? 什么? 搞了半天, 你并不知道, 是谁开启了多元宇宙隧道? 是的, 我并不知道。 伊诺克并不羞于承认这一点, 他仍然面无表情地说, 原本我推测这一切, 是你无意间做的, 但是现在看来, 我的推测是错误的。 高飞简直无语。 你的推测, 当然是错误的。 伊诺克还是不慌不忙, 但是这也没关系, 我与我身处于各个平行宇宙的同事, 其他常生人们正在调查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既然涉及了17个平行宇宙, 那么我想, 每个平行宇宙中, 可能都会有一些蛛丝马迹。 这时, 女死士走怪抱怨道, 喂, 你这个不靠谱的常生人, 你还没有搞清楚, 究竟是谁打开了这个巨大的多元宇宙隧道? 伊诺克阵阵有词, 你们的任务不只是阻止, 还有调查。 我聘请你们的原因是, 你们死士军团可以自由穿梭于各个平行宇宙之间, 你们调查起来更加方便。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女死士郁闷地抱怨道, 我还以为我们只是负责杀人这么简单呢。 负责杀人? 那么,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为什么我没有直接告诉你们目标呢? 伊诺克反问道, 这这下女死士哑口无言, 她终于回忆起来, 伊诺克好像真的没有告诉他们目标人物的具体身份, 说到底, 还是死士军团对自己的任务理解不明。 好了, 糊涂蛋们这是托尼, 斯塔克穿过死士大军走了过来。 摊手说道, 我想, 我们还是计划一下, 怎么寻找这位打开多元宇宙隧道的人吧。 既然这家伙煞费苦心地打通了各个平行宇宙, 那么我觉得, 他一定准备做一件大事长生人。 你说你的同事遍布这些平行宇宙, 对吗? 我的确是这么说的。 伊诺克点头道, 这17个平行宇宙中, 每一个宇宙里, 都有一些与我相同的长生人。 那么就让他们留意当前的宇宙, 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 托尼, 斯塔克道, 我想这个打开了通道的人, 很快就会行动的。 哦, 这的确也是我现在做的事情。 实际上, 我来自其中一个平行宇宙的同事告诉我。 他所在的地球, 的确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呢。 长生人伊诺克道。 哦? 托尼立即好奇起来, 哪个平行宇宙中的地球? 伊诺克道, 65号平行宇宙, 地球65。 听到这里, 高飞马上走了过来。 因为地球65号刚好就是蜘蛛格温的地球。 现在这个平行宇宙的蜘蛛格温和女版章鱼博士都在当前的地球逗留。 请问, 地球65号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为什么你的同事会说, 那里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高飞问道。 伊诺克道, 哦, 是这样的, 地球65号有一部分个体离开了当前的宇宙, 通过多元宇宙通道来到了别的平行时空, 但也有一部分个体通过多元宇宙隧道进入了65号地球。 因为通过多元宇宙隧道进入地球65号的个体数量很多, 而且看起来是个有组织, 有预谋的行为。 所以, 我和我的同事都觉得这件事情有些奇怪。 什么? 你是说, 有一个团体有组织的, 大规模地进入了65号地球。 托尼, 斯塔克瞪大了眼睛。 而你们这些长生人却只觉得这件事情奇怪。 难道不是吗? 这的确是一件反常的事情。 伊诺克平静地说, 他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的潜在意义。 高飞道, 伊诺克, 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团体会不会就是打开了多元宇宙隧道的人? 否则, 他们怎么会迅速地有组织的使用隧道, 穿越平行宇宙呢? 旁边的死士616则笑着调侃道, 他们也有可能是像我们死士军团这样的雇佣兵军团, 受人之托在多元宇宙里面寻找幕后黑手。 听到大家的分析, 伊诺克终于开窍了。 哦, 众神之父说得有道理, 这一团体的嫌疑非常大。 我这就和我在65号地球的同事联系一下。 说着, 伊诺克转身回到房间里, 从书房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类似于手机的东西, 伸手轻轻一晃, 便把这个小手机晃开。 小手机晃开之后, 变得如同平板电脑大小, 一张人脸出现在了屏幕上。 那是一张和伊诺克一样, 面无表情的脸。 只不过这张脸的主人有头发, 她是个女人, 50多岁的老女人。 嗨, 伊诺克, 很高兴与你联络。 老女人面无表情地说道, 从她的脸上根本看不到任何高兴的迹象。 你好, 珍妮, 我也很高兴与你联络。 伊诺克板着脸回应, 看起来好像这个珍妮欠了她的钱一样。 接下来两人开始谈工作, 伊诺克问道, 请问, 65号地球现在怎么样? 上次你告知, 我有一个团伙通过多元宇宙隧道来到了65号地球。 他们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有的。 珍妮点头道, 这群人来到65号地球之后, 就开始大肆屠杀这里的原住民。 他们从他们的落脚点纽约的曼哈顿区开始, 不断地向四周扩散。 所到之处, 一切人类都被他们杀光, 不留任何活口。 尽管是正在描述如此残忍的事情, 但珍妮的脸上依然毫无表情。 同时, 他的语气依然平静, 仿佛在朗读一段无关痛痒的数据。 伊诺克与他的同事一个德性, 听到这件事情之后, 也是毫无反应。 哦, 这些人可真是奇怪, 他们居然会无差别的屠杀65号地球的原住民。 而这个时候, 其他人都已经疯了。 托尼, 斯塔克大声说道, 嘿, 长生人。 我知道, 你只是个生化机器人, 但是你也太冷酷无情了吧。 65号地球上的原住民正在遭到屠杀。 而且看那群入侵者的意思, 好像他们要杀光65号地球的所有人一样,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长生人伊诺克淡定地回答道, 因为目前这些入侵者的行为并不足以造成种族的灭绝, 更何况以他们的速度来看, 杀光65号地球上的所有人类需要消耗很长时间, 所以,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分析他们做出如此行为的原因。 这下就连死士们都听不下去了, 女死士旺达道, 嘿, 大光头。 可是我们每拖延一段时间, 65号地球上就会有大量的人类死亡。 伊诺克面无表情地怂怂间, 这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 我的职责只是避免一个文明物种灭绝, 而不是避免这一物种数量的减少。 女死士简直无语。 你这个机器人还真的是秉公办事啊? 这时供生体死士问道, 但是这群入侵者究竟是什么人呢? 他们为什么要屠杀65号地球的原住民? 他们和65号地球有什么深仇大恨? 居然要灭亡整颗地球? 伊诺克摇头连连, 他显然不知道这些人屠杀地球的动机。 高飞倒是有了个靠谱的推断, 说道, 根据伊诺克之前说的, 如果这多元宇宙隧道持续存在, 那么这17个原本互不相干的平行宇宙将会相互融合, 最终合并成一个超大型单体宇宙。 但是根据个体的唯一性, 当17个平行宇宙合成一个超大型单体宇宙之后, 所有个体都会只剩下一个。 比如说, 这17个平行宇宙中有17个蜘蛛侠, 有17个钢铁侠, 但是当它们合并在一起的时候, 其中16个蜘蛛侠和钢铁侠都会消失, 只剩下唯一的一个蜘蛛侠斜杠钢铁侠。 每一个个体都是如此, 而究竟是这17个中的哪一个个体有希望生存下来? 这是不确定的, 是随机的。 托尼·斯塔克恍然大悟, 也就是说, 当这17个多元宇宙合并成一个超大型宇宙之后, 其中大部分平行宇宙的个体都会被随机抹除掉, 只有幸运的17分之一有幸生存下来。 是这样的。 高飞点头道, 这就是目前的困境。 女死士则好奇问道, 但是众神之父, 如果按照你的说法, 我们这只死士军团也不应该存在了。 根据个体的唯一性, 我们这些死士又怎么可能凑在一起呢? 那是因为你们各自的平行宇宙都还存在, 这些平行宇宙并未合而为一。 伊诺克站出来回答了这个问题, 每一个个体都依存于各自的宇宙, 在你们的宇宙独立存在的时候, 你们这些个体也可以共存, 并且不受到影响, 但一旦你们的宇宙合并, 这些宇宙中的个体将会互相排斥, 直到最后只剩下其中一个。 女死士琢磨了一下, 说道, 那么这只来到65号地球中到处屠杀的入侵者, 很有可能是17个平行宇宙中某个宇宙中的组织了。 他们知晓了多元宇宙正在融合的情况, 所以先下手为强。 高飞点头道, 没错, 如果他们能够在多元宇宙融合之前, 把其余16个宇宙的所有个体都杀掉, 那么他们就可以保证当多元宇宙最终融合之后, 他们宇宙的所有个体都会存活, 因为其他16个平行宇宙的个体都已经被他们杀光了。 这就是手动选择最终的结果, 确保个体的唯一性的方式。 托尼, 斯塔克沉生道, 为了自己宇宙的生存, 而屠杀其他16个平行宇宙这样的行为, 居然让我一时间无法评价。 女死士回头看向伊诺克, 询问道, 那么这群入侵者到底是什么人呢? 他们有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 伊诺克望向视频里的珍妮, 问道, 珍妮, 这些入侵者有身份吗? 有的。 珍妮回答道, 他们在屠杀的过程中表露了自己的身份。 他们说, 他们是复仇者联盟。 第745章 地球65号 复 复仇者联盟 托尼, 斯塔克在听到这个名字之后, 脸色变得很难看, 因为他和高飞, 史蒂夫, 罗杰斯, 布鲁斯, 班纳, 雷神托尔, 这些熟悉的朋友们都是复仇者联盟的成员。 而如果在65号地球上, 大肆杀戮市民的团体, 真的是来自平行宇宙的复仇者联盟, 那么岂不意味着, 到时候, 托尼和高飞将会面对另一个自己。 剧情就会向着我, 杀我自己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 托尼, 斯塔克也在反思一件事情, 如果遇到同样的选择, 他究竟会怎么做? 如果17个平行宇宙的17个相同的个体中, 必须有16个都要消亡, 最后只剩下一个, 那么自己究竟该选择杀掉别人, 存活自己, 还是牺牲自己, 成全他人? 这个问题并没有太多困扰托尼, 他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这的确是我的风格, 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肯定会选择牺牲别人, 拯救我自己。 不过另一边的高飞, 却在低头沉思, 因为同样的事情, 他记得漫威宇宙中曾经发生过。 与这一次雷同的事, 都是平行宇宙相互融合, 但不同的却是, 漫威宇宙发生的那次, 是只有两个平行宇宙融合, 而不是17个。 当时的情况是, 两个平行宇宙相互融合, 想拯救当前的宇宙, 就必须要屠杀掉另外那个宇宙。 而负责处理这件事情的, 就是大名鼎鼎的光照会。 光照会首脑神奇先生, 李德, 李察兹当机立断, 决定屠杀掉另外一个宇宙, 来拯救当前的宇宙。 可是, 当类似的桥段在眼下发生的时候, 冒出来处理这一切的, 却是复仇者联盟。 这就让高飞有些措手不及了。 显然这里事情的发展, 与他记忆之中并不相同。 那么,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女死士看, 大家都沉默不语。 抬头问道。 托尼, 斯塔克道, 恩理论上来讲, 入侵65号地球的复仇者联盟, 他们的行为是立即的, 为了保证自己最终存活, 杀掉其他平行宇宙的个体, 是最稳妥的办法。 而往好的方面想, 如果65号地球被屠戮干净, 我们当前这个地球的存活希望, 也会相应上升, 从17分之一上升到16分之一。 女死士哭笑不得, 斯塔克先生, 你可真是个狡猾的人。 高飞却摇头道, 托尼, 你把问题想得太悲观了, 这17个平行宇宙, 未必就会融合成一个超大单体宇宙, 平行宇宙最终融合只是最糟糕的结果。 常生人伊诺克也点头道, 众神之父说得没错, 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关闭多元宇宙隧道的话, 那么, 这17个宇宙就不会融合, 生存在各个宇宙中的生物就不会消亡。 托尼, 斯塔克轻抚着自己下河的胡须, 询问高飞道, 那么高飞, 你现在的意思是, 我们应该前往65号宇宙, 阻止复仇者联盟吗? 是的。 高飞点头道, 首先, 入侵65号地球的复仇者联盟, 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应对措施, 目前17个多元宇宙, 未必就一定会融合, 一切都还有挽回的余地, 一上来就屠杀其他宇宙, 实在是太过冲动。 其次, 不管这个入侵65号地球的复仇者联盟, 是不是开启多元宇宙隧道的元凶, 他们对这次事件的反应, 实在是太过迅速了, 这让我不得不怀疑, 他们知道一些有关这件事情的内幕。 所以综上所述, 我觉得, 我们必须得去65号宇宙逛一逛。 托尼, 斯塔克想了想, 随后点头道, 愣既能够拯救一个, 拥有无数生命的平行世界, 又有机会调查清楚多元宇宙隧道的真相, 看起来, 我们的确应该去一趟65号地球。 长生人伊诺克, 也非常赞同高飞的决定, 太好了, 众神之父, 我想你这一趟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高飞点点头, 随后回头指着死士军团道, 那么这些不死怪就被我征用了, 反正他们要帮你调查多元宇宙隧道的事情, 不是吗? 的确是这样的。 伊诺克道, 之后嘱咐死士天团, 接下来就麻烦你们跟着众神之父行动了。 死士天团自然全部赞成, 关键是他们也不敢反对。 高飞明明可以用武力抢征他们入伍, 但他却还是走伊诺克这条关系, 这已经够给他们面子了。 而做出决定之后, 高飞先给史蒂夫打了个电话, 史蒂夫, 麻烦帮我把65号地球来的蜘蛛格温带过来, 我和托尼现在要前往他的故乡, 65号地球, 我想我们顺路把他送回去吧。 什么? 还有个章鱼博士? 哦, 那家伙先扣在雷文, 克拉夫特监狱, 等一切稳定之后, 再遣送他回去, 我可不想节外生枝。 一个小时之后, 高飞与托尼, 斯塔克, 蜘蛛格温, 以及死士军团, 进入了位于布鲁克林上空的多元宇宙隧道, 贝塔隧道。 他们正式踏入了多元宇宙之旅。 高飞, 你说我的世界, 正在被来自另一个平行宇宙的复仇者联盟屠杀? 可是复仇者联盟, 不应该都是正义的守护者吗? 他们为什么要? 蜘蛛格温, 仍在纠结于复仇者联盟屠杀65号地球的事情, 他焦急地询问着, 那时候发生跃迁的状态很像, 但是物质和能量扭转的幅度更大, 蜘蛛格温很快就被扭曲成了一道道白色的, 粉色的弧线。 而他询问高飞的那句话, 当然也跟随着空间的扭曲而烟消云散。 高飞和托尼, 斯塔克都不太熟悉这种状态, 但经常穿梭于多元宇宙中, 执行任务的死士军团却对这种通道了弱指掌。 因此, 在这次活动之中, 死士军团负责充当向导。 616死士维德, 威尔逊主动号召其他死士将高飞、 托尼、 蜘蛛格温他们围起来, 之后大家一起进入扭曲、 变形的状态, 在一阵模糊了时间的变换之后, 所有人逐渐恢复了一开始的形态。 高飞和托尼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像是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运动, 肌肉、筋骨都疲惫不已。 但当他们眼前的视线恢复清晰之后, 他们发现此时的他们已经置身于纽约的高楼大厦之间了。 不远处是曼哈顿区的标志性建筑奥斯本大楼。 这里的奥斯本大楼比逐宇宙的奥斯本大楼还要气派, 高度也要高上十来层的样子。 而与奥斯本大厦隔阂相望的则是斯塔克公司的大厦。 不过斯塔克大厦与逐宇宙的斯塔克大厦差别更大。 这里的斯塔克大厦被建造成了螺旋撞上升的样子, 看起来更有设计感和科技感。 是谁把65号地球的斯塔克大厦改造成了DNA双螺旋结构。 托尼,斯塔克刚恢复视野就迫不及待地吐槽道, 这个平行世界的钢铁侠吗? 那么,我不得不说,这家伙真是没什么品味。 我倒觉得,这个斯塔克大厦比你们那个宇宙的斯塔克大厦更有形。 女死士双手抱胸说道, 这里的斯塔克大厦像是个艺术品, 而你们那个宇宙的斯塔克大厦像是个竖起来的棺材。 竖起来的我呸!托尼听了想打人。 然而就在这时, 蜘蛛隔温惊慌的声音传来。 我的天啊! 我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纽约发生了什么? 众人朝着蜘蛛隔温的方向看去, 只见另一个方向的城市已经是一片狼藉了, 一条公路上到处都是被掀翻在地的车辆, 远处的一栋商煞, 还燃着大火。 地上到处都是市民的尸体, 鲜血覆盖了整条路面。 这里哪里还像是一个高度文明化的繁华大都市? 简直就是人间的炼狱。 则看来,我们来晚了一步。 托尼·斯塔克皱眉说道, 高飞则走向蜘蛛隔温, 低声问道, 隔温, 你父亲还是警察吗? 因为在主宇宙中, 隔温·史泰西的父亲乔治是一名任职于皇后区的警察, 所以高飞推断65号地球的乔治·史泰西也是警察。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蜘蛛隔温点头道, 没错, 我父亲是警察, 我现在就联系他。 说吧, 蜘蛛隔温掏出手机, 紧急拨打了电话号码。 一阵焦急地等待之后, 电话接通了。 喂, 爸爸, 爸爸, 太好了, 你没事吧, 爸爸。 隔温激动地问道, 哦, 隔温, 你这丫头跑哪去了? 你知道, 我有多担心你吗? 谢天谢地, 你居然还活着这太好了, 你居然还活着嘿。 海伦, 你猜我这有什么好消息? 隔温还活着, 我们的小甜心还活着。 电话另一端的乔治, 史泰西显然比隔温更激动。 老爸, 你现在在哪? 在家里吗? 我想, 我需要马上见到你隔温紧张地说。 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有危险。 当然了, 这当然。 乔治大声地说, 我想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了, 现在外面太危险了, 我刚从工作岗位上回到家, 我得先保证家人的安全隔温。 我亲爱的, 你现在在哪? 我去找你吧。 你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现在外面实在是太危险了。 没关系, 爸爸, 我能保护好我自己, 我和一些很可靠的朋友们在一起, 你现在在家对吧? 那么, 我这就回来, 你等着我。 格温斩钉截铁地说,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他转身面向高飞和死士军团, 太好了, 我父亲没事, 他现在在家, 我们要不然先去找他。 高飞点点头, 嗯, 这是个好主意, 乔治是皇后区的警长, 他对目前纽约的形势应该非常了解。 说到这里, 高飞直接使用无线手套, 他在主宇知道乔治, 史太西的住处, 如今, 他推断65号地球上, 乔治的住址与主宇宙应该相同, 所以, 他直接使用瞬间移动。 随着蓝光升起又落下, 高飞等人精准地出现在了蜘蛛格温的家门口, 看起来高飞的推断是正确的, 两个平行宇宙中, 格温, 史太西的住址都一样。 这一招, 反倒是让格温非常意外, 他震惊地问道, 你知道我家住在哪? 高飞笑了笑, 在我的那个宇宙, 我和你爸爸是好朋友, 我在你还小的时候, 曾经抱过你。 蛤? 格温听了, 脸有点红, 一时间无言以对。 而就在这时, 门内正准备出门迎接格温的乔治, 听见动静开了门。 格温? 我亲爱的姑娘, 是你吗? 打开房门, 乔治刚准备给自己女儿一个大大的拥抱, 抬头忽然看到一个强壮魁, 带着硕大钢铁手套的亚洲人, 以及一个穿着一身钢铁战衣的中年男人, 还有一群穿着很羞耻的制服的怪人, 以及一只傻狗。 这样的阵容让乔治, 史泰西吓了一跳, 不由得警惕地后退了一步。 再眯着眼睛思考一下, 他恍然想起, 纽约警局不久之前发来的消息, 据说一群号称复仇者联盟的怪异雇佣兵闯入纽约, 见人就杀。 目前, 曼哈顿已经有数千名市民惨遭屠戮。 你们是谁? 乔治大声喊道, 手已经按住了别在腰间的格洛克。 别紧张, 乔治警长, 我们是格温的朋友, 是我们把格温送回来的。 高飞微笑着说道, 说起来可能有些让人难以置信, 我们来自另外一个宇宙。 是的, 乔治警长。 托尼, 斯塔克也笑着说道, 我们是好人。 乔治瞥了一眼这些人, 亚洲人和穿着钢铁战衣的家伙, 看起来倒是没什么坏心眼, 但他们背后, 那群穿着红黑制服的家伙, 看起来可不像什么好东西。 你们都是好人? 乔治警惕地问道, 我们不是。 这时死是颇有自知之明地说, 他俩是好人, 而我们是雇佣兵, 经常涂裁害命。 雇佣兵? 该死乔治, 史太西咬着牙, 他早就觉得这群家伙来路不善, 莫非他们故意以送回格温为托辞, 来这里刺杀他这位纽约警局警长。 但就在这时, 格温赶紧走到自己老爸的面前, 安抚他的情绪道, 老爸, 你别紧张, 他们真的不是坏人, 真的, 他们来自于另外一个宇宙, 616宇宙。 我之前误入多元宇宙隧道, 从我们的宇宙进入了他们的宇宙, 是他们好心把我送回来的, 否则我们就无法团聚了。 神? 什么? 老警长简直猛逼了, 低头看着格温道, 什么多元宇宙? 616宇宙? 你说的都是什么? 说到这里, 乔治忽然盯着格温身上的蜘蛛紧身衣, 皱眉道, 奇怪, 这是什么? 等等格温, 这不是蜘蛛女的紧身衣吗? 这不是你老爸一直在调查的蜘蛛女的紧身衣吗? 你为什么会穿着蜘蛛女的紧身衣? 在65号地球, 纽约的市民同样并不知道蜘蛛女的身份, 他们只知道几个月前, 一名身穿蜘蛛紧身衣的小姑娘横空出世, 到处行侠仗义, 打击罪犯。 然而这一切都让纽约警局头疼不已, 尤其是身为皇后区警长的乔治, 史泰西不仅因为蜘蛛女这种异警的存在, 本身就是违法的, 更因为蜘蛛女的机制, 勇敢和效率, 经常会彰显出纽约警局的无能和懦弱。 就像65号地球纽约市民常说的那样, 蜘蛛女是人们的好邻居, 而纽约警局却是一群浪费税金的蠢货。 长此以往, 蜘蛛女与纽约警局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不少警长甚至因为没有在制定期限内抓到蜘蛛女而被上级辞退。 乔治, 史泰西同样有这样的困扰, 抓住蜘蛛女, 并且把这个嚣张的女孩绳之以法, 是她前一段时间内最大的心愿。 然而如今, 当她看到大名鼎鼎的蜘蛛女居然是她的女儿时, 老警长差点没一口鲜血吐出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格温? 告诉我你不是蜘蛛女。 快告诉我。 然而, 格温却遗憾得耸耸肩, 因为目前65号地球正在经历的事情, 可比蜘蛛女的事情严重得多, 以至于格温根本没时间和心思再去隐藏自己的身份。 接受吧, 老爸, 我就是蜘蛛女, 就是那个让你一直头疼不已的家伙, 但是我也是在保护皇后区, 保护整个纽约。 老爸, 我们虽然身份不同, 但我们在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情, 我觉得, 你应该为我感到骄傲。 格温阵阵有词地说, 为你感到什么? 乔治感觉自己简直要气得晕过去了, 格温, 我简直要气死了, 这几个月, 你把纽约警局当成猴子耍, 且不说, 你一次又一次地破坏案发现场, 你擅自打伤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就, 我只是比你们警察更有效率而已。 这有什么问题吗? 格温大声地反驳道, 老爸, 承认吧, 你们纽约警局的那套流程, 早就被犯罪分子摸清了, 你们需要改革。 而我的出现, 刚好弥补了你们程序上的不足。 我乔治, 实态稀奇地耳朵嗡嗡响, 他忽然觉得, 格温平安归来, 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事了, 这样的闺女, 好像还是失踪了, 更省心一些。 然而, 高飞没有让这对妇女再吵下去, 他严肃地说, 乔治警长, 我知道你对你的女儿非常失望, 你觉得她的行为很过分, 但是请你注意, 这并不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正如你所知道的, 现在一伙名为复仇者联盟的家伙, 正在纽约大肆屠杀, 他们的杀戮人数正在飙升, 这才是当务之急。 据我所知, 目前多元宇宙的隧道已经开启, 如果不能及时关闭多元宇宙隧道, 那么, 这17个多元宇宙将会融合为一。 这样一来, 17个宇宙中, 只有一个宇宙的生物能够存活, 16个宇宙的生物即将消亡。 而复仇者联盟, 为了保证他们宇宙的生物存活, 这才开始疯狂地屠杀其他宇宙。 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乔治, 石泰西一脸猛逼地看着高飞, 我怎么可能明白? 你说得太快了。 高飞无奈地摇摇头, 不明白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现在你只要知道, 我们得阻止复仇者联盟就行了。 马上联络纽约警局, 告诉他们, 我们是来支援纽约的, 给我们复仇者联盟的位置, 我去阻止他们。 可是乔治, 石泰西还是在犹豫, 可是我, 连他的闺女格温都看不下去了, 别可是了, 老爸, 赶紧按照高飞的命令去做。 而就在这时, 高飞忽然感知到有人往楼上走来, 不过这人的步伐很虚浮, 似乎并不是超能力者, 因此高飞也就没有再注意, 也没有提醒大家。 大约半分钟之后, 一阵脚步声从走廊传来, 伴随而来的, 还有一股浓重的血腥气。 什么味道? 是鲜血的味道。 暗影死侍, 一双白色的眼睛亮了起来, 有血。 人类的鲜血? 高飞则默然回头, 随后看到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 你是? 那壮汉没想到, 这里有这么多人, 他微微错愕了一下。 同时高飞注意到, 这壮汉的身上有多处重伤, 鲜血已经打湿了他的衣服。 乔治, 乔治! 壮汉痛苦地喊着乔治的名字。 弗兰克? 门口的乔治看到这名壮汉, 连忙迎了上去。 你怎么了弗兰克? 我遇到了复仇者联盟, 我没能拦住他们。 地狱厨房的夜魔侠和铁拳都阵亡了。 他们根本不是复仇者联盟的对手, 壮汉弗兰克, 虚弱地说。 而这时, 高飞注意到壮汉穿着的上衣胸前印有一个骷髅头的图案, 他大概猜到了这位壮汉的身份, 弗兰克、卡斯特、65号地球的惩罚者。 他在这里的身份室也是一名警长, 是乔治、史泰西的同事。 莫多克和丹尼尔都死了。 乔治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没想到, 他们也拦不住复仇者。 弗兰克咳嗽一声, 口腔里喷出一股鲜血, 他似乎也命不久矣, 咬着牙道, 我们所有人必须得联合起来, 所有人。 是的, 我会马上联系纽约警局所有分局, 集合一切警力守卫纽约等到军方的支援。 乔治道。 然而弗兰克却摇了摇头, 说道, 所有纽约警局还不够, 军方短时间内来不了。 我的意思是, 联合所有人。 所有人? 乔治疑惑地问道, 你的意思是? 弗兰克道, 我给嗨嗨金病打了电话, 我告诉他纽约警局要和他联手, 他的手上还有不少人, 我想也许这样纽约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什么? 乔治, 史太熙简直疯了, 你联系了金病? 你怎么能信任他呢? 他是个无恶不作的家伙, 他根本就不值得相信。 可惜这时, 弗兰克抽搐了一下, 身体便猛地失去了控制, 他的头颅低垂下去, 双眼中的光芒彻底消失。 65号地球的惩罚者, 阵亡。 第746章, 黑暗复仇者。 看到自己的至交好友, 弗兰克, 卡斯特警长倒在血泊之中, 乔治, 史太熙悲痛地大声咆哮。 弗兰克! 弗兰克! 这已经是他一天之内, 送走的第五名同事了, 突然出现在65号地球的复仇者联盟, 在不久之前, 当着他的面, 杀死了四名维护治安的纽约警局警员。 而就在这时, 公寓楼下忽然传来一阵引擎轰鸣声, 高飞沿着走廊走到窗边向楼下望去, 随后看到了一辆浮夸的家常版轿车驶来。 车门打开, 从轿车上先钻出了两名身材魁梧的西装大汉, 他们一看就是某位大佬的保镖, 气宇轩昂地站在车门两侧。 紧接着, 一双白皙的长腿从车厢内探了出来, 一位身穿性感短裙的漂亮女士从车厢内钻出, 她的手上则牵着一个人, 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年男人。 这个中年男人大概只有一米四左右的身高, 看上去瘦骨灵巡。 他长着一头橙色的头发, 戴着一副厚重的眼镜。 他身上穿着一件红色的T恤衫, 胸前印着一行大字, 我不是精病。 卧槽, 高飞简直要尿了, 这个宇宙的精病长这样。 虽然没有性转, 但是长得也太抽象了点吧。 还有, 胸前那句, 我不是精病又是什么鬼? 此地无银三百两。 就在此时, 精病已经在自己的美女助理和强壮保镖的陪伴下, 一路小跑往乔治的公寓里跑来。 瞧她一双小短腿, 飞快倒腾的样子, 居然还有那么一丝丝的萌。 背后蜘蛛格温泽问道, 是谁来了? 精病。 高飞道, 看来精病狠给弗兰克面子, 他打完电话精病就过来了。 然而听了这话, 乔治, 史泰西却一脸排斥, 哦, 这绝不可以。 我身为纽约警局的警长, 是绝不会和犯罪分子同流合污的。 告诉精病给我鬼远点, 否则我现在就要逮捕他。 哦, 爹。 蜘蛛格温简直崩溃了, 都什么时候了? 能不能别那么迂腐? 现在整个地球都面临着灭顶之灾, 我们必须要团结所有人, 这才能拯救纽约, 拯救我们从小到大居住的城市。 但他是精病, 他本身就不是个好人。 我们怎么可能相信精病? 乔治愤怒地吼道, 话音未落, 楼梯间传来一个声音。 说的没错, 我敬爱的乔治警长, 我精病的确不是什么好人。 随着话音的响起, 65号宇宙身材矮小, 骨瘦如柴的精病, 迈着漫条丝里的步伐走了过来。 此时的他, 脸上仍然保持着笑容, 他微笑着说道, 但是, 乔治警长, 虽然我精病不是什么好人, 但有一点, 我可以向你保证, 那就是, 我深深爱着纽约这座城市。 我绝不允许任何一个人伤害这座城市。 矮小的精并仰望着乔治, 史泰西说出的话却很有分量, 但蜘蛛格温的父亲却是个老顽固, 他仍不接受精病的橄榄枝。 不管你怎么说, 我都不会信任你的。 精病, 信任我。 精病不屑一笑, 摇头道, 我不需要你的信任, 乔治, 我只需要你知道几件事, 我在地狱厨房有三个避难所, 三个避难所一共可以容纳五千名市民紧急避险。 我在纽约有六个军火库, 那里的弹药足够炸掉整个皇后区。 我还有三条逃离纽约的紧急线路可供使用, 这三条线路可以在天黑之前将上万人安全疏散出纽约。 所以, 现在我再问你一遍, 你要不要跟我合作? 乔治, 史泰西听到精病的冷静分析之后, 终于开始动摇了, 但他始终觉得与精病合作不是个好主意, 这无异于鱼虎谋皮, 精病并没有着急, 而是指了指躲在乔治背后的史泰西一家人。 乔治的妻子海伦, 他的小儿子加布里埃尔和他的小女儿莎拉。 拜托, 乔治, 你就算不为你自己考虑, 也该为你的家人考虑考虑吧。 我知道, 你是个英勇无畏的男人, 你可以拿着你的格洛克为纽约战斗到最后一秒, 可是你的老婆孩子呢? 你想让他们也为纽约成捐区吗? 精病问道, 当然不乔治沉声道, 可是, 别可是了, 乔治警长, 我建议你接受精病的提议。 这时, 一个粗广的女人声音从窗外传来, 紧接着一道蓝色幻影从走廊的窗户直接跳进公寓大楼。 那是一名黑人女性, 身上穿着蓝红两色的紧身制服, 她的背上背着一面坚硬的盾牌, 盾牌的中间是一颗耀眼的五芒星。 队长, 看到这位黑人, 蜘蛛格温立马迎了上去, 再回头给大家兴奋地介绍道。 你们一定认识她吧? 美队, 沙曼莎, 威尔逊, 精病和乔治, 史泰西纷纷点头。 当然, 当然认识。 然而, 高飞和托尼, 斯塔克, 怎面面相去, 表示简直要疯, 如果他们之前不认识美队, 那么这位黑人女性美队也没什么大不了。 可是一脸想到史蒂夫, 罗杰斯, 在看到眼前这位截然不同的美队, 他们俩总觉得一时间有点不太好接受。 不过令他们震惊的, 还不只是一个美队, 很快窗外就又钻进来一个家伙, 这家伙身上穿着一套粉红色和蓝色相间的钢铁战衣, 胸前亮着方舟反应炉。 什么? 托尼, 斯塔克的眼睛都瞪直了, 这货难道是65号地球的钢铁侠? 果不其然, 很快这名钢铁侠脸上的面罩就自动打开, 露出一张美艳性感的面孔来。 大家好, 我想我不需要自我介绍了吧。 女钢铁侠颇为自信地问道。 当然, 斯塔克女士。 乔治点头道, 我想整个纽约没有人会不认识大名鼎鼎的钢铁侠, 斯塔克集团的董事长摩根·斯塔克。 钢铁女侠得意地点点头, 随后对蜘蛛格温打了个招呼。 你好, 蜘蛛女, 我早就听说过你的事迹, 很高兴见到你。 哦,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斯塔克女士。 蜘蛛格温兴奋地说, 我是你的偶像。 呃, 不对, 我是你的粉丝。 我真的很崇拜你, 你就是成功女性的代表。 谢谢, 我的确是。 摩根·斯塔克笑着说, 之后, 他回头环视走廊, 突然看到了站在高飞身旁, 一脸震惊的托尼、 斯塔克, 以及他身上的钢铁侠战衣。 等等, 你是谁? 你身上为什么会有我的战衣? 你窃取了我的技术吗? 摩根·斯塔克愤怒地质问道, 窃取你的技术? 哦, 小姑娘,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托尼·斯塔克冷笑道, 自从他看到这个宇宙的斯塔克大厦开始, 他就对这个宇宙的斯塔克感到不满了。 现在听到摩根的话, 他更是非常气愤。 而摩根·斯塔克并不知道托尼的来历, 他上前两步, 指着托尼胸前的方舟反应卢道, 我想, 这的确是我们斯塔克企业的技术, 并且已经申请了专利。 老男人, 你难道还想狡辩吗? 狡辩? 托尼, 斯塔克简直笑了, 我根本不需要狡辩, 是你没搞清楚眼前的情况。 小姑娘, 就在两人马上就要吵起来的时候, 楼梯间传来了一个低沉的女人声音。 斯塔克女士, 你误会了, 这位斯塔克先生没有剽窃你的技术, 他拥有使用这项技术的权利。 随着这道声音响起, 一个高挑, 英质的身影从楼梯间走了出来, 那是一个穿着黑色长风衣的, 金色短发, 独眼的白人女性。 大家好, 我想我应该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佩基·卡特, 是神盾局的局长, 很高兴见到你们。 佩基·卡特? 托尼·斯塔克震惊地看向这位英姿萨爽的独眼女人, 神盾局的局长。 哦, 上帝, 65号地球真是太魔幻了。 65号地球? 你在说什么? 还有, 为什么佩基·卡特会管你叫斯塔克先生? 摩根·斯塔克震惊地看着托尼·斯塔克, 诧异地问道。 因为, 我就是斯塔克。 托尼道, 托尼·斯塔克。 托尼·斯塔克。 摩根·斯塔克文言一正, 眼前这个男人居然有着和他父亲相同的名字, 只不过他的父亲因为用药过度, 早在13年前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不可能啊。 摩根·斯塔克摇头道。 这时神盾局局长佩基, 卡特站出来说道, 不, 斯塔克女士, 我想, 你还不清楚现在的情况根据我们神盾局的调查了解, 在多元宇宙中忽然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隧道。 这条隧道连通了17个户部相干的平行宇宙, 造成了目前的困境。 眼前的这位斯塔克先生, 正是来自于一个编号为616的宇宙。 而我们的宇宙编号是65。 什么? 摩根·斯塔克大为震惊, 站在他身旁的惊病也表示意外。 美对莎曼莎, 威尔逊显然早就从神盾局方面得到了消息, 所以并未表现出太大的诧异。 他朝着摩根·斯塔克点点头, 肯定了佩基·卡特的说法。 接下来, 神盾局局长佩基, 卡特转身看向站在托尼·斯塔克身旁的高飞。 他早就敏锐地发现, 高飞是这一支来自616宇宙战队中的领导者。 我想, 616宇宙的朋友, 应该有一些重要内容要和我们分享吧。 我说的对吗? 佩基, 卡特问道。 高飞点头道, 没错, 卡特局长, 我的确有一些内容要和你们分享。 接下来, 高飞将17个平行宇宙逐渐融合, 个体的唯一性, 以及另一个平行宇宙的复仇者联盟, 为什么要屠杀65号地球的原因告诉了大家, 无论是佩基, 卡特, 钢铁女侠, 还是蜘蛛格温。 他们在听完这件事之后的表情都非常凝重。 那么,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高飞, 美对沙曼沙抬头看向高飞, 严肃地问道。 高飞道, 目前, 我们最重要的是避免复仇者联盟屠杀65号地球, 先阻止他们, 再想办法找到多元宇宙隧道开启的原因, 最后关闭多元宇宙隧道, 拯救这17个平行宇宙。 很好。 沙曼沙对高飞的思路很赞同, 点头道。 那么我们现在行动吧, 佩基。 他回头看向佩基, 卡特, 问道, 神盾局是否定位了复仇者联盟的位置? 目前已经捕捉到了他们之中的三个人, 剩下的人尚在追查。 猎鹰在负责这件事, 他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佩基, 卡特道。 那么, 我们现在先去对付那三名被定位到的复仇者。 沙曼沙道, 他们都在什么位置? 中央公园, 曼哈顿大桥, 时代广场佩基, 卡特, 给出三个坐标, 随后道, 沙曼沙, 你和格温负责中央公园的复仇者, 斯塔克女士, 你和金并负责曼哈顿大桥, 至于时代广场, 616宇宙的朋友, 我想, 可能需要你们帮忙, 毕竟复仇者联盟的战斗力非同一般, 我们必须。 然而还没等佩基, 卡特说完, 高飞便抬手打断道, 不用那么麻烦, 这三个人都交给我。 哈? 佩基, 卡特抬头看向高飞, 你说什么? 高飞道, 你只需要帮我定位复仇者联盟的位置, 剩下的交给我。 说完, 他直接攥紧拳头, 开启无限手套的空间宝石。 So, 一道蓝光闪过, 高飞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佩基, 卡特直接傻了, 这是什么情况? 他茫然地看向托尼, 斯塔克, 用表情询问, 那个亚洲人没有在吹牛吧? 托尼, 斯塔克则只是怂怂肩, 笑着回答道, 猜猜他多久会回来。 我先来, 我猜十秒。 此时此刻。 中央公园, 一名身穿蓝色紧身衣的强壮男人, 正在追捕猎物。 他双手各捏着五张扑克牌, 一双狡猾的眼睛, 环视周围, 中央公园已经没剩下什么人了。 曼哈顿区的大多数市民 已经被复仇者联盟屠露干净。 就在此时, 一道蓝光亮起, 紧接着高飞的身影出现在了现场。 他一抬头, 就看到了蹲在不远处树梢上的怪人, 同时也认出了他的身份。 拔眼。 漫威宇宙的超级反派, 拥有着精准射数的暗杀者。 就是他屠杀了中央公园的市民。 高飞心里纳闷, 同时疑惑。 可是拔眼什么时候成了复仇者联盟的人了? 想到这里, 高飞马上得出了答案 拔眼的确有一次成为了复仇者联盟的人。 黑暗复仇者。 由诺曼, 奥斯本成立的复仇者联盟, 其中拔眼替代了克林特、 巴顿。 他在队伍中的位置相当于克林特的阴眼。 所以, 入侵65号地球, 选择用屠杀其他宇宙来拯救自己宇宙的家伙们, 是诺曼。 奥斯本的那只黑暗复仇者了。 高飞心中琢磨到, 同时不禁笑了起来。 难怪啊, 难怪。 而就在此时, 蹲在树梢上的拔眼已经准备对高飞动手了。 他虽然不知道高飞的身份, 但是看到高飞突然出现在一片死寂的中央公园, 又迅速定位到了他的位置。 这让拔眼意识到, 高飞不是个等闲之辈, 他必须得全力干掉这个不速之客才行。 自寻死路。 拔眼手中的十张扑克牌同时朝着高飞射去。 这是他今天最猛烈的一次进攻, 一来是因为中央公园已经没有其他人了, 拔眼也没有必要留上一手了。 二来则是, 他的确判断出了高飞的实力很强, 对付这种级别的高手, 必须一开始就倾尽全力才行。 可惜, 拔眼全力以赴的攻击对高飞来说仍是不足一审。 高飞只是嘴角勾起, 露出一抹浅浅的笑容。 而转瞬之间, 他就躲过拔眼的扑克牌来到了拔眼的身后。 砰! 反手轻轻一拳, 直接把拔眼干翻。 嗯, 我现在是装备力量宝石的状态了, 全力以赴的一拳百分百出发, 摸谁谁扑街啊。 说吧, 高飞拎起晕厥的靶眼, 在使用瞬间移动返回乔治, 使太西的公寓。 这次行动虽然没有托尼预判的那么夸张, 十秒之内就回来, 但时间也是非常短暂了。 短暂到65号, 地球这些人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美对沙曼莎, 威尔逊还在担心高飞是否能胜任, 紧张地问道, 那个亚洲人一个人去可以吗? 要知道, 复仇者联盟的战斗力可都非常惊人。 蜘蛛格温见过高飞的能力, 当即予以肯定道, 放心, 高飞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他非常厉害, 非常。 俩人对话还没有完成, 一道蓝光亮起, 高飞已经回到了现场。 扑通, 他把手上的暗黑板鹰眼把眼扔在了地上, 对目瞪口呆的65号地球的超级英雄们摆了白手, 第一名复仇者联盟成员已经归案, 接下来, 我打算去曼哈顿大桥转转。 这…… 神盾局局长佩基, 卡特一双眉毛轻轻跳动, 他没想到, 高飞居然真的在转瞬之间就抓捕到了一名复仇者。 要知道, 这些复仇者是令神盾局都束手无策的强者, 好几名特工在抓捕他们的过程中壮烈牺牲。 钢铁女侠摩根·斯塔克更是震惊不已, 他不由地询问高飞道, 你到底是怎么抓到他的? 高飞轻轻一笑, 挥了回拳头道, 我打了他一拳, 他没躲过去, 被我打晕了, 就这么简单。 说完, 高飞再次运转空间宝石, 顺移到了65号地球的曼哈顿大桥。 而65号地球的超级英雄们, 是真的傻眼了。 乔治, 史太西颤抖地询问格温, 这个亚洲人到底是什么怪物? 托尼, 斯塔克则一脸骄傲。 我早就说过, 把复仇者联盟交给他吧, 他全部都能搞定。 蓝光闪动, 高飞再次使用了瞬间移动, 来到了65号地球上的曼哈顿大桥。 这里的情况比中央公园稍好一些, 又或者说是更加糟糕。 说是稍好一点, 是因为这里还有幸存者一些惊慌失措的市民 准备驾车逃离曼哈顿, 但他们的私家车却拥堵在了大桥上。 说是更加糟糕, 则是因为黑暗复仇者的另一名成员 正在这里疯狂地杀戮着逃亡的市民。 很多市民因为被堵在车子里无法脱身, 而被这名黑暗复仇者的成员当成了活靶子。 当高飞来到曼哈顿大桥的时候, 他很快就看到了这名黑暗复仇者成员。 他是个非常强壮的混血人, 五官和外貌更像是白人, 但却有一部分亚洲人的特征, 一头黑发流成一个经典的墨西干发型, 一双蓝色的毛子闪烁着寒光。 而他身上最大的特征莫过于从他的手背上伸出来的鼓爪, 那锋利的黑色的鼓爪比任何匕首都要致命。 金刚狼。 或者说, 黑暗复仇者的盗版金刚狼罗根的儿子戴肯, 他正在曼哈顿大桥上大开杀戒, 发泄自己的杀鱼。 疯狂的戴肯身上和脸上都是鲜血, 他是个毫无底线的冷酷杀手。 他此时正朝着一辆停靠在路边的小轿车冲去, 而这辆小轿车里坐着一家五口人。 Rule! 戴肯尖锐的鼓爪刺入小轿车的车顶, 直接把汽车上半部分的车皮给撕了开来, 紧接着他朝着一家五口中的母亲痛下杀手, 瞄准他的脖子就是一下, 但就在他的骨肘刺入母亲脖子的瞬间, 背后一股强大的劲道袭来。 停手吧戴肯, 你犯下的错误已经够严重了。 高飞用没有戴无线手套的左手抓住戴肯的脖子, 像拎小鸡一样把他直接拎了起来, 但愤怒的戴肯根本不会束手就擒, 而是在半空中调整姿势转身朝着高飞的胸口刺去。 找死! 高飞也懒得和他废话, 右手直接就是一拳轰在了戴肯的脸上。 砰! 就算高飞没有使用无线宝石, 他本身的拳头力道也已经非常大了, 这一拳下去戴肯的脸瞬间塌陷下去, 一半脑袋都粉碎了, 不过他继承了金刚狼的快速愈合因子, 所以想杀掉他并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实际上高飞也没有杀掉戴肯的意思, 他只是打算先阻止他。 在曼哈顿大乔市民们的注视之下, 高飞拎着只剩下半个脑袋的戴肯, 消失在一片蓝光之中。 而对于在乔治、 史泰西家门口等待的超级英雄们来说, 时间只过去了一分多钟而已。 他们还没搞清楚, 高飞这位神秘的亚洲人, 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 高飞已经拎着第二名复仇者回来了。 第二个搞定, 接下来只剩下时代广场了。 高飞轻轻一笑, 扔下半死不活的戴肯, 再次消失在蓝光之中。 第747章 黑暗王朝 随着蓝光的出现, 高飞第三次行动来到了位于纽约曼哈顿的时代广场上。 这里的情况与中央公园类似, 已经不剩下什么幸存者了。 不过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还站在时代广场的中心, 他是个非常强壮、魁梧的家伙。 宽阔的后背, 强壮的肌肉, 古铜色的皮肤, 手上一把开山巨斧。 他就是黑暗复仇者中与雷神托尔对应的一位永恒神族的一员, 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战神阿瑞斯。 阿瑞斯, 高飞静止喊出了他的名讳, 站在不远处大声说道, 束手就擒吧, 是时候停止你们错误的行为了。 嗯? 这名魁梧的神奇从鼻孔中发出一声不满的闷哼, 随后拎着他手上硕大的战斧, 缓缓转过身来。 他看到了高飞, 同时也看到了高飞手上的无限手套。 永恒神族的本能让他感知到高飞是个不简单的家伙, 但同样来自于永恒神族的骄傲和自信, 却让他并不把高飞放在眼里。 你想让我束手就擒? 战神阿瑞斯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嘲弄的笑容, 好像高飞在说的是一个无比滑稽的笑话一样。 我的确是这么说的。 高飞表情平静, 语气淡然, 他心里其实在琢磨要是这战神阿瑞斯在磨叽。 我直接冲上去, 干晕了, 带走得了。 好在阿瑞斯也没有继续废话, 因为高飞的态度彻底惹怒了他。 他冲起战斧便朝着高飞扑来。 你这曲曲凡人, 哪来的资格挑衅我百战之神? 然而, 面对来势汹汹的战神阿瑞斯, 高飞却只轻轻一笑。 百战之神? 曲曲凡人? 抱歉, 我想你搞错了。 说到这里, 高飞轻巧地避过阿瑞斯的斧头, 在伸出右手轻描淡写地往阿瑞斯的脑门上对了一拳。 出拳, 收拳, 简单地像是吃饭喝水。 同时高飞微笑道, 我不是区区凡人, 我是众神之父。 所以, 我尊敬的战神阿瑞斯, 很不好意思, 我是你爸爸。 这话说完, 战神阿瑞斯已然直挺挺地朝着地上倒了下去。 扑通, 又一名黑暗复仇者成员扑剑。 当高飞带着第三名黑暗复仇者成员回到乔治家门口的时候, 时间总共过去了不到三分钟。 这让65号地球的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他们简直瞠目结舌地看着高飞, 仿佛在膜拜一位来自神秘领域的神奇。 向来眼高于顶的摩根, 斯塔克简直连眼睛都瞪直了。 高飞先生,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见惯了大场面的精病也钦佩万分。 这真的是太令人惊讶了。 高飞的后台则不断弹出崇拜值。 来自佩基, 卡特的崇拜, 加武。 来自精病的崇拜, 加武。 来自乔治, 史泰西的崇拜, 加武。 来自沙曼莎, 威尔逊的崇拜, 加武。 神盾局局长佩基, 卡特则低声询问托尼, 斯塔克。 嘿, 斯塔克先生, 这位高飞先生, 在你们的宇宙, 大概是一种怎样的身份? 他为什么能如此简单地, 制服复仇者联盟? 托尼, 斯塔克笑了笑, 低声道, 他呀, 他是我们宇宙的九界守护神, 众神之父。 那可是, 相当了不得的存在, 在宇宙中的地位嗨嗨, 仅次于我吧。 啊? 佩基, 卡特的独眼转了转, 心道, 你可不要逗我。 这时, 高飞便向佩基, 卡特道, 卡特局长, 神盾局现在能定位其他复仇者联盟成员的位置了吗? 暂时还不能。 佩基, 卡特道, 这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而托尼, 斯塔克则看向被高飞抓捕的三名复仇者联盟成员的身上, 随后道, 我想, 我们也许可以通过这些俘虏, 去寻找其他人的位置。 说到这里, 他走到靶眼的身旁, 从他的腰间摸出了一个小型的电子装置。 这应该就是他们的通讯器, 他们在靠这个联络。 托尼, 斯塔克道, 太好了, 托尼, 那么其他人现在在哪里? 高飞问道, 这个嘛, 托尼低头鼓到了一会儿通讯器, 摇头道, 我也不知道。 说到这里, 他手上的通讯器忽然暴躁地响了起来。 避避避避。 随后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问道, 把眼, 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听到这个声音, 托尼立马冷笑道, 嘿, 老头儿, 听着, 你的三名队员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他们的命现在在我们手里, 你如果想救回他们, 那么就赶紧给我到皇后区来。 通讯器里的中年男人被托尼, 斯塔克说得一愣, 沉默了三秒之后才沉声问道, 你是谁? 我是正义使者。 65号地球的守护神, 托尼, 斯塔克正气凛然地说, 我是钢铁侠。 钢铁侠? 托尼, 斯塔克。 通讯器另一端的中年男人显然听说过他的名号, 但很快又提出了质疑, 65号地球的钢铁侠不是个女人吗? 你不可能是钢铁侠。 我不是65号地球的钢铁侠, 我来自616地球。 托尼道, 听着, 伙计, 我知道, 你们屠杀65号宇宙是为了拯救你们自己的宇宙, 但是你们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 如果我们及时关闭多元宇宙隧道, 这些平行宇宙就不会相互融合, 大家就都不用死了, 听见没有? 托尼沉声道, 然而通讯器中的声音却冷笑了两声, 托尼, 你这根本是盲目乐观。 我不管我们有没有机会关闭这个该死的多元宇宙隧道, 但是我必须要保证我自己的宇宙不受到伤害, 这就是我们复仇者联盟存在的意义。 更何况, 这个地球已经注定要毁灭了。 你们根本来不及阻止这一切, 跟65号地球说白白吧, 蠢货们。 就在此时, 神盾局局长佩基, 卡特的电话响了起来, 佩基联盟接听电话, 他手下最得力的干将猎鹰山姆13的声音立即传来, 局长, 我们定位到剩下的复仇者联盟成员了, 他们现在在奥斯本大厦的顶层, 其中一个浑身金色的家伙正往纽约上空飞去。 收到。 佩基, 卡特简洁有力地回答道, 同时结合复仇者联盟通讯器中的声音。 佩基, 卡特已经意识到事情不太妙了。 与佩基, 卡特有同样想法的是高飞, 由于超长的听力, 所以, 他不需要佩基, 卡特转述就听到了猎鹰在电话中的汇报。 根据他对黑暗复仇者的了解, 他大概能猜到, 在通讯器中与托尼·斯塔克交谈的人正是黑暗复仇者的首领, 邪恶版的钢铁侠, 前身为绿魔, 但是却靠着资本洗白地, 剽窃了托尼钢铁侠战役的钢铁爱国者诺曼·奥斯本。 而猎鹰山姆十三在电话中汇报的, 正朝着纽约上空飞去的那个金黄色的家伙, 应该就是黑暗复仇者中战斗力最强的英雄, 哨兵。 高飞知道, 哨兵在漫威宇宙中一直都是个非常bug的存在, 他的能力上限也在不断地提升, 甚至会欲强则强。 尽管常态的哨兵并没有达到天赋级, 但是常态哨兵的能力也足够毁灭一个地球了。 而更恐怖的是, 哨兵的特点是欲强则强, 每当他遇到更强的敌人, 就会在冰死边缘或者在死亡之后的复活过程中终极进化。 因此听说黑暗复仇者的哨兵正朝着纽约的上空飞去, 高飞的脸上露出了担忧的表情。 我们必须得马上阻止那个金色的复仇者升空, 他很有可能会直接毁灭地球。 高飞道, 直接毁灭地球? 金病张大嘴巴抬头看着高飞, 问道, 你是说, 那个金色的复仇者有能力直接毁掉地球, 凭借着一人之力毁灭地球。 美对沙曼沙也觉得这件事情有些不可思议, 他到底是什么角色? 为什么会拥有这么强大的能力? 这时, 死士军团里的死士小子给出了答案, 经常穿梭于多元宇宙的死士军团, 对这位来自其他平行时空的超级英雄有所了解。 哦, 他是哨兵, 拥有百万恒星之力的男人, 别说是地球。 如果他愿意, 他可以直接毁掉太阳系。 钢铁女侠摩根, 斯塔克听得脸都白了, 紧张问道, 那么我们赶紧去阻止他, 不能让他毁掉地球。 当然, 高飞点点头, 随后朝着大家招了招手, 靠近我一点, 我带你们过去。 大家连忙按照高飞的指示聚拢了过来, 而高飞则攥紧拳头使用无线手套中的空间宝石。 蓝光如一朵牡丹般绽放, 将所有人包裹在其中。 转瞬之间, 大家来到了奥斯本大厦的顶层。 神盾局猎鹰特攻的消息果然准确, 黑暗复仇者剩下的几名成员都聚集在奥斯本大厦, 而半空中一名穿着金色制服, 披着黑色斗篷的长发复仇者正凌空而起, 他赫然是大名鼎鼎的百万恒星之力, 哨兵。 果然是哨兵。 女死士沉生道, 随后抬头看向高飞, 616宇宙的众神之父。 我想, 也就只有你才能阻止他了。 我想是的。 高飞点头道, 随后朝着半空中一跃而起。 给我停下。 高飞惊人的弹跳能力居然后发先制, 追上了已经凌空而起的哨兵。 而飞行到一半的哨兵, 没想到65号地球居然会有如此强大的战士。 他惊讶地转过身来, 举起双手朝着高飞释放能量。 金色的强大能量如太阳光斑朝着高飞的身上投射而去, 但高飞却利用无限手套轻而易举地将这股能量吸收。 住手吧, 哨兵。 你再做一件错事。 再次攥紧拳头, 无限手套中吸收的哨兵能量朝着哨兵自己放射出去。 哨兵措手不及, 直接被这股能量命中了胸口。 愣该死。 哨兵痛苦地发出一声惨叫, 随后身体朝着远处如炮弹般呼啸而去。 哨兵被击落了。 奥斯本大厦的楼顶上一片欢呼。 干得漂亮。 高飞。 好样的。 众神之父。 我们成功了。 然而与此同时, 一个身穿蓝白红三色钢铁战衣, 披着星条旗的魁梧身影从高飞脚下腾空而起, 并且朝着他释放了三枚微型导弹。 不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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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枚微型导弹贴着高飞的脸爆炸, 但却丝毫没有伤害到高飞, 在阿斯加德神力的自动庇护之下, 这种科技程度的武器无法对高飞造成任何伤害。 但这样的挑衅倒是让高飞很不爽。 他趁着下坠的势头, 直接抓住了脚下这名跳梁小丑。 钢铁爱国者诺曼。 奥斯本飘窃了托尼·斯塔克的战衣之后的作品。 这狡猾的家伙知道自己永远造不出钢铁侠战衣, 便利用正Z手腕打压托尼·斯塔克, 依靠Z府的力量取缔了托尼·斯塔克得到了钢铁战衣的技术。 在此之后, 他更是直接解散了原本的复仇者联盟, 在特地拉拢一群山寨版的超能力者, 打造了自己的黑暗复仇者。 如今, 诺曼·奥斯本不仅打造了黑暗复仇者, 还把自己的魔爪伸到了其他平行宇宙, 妄图屠杀别人的宇宙以保全自己的宇宙。 在抓住钢铁爱国者的躯体之后, 高飞右手捏住他的脑袋, 两根手指猛地发力。 卡邦! 一声脆响, 钢铁爱国者用震惊打造的头盔直接被高飞捏爆, 露出了里面惊慌失措的面孔。 诺曼! 奥斯本! 果然是他! 奥斯本! 高飞沉声说道, 你的计划已经被我制止了, 别再妄想屠杀65号地球了, 马上命令你的黑暗复仇者停止这愚蠢的行为。 诺曼! 奥斯本被高飞的战斗力惊得表情失控, 他足足过了三四秒钟才恢复了语言能力, 不过他好歹是一代枭雄, 恢复冷静的能力也是常人所不能及。 在这短暂的几秒钟之内, 他便看出高飞绝不是65号地球的原住民, 在黑暗复仇者选择屠杀65号地球之前, 诺曼! 奥斯本已经提前做了功课, 在这些相互交融的平行宇宙之中, 只有65号地球的战斗力最弱。 所以, 在这么弱的地球之中, 是绝不会出现一个像高飞这么强大的超级英雄的。 你不是65号地球的人, 对不对? 诺曼! 奥斯本冷笑着问道, 你和我一样, 来自于其他平行宇宙。 没错吧? 高飞并没有否认, 的确如此。 诺曼! 奥斯本道, 既然是这样, 那么你应该知道17个平行宇宙正在相互融合。 而当最后这17个平行宇宙融合为一的时候, 这17个平行宇宙里17个相同身份的角色, 只有一个能够存活, 没错吧?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 高飞道, 那你应该明白, 我现在的行为屠杀掉其他平行宇宙的人类, 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宇宙的人类, 只有其他宇宙的人类都被杀光, 我们宇宙中的人类才会百分百幸存下来。 你明白吗? 我是在保护我自己的宇宙! 我这样做有错吗? 诺曼, 奥斯本大声地质问道, 你这是在偷换概念, 奥斯本。 高飞毫不留情地说, 17个平行宇宙只有在最糟糕的情况下, 才会相互融合成为一个超大型单体宇宙,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你所说的内容才会成立。 而在此之前, 我们有的是机会去关闭这条多元宇宙隧道。 只要关闭了多元宇宙隧道, 那么就没有人会死, 被拯救的不只是一个宇宙的生命, 而是17个平行宇宙的生命。 但你却并没有这么做。 来保护自己的宇宙。 奥斯本, 你的本意根本不是保护谁。 你只是想找个借口, 让你自己大开杀戒罢了。 你只是在满足自己的私心。 被高飞说破了心事。 诺曼, 奥斯本的脸上闪过一抹心虚, 但他并未就此悔悟, 而是朝着脚下不远处喊道, 毒业。 惊奇小子, 过来帮忙。 黑暗复仇者的成员, 除了被高飞解决的四个人之外, 还有两人。 他们分别是毒业和惊奇男孩。 听到诺曼, 奥斯本的求助, 两个人连忙采取行动。 平行时空的毒业, 埃迪, 布洛克可没有逐宇宙的埃迪。 布洛克那么萌, 这家伙彻底迷失在了毒业的力量之下, 丧失了本来的良知。 我来了, 老大, 让我来把这个滑稽的亚洲人撕成碎片。 毒业咆哮着往半空中跳去, 但他很快就被一只奇奇怪怪的队伍给拦了下来。 死士军团, 他们与蜘蛛侠, 毒业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因此一看到黑暗复仇者中的毒业, 这群雇佣兵就像是打了个鸡血一样兴奋。 我来对付你。 毒业。 死士军团中的共生体死士 与毒业的儿子屠杀融合的死士斗志尤为旺盛。 因为他一直都想证明一件事情, 那就是他比他的老爸战斗力更强。 红色的庞然大物朝着黑色的庞然大物冲去, 两只共生体激烈地撞在了一起。 碰。 污浊的液体建设开来, 两张血盆大口互相啃咬。 这是一场怪物之间的对决, 普通人根本插不上手。 而与此同时, 黑暗复仇者中的另外一位战士, 惊奇小子, 朝着高飞飞去。 这家伙是黑暗复仇者中惊奇队长的替代者。 他原本是个克里人, 来到地球之后, 一直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 直到诺曼, 奥斯本请他出山, 让他代替惊奇队长。 这位擅长能量放射的克里人才找到了事情做。 他飞驰着朝着高飞冲去, 利用拳头释放出强大的能量数。 旁边的诺曼, 奥斯本不禁出言提醒惊奇小子。 小心, 孩子, 这个亚洲人的战斗力很不一般。 惊奇小子却完全没把高飞放在眼里, 区区一个地球人而已。 他的战斗力又能高到哪去? 说着, 惊奇小子双拳上的能量数朝着高飞的身体轰击而去。 然而就在此时, 他却惊讶地发现眼前的高飞消失了。 这下惊奇小子真成了惊奇小子。 惊奇的两只眼睛都瞪得大大的。 咦? 那个地球人呢? 话还没说完, 他只觉得背后一阵杀气袭来。 糟糕! 惊奇小子没来得及回头, 就觉得自己的脑袋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给直接撞上了。 碰! 顷刻之间, 惊奇小子失去意识, 整个人朝着地面上摔去。 哦, 该死。 诺曼, 奥斯本气鼓鼓地说, 我早提醒过你, 小心这个亚洲人。 而就在这句话说完了几秒之后, 黑暗复仇者中冒充蜘蛛侠的毒液也被他来自其他平行宇宙中的儿子屠杀给按在地上摩擦, 一直摩擦到共生体与宿主分离才结束。 搞定了这两个突然冲出来捣乱的家伙。 高飞现在只需要再找到哨兵, 就彻底解决了黑暗复仇者对65号宇宙的威胁。 他朝着不远处哨兵坠落的方向看去, 寻找这个浑身金黄色的超级战士。 但就在这时, 他突然感知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这强大的力量显然来自于哨兵, 而且这股力量再不断攀升。 糟糕! 哨兵到底在想什么? 高飞面色一变, 连忙朝着能量来源的方向冲去。 这时, 他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哨兵, 而此时的哨兵整个人缩成一团, 他的皮肤和身体迸射出璀璨的光芒, 他整个人像是一个巨大的炸弹。 哨兵! 高飞沉声说道, 停止你无知的行动。 你到底在干什么? 缩成一团的哨兵抬头看向高飞, 目光中闪烁出一抹坚定。 神秘的亚洲人, 我知道你很强大, 我也许无法战胜你。 但是, 你也无法阻止我毁掉这个平行宇宙的地球。 长久以来, 我一直被自己内心的负面人格所控制着, 我的内心中善恶在不断地交战。 我时而是好人, 时而是坏人。 但这一次, 我终于有机会保护我自己的宇宙, 保护我在乎的家人, 我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 我会为了保护他们, 杀光其他平行宇宙。 我会用自暴的方式毁掉这里。 而你也无法阻止这一切。 固执的哨兵仍然以为毁灭其他平行宇宙 是拯救他自己宇宙的唯一的方式, 因此, 他选择直接自暴毁灭65号地球。 这样一来, 虽然他和其他黑暗复仇者的成员最后也会死亡, 但至少可以完成任务了。 否则高飞一定会阻止他们。 哨兵已经判断出自己不是高飞的对手了, 把自己变成一颗巨大的炸弹, 从而毁掉65号地球。 这已经是哨兵能想到的最稳妥的方案了。 而在他说完这番话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爆炸, 强大的能量从他的体内喷涌而出, 朝着整个纽约, 整个美利坚, 整个大陆板块, 甚至直接朝着地心深处钻去。 拥有百万恒星之力的哨兵一旦爆炸, 那么65号地球绝不可能幸免于难。 看到这一幕, 高飞连忙闪身来到了哨兵的身旁。 到底该如何阻止哨兵的爆炸? 利用空间宝石把它转移到宇宙的其他角落吗? 但哨兵的爆炸威力实在是太大了, 几乎大半个银河系都会受到波及。 而高飞对宇宙的了解又是有限, 万一瞬间移动之后, 他没有离开银河系, 那么哨兵的爆炸仍然会毁掉地球。 更何况, 就算高飞能把哨兵转移出地球, 他的爆炸同样可能伤害到宇宙中其他无辜的生灵。 如果高飞为了拯救地球, 就灭亡其他星球, 那么, 他与现在诺曼, 奥斯本的行为又有什么不同? 第748章, 高飞再次打响了响指。 拥有百万恒星之力的哨兵已经开始爆炸, 留给高飞思考的时间并不多, 爆炸的剧烈能量不断地侵蚀着65号地球, 顷刻间就有可能把这颗星球撕得支离破碎。 在这样的情况下, 高飞必须在极短暂的时间内做出唯一正确的抉择。 这个正确的抉择不但需要能保住65号地球, 还得把几手的哨兵消灭掉。 而目前的哨兵已经开始爆炸, 在打响响指让他化灰已经来不及, 众所周知, 无限手套响指化灰有着一定的岩石, 在这段时间内, 哨兵已经足够炸掉整个65号地球了。 但即便如此, 无限手套依然是高飞目前的第一选择, 响指化灰固然有岩石的情况, 但响指改变世界却是瞬间完成的。 因此, 在哨兵爆炸的瞬间, 高飞伸出右手打响了响指。 高飞再次使用了无限手套, 只不过上一次严格意义上来讲, 使用无限手套的是那个中年版本的高飞。 而这一次, 使用无限手套的是真正的高飞罢了。 而这一次, 高飞使用无限手套的目的与上一次也截然不同。 这一次, 他并非是利用无限手套打开两个平行宇宙的通道, 而是他直接用无限手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宇宙。 一个刚刚诞生的, 处于混沌之中的, 前所未有的婴儿宇宙。 由无限宝石创造的宇宙。 在复仇者联盟4的时候, 愤怒的灭霸就曾经扬言先利用无限手套抹杀当前宇宙中的一切生命, 再利用无限宝石创造一个崭新的宇宙。 这样新的宇宙中的无尽生灵就会把它当成是造物主, 就会只对它心存感激, 而不是心怀怨愿。 如今, 高飞从灭霸的身上获得灵感, 直接利用无限手套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宇宙出来。 这个宇宙还是混沌一片, 其中没有任何星球, 没有任何生命, 空荡荡的一无所有。 这样的话, 哨兵就算在这片宇宙中爆炸, 他也什么都不能破坏, 但他自己却会从此烟消云散, 再也无法继续屠杀65号宇宙。 啪! 高飞打出了响指, 紧接着一股强大的能量术便贯穿了高飞的全身。 尽管高飞现在已经拥有了天赋级别的体质, 但这强大的能量术, 还是让高飞的身体产生了一些肉眼可见的创伤。 但在绝境病毒的帮助之下, 高飞的恢复能力是奇快的, 无限宝石烧灼出来的痕迹在高飞的胳膊上, 只停留了短短的几秒钟, 很快, 这些烧灼伤痕便被自动治愈了。 而高飞在这转瞬之间带着哨兵进入婴儿宇宙, 哨兵则在这一片混沌的婴儿宇宙之中完成了爆炸。 BOOM! 无穷的能量在这一刻由起点炸裂开来, 向着完全黑暗的宇宙开始扩散。 高飞用无限手套创造的婴儿宇宙 被哨兵的爆炸力彻底撑开, 从起点开始不断地膨胀, 延伸。 如同东方神话中开天辟地的盘古巨神, 又如同科学文明中宇宙大爆炸的理论, 哨兵的爆炸唤醒了这个懵懵懂懂, 死气沉沉的新生宇宙, 让这个新生宇宙突然运行了起来。 高飞的无限手套只是创造了这个宇宙, 让这个宇宙从不存在变为存在, 但哨兵的爆炸却为这个宇宙注入了生命, 让这个宇宙活了起来。 哨兵的能量从一个体积无限小, 密度无限大, 温度无限高的状态绽放出来, 将原本坍缩在一个点内的原始宇宙撑开, 并撑着它向四周无限扩散。 巨大的能量在量子真空的环境内不断跳跃, 接着,随着宇宙的逐渐膨胀, 能量的密度被缩小, 温度被冷却, 宇宙从量子掌握背景中出现, 它已经冷却到可以分离出微观粒子间的引力, 但此时的婴儿宇宙体积远远小于一个原子。 又过了极其短暂的一瞬, 哨兵的能量再次膨胀, 宇宙持续扩大, 温度持续下降, 而随着温度的下降, 宇宙体积的增大, 宇宙中已经有最原始的基本粒子形成, 能量通过某种途径, 以一种人类科技尚未窥迫的方式, 组合成为物质, 夸克, 玻色子, 氢子形成, 宇宙再也不是只有能量, 而是有了最基本的物质结构。 接下来, 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 大概一千亿分之一秒, 宇宙再次扩大, 更复杂, 更成熟, 更庞大的微观粒子形成, 质子, 中子, 电子, 在逐渐冷却的宇宙中生成, 物质有了元素的概念, 宇宙的体积迅速膨胀, 引力逐渐出现某种规律, 爆炸继续持续, 宇宙向前推进, 大概过了十秒之后, 氢, 氦等简单稳定的原子核形成, 粒子的变化基本稳定, 宇宙中出现了确定的规则, 时间和空间也相对平衡下来。 此时的宇宙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 当然, 它仍然在朝着四周不断地扩散, 哨兵的爆炸, 至少会在这个宇宙中持续上百年, 上万年, 甚至上一年, 直到时间的尽头才会彻底平静下来。 而推动宇宙膨胀的不仅仅只有哨兵的爆炸, 它的爆炸只是一个影子, 真正让宇宙膨胀的是这个婴儿宇宙本身的力量, 这力量来源于高飞打响响指的那副无线手套上的六颗无线宝石, 看着新生的宇宙在爆炸之中不断膨胀, 高飞的心情复杂而又激动。 因为我的一个念头, 我创造了一个宇宙, 他呆呆地看着眼前空洞的空间, 这充满了瑰丽色彩的, 充斥着各种不稳定能量的庞大的新世界, 高飞正正出神。 此时此刻, 它是这个婴儿宇宙中的唯一一个生物, 唯一一个拥有意识的存在, 也是唯一一个成型的个体。 接下来, 我该怎么做? 高飞心中询问自己。 要知道, 创造一个宇宙很简单, 激活它也并不难, 但是想毁掉这个宇宙,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毕竟看着眼前这不断膨胀的, 像是一颗朝气蓬勃无限生长的新生命一样的新宇宙, 高飞很难忍心再打个响指抹杀掉它。 作为616宇宙的穿越者, 作为九界守护神, 众神之父, 高飞在他原本的世界做到了天赋级, 手上掌管着九个各不相同的世界。 但他所治理的领土, 也无外乎只有九个星球罢了, 这是他目前为止做到的极限。 可是从今开始, 高飞所拥有的不再只是九颗星球, 而是拥有了一整个宇宙, 一整个新生的咕咕坠地的婴儿宇宙。 这一下有点头疼了呢。 高飞看了一眼这个正在无限膨胀的宇宙, 决定先返回65号地球, 处理完黑暗复仇者的事情再说。 高飞在婴儿宇宙之中并未耽搁太久, 所以当他返回65号地球的时候, 现场的情况还没有什么变化。 黑暗复仇者中的毒液已经被死士军团彻底制服, 盗版的钢铁侠钢铁爱国者诺曼·奥斯本被托尼, 斯塔克和他在平行世界的女儿摩根·斯塔克联手按住, 身上的铁皮被扒了个七七八八, 至于惊奇小子就更惨, 被高飞一拳放倒到现在还没有苏醒过来。 神盾局局长佩基, 卡特一只毒眼始终紧张地望着高飞的方向, 他显然在担心哨兵的事情。 当他看到高飞平安无事地归来之后, 他终于常常松了口气。 太好了, 616宇宙的众神之父, 你终于回来了。 蜘蛛格温和美队沙曼莎也赶紧赢了上来。 两人都紧张地打量着高飞, 心里有无数个问题想要问。 刚才那个浑身金黄色的复仇者呢? 少兵呢? 蜘蛛格温问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你突然就消失了? 沙曼莎问道, 托尼·斯塔克把诺曼·奥斯本交给摩根·斯塔克处理, 自己则站起来朝着高飞走来, 问道, 高飞,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为什么又打响了一次响指? 高飞道, 少兵企图爆炸,彻底毁灭掉65号地球, 因为我短时间之内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就使用了无线手套限制了它。 限制了它? 佩基, 卡特紧张地问道, 请问, 我该怎么理解这个限制呢? 高飞并不打算告知佩基, 卡特婴儿宇舟的事情, 毕竟这件事情和65号地球的人无关。 他说道, 放心, 总之现在少兵已经被我制裁了, 他的爆炸已经被我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另外, 他也不可能复活了, 再加上其他黑暗复仇者的成员已经被控制住, 65号地球的危机现在已经解除了。 那就好佩基, 卡特欣慰地点点头, 同时颇为感激地握住高飞的手道, 谢谢你, 众神之父。 高飞轻轻一笑, 没必要这么客气, 卡特局长, 你可以直接叫我高飞。 之后, 他回头看向倒在地上的黑暗复仇者的成员, 询问佩基, 卡特道, 那么接下来, 你们准备怎么处理这些入侵者呢? 这个麻佩基, 卡特道, 尽管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宇宙, 但他们在我们的宇宙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我们神盾局会依法处理他们, 并且让他们付出代价。 嗯, 你们的确应该这么做。 高飞点头道, 佩基, 卡特则询问高飞道, 那么高飞, 你需要把这些人带走审问吗? 毕竟是你帮助我们抓住了这群家伙, 我想你更有资格处理他们。 哦, 多谢你的好意, 局长, 高飞道, 我想我只需要询问他们几个问题就可以了。 说到这里, 高飞迈步朝着诺曼, 奥斯本走去。 诺曼, 奥斯本一看见高飞, 就心里发出, 胆气地说道, 你想干什么? 你不要过来, 你别过来, 听见没有? 高飞冷冷一笑, 别这么紧张。 奥斯本先生, 只要你好好配合我, 我就不会伤害你。 我配合你, 我当然配合你。 诺曼, 奥斯本低声说道, 你想知道什么? 你尽管问。 高飞道, 我只想知道几个细节, 你是怎么知道多元宇宙隧道的存在的? 你又是怎么知道多元宇宙隧道的存在会造成平行宇宙相互融合, 并且毁灭其中大部分的生命体的? 诺曼, 奥斯本如今落在高飞的手里, 他知道自己的性命都被高飞捏在手心, 因此, 他丝毫不敢隐瞒, 赶紧主动坦白, 我都可以告诉你, 这我都可以告诉你。 然而, 高飞却并不打算听他一句话, 一句话的解释, 而是伸出右手轻轻攥拳使用了心灵宝石的力量。 不用了, 奥斯本, 我自己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答案。 接下来, 心灵宝石红色的光芒将诺曼, 奥斯本吞噬, 高飞来到了黑暗复仇者所在的平行宇宙。 他看到的画面之中, 诺曼, 奥斯本刚刚把托尼, 斯塔克赶下台并且接管了复仇者联盟, 他驱逐了雷神托尔, 鹰眼, 绿巨人, 蜘蛛侠, 将战神阿瑞斯, 靶眼, 哨兵, 毒液等人招募到麾下, 成立了黑暗复仇者。 但就在他刚刚上台的这几天之内, 纽约忽然发生了一件怪事。 诺曼, 奥斯本捕捉到了一个来自外星的超能力者降临纽约, 并且前往了纽约郊区的某个地方, 证明来自外星的超能力者体内蕴含的能量非常强大, 远远超过了地球上的任何超级英雄。 出于好奇, 诺曼, 奥斯本, 召集黑暗复仇者, 立即前往外星超能力者所在的位置。 而当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他们看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家伙。 确切来说, 是两个完全陌生的家伙。 这两个人, 一个身穿深蓝色的黑科技制服, 整个人只呈现出人类的形态, 但是没有毛发, 没有五官, 只有双眼, 鼻子的轮廓, 他全身都包裹在制服之中, 神秘莫测。 他全身穿深蓝色制服的工人制服, 留着一头蓬乱的头发, 长得再普通不过。 就在黑暗复仇者赶到现场的同时, 这两个人发生了剧烈的战斗, 穿着深蓝色制服的怪人, 向普通工人发起了攻击。 看样子, 他准备要普通工人的命。 但普通工人也没有束手就擒, 他奋起反抗, 全力自卫。 在这场战斗打响之前, 诺曼, 奥斯本以为这场战斗没什么悬念, 那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神秘人, 他显然就是来自外太空的强大的超能力者, 他的战斗力一定可以轻松碾压普通工人。 但当战斗打响之后, 诺曼, 奥斯本和他的黑暗复仇者, 却惊呆了那名外星神秘人的战斗力的确非常强悍, 强悍到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那名看似普通的纽约工人, 战斗力居然丝毫不逊色于那名外星神秘人。 高飞虽然没能亲眼目睹这场战斗, 但是他却在诺曼, 奥斯本的记忆里, 清晰地看到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几天, 但诺曼, 奥斯本对这场战斗仍然是记忆犹新。 想来是因为战斗的双发实力太过强大, 因此给他的内心造成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身穿深蓝色制服的外星人一出手就撕裂了空间, 他周围的空间瞬间探索, 扭曲, 形成了一个崭性的空间, 而在此, 空间内外星人放射的任何力量, 造成的任何噪音都不会影响到外面的世界, 隔着一条马路的行人甚至都没有注意到, 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 他将那名穿着普通的纽约工人拉进了这空间之内, 再用一道耀眼的能量术轰击到这名工人的胸口。 所有人都觉得这名工人死定了, 哪怕是高飞也这么想。 然而就在这时, 这名普通的工人却突然将自己的身体粒子化, 他的躯体仿佛在这片诡异的空间之内彻底蒸发。 眨眼之后, 蒸发的工人在外星人背后凝聚成了人形, 他反手朝着外星人的后心工去, 掌心释放出的能量术丝毫不亚于那名外星人。 黑暗复仇者的成员简直看傻了, 把眼呆呆地询问惊奇小子。 嘿, 惊奇小子, 你们克里人见多识广, 你知道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历吗? 惊奇小子沉思了片刻, 之后摇头道, 我, 我不知道。 说话间, 两个人的战斗变得尤为激烈, 外星人打开的空间也在两人的战斗中变得更为庞大。 诺曼, 奥斯本担心两人的战斗毁掉纽约城, 甚至毁掉地球, 他朝着哨兵使了个眼色, 低声道, 去阻止这两个人。 因为在黑暗复仇者之中, 哨兵已经是战斗力的天花板了, 如果哨兵也没有能力阻止这两个人, 那么, 黑暗复仇者的其他人也不具备这个能力。 英勇的哨兵朝着两人冲去, 释放的能量给这个独立空间增加了一个天然的屏障, 而就算是拥有百万恒星之力的哨兵也无法击穿这个屏障。 于是, 黑暗复仇者的成员们只能站在空间之外, 袖手旁观神仙打架。 而外星人和普通工人则像是两个不断绽放的烟花, 又像是两颗蕴含毁天灭地能量的炸弹, 在这片空间之内一次次爆炸, 一次次毁灭。 直到最后, 两个人再次相拥爆炸, 外星人在这次爆炸之后幸存了下来, 但那名纽约的普通工人却再也没能恢复人形, 而是消失在了这片诡异的空间之内。 同时, 这名普通工人的爆炸将这片空间炸成了一个硕大的漩涡, 漩涡看起来像是某个隧道的入口, 勾连了无限的未知的神秘的空间。 而那名外星人则从空间内钻出, 回到了黑暗复仇者联盟的面前。 诺曼, 奥斯本深吸一口气, 上前问道, 你究竟是谁? 你刚才到底在做什么? 那名工人又是什么角色? 身穿深蓝色制服的诡异外星人向前一步, 胸腔中发出了低沉, 清晰的声音。 不要害怕, 地球人, 我对你们没有恶意。 我是五大创世神明之一永恒神的使者, 我也是这片多元宇宙的守护者, 你们可以叫我宇宙队长。 宇宙队长? 诺曼, 奥斯本文言一正, 回头询问来自克里辛的惊奇小子。 作为一名普通的地球人, 诺曼, 奥斯本对宇宙的了解并不算多。 而惊奇小子的克里族人对宇宙的探索, 显然比地球更深入。 因此, 他主动询问了惊奇小子。 惊奇小子则轻轻点头道, 我听说过永恒的名号, 他的确是多元宇宙五大创世神明, 但至于宇宙队长。 他本想说他压根没听说什么宇宙队长, 更不知道宇宙队长是永恒大神的使者。 他只听说过另外一位创世神明, 战无不胜的吞心, 有一名叫做隐隐侠的使者。 但是考虑到刚才宇宙队长惊人的战斗力, 惊奇小子还是没有说出这句话。 他只是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并不知道宇宙队长, 仅此而已。 宇宙队长也并没有生气, 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 他平静而又有耐心地说道, 没有听过我, 也是正常的。 我从未与地球人以及克里人打过交道, 但是这一次我不得不出手, 因为我们的多元宇宙正遭受入侵。 入侵? 多元宇宙的入侵? 诺曼, 奥斯本好奇问道, 这话怎么说? 宇宙队长指了指爆炸后变成巨大漩涡的空间, 说道, 你们看到刚才那名工人了吗? 当然看到了。 诺曼, 奥斯本道, 我们很难不去注意到他, 毕竟他看上去平平无奇, 但他的战斗力有些太强悍了。 宇宙队长道, 他的名字叫欧文·里斯, 几周之前只是一个普通的核电厂工人, 几周之前只是个核电厂工人。 诺曼, 奥斯本根本不信, 这不可能, 我们刚才都看到了, 这家伙的战斗力强得过分, 你们之间战斗使用的能量和方式远超我们的想象, 他怎么可能只是个普通工人? 我是说几周之前, 宇宙队长道, 几周之前, 欧文·里斯是个毫无超能力的地球人,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当时一部粒子产生器在他面前爆炸, 这赋予了他超凡的能力。 变异了? 诺曼, 奥斯本低声问道, 毕竟在漫威世界, 穷人靠变异, 富人靠科技。 那么简单, 一次简单的爆炸产生的变异, 是不足以让它变得这么强大的。 我不妨给你们透露一些信息, 我的能力是单体宇宙级, 无限趋近于超大宇宙级别, 不谦虚地讲, 我这样的实力, 在目前的宇宙中, 很难找到对手。 诺曼, 奥斯本和其他黑暗复仇者联盟的成员们, 听完之后, 都点点头。 虽然听起来, 这家伙的确像是在吹牛, 但是从刚才的表现来看, 他的战斗力, 的确非常不凡。 能够让强大无比的哨兵都插不上手。 这样的战斗力, 说达到单体宇宙级, 似乎也并不为过。 接下来宇宙队长说道, 但是你们也看到了, 这位普通的工人, 欧文, 李斯, 他在和我交手的过程中, 并不是处于被碾压的状态, 甚至有几次, 他都有可能反败为胜。 我是靠着更加丰富的战斗经验, 才最终击败了他。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的实力, 也达到了单体宇宙级别, 请问根据你们的经验来看, 一个普通的地球人, 在承受了粒子产生器的爆炸之后, 有可能直接变异到单体宇宙级别吗? 这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 诺曼, 奥斯本说道, 在他们的宇宙, 目前地球变异而成的超级英雄中, 最强大的无疑是哨兵。 但哨兵尚且没有达到天赋级, 目前来看大概算是亚天赋级, 而单体宇宙级别, 要远远强于亚天赋级, 所以, 欧文, 李斯直接变异成单体宇宙级, 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第749章高飞, 我创造了一个宇宙, 宇宙队长的话, 让诺曼, 奥斯本陷入了沉思, 他终于意识到, 那名核电战工人, 欧文, 李斯的出现, 有点太奇怪了。 按理说, 哨兵已经是人类能够创造出来的超级英雄的极限, 并且, 哨兵诞生的过程也是不可复制的。 欧文, 李斯只是经历了一场粒子产生器的爆炸, 这真的会让他变成单体宇宙级别的怪物。 那么, 欧文, 李斯的能力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异? 诺曼, 奥斯本好奇问道, 宇宙队长道, 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欧文, 李斯的能力。 这家伙能够轻易改变物质的分子结构和能量, 他是微观层面的掌控者, 因为这个原因, 我喜欢把他称为分子人。 分子人? 诺曼, 奥斯本点头认可道, 这的确是一个贴切的称呼。 是的, 宇宙队长道, 但便亦是无法赋予他如此强大的能力的, 他的能力来自于另外一个次元。 另外一个次元? 另外一个平行宇宙吗? 诺曼, 奥斯本问道, 不, 另外一个多元宇宙, 一个超越了我们当前多元宇宙的次元, 那个次元非常神秘, 就算是我们这个多元宇宙的五大创世神明, 对另一个次元都没有了解。 宇宙队长道, 分子人欧文, 李斯在发生意外的时候, 粒子产生器的爆炸意外地打开了一个虫洞, 这个虫洞勾连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次元, 那个次元中的生物赋予了分子人能力, 单体宇宙级别的能力。 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个偶然事件, 分子人获得强大的能力是偶然发生的, 但后来我却意识到事情没这么简单, 因为只凭借着地球科技打造的粒子产生器爆炸产生的能量, 根本不足以打通我们这个多元宇宙和另外一个次元, 也就是说, 这个虫洞并不是分子人不小心创造出来的, 而是另一个次元里的生物主动创造出来的。 只不过, 他们狡猾地用分子人工作中的意外掩饰了这一点, 让人误以为是粒子产生器爆炸造成了这个虫洞。 总而言之, 另一个次元的生物利用这条虫洞把能量赋予了欧文, 李斯让它成为了单体宇宙级别的分子人, 但欧文, 李斯自己却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以为自己只是单纯地发生了变异。 可是欧文, 李斯根本不明白自己现在有多危险, 他体内蕴含的能量实在是太强大了, 这些能量每天都在膨胀总有一天, 他的能量会膨胀到他自己无法控制。 而到了那个时候, 欧文, 李斯就会变成一个不可控的恐怖炸弹, 一旦他爆炸, 那么整个单体宇宙都会被他毁灭。 听到这里, 高飞不由地倒吸一口凉气。 欧文, 李斯简直就是个加强版的哨兵, 拥有百万恒星之力, 实力目前只是亚天赋级别的哨兵爆炸, 都可以摧毁整个银河系。 如果单体宇宙级别的分子人爆炸, 那么整个宇宙将会毁灭。 听完宇宙队长叙述的诺曼, 奥斯本更是一身冷汗。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些异次元的生物, 为什么要赋予欧文, 李斯这么恐怖的能量呢? 宇宙队长道, 因为他们要毁掉我们这个多元宇宙, 虽然我还没有找到原因, 但是那些异次元的生物, 他们打算毁掉我们这个多元宇宙。 他们正在每一个单体宇宙中制造一个分子人, 也就是欧文、李斯, 而每一个分子人实际上都是一颗定时炸弹, 他们将会炸毁他们所在的单体宇宙。 哦,这太疯狂了。 诺曼, 奥斯本抱着脑袋问道, 宇宙队长, 那些异次元的生物到底是什么来历? 我不知道, 我还没有机会好好调查他们。 宇宙队长道, 我现在唯一知道的, 就是他们自称为超越神族。 超越神族? 诺曼, 奥斯本眉头紧锁, 听起来就是个不友善的族群。 而窥探诺曼, 奥斯本的记忆到这里, 高飞终于明白了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是谁。 超越神族。 这无比强大的异次元的生物终于露出了他们的踪影, 显示出了他们对毁灭多元宇宙的野心。 但是到目前为止, 高飞还不知道超越神族与现在多元宇宙中的贝塔隧道有什么关联。 他只知道超越神族通过某种神秘的途径创造了分子人, 所以他继续窥探, 等待着诺曼, 奥斯本和宇宙队长揭秘这一切。 这时, 在诺曼, 奥斯本的记忆之中, 宇宙队长继续说道, 为了保护多元宇宙不被破坏, 我必须消灭超越神族在每个单体宇宙之中创造出来的分子人, 就像刚才那样, 我必须杀掉他。 诺曼, 奥斯本申表赞同。 如果分子人欧文, 李斯的本质真的是个炸弹的话, 那么消灭他当然是必须的做法。 不过问题显然没那么简单, 并不是杀掉分子人就可以保护多元宇宙平安。 宇宙队长继续说道, 但分子人的能量实在是太大了, 就算在他能量到达峰值, 自己爆炸之前杀掉他, 他死亡之时投射出去的能量也足以在多元宇宙中撕裂出一个隧道, 创造出一个虫洞。 目前超越神族已经在我们多元宇宙中的16个多元宇宙中创造了分子人。 我已经消灭了其中的14个下一个分子人在65号宇宙, 再下一个在181宇宙。 而之前的14个分子人爆炸之后, 形成的虫洞融合成了一个巨大的多元宇宙隧道。 这条隧道打通了原本互不相干的几个平行宇宙。 这些平行宇宙中的生物将可以通过这条隧道穿梭于彼此的世界, 扰乱原本的时空。 诺曼, 奥斯本并未察觉到其中的问题, 仍然不紧不慢地说道, 这未必不是件好事啊, 比起被分子人直接炸掉整个宇宙。 平行宇宙相互融合, 似乎也不错。 宇宙队长大摇其头, 不, 这问题相当严重。 当我消灭这16个平行宇宙的分子人之后, 多元宇宙隧道将会彻底连接这16个平行宇宙。 如果不能及时关闭这的多元宇宙隧道, 16个平行宇宙将会融合为一。 而根据个体的唯一性, 当16个平行宇宙融合为一之后, 对于生物来说同样残忍, 甚至比直接毁灭它们还残忍。 听到这里, 诺曼, 奥斯本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他的内心做出了决定。 既然他提前知道了这件事情, 那么他就要先下手为强。 只要他们提前把其他宇宙的地球屠杀干净, 那么, 他们所在平行宇宙的地球就可以安然无恙。 至于宇宙队长, 他没有继续给出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这位永恒大神的使者, 似乎没有太过长远的目光, 他只是准备先把各个平行宇宙中的分子人给消灭, 剩下的问题以后再解决。 没有和诺曼, 奥斯本多说, 宇宙队长化作一道肉眼不可见的能量树, 离开了地球, 他一定是赶着去追杀下一个分子人了。 而诺曼, 奥斯本的宇宙则留下了一个类似漩涡的多元宇宙隧道入口。 看到这里, 高飞已经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超越神族创造分子人毁灭多元宇宙, 而永恒大神的使者则追杀分子人保护多元宇宙。 多元宇宙隧道只是宇宙队长在追杀分子人过程中创造的副产品, 这一切都在计划之外。 弄明白这一切, 高飞松开捏住诺曼, 奥斯本脑袋的大手。 此时的诺曼, 奥斯本已经吓傻了, 整个人如一只无脊追动物般瘫软在地上。 神盾局局长佩基, 卡特走过来低声问道, 怎么样, 高飞, 有什么收获吗? 有一些收获吧? 高飞道, 我想我搞清楚了多元宇宙隧道出现的原因。 那么, 我们是否有能力关闭这条隧道呢? 佩基, 卡特问道, 这恐怕有些困难。 高飞直言不讳, 以65号地球超级英雄们的实力, 想要关闭这条多元宇宙隧道实在是天方夜谭, 而高飞刚刚使用无线手套创造了一个婴儿宇宙, 他显然不能频繁使用无线手套再去关闭这些多元宇宙隧道。 更何况, 高飞的无线手套恐怕只能关闭他所在的宇宙的隧道入口, 至于其他平行宇宙的隧道入口, 高飞目前还真的是无能为力。 解铃还虚系灵人, 高飞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先返回自己的宇宙, 再尝试着联系那位穿梭于宇宙之中的永恒使者, 宇宙队长了。 于是, 他暂时与65号地球的新朋友们告别, 在带着托尼, 斯塔克和死士军团返回原本的616宇宙。 重新回到自己的宇宙, 李德已经开始着手对多元宇宙隧道进行研究。 根据他的研究进程显示, 这17个平行宇宙相互融合的情况大概会在27天之后开始, 也就是说, 高飞还有27天的时间来拯救这些平行宇宙。 这个时间对高飞来说不长也不短, 但能否真正在这个时间段内解决目前的问题, 高飞还没有完全地把握。 回到纽约, 高飞在巴克斯特大厦的实验室里和李德碰了面, 他将宇宙队长、分子人以及超越神族的事情转告给了李德。 当得知在多元宇宙之外, 还存在着超越神族这种异次元生物, 并且, 他们动动手指就能创造出一个强大的, 能够达到单体宇宙级别的怪物的时候, 李德的脸上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真是没想到, 当我以为人类在我们的努力下终于在宇宙中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我们现在仍然是一群任人宰割的弱势生物。 别说是我们人类, 就连在我们看来无穷无尽的宇宙, 甚至整个多元宇宙在更高层次的生物眼中都只是一见不起眼的玩物。 李德低声感慨道, 是啊, 高飞点头认可道, 别说是生活在多元宇宙之外的, 神秘的异次元的超越神族, 就连我们这个多元宇宙里的创世神明, 宇宙队长像他们这样的人物我们还没有做到完全了解, 我们的认知还很有限。 李德忽然歪头看向高飞道, 对了, 高飞, 我记得你说过, 你身上永生的诅咒就来自于五大创世神明之一, 不是吗? 的确如此。 高飞承认道, 但我的死亡诅咒来自的是五大创世神明之一的死亡, 并不是与这次事件相关的永恒。 而且根据我和死亡接触的经验来看, 死亡也并没有保护我们的意思。 李德轻轻点头, 随后感慨道, 创世神明啊, 他们可能创造了我们如今赖以生存的多元宇宙, 真是无法想象, 作为创世神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他们究竟是怎样创造了这个多元宇宙? 又是怎样运转它的? 宇宙的诞生初期又是什么样子的? 是否有我们科学揣测的宇宙大爆炸呢? 听到李德对创世神明的向往, 高飞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李德, 也许创造宇宙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神秘, 也许那只是非常不起眼的一件小事。 非常不起眼的一件小事。 这怎么可能? 李德摇头道, 创世神已经是目前人类认知中的最高神明了, 而创造宇宙则是我能想象的权力的极限。 高飞看着李德的双眼, 举起手中的无限手套道, 那么, 李德, 如果我告诉你, 我刚刚创造了一个宇宙呢? 一个新生的, 还处于婴儿时期的, 正在无限膨胀的宇宙。 这可不能。 李德下意识地说道, 但在他说完之后, 他又意识到高飞并没有在骗他。 因为高飞从来不是个喜欢吹嘘的家伙, 他绝不会胡乱吹牛。 在考虑到高飞众神之父的身份, 以及他手上的这副拥有生杀与夺之力的无限手套。 李德的眼睛开始瞪得巨大, 他呆呆地看着高飞问道, 高飞, 我的上帝, 你真的创造了一个宇宙? 是的, 李德, 我真的创造了一个宇宙, 只不过并不是一个多元宇宙, 而是个小型的口袋宇宙。 高飞平静地说, 随后邀请道, 那么, 李德, 你现在, 想去这个出生的宇宙中看看吗? 当然, 当然。 李德迫不及待地说道, 能够与高飞一起进入一个出生的宇宙, 体验一把当创世神的感觉, 尽管李德明知道, 这个宇宙并非是他创造, 他只是沾了高飞的光, 但是, 能够与高飞共同经历这一切, 也已经是非常难得的经历了。 高飞点点头, 那好吧, 李德, 我现在就带你去口袋宇宙中看看, 但你的体质, 未必能够在这出生的宇宙中存活太久, 所以, 我们不能太长时间逗留。 我明白, 高飞, 李德道, 不需要逗留太久, 我只要能去看看就足够了。 当李德说完, 高飞便静止带着李德进入了新生的宇宙, 空间变换, 他们通过空间宝石的作用进入了这里。 高飞用阿斯加德神力给李德打造出了一个简单的防护罩, 在这防护罩里有类似地球的空气, 温度和气压, 并且能够抵抗新生宇宙中大部分的辐射。 此时的宇宙仍然还在膨胀, 无尽深邃的宇宙中充满了躁动的能量, 而最开始形成的数以亿计的微观粒子开始自由地组合、 凝结, 它们聚集在一起, 在强烈的碰撞和巨大的热量催化下开始发生聚变反应, 在聚变的过程中又产生新的、更强大的热量。 它们从微观颗粒变成了更大的物质, 它们形成了气体。 高飞和李德从遥远的宇宙一角看去, 这些刚刚形成的气体像是黑暗宇宙之中彩色的云朵, 它们有的放射出湛蓝色的光芒, 有的则呈现出粉色、紫色和红色, 整个宇宙像是一张硕大黑色的幕布, 而这些气体在这张幕布上自由地涂鸦。 很快, 李德周围的气体便宣告耗尽, 而高飞则带着李德离开了这个口袋宇宙, 返回了它们所在的宇宙。 真的是太壮观了。 李德震惊地说, 高飞, 你成为了创世神, 你现在已经是一位创世神了。 我想是的。 高飞点头道, 但这给了我更大的压力。 毕竟当前宇宙的多元宇宙隧道我还没有关闭, 而在多元宇宙之外, 还有强大的超越神族的威胁, 他们企图毁灭我们的多元宇宙, 他们轻而易举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宇宙级别的强者。 在这些问题面前, 我很难分心去孕育一个新宇宙。 李德则别出心裁地说道, 但是高飞, 我想你的婴儿宇宙未必就是一种负担, 它可以成为你的一个避主, 它可以向你提供无穷无尽的力量。 高飞挑了挑眉, 这话怎么讲? 李德道, 高飞, 你不是说过, 你可以通过别人的崇拜和信仰而吸收能力吗? 这也正是阿斯加德神力的来源, 目前你的信仰之力来源于阿斯加德, 来源于九界, 但九界的生灵已经足够让你成为众神之父了。 如果你的婴儿宇宙可以无限扩张, 可以孕育出智慧文明, 而他们一旦将你当作创世神来膜拜, 你将会收获一整个宇宙的信仰, 这将给你带来宇宙级别的能量。 李德的建议为高飞打开了新的思路, 新的宇宙的确是他的大耗能量来源, 根据他目前获取能量的方式, 无论是超级英雄系统还是阿斯加德的古老咒语, 只要有智慧生命为他贡献信仰之力, 那么他的实力就可以无限变强。 此时的婴儿宇宙在无限手套和哨兵爆炸的叠加之下, 至少能够形成一个小规模的单体宇宙, 但如果这个单体宇宙中孕育出智慧文明, 这些智慧文明再将信仰之力提供给高飞, 那么也足够把高飞的能力从天赋级提升到单体宇宙级了。 而如果高飞找到方法再次扩大他的婴儿宇宙的话, 比如将这个婴儿宇宙扩大成超大型单体宇宙, 或者直接扩展成多元宇宙, 那么他极有可能一跃成为超大宇宙级, 甚至多元宇宙级强者。 到时候,高飞非但能够比肩五大创世神明, 甚至还有机会超越他们。 那么将来, 在面对一次元的超越神族的时候, 高飞就有可能成为击败他们的关键。 想到这里, 高飞轻轻按住了李德的肩膀。 你的想法没错, 李德, 这是个好办法。 我想我是时候研究一下怎么孕育这个神奇的宇宙了, 是时候在其中催生出智慧生命了。 是的, 高飞。 李德道, 也许在宇宙之中, 你能够找到解决眼下问题的方法。 与李德的交谈让高飞受益匪浅。 他离开巴克斯特大厦之后, 返回了曼哈顿的临时住宅。 夜晚的曼哈顿也热闹非凡, 公寓酒店楼下随处可见往来的车辆的行人。 高飞沿着电梯上楼, 他的守护者海姆达尔正站在走廊上等待着他。 欢迎回来, 众神之父。 海姆达尔手持长剑, 对高飞恭敬行礼, 事情办得可还顺利。 一切顺利。 高飞轻轻点头, 随后问道, 这里有什么情况吗? 并没有, 风平浪静。 海姆达尔说道, 高飞点了点头, 吩咐道, 转身返回了房间。 而高飞则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但当他打开房门的一刻, 他就看见自己的客厅里坐着两个陌生人。 这两个陌生人一男一女, 男的五十多岁, 头发花白, 打扮得像是个老绅士。 女的则二十岁出头, 年轻靓丽, 衣着暴露, 无论是发型还是纹身都颇有些走在时尚尖端的意思。 看到这两个不速之刻, 高飞微微一正, 他们居然逃过了海姆达尔之眼。 毕竟海姆达尔刚才在楼道里告诉高飞, 这里风平浪静, 无事发生。 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高飞的房间里来了两名不速之客。 而他们不仅骗过了海姆达尔, 高飞也被他们糊弄了以高飞目前天赋级的能力, 能躲过他敏锐感官的绝非等闲之辈。 这两个人恐怕已经远超天赋级水准, 所以才能让高飞无法感知。 二位是高飞礼貌问道, 漂亮女士笑而不语, 老绅士则起身相迎。 你终于回来了, 高飞, 我们等你很久了。 说到这里, 高飞只觉得周围的空间变幻, 整个客厅彻底消失不见, 周围变成了一片无尽的黑暗空间, 有燃烧的恒星, 漂泊的星云呼啸而过, 有万千星河旋转不停。 而眼前的那位老绅士也变了样子, 变成了虚无的, 若隐若现的, 像是鬼魂一样的白色人形。 但很快, 老绅士就变回了原本的样子, 周围的空间也变回了原本的客厅。 这时, 老绅士继续说道, 你所看到的并非现实, 只是我幻化出来的一个形象, 我的本体也并不在这里, 我只是需要和你交流一番。 旁边的女人则笑着说道, 不过, 你应该不是第一次和我们打交道了, 高飞, 你曾经见过我们之中最危险的那个家伙, 死亡。 你还收养了我们里最不中用的家伙的子嗣。 听到这里, 高飞大概猜到面前这两个人的身份了。 这时, 老绅士微笑看向高飞, 请问你还需要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高飞笑了笑, 对老绅士点头致意道, 您我想我已经猜到了, 尊敬的永恒, 但是这位优雅的女士是, 漂亮女人呵呵一笑, 我是无限。 第750章 五大创世神明 高飞原本以为他最有可能见到的, 应该是宇宙队长永恒在多元宇宙的使者和代言人, 但没想到, 身为五大创世神明之一的永恒, 会亲自来这里与他碰面。 相随而来的, 还有另外一位创世神明, 无限。 这让高飞有些受宠若惊的意思, 同时被两位创世神明拜访, 这可不是个简单的成就。 不过高飞心中明白, 客厅里的这两个人并非是永恒和无限的本体, 这两个人只是这两位大神的某种意识投影, 是这两位大神与他交流的方式。 即便如此, 这也丝毫不会降低这场会晤的重要性。 高飞看着这两位创世神, 微笑着问道, 能被两位拜访是我的荣幸, 不过请允许我冒昧地问上一句, 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永恒会来找我。 八成是因为多元宇宙隧道的事情, 但是至于无限。 无限的意识幻化而成的漂亮女人笑了笑, 说道, 所以你猜不到我为什么来找你吗? 高飞? 高飞怂怂肩, 我的脑海里的确有一些猜测, 但猜测始终都是猜测。 无限用一双深邃且美艳的毛子盯着高飞, 哭笑不得地说道, 拜托, 地球人, 你已经创造出了一个婴儿宇宙, 并且还抓了一个拥有百万恒星之力的人扔进去, 让他爆炸激活了这个宇宙。 你鉴悦成为了创始者, 这么严重的问题, 难道我还不该来找你吗? 听到这里, 高飞恍然大悟。 原来是因为这个。 但是我首先要说明一点, 并非是我故意把那个拥有百万恒星之力的家伙, 扔进我的宇宙里, 利用他激活我的婴儿宇宙, 事实刚好与你的说法相反, 是我为了防止那个拥有百万恒星之力的家伙, 爆炸破坏65号地球, 这才创造了一个宇宙, 再把它扔进宇宙中处理掉高飞道。 无限耸了耸肩, 我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 但是你毕竟做了你不该做的事情。 高飞, 你目前只有天赋级的能力, 就算在佩戴无限手套的情况下, 你的战斗力也不过单体宇宙级, 但你却强行创造了一个宇宙, 充当造物主的角色, 这很不明智。 面对无限的指责, 高飞只能坦率地说道, 不管明不明智, 创造一个宇宙, 是我当时能想到的最好的解决办法。 至于你所说的剑远, 我想, 既然我有能力创造宇宙, 并且成功创造出了这个宇宙, 那就说明我没有剑远, 也没什么该不该做的。 大胆! 无限愤怒的柳梅倒树, 他朝着高飞走来, 同时高飞只觉得周围的空间无限塌陷, 他仿佛被一个巨大的漩涡给吸了进去。 同时无限大声说道, 你是在藐视创世神的尊严? 你是在挑衅创世神的权威? 在无限的压迫之下, 高飞仍然不卑不亢。 是我藐视了创世神的尊严吗? 是我挑衅了创世神的权威吗? 还是因为我创造了宇宙, 达到了和你们这些创世神一样的成就, 所以让你们感受到了威胁, 甚至从心底产生了恐惧。 你们惧怕在我无限的进化中, 你们的位置会被我取代, 你们惧怕心神取代救神, 权力终将更迭。 听到这里, 原本正在对高飞施压的无限非但没有继续恼怒, 反而突然笑了起来, 尽管他现在幻化出来的是一个人类的形体, 但他显然并不具备正常人类的情绪逻辑, 至少从他目前表现出来的情况看是这样的。 哈哈, 你果然是个有意思的人类, 正如死亡所说的那样。 无限巧笑道, 他后撤一步, 将高飞从无尽的深渊之中拉回, 而永恒幻化而成的老绅士也走了过来, 点头道, 你是个独特的地球人, 在处理65号地球的事情上也做得很出色。 高飞有些困惑, 有些茫然地抬头看着这两位创世神, 好奇问道,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永恒笑了笑, 当然是为了多元宇宙隧道的事情而来。 我想, 这件事情你已经彻底搞清楚了。 是的。 高飞道, 异次元的生物超越神族企图毁灭我们的宇宙, 它们安插火体炸弹分子人到每一个平行宇宙。 你的使者宇宙队长前往这些平行宇宙去消灭分子人, 但分子人爆炸之后却打开了多元宇宙隧道。 的确如此。 永恒点头道, 宇宙队长的处理方法略显草率, 尽管消灭了分子人, 但也打开了多元宇宙隧道, 这实在不是什么上上之策。 高飞则问道, 那么你作为多元宇宙的创世神, 应该有能力关闭这条多元宇宙隧道吧? 当然。 永恒点头道, 但多元宇宙隧道对平行宇宙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就算我关闭了多元宇宙隧道, 各个平行宇宙的伤害都已经形成不可逆转。 比如呢? 高飞并不是太明白永恒的解释, 好奇问道。 永恒道, 平行宇宙之所以叫做平行宇宙, 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交集, 互不干扰,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可能性, 但是多元宇宙隧道的出现, 让相互独立的平行宇宙, 直接产生了交集, 破坏了原本两个独立宇宙的发展。 就算我之后关闭了这条隧道, 但交集已经形成。 高飞, 你该知道, 这宇宙中还有很多意识体不受时间的束缚, 如果他们愿意, 他们可以回溯到隧道没有被关闭的时候, 穿梭于各个平行宇宙之中。 而且在交集形成之后, 这些平行宇宙也再也不是平行宇宙, 而变成一个混乱的时空, 只不过它们不会迅速融合, 导致彼此毁灭罢了。 高飞文言点头, 大略明白了永恒的意思。 这些平行宇宙就像是一张白纸, 多元宇宙隧道就相当于是一双不断揉搓白纸的大手, 在大手的揉搓下, 白纸最终一定会不堪揉搓而断裂, 关闭多元宇宙隧道就相当于阻止这双不断揉搓的大手, 从而阻止白纸断裂, 但在隧道关闭之后, 白纸上已有的折痕仍然存在, 是无法复原的。 大概其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再怎么说, 也能避免17个多元宇宙融合为一, 毁灭其中16个宇宙的生命体。 高飞乐观地说, 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的确是这样的。 永恒认可了高飞的看法。 而高飞继续问道, 那么其他的平行宇宙呢? 超越神族除了在之前的16个平行宇宙中安插分子人之外, 有没有对其他平行宇宙动手? 当然有。 永恒道, 超越神族一共在20个平行宇宙安插了分子人, 其中16个分子人已经被宇宙队长消灭掉了。 但是直到他消灭了16个分子人之后, 他才意识到这样的行为对多元宇宙造成了损坏, 所以紧急停止了这样的行为, 因此现在还剩下4个平行宇宙的分子人没有被处理。 而好在超越神族目前对我们的多元宇宙还处于一种试探的阶段, 他们并没有大规模地对我们的宇宙发起进攻, 安插分子人也只是先小范围的投放, 因此事态还没有变得无法控制。 无限紧跟着补充道, 没错, 超越神族虽然已经表露出了毁灭我们这个多元宇宙的目标, 但他们并没有轻易行动, 他们现在对我们还处于试探阶段, 他们在窥探我们的能力究竟在哪里? 通过我们处理分子人的速度和方式, 他们就可以大略知晓我们目前的能力。 而其实这件事情反过来也成立, 我们通过他们投放分子人的手段, 也大概能够摸清楚他们的实力。 听到这里, 高飞问道, 那么他们的实力究竟如何呢? 超越神族的战斗力到底有多强呢? 你们作为多元宇宙的五大创世神, 至少在他们面前有一战之力吧? 毕竟, 你们已经是这个多元宇宙最强大的保护者了。 然而, 永恒和无限都没有马上回答高飞这个问题, 显然这个问题他们回答起来并不轻松。 过了一会儿, 永恒才比较坦率地说道, 高飞, 我不想让你丧失希望, 但我只能告诉你, 我们很庆幸目前超越神族对我们的多元宇宙 只是处于一种试探的阶段。 一旦他们对我们的多元宇宙发起总攻击, 我们的文明很可能会从此消亡。 高飞沉默已对, 尽管他之前就听说过超越神族的强大, 但是略有耳闻是一回事, 亲口认证又是另一回事。 那么,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有机会不管是在现在还是未来战胜超越神族吗? 高飞询问道, 我只能说有这个可能, 因为我们的宇宙有着无限的可能。 永恒说道, 特别是你刚刚创造出来的宇宙, 它孕育着更多的可能性。 无限也点头认可道, 没错, 高飞, 也许战胜超越神族的关键就在你的新宇宙中呢? 别忘了, 你现在也是创世神了, 你和我们从本质上来看是一样的。 我? 高飞连忙摇头, 我和你们可不一样, 我才刚刚创造了一个宇宙, 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永恒笑着说道, 时间在我们面前已经失去了意义, 我们无不觉得眼前这个灿烂的多元宇宙是我们刚刚创造的一样。 无限也点头道, 没错, 开端的宇宙大爆炸仿佛就发生在瞬间之前, 我好像刚刚创造了这个多元宇宙。 这时, 永恒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高飞, 如果你接受, 我和无限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当然, 我们在帮助你的过程中, 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 嗯? 高飞好奇问道, 怎么帮助? 永恒道, 现在平行宇宙中, 还有四个分子人没有被解决。 如果宇宙队长用之前的方式将其击杀, 那么, 他的死仍然会破坏平行宇宙, 甚至炸出新的多元宇宙隧道。 没等永恒说完, 高飞就猜到了他的意思。 你是打算用我处理哨兵的方法, 处理分子人, 把这四个分子人扔到我的婴儿宇宙中, 让他们爆炸。 高飞问道, 没错, 永恒笑了笑, 你的婴儿宇宙还处于膨胀初期, 这个阶段的宇宙延展性较好, 能够承受强大的能量, 而不会产生虫动和时空隧道。 另外, 分子人本身的能量也可以帮助你, 拓宽你的婴儿宇宙。 一个哨兵的能量, 最多只能把你的宇宙变为口袋宇宙, 但再加上四个分子人, 你的宇宙将会成为超越你当前所在616宇宙的超大型宇宙。 高飞听完永恒的叙述, 认真地考虑了一下他的建议。 让自己的婴儿宇宙吞下四个分子人, 既可以处理现在多元宇宙的巨大危机, 也能为自己的婴儿宇宙吸收能量, 为未来打下好的基础, 这可谓是一举两得。 毕竟分子人在婴儿宇宙爆炸之后, 他所产生的能量是要被婴儿宇宙同化吸收的。 因此, 高飞很快就答应了永恒的提议, 点头道, 我不知道该怎么拒绝您的提议, 这的确是个非常好的处理办法。 永恒笑了笑, 是的, 那么我今天晚上就会把其他四名分子人带到616宇宙, 再遣送到你的婴儿宇宙去引爆。 好的, 高飞答应道, 我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永恒笑着说, 说完他起身与无限一同告辞, 而就在两人屁股离开沙发的瞬间, 高飞周围的空间迅速按了下来,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客厅一直都没有开灯, 他刚才走进来的实际上是一间一片漆黑的房间。 谈话过程中, 灯火通明的公寓只是永恒和无限构造出来的假象, 一切都是不存在的。 高飞笑了笑, 没有过度纠结于创世大神的这些小伎俩, 他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等着让自己的婴儿宇宙吞噬四个分子人了, 四个分子人的能量足够让高飞的宇宙脱胎换骨。 深夜的晚些时候, 永恒按照约定把另外四个平行宇宙的分子人带到了高飞这里, 此时这些分子人已经被突然获得的强大异能摧毁了心智, 他们已经迷失了自己。 其实, 他们原本早就应该死了, 死在那场被超越神族操纵的爆炸之中, 而现在从爆炸中幸存的只是超越神族亲手制作的人形炸弹, 仅此而已。 出于这一点, 永恒并未对他们展示出无谓的怜悯, 又或者对于一名创世神来说, 怜悯本身就是不存在的情绪。 他简洁有效地把四个分子人扔到了高飞创造的婴儿宇宙之中, 再激活他们体内的能量让他们提前爆炸。 完成这一切之后, 永恒指着婴儿宇宙深邃的黑暗, 以及一波又一波沿着宇宙扩散的轨迹蔓延出去的能量, 转身对高飞道, 接下来这里就全都是你的了, 新的创世神。 说完这句话, 甚至没等到高飞和他打声招呼, 永恒便直接消失在了婴儿宇宙之中, 毫无踪迹地消失了。 于是, 整个浩荡的婴儿宇宙中就只剩下高飞一个人, 他宛若孤魂野鬼般飘浮在漆黑的太空里。 四个分子人的爆炸显然给这个新生的宇宙带来了更多的能量, 这能量远比哨兵所蕴含的要多得多。 高飞看着眼前的无尽空间, 心里询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作为一名创世神, 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神说, 要有光。 高飞心中调侃道, 但实际上宇宙已经有了光, 哨兵和分子人的爆炸照亮了这漆黑的宇宙, 光明从一开始就存在。 该死, 早知道应该问问永恒和无限, 究竟怎样从零开始当一名创世神? 高飞心中责备自己。 但转念一想, 高飞又觉得自己不该太寻规蹈矩。 我是一名新的创世神, 与漫威宇宙五大创世神截然不同的存在。 如果我应寻守旧, 按照他们的方式去创造世界, 那么又怎么可能突破他们, 从而战胜超越神族呢? 这一想法很快就说服了高飞, 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图创造世界, 但是现在的宇宙如一个炽热的蘑菇云, 想在其中大展拳脚可没那么容易。 我得让他先冷却下来。 高飞心道, 而让一个正在膨胀的宇宙冷却下来, 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时间。 掌控时间是我目前的第一要务。 想到这里, 高飞举起右手, 用时间宝石修改了婴儿宇宙的时间流速。 在他修改时间流速之前, 婴儿宇宙的时间与现实世界的时间流速是一比一的, 但这显然不行, 因为从宇宙爆炸到地球上的生命形成之间隔了一百多一年, 新生宇宙中出现生命体的进度想必也不会快上太多, 高飞可没有时间耗下去。 所以, 他必须加快婴儿宇宙的时间流动, 让宇宙快速冷却下来。 无限手套创造了这个宇宙, 自然也能掌控这个宇宙, 六颗无限宝石像是这个新生宇宙的操作按钮, 控制着它的一切变化。 在时间加速的情况下, 宇宙的膨胀进程终于加快。 能量凝聚而成的微观颗粒在躁动的撞击下形成了气体, 数以亿计的气体威力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庞大的云团。 接下来, 温度继续下降, 一些微观粒子形成了其他物质。 这些物质再聚合在一起演变成了尘埃云。 接下来, 在宇宙膨胀的过程中, 尘埃云与云团结合在一起, 巨大的体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引力场。 它们旋转, 跳跃, 相互柔和, 在自己的引力场内持续作用。 紧接着, 这一团物质内部的密度变得无限大, 物质聚变释放出大量的热量, 云团和尘埃云开始收缩崩塌, 而内部的密度继续扩大, 聚变反应更加剧烈。 它们变成了一团炽热的火球, 能量和辐射源源不断地从中释放。 高飞在宇宙的角落向这团物质看去, 看到的仿佛是一只熊熊燃烧着的眼睛。 这一刻, 高飞激动万分, 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熟悉的天体, 那与高飞从小仰望的炽热太阳相同的天体, 就是人类所说的恒星。 婴儿宇宙的第一颗恒星, 诞生了。 这颗出生的恒星, 在高飞的见证之下, 诞生了。 好漂亮的星球, 它将为婴儿宇宙开启一个崭新的纪元。 高飞喃喃道, 同时心中开始琢磨着, 是不是该为这颗恒星起一个名字呢? 这熊熊燃烧的大火球, 应该有个名字才对。 我该怎么称呼它呢? 它是宇宙的初始, 是一切的开端。 它见证了这个宇宙从无到有, 迸发出第一束光光线, 照亮了黑暗。 我想地球上的词汇, 简直无法描绘它的壮力和意义。 我只能用一个数字来为它命名。 就叫Taline, Zero, 吧, 象征着它是这婴儿宇宙的最初星球。 高飞低声说道, 而就在他思索的这片刻之中, 婴儿宇宙再次发生了变化。 在浩荡的宇宙之中, 还有无数团星云聚集在一起, 如同灵一样形成恒星。 它们形成恒星的方式大多是相同的, 但恒星最终的形态却各有千秋。 转瞬之后, 婴儿宇宙中已经出现了成千上万颗恒星, 它们闪烁着的光芒将这片宇宙点缀得不再单调。 高飞施展神力, 让自己在这片逐渐亮起来的宇宙中飞驰, 它以超光速行径, 目光扫过一片片崭新的星河。 在分子人爆炸的作用之下, 这片宇宙膨胀的速度变得更快了。 高飞风驰电撤了很久, 这才贯穿整个宇宙回到了它最开始的位置。 尽管此时的宇宙中, 已经有了上一颗与灵相同的恒星, 其中大多数都远比灵要明亮, 要耀眼, 但高飞始终最终意着开始的这颗。 只有这颗星星诞生的时候, 最打动高飞的内心。 当高飞回到灵的身边的时候, 他惊喜地发现, 灵的身边已经有了行星的影子, 一些飘荡在宇宙中的, 没有机会凝聚成为恒星的尘埃, 逐渐冷却, 变成了固体物质。 在它们经过灵的时候, 被恒星的引力所捕捉, 逐渐在它的周围停留了下来。 在引力和宇宙爆炸提供的 出速度的共同作用下, 这些尘埃围绕着恒星旋转,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样的尘埃越来越多。 它们逐渐凝聚在了一起, 在恒星引力的作用下聚合了起来, 最后, 它们终于彻底融为一体, 形成了一颗崭新的星球。 它远没有恒星那么活跃, 它表面和核心的温度 都要比恒星低得多, 同时, 它的体积更小, 也无法像恒星那样 发射出璀璨的光芒。 但高飞知道, 它有着比恒星更重要的意义, 只有在这样的天体之上 才会有生命诞生。 我想我很快, 就可以创造世界和文明了。 看着铃声旁俘获的一颗又一颗行星, 高飞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他把剩下的时间交给宇宙本身, 自己则从婴儿宇宙中退了出来, 为了方便下次进入, 他直接在自己的书房里 留下了一个婴儿宇宙的入口, 那是一扇闪烁着蓝色光芒的浮空小门, 就在他写字台的上方。 我得去查查天体和地质方面的知识才行。 高飞心里琢磨着, 起身往电脑的方向走去。 第751章 高飞开始创造世界 当高飞阅读完相关著作, 重新回到书房, 在通过桌子上的蓝色浮空小门 回到婴儿宇宙的时候, 对于这个宇宙, 时间已经过去了亿万年。 原本如一颗大火球一样滚烫的行星 早已经冷却了下来, 表面上附着了大气层, 陆地上甚至呈现出了液态水。 而在恒星灵的周围, 同样的行星数量变成了五颗。 它现在已经是一颗被五颗行星围绕着的, 成熟的恒星了。 它形成了自己的星系, 高飞给它们取名叫做灵星系。 我想我得去看看这个崭新的事件。 高飞做出决定, 快速朝着灵星系中一颗发育的最完整的行星 飞驰而去。 这颗行星是距离零第三境的行星。 高飞之所以选择这颗行星降落, 是因为它与灵星的距离远近适中, 运行的规矩也比较合理。 在这样的距离下, 它表面的温度不会过热也不会过冷。 它在围着灵星公转的时候, 与灵星的距离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偏移。 如果高飞准备孕育生命, 那么这颗星球显然最适合孕育生命。 穿过稠密的大气层, 高飞像是一颗陨石与空气摩擦燃烧起炽热的火焰。 在降落的过程中, 高飞察觉出这里的空气成分与地球相差较大。 氢气的含量较高, 也有大量的氧气。 这让这颗星球变得不那么安全, 很容易发生燃烧和爆炸。 不过这些问题暂时还难不倒高飞。 它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 它很快便降落在这颗星球的表面。 此时星球的地面上满都是岩石和金属。 高飞沿着大陆一路急迟, 寻找孕育生命的温床。 坚硬的岩石和锐利的金属, 可无法培养出灵性的生物。 它需要的不是陆地, 而是海洋。 很快它就找到了海洋。 正如它在外太空俯看这颗星球的时候看到的一样, 这里的海洋有着庞大的面积, 室宜的温度, 海洋中有着丰富的元素, 十分适合生物的诞生。 是时候给它们提供些帮助了高飞低声道。 目前的科学推断, 生命的诞生是一件非常小概率的事件, 在无限广播的宇宙之中, 只有在极其巧合的条件下才会诞生生命。 如今, 高飞还等着汲取这个宇宙生命体的信仰来强化自己, 来抵御来自异次元的超越神族。 它当然没时间等待这些小概率的事件发生, 等待这些星球上自己净化出生命体来。 高飞把目光看向海洋, 看向苍茫大海中的微观世界。 这个宇宙都是由高飞创造出来的, 所以, 它能够轻而易举地掌控这个宇宙中的物质。 它睁大眼睛, 海洋中的微观粒子就呈现在了它的眼前。 而它心念一动, 这些微观粒子就在它的示意下开始重新排布。 现在只有无极小分子吗? 我需要有极小分子, 给我有机物。 高飞陈生命令, 海洋中的无机物开始解体, 有机物逐渐形成, 碳氢氧氧氮重新排布, 丹糖、 氨基酸等开始出现。 继续, 融合成生物大分子。 高飞的意识继续操纵, 有机小分子朝着生物大分子的方向迈进, 丹糖变成了多糖。 氨基酸形成了蛋白质海洋中的微观世界, 开始变得丰富, 生命的大门被彻底打开。 很好。 高飞轻轻点头, 继续催化生物的运转。 这些生物大分子在海洋的环境中自由组合, 自由变异。 直到有一天, 他们开始产生了自主的新陈代谢, 并且有了繁殖的迹象。 这时的他们看起来仍然微不足道, 大概也只能算是细菌, 但高飞却明白, 此时的他们已经是这颗星球上最原始的生命梯了。 直到这一刻, 高飞才心满意足地离开这里, 返回自己的宇宙, 现实世界中已经是白天了, 是时候, 去把多元宇宙隧道问题解决的好消息告诉李德和托尼了。 离开婴儿宇宙, 高飞起身走向窗外, 拉开遮挡着硕大落地窗的窗帘, 窗外纽约明媚的阳光倾泻而入。 高飞隔着落地窗向远处眺望, 位于布鲁克林上空的那个硕大的漩涡已经消失不见了。 看来永恒大神完成了他的承诺, 关闭了这些多元宇宙隧道。 不仅仅是分子人爆炸炸出来的那些隧道被永恒关闭, 就连他用无线手套打出来的隧道也成功关闭了。 高飞笑了笑, 便打算去拜访托尼、斯塔克。 回头, 看向桌子上的手机, 他发现托尼已经给他打来了十多个位阶来电。 这家伙, 还真是够沉不住气。 高飞轻轻一笑, 把电话打了回去。 高飞, 布鲁克林上空的漩涡消失了。 是你干的吗? 你找到了关闭多元宇宙隧道的方法了。 托尼, 斯塔克的声音在电话刚接通的时候就传了过来。 而在他询问完毕之后, 他还没忘了抱怨一句, 你居然不接我的电话, 你现在不是不用睡觉的吗? 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想这些问题在电话里说不清。 高飞笑着说道, 咱们碰个面吧, 叫上李德, 还有奇异博士。 哦, 好吧。 有什么事情不能咱俩悄悄说吗? 非得叫上那两个啰里巴索的家伙, 托尼, 斯塔克不满道, 但还是按照高飞的意思召开了光照会的内部会议。 会议的地点在斯塔克大厦, 这还是光照会第一次大白天开会。 奇异博士似乎昨天晚上在研究神秘学著作, 来到会场的他一脸疲倦, 一双黑眼圈异常浓重, 简直像是刚被人揍过一样。 李德的精神状态倒是非常好, 可能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日夜无休的工作。 而由于开会的场所在托尼的办公室, 所以一直喜欢迟到的托尼, 这次破天荒头一次没有迟到。 好了, 我们都到齐了, 高飞, 有什么事情就赶紧告诉我们吧。 坐在上手位置上的托尼, 斯塔克迫不及待地催促道, 布鲁克林上空的漩涡到底是怎么消失的? 的确, 我也对这一点很感兴趣。 李德道, 高飞, 是你使用无限手套关闭它的吗? 高飞轻轻摇头道, 实际上并不是关闭多元宇宙隧道的另有其人。 昨天晚上在我返回公寓的时候, 我见到了两个人。 是那个宇宙队长吗? 创世神明永恒的使者。 李德询问道, 奇异博士也眯起了眼睛。 宇宙队长终于来我们这个宇宙了。 高飞再次摇头, 不, 来找我的并不是宇宙队长, 而是创世神永恒本人。 除了永恒之外, 另外一个创世神无限也来了。 什么? 托尼马上不淡定了, 五大创世神里的两个人亲自来拜访你了。 高飞啊高飞, 你可真有面子。 高飞哈哈一笑, 其实也不是他们亲自拜访, 来找我的是他们的意识, 他们的本体当然没有来到这里。 另外, 这和我又没有面子也没有关系, 他们是来处理多元宇宙隧道的事情的。 听了这话, 李德松了口气, 太好了, 创世神明亲自动手解决问题, 我想有他们出手, 多元宇宙隧道的问题肯定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吧。 是的, 永恒亲自动手关闭多元宇宙隧道, 这个问题不需要我们再担心了。 高飞道, 但敏锐的奇异博士察觉到其中的不对劲, 好奇问道, 可是高飞, 如果永恒大神自己就有能力关闭多元宇宙隧道的话, 那么, 五大创世神中的无限, 为什么要和他一起来呢? 作为创世神明, 无限应该没有闲工夫陪着另外一名创世神闲逛吧。 这是不是说明无限找你有另外的事情要谈呢? 高飞发现自己无法瞒过狡猾的奇异博士, 只好笑着点头道, 的确如此, 斯特兰奇, 无限找我有另外的事情。 说到这里, 李德大概已经猜到了, 但在高飞揭露真相之前, 李德并没有主动剧透。 托尼, 斯塔克则好奇地问道, 高飞, 你还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 高飞道, 这的确是秘密, 但我却没有瞒着你们的意思。 托尼, 斯蒂芬, 这件事情李德已经知道了, 我原本打算等有机会的时候再转告给你们, 现在刚好就是个好机会。 说到这里, 高飞清了清嗓子, 严肃地说, 我创造了一个宇宙。 什么? 托尼的眼睛都瞪大了。 创造了什么? 就连淡定的斯特兰奇都惊得从自己的椅子上飘浮了起来。 高飞深吸一口气, 继续说道, 我创造了一个宇宙, 利用无限手套, 哨兵, 分子人, 创造了一个超大级别宇宙。 目前这个宇宙还处于出生阶段, 一切都还没有发展起来, 但是当这个宇宙发展起来之后, 它将会成为我力量的源泉。 托尼, 斯塔克挠着脑袋道, 哦, 高飞, 我觉得, 你这是在故意和我较劲, 我打造了一艘宇宙战舰, 你觉得不甘心, 一定要压我一头, 所以, 你干脆打造了一个宇宙, 对不对? 高飞哈哈一笑, 说得没错, 托尼, 这就是我创造宇宙的意义。 斯特兰奇则担忧地说, 可是高飞, 你能保证这个宇宙不会失控吗? 我是说, 这个宇宙的发展潜力是无限的, 如果最后它发展到无限庞大, 其中的文明不断升级, 进化, 你能确保它一直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 高飞道,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斯特兰奇, 我的确可以控制这个宇宙。 别忘了, 我获取能量的方式, 是汲取文明生物的信仰和崇拜, 而我可以获得我创造的宇宙中所有生命的崇拜, 因此, 生存在这个宇宙中的生物越强大, 它们为我提供的信仰也就越多。 而我就会变得更强, 只要能保证这一点, 我就会永远比其中的生物更强大。 所以, 作为这个宇宙的创世神和造物主, 你将永远掌握着比其中的生灵更强大的力量, 是这样的吧? 斯特兰奇问道, 是这样的。 高飞点头道, 可是斯特兰奇并没有完全放心, 可是若大宇宙万千生灵, 既然有人信仰神, 就有人会拒绝贡献信仰。 那么, 你岂不就会危险了? 听到这个问题, 高飞常常呼出一口气。 如果那一天来临的话, 我想我就该插手干预这些灭世神明的种族了吧。 开完光照会的会议之后, 返回家中, 时间已经过去了五个小时。 而现实世界中的五个小时, 在婴儿宇宙中已经是几亿年的时间了。 不知道灵星系上的那颗行星情况怎么样了, 是否有新的物种诞生, 高飞琢磨到, 随后穿过书桌上的浮空门进入了婴儿宇宙。 从太空向灵星系中眺望, 围绕着灵星运行的五颗行星, 每一颗都有不同特点。 其中排列在第三位的行星, 因为表面被液态水所覆盖, 从远处看起来就像是一颗蓝色的水晶球一样。 这时, 高飞才想到自己还未给这颗行星命名, 总是把它称作灵星系中的第三号行星, 仿佛有些不妥。 而看着它占蓝色的样子, 高飞微笑道, 不妨就管它叫做蓝星, 不, 吧。 攥紧拳头, 高飞利用空间宝石直接降落在了蓝星之中, 这时他才发现蓝星表面的温度大幅上升, 而这导致两极冰川融化, 让整个蓝星的海平面上升了。 纵观整颗星球, 此时, 除了东半部分有一座高原耸立在海水之外, 整个星球都被蔚蓝的液态水所覆盖, 也难怪从太空看去蓝星是一颗湛蓝的行星, 因为它的表面已经几乎全部是水了。 高飞俯瞰海面, 随后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生物, 它们看上去密密麻麻地覆盖着海面, 呈现出绿色、蓝色的鲜亮颜色。 蓝藻, 最原始的一种原核生物, 它们能够通过光合作用为水环境提供大量的氧气, 也正是因为这种生物的出现, 才造成了地球上史前物种的大爆发。 既然有了蓝藻, 那么是不是说明这个海洋里已经布满了生物? 高飞拨开海面上的蓝藻, 潜入水中, 此时的海洋清澈透明, 能见度在数百米之上。 四下望去, 高飞的确看到了不少动态的身影, 在湛蓝色的海底已经有不少生物开始活动, 它们大多数都还只是简单的软体动物和军类。 高飞游动身体, 向着大海深处遨游, 这时他看到一道庞大的阴影在海底游过, 一路上搅动暗流引起了高飞的注意。 这个阶段的海洋里居然还有这种大块头? 高飞心念一动, 朝着海底游去, 他后发先制, 很快就追上了这个在海底游荡的大家伙。 问! 大家伙原本在贴着海底的沙石慢慢向前滑行, 感知到高飞的到来之后猛地转过身来。 他的躯体胸腔内发出一阵低沉的轰鸣声, 这轰鸣声震得周围的泥沙在海中扬起。 高飞眯着眼睛打亮他, 发现他长得像是一只大号的皮皮虾, 他的躯体至少有十五米长, 两只眼睛像是两个巨大的探照灯。 而他最令人惊惧的, 应该是他高高举起的两个凹钳。 这两个凹钳每一个都有五米长, 相当于他身体的三分之一。 熬钳上骨质的尖刺虽然不甚锋利, 但却坚硬异常。 他似乎是个暴躁的家伙, 见到高飞之后便咆哮着企图发起进攻。 问! 胸腔中再次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声波震得周围的水流变得湍急起来。 他也许根本没有把高飞看在眼里, 毕竟高飞的体型不过是他的十分之一。 他高高仰起熬钳朝着高飞愤怒地拍来。 高飞却摇了摇头, 愚蠢的物种哦! 不! 你根本没有意识! 你甚至算不上愚蠢! 你妄图挥舞熬钱, 向你的造物主反戈一击吗? 说到这里, 高飞心念一动, 在他面前张牙舞爪, 耀武扬威的大号皮皮虾, 顷刻间土崩瓦解, 被撕裂成千百段。 虾前, 虾脚, 虾头四分五裂, 晶莹剔透的虾肉被切割均匀, 缓缓飘浮到高飞的面前。 高飞抬手拿过水中漂浮着的虾肉, 再次驱动意识。 眼前的水温瞬间升高, 虾肉在水温的作用下, 从晶莹剔透变成纯白锦饰。 他熟了。 高飞拿过尝了一口, 居然非常新鲜。 不错, 看起来这几天的口粮有了。 但是我并不太喜欢吃虾, 我该去找找。 这边海洋里, 有没有进化出鱿鱼污贼, 也是可以的。 尝过虾肉, 高飞继续向前。 蓝星上的海洋一望无际, 其中的物种更是数量繁多。 看起来, 蓝藻的出现的确引起了物种的大爆发, 抚养环境极为适合生物进化和繁衍。 高飞低声道, 只是这些生物都是结构, 简单的远古生物, 就连稍微高等一点的脊椎生物都还没有出现。 想要等到智慧生物, 那还不知道需要多久。 然而就在这时, 高飞突然看到不远处的海底 有两条类似蛇一样的生物正在活动。 高飞连忙靠近过去, 发现这两只新奇的生物其实并不是蛇。 它们像是鰻鱼, 长得有点像简化版的电蛮。 它们应该是远口类生物, 而这已经是脊椎生物了。 刚说这个海洋里没有脊椎生物, 没想到我就碰到了它们。 远口生物是脊椎生物中最原始的一种, 它们将会进化成为鱼类, 而将来一切拥有智慧的高等生物都将由它们演变而来。 这时, 这两条蛇一样的远口生物仍然漫无目的地在海底游荡。 它们看起来无忧无虑,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向着更高等级的方向发展。 高飞看着它们不思进取的模样, 心里只剩下着急。 要是让你们按照自然规律循序渐进的进化, 什么时候才能有智慧生物? 什么时候才能创造文明物种? 等到时候超越神族入侵多元宇宙, 我就只能束手无策了。 是时候推你们一把了。 想到这里, 高飞再次动了心念。 两条远口类动物的微观结构被打开, 器官、细胞、蛋白质、氨基酸、遗传因子。 高飞一层一层地打开了它们的生物结构, 并且直接进行改写。 它要赋予这两条小蛇更高级的生物结构, 这样才能创造智慧种族。 几分钟之后, 高飞的改写终于完成。 它关掉两条小蛇的微观结构, 攥紧拳头使用空间宝石加快时间流速。 一天过去, 五天过去, 三十天过去。 它们进化出了更复杂的躯干和器官。 但它们的潜力终究有限, 身体构造的改变也不能长久持续。 高飞对它们基因的改写, 更大程度体现在它们的下一代身上。 两个月过去, 两条小蛇到了繁殖的季节, 它们诞下了后代。 而它们的后代与它们截然不同。 这些后代的躯干更短, 并且进化出了七核腮。 它们的大脑比父母更大, 骨骼也比父母更加坚硬。 它们的活动开始变得有目的性。 每日游荡在海底寻觅着自己的食物, 它们逐渐有了领地的概念, 直到为自己寻觅一个安全的角落来抵挡天敌。 从各方各面来讲, 这些生物都已经变得比它们的父母更高等, 但是距离成为智慧生物, 它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加油吧。 高飞默默鼓励一句, 转身朝着海平面游去。 半途中它又击杀了一只大号皮皮虾, 包出来新鲜的虾肉拎在手上, 再直接退出婴儿宇宙。 回到现实世界, 高飞走到厨房把上好的虾肉煮熟, 新鲜的虾肉几乎不需要什么调味品, 自然的味道就已经非常可口了。 每等食材成熟, 隔壁的嘉丽已经凭借着灵敏的嗅觉闻到了气味, 他一个瞬间一动穿墙过来, 直接出现在了高飞的厨房。 老爸老爸, 你煮什么呢? 好香啊。 高飞温柔一笑, 煮虾。 哎。 少女嘉丽歪着脑袋看向高飞, 差一道, 你这几天这么忙, 还有时间去买虾? 高飞刚琢磨着怎么回答女儿的质问, 嘉丽的注意力却早就转移到锅里晶莹剔透的虾肉上去了。 好大的虾肉啊。 这是什么品种的虾? 龙虾吗? 可是, 你怎么直接把虾肉包出来的? 龙虾也没有这么大的虾肉吧不行, 这虾看起来太奇怪了。 老爸, 我得替你尝尝, 免得虾肉有毒。 第752章 海洋深处的文明 嘉丽对高飞带回来的虾肉赞不绝口, 吃了一块又一块, 颇有些意犹未尽的意思。 龙虾肉到底是在哪买的? 又大又鲜, 也太好吃了吧。 小丫头抬头看着高飞问道, 在一个海产市场吧。 高飞并不打算告诉嘉丽蓝星的事情, 他担心嘉丽忍不住跑到宇宙里吞掉几颗星球解馋, 便随口编了个谎言搪塞过去。 好在小丫头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对高飞施展毒星术, 否则高飞当场就有穿帮的危险。 喂饱了嘉丽, 高飞便回到了自己的书房, 等嘉丽走后, 高飞再次进入了婴儿宇宙。 其实此时的宇宙已经不再是婴儿宇宙, 毕竟它已经育育出了自己的生命, 尽管蓝星上的生命是高飞人为干预的结果, 但这也说明宇宙的进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再次降临蓝星, 这颗星球上的温度比之前有所下降, 海平面下降了一些, 星球东部的陆地面积更大了, 西部也有一些高耸的山峰露出水面。 而这些浮出水面的山峰上, 还保存着被海洋荡敌过的痕迹, 躯干前端能够看到熬钱的形状, 这就是高飞刚刚吃过的那种怪虾, 超大好的皮皮虾。 糟糕,这种虾该不会已经灭绝了吧? 要是家里吵着管我要虾肉吃, 我上哪儿再给他变好吃的虾肉? 高飞一阵头疼, 还是抓紧时间开发新的食材, 让家里喜心厌旧, 忘掉虾肉吧。 站在西部的高山之巅, 眺望着整颗湛蓝的星球, 高飞心中思索, 也不知道我上次改造的那些小蛇怎么样了。 心念一动, 高飞开始在整颗星球搜索它们的踪迹, 很快他就有了答案, 这些生物的后代跑到了北半球温暖的海域深处了。 攥紧拳头, 高飞使用无线手套中的空间宝石, 把自己传送到这些生物所在的位置。 在海平面以下1500米的地方, 高飞找到了这些生物的后代。 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和进化之后, 这些小蛇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与高飞最后一次见到它们的时候, 截然不同了。 它们现在的样子看起来更像是鱼, 而且是近代的鱼, 它们有点像超大号鲤鱼, 只不过鱼气更大, 更宽阔一些。 而且这些家伙似乎学会了分工合作, 并且掌握了使用简单的工具, 高飞亲眼目睹了三只觅食的鱼, 共同搬起一个硕大的贝类, 再把贝类重重甩向珊瑚礁, 砸开取肉。 看起来, 你们进化得不错。 高飞轻轻点头, 心中却仍是有些不满。 目前的速度虽然很快, 但想要进化成智慧生物, 再来, 它们的大脑容量太小, 这与它们的身体结构有关。 它们的大脑平时只负责控制鱼鳍和鱼尾, 最复杂的动作不过就是举起贝类甩向珊瑚, 这样程度的行为是无法促使它们的大脑发育, 进而产生意识的, 高飞必须得让它们拥有更复杂的结构才行。 在这一基础上, 高飞开始大刀阔斧地对这些鱼类进行改造, 它保留着这些鱼类水生生物的特性, 但却给它们融入了灵长类动物的特点。 在修改完基因结构之后, 高飞开始促使它们继续繁衍, 基因的变化在当代的体现并不明显, 但在第二代就已经非常直观地体现了出来。 第二代的鱼类驱干前部的鱼鳍发生了变化, 开始变得更加强壮, 修长, 同时鱼类的头部向前探出, 与驱干彻底分离。 这一代的鱼类因为有了更加强壮的鱼鳍, 它们开始掌握了更加复杂的工具, 它们前部的鱼鳍变得更像是哺乳动物的前肢, 虽然没有进化出手这么复杂的器官来, 但前肢的功能已经非常强大了。 同时, 这些鱼类有了更为独立的头部, 它们的躯干也变得更像灵长类动物, 但它们的尾部却仍是与鱼类类似, 硕大的尾鳍也越变越大。 接下来是第四代, 第五代, 第六代。 在一代又一代的进化下, 这些鱼类的变化越来越明显。 直到三百万年之后, 这些鱼类彻底改变了形态。 它们拥有了类似人类的头部, 躯干和上肢, 下半身却如同一尾大鱼, 它们用腮呼吸, 但却可以熟练地把手当作工具。 高飞看着这深海之中由它一手创造出来的生物, 满意地点了点头。 仿佛西方故事中美人鱼一样的物种, 这将会是这个星球上, 甚至整个宇宙中第一个存在的智慧生物。 给你们起个名字, 就叫海族吧, 海洋中的种族, 也是这颗星球上最古老的种族。 高飞低声说道, 游荡在这些海族的身旁。 但此时的海族心智并未开化, 它们只是拥有最基础的记忆, 会根据经验做出本能反应。 除此之外, 它们与智慧生物还差得远, 还是需要给它们一些执意。 高飞低声道, 随后将自己的时间与它们的时间调为一致, 再进入它们的栖息地中。 如今的海族遍布海洋, 整个海洋中至少有数以万计的海族生物, 它们群居生活, 分成各个不同的群落, 每一个群落中大概都会有三到四名男性海族, 以及数十名年龄各不相同的女性海族。 高飞选中了其中一个海族群落, 尝试着加入它们, 但高飞的融入并不容易。 海族生物对外来物种有着强大的排斥心理。 在高飞出现的时候, 群落中几只年轻的女性海族勇敢地有了出来, 出现在高飞的面前。 这些女性海族与电影中的美人鱼非常相似, 它们有着与人类完全相同的上半身, 以及类似海豚、 鲸鱼一样的下半身, 因为常年生活在水中, 它们的皮肤晶莹剔透, 吹弹可破。 可是, 长得与人类几乎类似的生物, 却没有基本的智慧。 这让高飞感到很可惜, 他朝着挡路的几只女性海族挥了挥手, 示意它们让开。 可惜女性海族并没有这个觉悟。 它们愤怒地朝着高飞围攻, 高飞无奈一笑, 抬手打了个响指。 四只海族中, 两只海族的身体突然停顿下来, 随后它们震惊地看着对方, 接下来, 这两只海族的身体开始变成灰烬, 在海洋中顺着洋流缓缓消散。 嗯, 嗯, 其他海族震惊于队友的暴毙, 纷纷惊恐地叫喊起来, 它们虽然心智未开, 但却知道最原始的恐惧。 这时, 高飞再次打响响指, 洋流中的灰烬又重新结合在一起, 原本消失的两名女性海族死而复生, 重新回到了众人的面前。 它们面面相去, 它们无比恐慌, 目睹这一切的海族只知道自己的同类消失后又重生, 但却想不明白这其中有什么联系。 它们惊饿了一会, 又挥舞着胳膊朝着高飞冲来, 它们还是没能领悟到高飞的厉害, 它们毕竟是一群低等的生物。 高飞倒是很有耐心, 抬起手又打了个响指, 又是两只女性海族化成灰烬,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烟消云散。 海族们惊叫着停下了对高飞的围攻, 它们似乎误了。 高飞又打响响指, 一切复原。 接下来同样的事情高飞重复了三遍, 三遍之后又三遍。 直到最后, 高飞终于教会了这些海族敬畏, 那是一种从恐惧演化而来的更高级的恐惧。 当最后高飞就算不打响指, 这些海族也对它恭恭敬敬, 俯首帖儿的时候, 高飞明白他们已经被驯服了。 而现在, 高飞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海族的群落, 再传授给他们一些更复杂的内容了。 原本过来驱赶高飞的海族女性开始围绕在高飞的周围, 缓慢而又有规律地慢吞吞地游着涌, 在看到高飞没有攻击她们的行为之后, 这些女性海族又凑得更近一些, 用她们滑腻的身体轻轻抹擦着高飞, 让彼此之间有了身体接触。 高飞观察了海族百万年, 她知道这是海族表达友善的方式, 她也学着海族女性的样子游动起来, 并且用身体去摩擦海族们的身躯。 这样诡异而又庄严的仪式持续了大概半个小时, 海族女性这才带着高飞进入了她们的群落, 群落中的男性海族也都迎了上来, 她们并未在对高飞表示出任何敌意。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高飞带着海族在海洋中捕猎, 采摘。 而当有猎物出现的时候, 高飞便会扭动着身体向海族发出信号。 一开始, 海族并不理解高飞扭动身体的含义, 它们只是会被高飞这样奇怪的行为吸引注意力, 但经过一次次的合作, 一次次的交流, 它们开始意识到高飞是在向它们传递信息, 它身体的扭动有着固定的意义。 于是, 跟着高飞捕猎的海族们学会了这一方法, 因为它们发现这样可以更快地传递猎物的位置和情况。 它们学会了高飞扭动身体的方式, 知道怎样扭动身体表示发现猎物, 怎样扭动身体表示猎物逃走, 怎样扭动身体表示猎物太大, 贸然捕捉会有危险。 而在前一幕话之中, 高飞教会了这些海族最重要的一点, 信息传递。 当海族掌握了信息传递的精髓之后, 高飞悄悄离开了这一群落, 退出了海族的生活。 此时的海族智慧未开, 并不知道分别的意义。 它们只是依稀发现, 那个经常带着它们一起出去捕猎, 并且教会它们扭动身体传达信息的怪人消失了。 海族们并未对高飞的消失产生太大的反应, 很快它们就淡忘了高飞, 继续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只是, 它们都没有注意到, 它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海族用身体传递消息,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它们捕捉到的猎物数量上升了, 因为捕猎过程中被强大猎物反杀的风险下降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一群落的海族数量大幅度攀升, 几年之后, 这一群落就成了附近海域最大的海族群落。 而频繁利用姿势传递信息, 锻炼了这些海族的大脑, 让它们变得更加聪明。 变得聪明之后的海族, 则开始改善自己的交流方式, 用身体扭动传递消息, 太过笨拙。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替换它呢? 一些聪明的海族, 在钻研之下, 偶然发明了手势, 远距离的信息交流, 可以用身体。 但是近距离的信息交流, 用手势更加方便, 手上的五指灵活性更高, 可以传递更多, 更复杂的消息。 而且, 手势传递消息也更为便捷, 比笨拙的身体交流强得多。 于是手语出现了, 并且手语在短时间之内, 成为了海族之间使用的主要交流方式。 这一方式, 迅速取代了扭动身体的传递方式。 看到这里, 高飞很是欣慰。 对信息传递的提升, 和对手部的应用, 现在海族都掌握了。 他们已经具备了, 进化成为高等智慧的资格。 而被高飞提点过的群落, 也变得越来越强大。 他们吞并了附近海域数十个小型海族群落, 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盘踞在海洋深处的帝国。 文明即将建立, 让我见证这一切吧。 高飞躲在星球的角落里, 默默窥视着他们, 等待海族文明的诞生。 但就在这时, 另一只海族群落引起了高飞的注意。 他们来自遥远的东方海域, 但却有着与北方海域海族相同的身体结构和行为方式。 高飞依稀记得, 这些东方海族与北方海族似乎很有渊源。 他们曾经是几百年前从北方海族庞大群落逃出去的分支。 当时北方海族的群落还不像今天这么庞大。 统领北方海族群落的是一位强壮的男性海族。 他有着数十名女性海族配偶, 每一名配偶都为他生育了数名孩子。 在这些配偶之中, 有一名女性配偶面容交好, 最得海族首领宠爱, 他已经为海族首领诞下了三名婴儿, 如今转眼又有了生育。 其余女性海族心怀极度, 便聚集在一起对这名女性海族和她的孩子发起了围攻。 趁着海族首领不在的时候, 这些极度新作祟的女性海族将受宠的女性海族和她的几名孩子一同驱赶出了北方群落。 受宠女性海族被放逐之后一路游到了东方海域, 最后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而现如今, 这些出现在高飞视野里的东方海族, 就是当年那名被放逐女性的后裔。 只不过, 这些东方海族数量单薄只有北方海族群落人数的几十分之一, 再加上他们的身体也不胜强健, 看起来并不占什么优势。 高飞躲在幕后, 默默观看着这一切, 心中却觉得蛮有意思。 王子的复仇吗? 只是东方海族的实力还太弱小。 但就在高飞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件事情东方海族的数量虽然不多, 但是他们却会使用武器。 东方海族的首领是个长着蓝色头发的年轻男人, 他的手上握着一只锋利尖锐的三叉戟, 三叉戟的尖端大概是由某种海洋生物的骨头制成的, 在深海之中闪烁着耀眼的寒光。 已经会使用武器了吗? 这倒是个优势高飞看着这名蓝色头发的海族首领, 就叫你蓝王吧? 嗯,蓝王? 没有吧。 而随着高飞对东方海族的观察, 他发现东方海族还有一个特点, 他们进化出了语言, 他们之间交流使用的是语言, 而不是类似北方海族的首饰。 这与东方海域的地理位置有关, 东方海域较深, 灵性的光芒很难穿透海面进入海中, 而海族自身又没有光源, 这就让他们彼此之间很难看到彼此的首饰。 北方海域较浅, 再加上这一带是恒星光芒直射, 水里的光线较明亮, 所以, 海族可以清晰地看到彼此的首饰。 正因为这一原因, 所以无法看清首饰的东方海族, 学会了用声音传达信号。 虽然他们的语言还比较简单, 目前只有几个简单的词汇, 但这对海族来说也已经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了。 有意思, 看来这场复仇之战胜负有了悬念高飞微笑说道, 真正的复仇之战是五天之后打响的, 蓝王和他的东方海族在复仇之前仔细探查了附近的海域。 而此时, 北方海族还沉浸在自己群落的繁荣强盛之中, 他们每天除了品尝猎捕的食物, 就是躺在珊瑚上休憩, 日子过得相当舒适。 因此, 在蓝王出现的时候, 直到东方海族的先锋用锋利的长矛刺穿北方海族的胸膛, 当他们绿色的鲜血在蓝色的海洋中弥漫开来之后, 北方海族才知道这些数量稀少的海族并非是过来投靠的小部落, 而是前来复仇的军队。 落荒而逃的北方海族卫兵在水中疯狂地扭动着身体, 向远处的同伙传达信号。 好在北方海族有着一套成熟的防御机制, 敌人入侵的消息马上传递到了首领那里。 北方海族的首领勃然大怒, 率领他的手下们倾巢而出, 虽然没有东方海族那么先进的武器, 但北方海族有着数量上的优势。 庞大的军队将整个北方海域搅得天翻地覆, 他们寝客间便对东方海族形成了扇形包围。 尽管东方海族的武器更具备杀伤力, 但他们人数上的劣势实在是太大了。 看到这里,高飞不由替蓝王捏把汗, 只靠武器是不足以完成复仇的。 你必须得有更厉害的杀手锏才行。 实际上蓝王还真有。 他见到北方海族倾巢而出, 立马带着手下向东方逃窜。 他们残忍地杀害了北方海族数十名卫兵, 北方海族首领当然不可能放他们全身而退。 北方海族的大军紧随而上, 一路追着蓝王来到了东方海域。 然而, 对于从未东近的北方海族来说, 东方海域这片地带实在是太陌生了, 昏暗的光线, 浑浊的海水, 这里的环境令北方海族们开始焦躁不安, 甚至不知道是进是退。 北方海族首领犹豫了一下, 便决定暂时不要追击了。 他虽然不懂得穷扣墨锥的道理, 却也知道眼前的这片环境对北方海族来说太过陌生, 不是一作战。 他转身对自己的下属打出手势, 命令他马上退军, 可这里的能见度太差, 打出手势却无法被自己的下属看见。 首领开始慌了, 疯狂扭动着身体传达消息, 可周围的光线越来越昏暗, 几乎已经伸手不见五指。 其他北方海族同样无法交流, 他们的信息传递方式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了, 没有人知道首领的命令, 没有人看到周围占有的信号, 他们在这一刻成了瞎子, 而且, 他们还偏偏都是哑巴。 就在北方海族乱作一团的时候, 深海中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这些声音听起来就是海族发出来的, 但这些声音时而高亢, 时而短促, 有时候音调还会有诡异的变化。 这些诡异的声音让北方海族方寸大乱, 他们的直觉告诉他们这些声音仿佛是死亡的信号, 而直觉往往是准确的。 突然, 蓝王率领着他的族人们从阴暗的海域中冲了出来, 他们手持长矛长脊, 见到没有武器的海族出手便杀, 他们通过语言交流信息准确得知敌人的位置。 北方海族在这片黑暗的海域之中毫无反击之力, 就算数量再多也难以抵挡东方海族的精准打击, 很快鲜血便染绿了整片东方海域, 而北方海族的首领也在乱战之中被一名极机无名的东方海族先锋用长矛挑死。 至此, 整片海洋中最大的群落, 原本有机会创建文明的北方海域群落, 彻底烟消云散。 而百年前那名受宠女性海族的子嗣, 他孙子的孙子, 蓝王, 终于率领族人成功复仇, 把敌人的鲜血洒满了自己的海域。 看到这里, 高飞不免感慨, 可惜北方海域的大群落距离创建文明只剩下一步之遥。 东方海域的海族本生长在蛮荒之地, 却因为昏暗的环境而因祸得福创造了语言。 语言的复杂程度远超首饰, 对大脑的锻炼也更为全面, 掌握语言的东方海族越来越聪明, 这才比北方海族更早发明出武器。 而就因为这些差别, 东方海族才能够以少胜多战胜北方海族。 到底是命中注定, 还是纯属偶然呢? 第753章高飞, 传说中的《创世神》。 东方海族的蓝王屠灭了强大的北方海族, 向整个海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而这一场以少胜多的伟大战役, 也给了蓝王和他的族人信心。 他们知道自己现在是整片海洋中最强大的存在。 接下来, 蓝王带着他的族人南征北战, 开拓疆土, 他们击败了上百个小型群落, 吸纳了他们的族人和子嗣。 短短20年之后, 蓝王就成为了海洋中最强大的霸主, 会分工,有着明确疆土的海洋帝国。 蓝王将其命名为不朽帝国。 而海洋中其他并未归顺不朽帝国的海族, 则只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因为一旦被不朽帝国的海族发现他们, 他们要么会被抓走成为奴隶, 要么就会被直接杀死。 不朽帝国对海洋的统治绵延了一千多年, 蓝王拟定的社会规则始终没有被推翻。 但不朽帝国虽然强大, 却始终没能统一海洋, 在南部海域和西部海域之中, 还有不少个独立的自由群落存在。 这些群落没有具体的领地, 只具备最原始的社会分工, 他们依靠侦察兵站岗放哨躲避不朽帝国的侵略, 在不朽帝国一次又一次的剿灭活动中存活了下来。 在这些自由群落里, 有一个群落叫做红珊瑚群落, 而在红珊瑚群落里, 有一名年轻的女性海族叫做阿米莎, 阿米莎是海族的语言, 含义是最漂亮的红珊瑚, 阿米莎也没有辜负自己的名字, 她长得的确很漂亮。 阿米莎是红珊瑚群落里的侦察兵, 她继承了自己父亲的职业, 她的父亲也是一名光荣的侦察兵, 但却不幸死在了不朽帝国入侵者的长矛之下。 因此, 阿米莎很恨不朽帝国, 她恨不得让这个强大的帝国灭亡, 可她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她知道, 就算整个南部海域的自由群落联合起来都无法推翻强盛的不朽帝国。 这些自由群落只能躲在海洋的阴暗处, 在不朽帝国的追捕之下到处逃亡。 而阿米莎能够做到的只是认真地执行自己的侦察工作, 在发现不朽帝国入侵者的踪迹的时候, 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群落。 时光飞逝, 阿米莎转眼已经23岁, 这一天是她父亲牺牲的第七个忌日。 阿米莎像往常一样来到附近的珊瑚群为王妇祭奠。 她沿着珊瑚群跳了一支独特的舞蹈, 那是海族祷告亡魂的舞蹈。 阿米莎希望可怜的父亲保佑她, 保佑整个红珊瑚群落的海族们 不会被不朽帝国的人找到, 不会被抓去做奴隶。 然而, 当舞蹈跳到一半的时候, 阿米莎忽然在海水中闻到了血腥的味道。 海族的嗅觉非常敏锐, 能够分辨出十公里之内的血腥味。 敏锐的阿米莎立即分辨出那是族人的味道, 这让她惊恐不已。 她疯了似的转身朝着群落的方向游去, 却在游到一半的时候, 看到了弥漫在海水中的碧绿色。 那是鲜血, 族人的鲜血。 不朽帝国的军队终于还是发现了红珊瑚群落, 他们对红珊瑚群落整天东躲西藏的行为感到不满。 他们因红珊瑚群落拒绝成为不朽帝国的奴隶而感到气愤。 他们杀光了群落里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他们见到的人, 包括老人和孩子。 他们的长毛无情地戳穿红珊瑚族人的胸膛, 剪出的碧血染绿大海。 阿米莎躲在远处目睹了这一切, 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朋友, 亲人惨死在不朽帝国的肆虐之下。 这一刻, 阿米莎的眼睛红了, 他愤怒地咬着嘴唇, 一直把嘴唇咬烂。 但他没有冲上去, 他知道如果他冲上去的话, 那么红珊瑚群落的最后一条血脉也将断掉。 他最后看了一眼向海平面扶起的族人的尸体, 毅然转身离开了这片海域。 但在这一刻, 他父亲的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响起, 你要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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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离了群落的阿米莎游向了最南端的海域, 那里的海水冰冷彻骨, 但即便如此, 阿米莎也义无反顾, 因为这片海域里没有不朽帝国的追兵。 失去了族人的阿米莎如同行尸走肉, 但他的内心仍然坚持着报仇的信念。 他每天在冰冷的海水中思索, 究竟如何才能为自己的族人复仇? 这个时候, 他想到了一个传说, 一个很古老, 很古老的传说。 传说万年之前, 海族原本是个愚昧, 混沌的种族, 海族在海洋中处处都是天敌, 过的是朝不保夕的日子。 突然有一天, 一个浑身闪烁着六色光芒的神奇物种降临海中, 并且来到了海族的群落。 他动动手指, 就可以让海族化为灰烬, 再动手指, 便可让海族复原如初。 这神奇的物种帮助海族狩猎, 教会海族语言。 海族在他的带领下日渐强盛, 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群落。 那是远在不朽帝国之前, 横跟北方海域的远古群落。 而那一群落的族人, 将那位神奇的物种尊称为阿卡多, 一位掌控生死的全能者。 回想起这一传说, 阿米莎的脸上忽然绽放出笑容。 也许阿卡多能够帮助我, 也许阿卡多可以给我力量, 让我复仇。 可是神秘的阿卡多, 你到底在哪里? 你和你所创造的横跟北方的伟大群落, 现在究竟在哪里? 你究竟是否存在? 还是只是祖先们的杜撰? 如果你真的存在, 那么曾经强大的北方群落, 为什么会被不朽帝国的蓝王灭亡? 阿米莎先是质疑了一会儿, 但马上变得无比虔诚, 因为他意识到, 现在阿卡多是他唯一的希望。 阿卡多, 求求你见见我。 阿卡多, 你到底在哪里? 阿卡多, 对不起, 我刚才质疑过你的存在, 我如今已经是你最忠实的信徒, 阿卡多。 与此同时, 高飞刚刚回到蓝星, 几分钟之前, 他暂时离开去了个厕所, 创世神也是需要去厕所的。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蓝星发生了什么? 高飞使用时间宝石, 浏览了一下这段时间蓝星的新鲜事。 蓝王的不朽帝国已经屹历千年, 海洋里的其他自由群落快被他屠杀干净了。 咦? 这个漂亮的海族小姑娘是谁? 阿米莎? 可怜的孩子, 父亲死了之后, 族人也死光了。 等等, 阿卡多, 这是海族给我起的名字吗? 真够难听的, 能改一个吗? 看到这里, 高飞已经感知到了阿米莎对她的祈求。 虔诚的阿米莎已经在冰冷的蓝星南部尽头, 祈求了整整五年, 她始终渴望着与高飞见上一面。 要去见见她吗? 毕竟小姑娘长得挺好看的。 嗨嗨。 高飞, 你现在是创世神了, 给我严肃点。 高飞的内心在激烈地搏斗, 正反两个小人疯狂呼哦, 随后她终于做出决定, 还是去看看这个小姑娘吧。 理由当然不是这小姑娘长得好看, 高飞可没那么无耻。 而是因为不朽帝国在海洋屹立的时间太久, 严重拖慢了海族文明前进的步伐。 在不朽帝国的统治下, 海族的生活日渐单调, 每日都是简单重复, 科技和文化方面都难有突破。 这样的文明是平庸的文明, 而高飞绝不能接受平庸。 正如高飞改变基因促使鱼类迅速近乎一样, 现在的海洋世界也需要一些催化剂, 高飞可没时间等着这些海族自己发展, 他得加一剂猛料。 因此, 高飞驱动空间宝石, 瞬间来到了南部海域, 见到了已经28岁的阿米莎。 根本不需要高飞介绍, 又或者是阿米莎自己询问。 当阿米莎看到高飞的那一刻, 他就确定高飞是阿卡多本人了。 因为高飞在一道蓝色的光芒之中突然降临, 从空无一物的海水之中突然出现。 如果不是神通广大的阿卡多, 又有谁会拥有这么强大的异能? 但即便看到高飞第一眼的时候, 就认出了他的身份。 阿米莎还是久久没能开口, 他震惊地看着突然出现的高飞, 精神近乎崩溃。 这就是传说中的阿卡多吗? 这就是传说中掌控生死的全能者吗? 这就是曾经创造了北方海域伟大群落的神器吗? 他真的来见我了? 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吗? 还是只是我的幻觉? 哦,已是的父亲, 如果你能听到我的声音, 请告诉我, 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 已是的父亲, 我好想伸手去摸一摸阿卡多, 感受它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但我又不敢这么做。 我担心, 他打一个响指, 就让我灰飞烟灭。 他看起来与我们完全不同, 不, 也不是完全不同。 他的上半身与我们类似, 但下半身却一点都不一样奇怪。 他的下半身是怎样的结构呢? 真想仔细看看。 阿米莎呆呆地看着高飞, 心中的念头一个接着一个, 高飞并没有太久的时间和他耽搁, 因此抬手没收了他现在紧张的情绪。 阿米莎并不知道高飞的干预, 他只是感觉自己的情绪突然就平稳了下来, 原本他的内心仿佛被什么东西搅和在一起, 乱糟糟的, 但是现在却非常地平静, 而且所有想法思绪清晰, 这就是阿卡多的力量吗? 阿米莎多少猜到了一分, 之后终于鼓起勇气对高飞说了第一句话, 阿卡多, 尊敬的阿卡多, 是你吗? 一定是你吧, 我虔诚地祈祷了日日夜夜, 你终于来看我了。 高飞对着阿米莎点了一下头, 在观察了海族这么久之后, 他早已经掌握了海族中的所有方言, 我知道, 你日夜地祈祷, 我也知道你经历的一切, 现在我决定来见你, 阿米莎。 听到这句话, 这年的付出并非白费, 他知道, 他真诚地祷告得到了回应。 太好了, 这太好了, 阿卡多, 伟大的阿卡多阿米莎, 低声重复道, 高飞则平静地对他说道, 好了, 现在你已经见到了我, 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说吧, 我的时间并不多。 我明白。 阿米莎连忙温顺地低下了头, 之后诚恳地说, 阿卡多, 我知道, 你有掌控生死的力量, 我知道, 你能够轻而易举地毁灭一个庞大的群落, 现在的不朽帝国, 杀了我的父亲, 杀了我的族人, 我想让他们灭亡。 恳请你灭亡不朽帝国吧。 高飞歪着脑袋看向阿米莎, 我为什么要灭亡不朽帝国? 因为这个帝国杀了我的父亲, 杀了我的族人。 他们还杀掉了更多的群落, 让我们这些不属于不朽帝国的人, 无处容身。 阿米莎大声地说, 所以, 你就要杀光他们吗? 高飞摇头道, 但是你是否想过, 一旦我这样做, 那么我不就杀掉了别人的父亲, 杀掉了别人的族人吗? 这样一来, 你眼中伟大的阿卡多, 与你眼中邪恶的不朽帝国, 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阿米莎哑口无言, 她压根就没有想到, 阿卡多会反问他问题。 她以为阿卡多就是个负责完成心愿的神奇, 只要她说出自己的心愿, 阿卡多就痛痛快快地替他完成, 可万万没想到, 阿卡多居然还会反问他问题, 而且, 这个问题, 还是他无法回答上来的。 可是可是不朽帝国杀了我的父亲, 我就想毁灭他。 毁灭这个邪恶的帝国? 阿米莎大声地说, 高飞摇了摇头, 阿米莎, 你应该仔细想想, 你痛恨的是什么? 你想要毁灭的究竟是什么? 杀掉你父亲和族人的又究竟是什么? 我无法帮助你, 灭亡不朽帝国, 但我也不会让你白白祈求这么多年, 我会赐予你神之力, 但从今以后的路, 要你自己走。 说到这里, 高飞开启了微观视角, 开始了对阿米莎的改造, 而阿米莎只觉得自己的身体痒痒得很难受, 整个人都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牢牢抓住了。 嗯, 伟大的阿卡多, 你在对我做什么? 赋予你神之力。 高飞平静地说, 同时强化了阿米莎的各方面属性。 她的力量变大了, 肌肉变得更加发达, 动作也更为敏锐, 皮肤变得像岩石一样坚硬, 她的大脑得到了改良, 处理的信息更多了, 她的视力能够看到更远的地方, 嗅觉也变得更加敏锐。 她的寿命变长, 是普通海族的石碑, 她的声音变得更加红亮, 可以沿着海水传出去数十里。 而在改造完这一切之后, 高飞朝着远处的一块石头伸出了手, 石头的微观结构被改变, 从普通的沉积岩变成了镇晶。 而高飞在对镇晶进行雕琢, 用它打造成了一只荧光闪烁的三叉戟。 她释放了被改造完成的阿米莎, 又将三叉戟送到了她的手中。 她对阿米莎说, 阿米莎, 你已经得到了你应得的, 从今以后, 你自己的路要自己走了。 阿米莎滑动了一下身体, 又挥舞了一下手中震惊打造的三叉戟。 她顿时感觉到了自己的不同, 身体的变化让她无比震惊。 感谢你, 伟大的阿卡多, 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说着, 她看向自己手中的三叉戟, 胆怯地问道, 伟大的阿卡多, 这件神圣的武器有名字吗? 高飞摇头, 没有。 阿米莎激动地说, 那么我能将它命名为阿卡多之极吗? 高飞再次摇头, 这只是一把平平无奇的武器, 不配以我的名字命名。 阿米莎连忙前程道歉, 抱歉, 我有罪, 企图用自己的武器 亵渎您伟大的名字。 那么, 我叫他阿米莎之极好了, 平庸的名字才和平庸的武器匹配。 然而再抬起头来, 阿米莎却看到海洋之中 只剩下一道蓝光, 伟大的阿卡多早已经消失在了这片海域, 全然不见了踪影。 阿卡多, 阿米莎手持三叉戟, 望着海水中 逐渐消失的蓝光, 轻声说道, 感谢您的降临, 我将用我一生侍奉您。 获得神力的阿米莎 仿佛自己突然年轻了十岁, 身体的能量喷勃欲出, 她提着三叉戟在海域中遨游, 发现自己的速度 比之前快了十倍有余。 这就是神之力吗? 简直是太强大了。 阿米莎兴奋地想到, 同时朝着大洋深处游去。 在大洋的深处, 有一种恐怖古怪的生物, 那些生物是海族 从来不敢挑战的猎物, 又或者说, 实际上, 海族是他们的猎物才对。 持续下潜, 阿米莎很快来到了怪物的领地, 她能够感受到怪物的气味, 以及那难以言说的压抑感。 就在这时, 深邃的海水中亮起了红色的光芒, 那是两排猙獰恐怖的眼睛, 每排各有六只。 紧接着, 海水一阵翻涌, 一个低沉的声音从海底响起, 一只庞然大雾 从海底深处窜了出来。 那是一种长达百米的软体生物, 它的额头上长满了红色的眼睛, 看上去猙獰恐怖, 它如一滩烂泥的身体上, 长着十二条长长的处须, 每条处须上长满了圆形的, 带着稻刺的吸盘。 嗡! 嗡! 恐怖的软体怪物愤怒地吼道, 它朝着阿米莎发起了毫不留情的进攻。 这一刻的阿米莎有些后悔, 它开始后悔自己贸然挑战眼前的庞然大物, 因为看起来自己好像没有任何胜算, 这怪物的战斗力远超它的想象。 但是已至此, 落荒而逃只能死得更惨, 阿米莎只能挥舞着阿米莎之己, 转身于恐怖怪物全力激战。 闪烁着寒光的三叉戟划过怪物的触须, 奇迹就在此刻发生。 锋利的三叉戟刺穿了怪物的触须, 并且将触须砍成了一小节, 恐怖的怪物发出了痛苦的悲鸣。 它还从未见到过如此强大的海族。 阿米莎看到这一幕, 斗志立刻变得高昂, 原来体型瘦弱的海族也能与比自己庞大百倍的庞然大物一战。 于是它转身冲刺, 朝着怪物的头颅游去, 怪物伸出恐怖的触须去拦截阿米莎, 却被灵活的阿米莎轻松躲过。 这就是神之力吗? 阿米莎的心情无比激动, 因为它仿佛看到了复仇的希望。 感谢您, 阿卡多, 是您赋予了我神之力, 是您让我变成了无比强大的海族。 说到这里, 阿米莎已经游到了软体怪物的正上方, 它猛地将三叉戟朝着怪物的额头刺去, 鲜血喷涌了出来。 不朽帝国1037年, 极南海域深处, 女海族阿米莎获得神之力, 手持三叉戟路软体巨怪。 五天之后, 不朽帝国南部边境, 巡逻的海族守卫看到远处有一股激流, 朝着他们的方向喷涌而来。 这是什么? 暗流吗? 其中一名年轻守卫诧意询问, 暗流怎么可能只有这么小? 这看起来像是一条游得飞快的, 与一名中年守卫严肃地说。 年轻守卫不以为意, 轻轻一笑, 原来只是一条鱼, 看来咱们的晚饭有了着落。 中年守卫却摇头道, 能游得这么快的鱼, 绝不是什么好欺负的物种。 我劝你还是离它远点, 让它自己游走吧。 怕什么? 库多, 我看你就是胆小。 年轻守卫哈哈一笑, 手持长矛迎着那条鱼游了上去。 中年守卫库多连忙阻止, 嘿, 班德, 赶紧回来。 听见没有? 年轻守卫一腔热血, 只想抓住这条怪鱼尝尝滋味, 能游得这么迅速的家伙, 肉质一定非常谨慎。 然而, 当他接近怪鱼的时候, 他却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水里哪有什么怪鱼, 那分明是一名游得飞快的海族女人。 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海里怎么可能有游得怎么快的女人? 这, 可惜班德一句话还没说完, 他已经直接被三叉戟戳穿了喉咙。 嗯, 嗯嗯, 班德临死前痛苦地抽搐着, 绿色的血液弥漫起来。 哦, 班德, 这下不远处的库多也看清楚了怪鱼的真面目, 那根本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女性海族。 糟糕了, 糟糕了。 库多回头对着其他巡逻兵大声喊道, 快回去求援, 快回去求援。 其他巡逻兵连忙撤退, 纷纷四散逃开。 可惜女海族实在太快, 她如闪电般穿梭在海洋里, 轻而易举地追上了不朽帝国的巡逻兵, 再用三叉戟将他们当场击毙。 最后只剩下库多一人活命, 女海族似乎没有杀掉她的意思。 库多缩成一团瑟瑟发抖, 惊恐地抬头看着女海族, 低声道, 饶恕我爸, 放过我爸, 家里有六个孩子, 孩子们不能没有爸爸。 听到爸爸这个词汇, 女海族的目光中闪过一丝怜悯。 她将三叉戟背在背后, 随后缓缓地开了口。 我本就没打算杀你。 我需要一个人去不朽帝国通风报信, 回去告诉你的君王, 红珊湖群落的阿米莎回来了。 她是来灭亡不朽帝国的, 不朽帝国的末日降临了。 第754章 神之力 与帝国末日 由于阿米莎的人词, 库多成功地捡回了一条性命, 但是, 她却并没有感激阿米莎的人词, 她的内心只有恐惧。 她还从未见过动作如此之快, 力量如此之强的海族, 手持三叉戟的阿米莎 像是深海中最危险的怪物, 根本就是死亡的化身。 太可怕了, 这个女海族太可怕了。 我必须要把这个消息汇报上去。 必须。 库多一路疯狂逃亡, 来到了驻守在边疆的一支护卫队的基地。 此时的基地里, 有七名强壮的年轻海族, 他们正围着储备的食物大快朵頤。 不好了, 不朽帝国的战士们。 不好了。 库多气喘吁吁地来到基地外面, 朝着里面的战士大声喊道, 末日降临了, 末日降临了。 护卫队队长被库多冒失的态度 和说话的内容所激怒, 愤怒地起身问道, 你在胡说什么? 库多, 你疯了吗? 还有, 今天是你巡逻的日子, 你为什么擅离职守? 库多指着背后的湛蓝海域, 紧张而又胆怯地说道, 海里出现了一个女女海族, 她杀了班德, 她就是她, 就是我们帝国的末日。 胡说八道, 一个女海族就能把你吓成这样吗? 愚蠢的老家伙, 护卫队长起身往库多游来的地方看去, 随后问道, 你确定她只有一个人? 是的, 我确定。 库多点了点头, 但她非常厉害, 我从没见过像她这么迅速, 这么强壮的女海族, 她一下就杀掉了班德, 强壮的班德。 我看你是吓傻了, 就这么简单, 护卫队长冷笑道, 但她也并没有因此掉以轻心, 她多年的经验告诉她, 这神秘的大海中总是会发生一些常理无法解释的事情。 因此, 虽然嘴上调侃库多, 但护卫队长还是谨慎地拿起了武器, 并且召集所有护卫队成员, 大声地说, 走。 我们去看看, 究竟是怎样的女海族, 让我们的库多吓成这个样子。 护卫队成员纷纷哄笑起来, 跟着队长拿起武器往库多游来的方向游去, 而库多却并没有跟上, 因为她知道, 只凭这些人根本不是那名女海族的对手。 你们马上就会明白, 你们不该嘲笑我的。 库多低声说道, 说完之后, 又朝着不朽帝国的深处游去, 她知道, 她必须把这个消息告诉更多的人, 因为那名神秘的女海族, 真的有开启不朽帝国末日的能力。 末日的消息逐渐蔓延整片海域, 不朽帝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 据说一开始, 只是南部边境的一支帝国护卫队突然全军覆没, 全副武装的护卫队员伸手异处, 惨死当场。 接下来是南晋帝国内的附属群落, 以及前去调查的支援护卫队。 死亡的阴影笼罩了整个不朽帝国, 而南晋在几天之内就变成了人间炼狱, 越来越多的幸存者从南晋往海域中部逃窜, 而每一支前往调查的护卫队都有去无还。 根据不完全统计, 不朽帝国用于调查末日, 并且派往南晋的士兵数量已经达到了700余人, 其中生还者不足10人。 而每一个侥幸从南晋回来的战士都满面惊恐, 口中不断重复着末日降临。 两周之后, 中部海域, 一片壮美瑰丽, 五彩斑斓的珊瑚胶群之内, 不朽帝国的现任君王, 蓝王的第四世代玄孙, 蔚蓝海域的领导者, 福库里正面容严肃地坐在王座上。 而在他的王座之下, 不远处的平台之上, 一名虚弱的海族胆怯地抬头看着他。 告诉我, 战士, 你叫什么名字? 你来自于哪里? 福库里沉声发问, 君王的声音低沉而又洪亮, 让人发自内心的敬畏。 但对于平台上的胆怯海族来说, 就算是不朽帝国的君王, 也很难与他几周之前见到的那位带来末日的女海族相比。 我的名字叫做库多, 我尊敬的君王, 我来自南静。 我原本是南部海域边陲的一名守卫海族。 平台上的胆怯海族如实回答了问题, 每一个字都带着颤抖。 你目睹了什么? 不要害怕。 福库里沉声说道, 也许是察觉到了库多的恐惧, 察觉到了库多不安的颤抖。 福库里朝着旁边一名漂亮的女海族招了招手, 马路卡, 去给这位忠诚的卫士送上一颗永世果。 永世果是中部海域特有的果实, 那是一种生长在火山岩附近的神奇的植物。 海族服用了这种果实之后, 会变得异常勇敢, 甚至暴躁。 而且往往会说出一些平时不敢说的话。 但是在短时间的勇敢和暴躁之后, 这种果实又会让人变得昏昏欲睡。 到目前, 海族都尚不明白这种果实为什么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他们猜测这种果实可能被某种神秘的力量加持了。 至于来自南京的库多, 他根本就连剑都没有见到过这种东西。 吃下它, 我忠诚的卫士, 这是你应得的奖赏。 福库里对着库多伸了伸手, 微笑说道, 库多吞下永世果, 一股刺激性的液体从果实中迸射出来。 嗯, 咳咳咳。 库多险些被呛死, 这种诡异的液体进入喉咙之后会变得非常辣。 哈哈。 吞下永世果的库多伸着舌头狼狈地吐着气, 同时他感觉到自己现在浑身血液都往脑袋上涌, 同时身体燥热不安, 就像是被烈火灼烧着一样。 过了一会儿, 他才意识到自己现在的样子太过失礼, 连忙对福库里低头道, 实在抱歉, 我尊敬的君王, 我丑陋的表现冒犯了你。 这没什么, 福库里大手一挥, 还是赶紧回答我的问题吧。 永世果给你的勇气只是暂时的, 接下来你将进入沉睡。 遵命, 我的君王。 库多连忙说道, 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舌头有点大了, 不过永世果果然名不虚传, 他现在的身体不再颤抖。 我在边境上见到了一名强大的女海族, 她自称来自红山湖群落, 她说她是来覆灭不朽帝国的, 她是不朽帝国的末日。 大胆。 福库里身旁的一名女海族大声呵斥道, 你怎敢说这种话。 福库里却抬手制止了这名女海族的咆哮, 沉声道, 让她说完。 库多继续开口, 这名女海族仿佛是神明的化身, 她有无比强大的力量, 她可以用她的三叉戟轻易斩下其他海族的头颅。 她还有令人惊叹的速度, 深海中游的最快的鱼也追不上她的身影。 她经验丰富, 躲得过狡猾猎人的追杀。 她非常勇敢, 曾经一个人与一只数百人组成的军队抗衡, 她简直不可战胜。 说完这句话, 库多只觉得自己脑子昏昏沉沉地再也忍受不住这永世国的摧残。 她扑通一声, 一头扎倒在她睡了过去。 而王座之上, 不朽帝国的伟大君王福库里面色凝重。 她身旁的女海族过来温柔地捏着她的肩膀, 小声在她耳旁宽慰道, 哦, 福库里, 我强壮, 勇敢的王, 不要听信这个南部乡巴佬的话, 这大海之中怎么可能有比你更强大的海族存在? 一个人杀掉数百人的军队, 这句话一听就是谎言福库里, 我伟大的王, 不要被他的谎言蒙蔽了。 您的不朽帝国是不可战胜的。 福库里并没有搭理这位女海族, 而是朝着远处发出了呼喊, 来人? 两名庄严威武的海族迅速游了过来, 分别在福库里面前弯腰问道, 尊敬的君王, 请问你有何吩咐? 我要御驾轻征, 去南方寻找那位散播末日谣言的女海族。 福库里大声地说, 我要动用整个不朽帝国的力量, 去除掉这个威胁到帝国百姓的祸害。 御驾轻征? 其中一名海族连忙阻止道, 伟大的福库里, 那个神秘的, 尚且无法确认是否是真实的女海族, 真的值得你这么做吗? 当然。 福库里点头道, 你也听到了, 现在小半个不朽帝国都在流传那名女海族的世界。 他们都在说, 那名女海族有着无穷的力量, 有着难以置信的速度。 在这些描述之中, 那名女海族的神勇已经在我之上。 当我所统治国家的子民, 崇拜的是另外一名海族的时候, 那么我的地位也就受到了动摇。 我现在需要做的, 是重新夺回子民的敬仰和信赖。 所以, 我必须御驾轻征。 不朽帝国绵延千年, 我绝不会让它断送在我的手中。 阿米莎提着三叉戟, 刚刚涂入了一个附属于不朽帝国的群落。 这个群落共有330名海族, 其中187名海族是战士, 剩下的则是老人和孩子。 阿米莎这次并没有仁慈, 因为她的父亲和族人被杀的时候, 不朽帝国也没有丝毫仁慈。 用残忍惩罚残忍, 她觉得很公平。 遥望着逐渐升上海平面的不朽帝国海族的尸体, 阿米莎的嘴角露出微笑。 神之力果然无比强大。 阿卡多赐予的三叉戟果然无坚不摧。 伟大的阿卡多, 感谢您对我的庇佑,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会让邪恶的不朽帝国彻底消失。 阿米莎心中默默祷告, 游动着身体往中部海域而去。 前面就是不朽帝国的核心地带了。 在向前三百海里, 据说有一片庞大的珊瑚礁群, 而不朽帝国的现任君王福库里和他的战士们, 就住在这片珊瑚群里。 我的父亲, 我的族人们, 我马上就要为你们报仇了。 阿米莎大声地说, 说完之后, 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这是他这几年来第一次由衷露出笑容, 这是他梦想即将实现的笑容。 阿米莎灿烂的笑声沿着海水传递出去, 很快就被不朽帝国的士兵们捕捉到了。 而在这些士兵的簇拥下, 不朽帝国的君王福库里正欲驾清征。 他有着超越常人的听力, 因此, 他也听到了阿米莎的笑声。 只是这笑声在他听来无比恐怖, 简直就是怪物的嚎叫。 这就是那个灾厄之源吗? 这就是那个声称自己带来末日的家伙吗? 福库里低声询问周围的士兵, 士兵们也只能揣测着给出肯定的答案。 福库里挥舞手中长矛, 朝着笑声传来的方向一指, 杀掉他。 终结末日。 于是, 这只由数万名海族组成的不朽帝国最强大军, 浩浩荡荡地朝着阿米莎游去。 大战, 一触即发。 此时的阿米莎提着他的三叉戟, 静静地等候着不朽帝国大军的袭来。 他早就通过水流听到了敌人的消息, 他现在的听力也是普通海族的百倍。 这一天, 终于到来了。 父亲, 族人们, 请见证, 我为你们复仇吧。 当黑压压的帝国军队冲来的时候, 阿米莎显得非常兴奋, 他大声对着敌人宣布道, 这就是你们帝国的末日。 还没等帝国军队将他包围, 阿米莎已经化作一道白色的闪电, 朝着他们冲去。 他手中的三叉戟轻轻一挥, 便轻而易举地斩杀了不朽帝国的三名先锋。 前面的帝国战士有些震惊, 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这么快的身手。 同时, 他们心中涌起一阵恐惧, 难道传闻都是真的? 早在出征之前, 他们就曾经听说过关于阿米莎的传闻。 据说这恐怖的女海族, 有着远超普通海族的力量和速度, 她的三叉戟, 可以轻易地刺穿不朽帝国最强大将军的心脏。 但没有多少人会相信这么夸张的传言, 他们无法相信, 世间能有这么恐怖的海族。 直到他们亲眼见证这一幕, 可此时再相信, 为时已晚。 他们上一秒刚刚相信了阿米莎的实力, 下一秒就被阿米莎的三叉戟斩下头颅。 一眨眼的功夫, 不朽帝国的先锋部队已经被阿米莎屠戮干净。 战争之中的帝国君王福库里神情慌张, 他已经开始乱了分寸。 而帝国的军队早已经乱了分寸, 原本熟练的阵容也彻底凌乱。 只有阿米莎越战越勇, 身体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 帝国军队的士兵们拼尽全力把长矛插向他的身体, 却发现阿米莎的身体比大海中最坚硬的岩石还要坚硬, 不朽帝国的长矛根本伤不到他。 一人灭一国? 这就是眼前的局面。 历经了五个小时的敖战, 不朽帝国由数万名海族战士组成的军队被阿米莎杀得七零八落, 其中六成战士当场阵亡, 剩下四成临阵逃脱, 逃离中部海域。 而不朽帝国的君王福库里最终也没能活着离开这片战场, 他在紧急逃亡的途中被阿米莎成功追上, 并且用三叉戟刺穿了后背。 这就是你的下场! 杀死我父亲!杀死我族人应有的代价! 父亲! 红珊瑚的族人们, 我为你们报仇了! 从今以后, 大海之中再也没有邪恶的不朽帝国。 阿米莎说到做到, 利用从阿卡多那里获得的神之力灭亡了整个不朽帝国。 而这件事情也逐渐在海域中流传了出去。 所有人都知道, 阿米莎是被阿卡多眷顾的海族。 他们知道, 曾经降临极南海域的阿卡多随便动动手指, 便将阿米莎变成了海族中最强大的战士。 一个人单枪匹马, 便灭亡了声势浩大的不朽帝国, 终结了这绵延千年的统治。 至此, 再也没有人敢怀疑阿卡多的存在, 也没有人敢质疑阿卡多的实力。 每一个听到这件事情的海族都成了阿卡多虔诚的信徒, 自觉地为阿卡多贡献信仰和崇拜。 更夸张的是, 海族中一些渴望自己也能像阿米莎一样被阿卡多眷顾的人, 学着阿米莎来到了极南海域之中, 每日浸泡在冰冷的海水里祈祷阿卡多的接见。 一开始, 只有三四名海族这么做, 很快数量变成了四五十, 又增加到了两三百。 在后来, 这两三百的海族互相接触, 繁衍, 反而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族群。 而不朽帝国中的一些逃兵, 因为惧怕阿米莎的追杀, 便一路朝着大海的尽头逃去。 他们知道, 阿米莎在海洋之中是战无不胜的, 便拼了命地想逃离海洋。 一开始, 这些人战战兢兢地生活在前海区域, 那已经是不是以海族生活的地带了。 后来在恐惧的支配下, 这些海族干脆贴近海面, 甚至游出海面。 又过了数万年的时间, 这些海族干脆离开海洋, 走向了陆地。 当然, 这已经是后话了。 那时候的海族早已忘记了曾经大海深处有个强大的帝国存在。 覆灭了不朽帝国之后, 阿米莎并没有利用自己的神之力创建另一个崭新的国家, 他并没有这个志向, 他一生的目标只有复仇而已。 在这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之后, 海洋中的海族数量大幅下降, 不朽帝国既然覆灭, 原本被不朽帝国统治的拥有富饶物资的中部和北部的海域就空了出来。 原本只能躲在大海边缘的自由群落纷纷来到这里, 瓜分不朽帝国残存的领土, 而为了争夺资源, 他们大打出手, 不断杀戮, 这导致了海族数量的持续下降。 战争持续了整整百年, 海族们把这段时期称之为百年乱战, 而原本由不朽帝国积累起来的财富在这百年之间被挥霍一空。 阿米莎在灭亡了不朽帝国之后, 活得空虚而又无聊, 在阿卡多的干预下, 他拥有了更长的寿命, 但他逐渐发现长寿无法给他带来任何快乐。 自从灭亡了不朽帝国, 复仇成功之后的阿米莎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 他不再杀戮, 也不再抛头露面, 每天只是猎杀能够维持生活的猎物, 之后便在深海里漫无目的地游荡。 这种枯燥的, 如同行尸走落的生活结束于百年乱战终结的前四十年, 也就是海族间频繁战乱的第六十个年头。 在一个频繁的下午, 阿米莎在某个人数稀少的群落, 碰巧遇到了阿米莎, 他被阿米莎夺走了辛苦追捕的猎物。 阿米莎本以为这名猎人会对他出言责怪, 甚至对他发起攻击, 毕竟他并未展示出自己强大的力量和速度。 而他的体型看起来又比那名猎人瘦小许多。 但出乎意料的, 这名猎人大方地把花斑鱼送给了他。 于是, 因为一条花斑鱼, 两人愉快地攀谈起来。 这还是阿米莎在灭亡了不朽帝国之后, 第一次与人交流。 他已经有六十多年的时光, 没有和其他海族说过话了。 交流的过程中, 阿米莎了解到, 这名年轻的海族只有二十岁, 他来自于一个叫做追捕者的族群, 他是族群里最优秀的猎人。 他有一个哥哥, 有两个妹妹, 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但母亲此时还健在。 在两个人的交流之中, 阿米莎发现自己对这名年轻猎人很有好感, 此刻一种全新的情绪让他原本枯燥的人生变得快乐, 这种情绪叫做爱情。 于是, 他跟着猎人回到了追捕者群落, 并且与他结为了伴侣。 两个人接连生育了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都是男孩, 哥哥取名叫班达尔, 弟弟取名叫德科。 在海族的语言中, 哥哥的名字意味着不忘先祖, 而弟弟的名字则意味着庇佑子孙。 看着两名孩子一压血雨, 原本内心中只有仇恨的阿米莎重新找回了幸福感。 直到有一天, 直到那个漆黑的晚上。 熟睡中的阿米莎只感觉胸口一阵剧痛, 冰凉的金属戳入了他的胸膛。 当他惊恐地睁开眼睛的时候, 他看到他最挚爱的丈夫拿着他的三叉戟捅入了他的心脏, 而那只三叉戟是他第一天来到追捕者部族之前就埋在三海里外的海沟里的, 他想彻底隐藏自己阿米莎的身份。 只可惜, 他的丈夫显然早就知道他是阿米莎, 也知道他藏匿起了三叉戟。 为什么? 为什么? 阿米莎抬头看向他的丈夫, 不解地质问道, 因为我从一开始就要杀掉你, 你这邪恶的女人! 猎人愤怒地说道, 原本的海族强大而繁荣, 我们在不朽帝国的保护下平安和睦。 是你灭亡了不朽帝国, 是你毁掉了这美好的一切。 你杀掉了我的爷爷, 班德, 一名不朽帝国忠诚的巡逻兵, 你杀掉了我的族人, 毁掉了海族的和平。 因为你, 海族陷入了漫长的战乱时代, 因为你, 海族的数量越来越少。 你是邪恶的化身, 我必须要终结你。 听到这里, 阿米莎终于恍然, 但她挣扎着, 看向远处仍在熟睡的, 还没喊出第一声妈妈的孩子, 痛苦地问道, 可是, 你既然一开始就打算杀掉我, 为什么还要和我, 和我生育那两个孩子? 猎人并没有欺瞒她临死的妻子, 而是如实回答, 因为阿凯多的神力不能失传, 我还需要用它去阻止这个战乱的时代。 神之力是海族的希望, 只有神之力, 才能让海族重新强大起来。 第755章 陆地上的文明 阿米莎没想到, 自己最后会用这一种方式死亡。 她很久之前就以为其他海族 已经不具备杀掉她的能力了。 毕竟她的身体坚不可摧, 她的体内有阿卡多富与的神之力, 但最终她还是死在了一名普通海族的手里, 杀死她的武器同样是由阿卡多富与 那支锋利无比的三叉戟, 只有神明创造的武器 能够杀戮由神明创造的海族。 阿米莎没有马上咽气, 她在胸口被刺穿之后, 还痛苦地挣扎了一回。 而在这段弥留之际, 她仿佛又看到了阿卡多。 那个神秘的, 伟大的, 拥有着无上力量的神明, 那个挥挥手就可以彻底改变她一生, 彻底改变整个海族轨迹的主宰。 阿卡多伟大的阿卡多, 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在我死后, 我可以在某个地方与你再次相遇吗? 阿米莎低声询问道, 她希望阿卡多能够像当年那样再次降临, 可是这一次她没能如愿, 阿卡多始终没有再次现身。 但就在此时, 她的耳边忽然想起了阿卡多的那个问题。 阿米莎, 你应该仔细想想, 你痛恨的是什么? 你想要毁灭的究竟是什么? 杀掉你父亲和族人的又究竟是什么? 不朽帝国杀掉了你的父亲和族人, 你杀掉了不朽帝国中, 其他海族的父亲和族人, 那么你与你眼中邪恶的不朽帝国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两句话不停地在阿米莎的脑海中回荡, 让阿米莎的思绪变得时而混乱, 时而清晰, 她挣扎着看向仍在梦乡中的两个孩子, 抬头看着自己曾经深爱着的, 深深信任着的丈夫, 她忽然有了顿悟, 整个身体抽搐不已。 原来早在那个时候, 阿卡多就曾经提醒过我, 原来早在那个时候, 阿卡多就给我指明过正确的方向, 可是我却全然忽略了阿卡多的指引, 而是一意孤行地做了错事, 我辜负了神之力, 我辜负了阿卡多。 在顿悟之后, 阿米莎终于释然, 她接受了自己的结果, 因为这一切都是她自己咎由自取。 看着远处继承了她神之力的, 仍在睡梦中的孩子, 阿米莎缓缓闭上了眼睛。 孩子们, 不要像你们的母亲一样, 辜负了神之力, 辜负了阿卡多。 今后的路, 就要你们自己走了。 四十年后, 班达尔和德科果然如他们的父亲所愿, 终结了海族的百年乱战。 作为神之力的传人, 班达尔和德科成了海族中最强大的两名英雄。 班达尔继承了阿米莎的力量和勇敢, 德科则继承了阿米莎的敏捷和智慧。 兄弟两个从追狱者部落开始, 统一了中部海域大大小小的数十个群落, 又向着北方海域进发, 彻底统一了海族。 尽管此时海族的数量已经比一百年前, 不朽帝国的最鼎盛时期少了整整十分之九。 但是班达尔, 德科兄弟所建立的新的王国同样繁荣富强。 他们将大海中的疆土, 分封给最先投靠给他们的群落领主, 允许他们以群落的方式继续生活, 再将这些群落结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整体, 并将这个联合起来的新的帝国称之为和平联盟。 在海族中拥有最强大实力的班达尔和德科被信奉为神。 哥哥班达尔被称为战争之神, 而弟弟德科则称为智慧之神, 两人既是海族的精神领袖, 亦是和平联盟的最高统治者。 结束了战乱年代, 兄弟俩过上了悠闲的日子, 哥哥班达尔每日带着族人出海狩猎, 弟弟却开始琢磨其他事情。 这一日, 在班达尔狩猎归来之际, 德科突然来到了他的房间, 他带来了两个上好的勇士国, 专门为满载而归的哥哥庆贺。 兄弟两人边吃边聊, 德科突然发问, 尊敬的哥哥, 你还记得我们母亲的故事吗? 住嘴! 德科! 班达尔勃然变色, 要是被父亲听到了, 他必定要大发雷霆。 父亲早就老太隆中, 不问世事了。 德科笑容满面, 这件事情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我们的母亲是个罪人, 是杀掉了大半海族的死神阿米莎。 你到底想干什么? 德科! 我可不觉得讨论这件事情是正确的。 我们兄弟两个拼尽全力, 才赢得了现在海族的信任和尊敬。 我们好不容易才让他们逐渐遗忘我们的母亲是死神, 一旦你唤醒海族的记忆, 我们的威望将持续下降。 班达尔沉生说道, 只是我们自己说说, 海族又能知道什么? 德科笑道, 他啃了一口永世果, 脸色变得鲜艳了一些。 他继续说, 我们的力量来源于母亲。 而根据长老所说, 我们两人的力量加起来也不如母亲的十分之一, 因为我们的父亲是凡人。 他玷污了母亲的神之力。 而母亲的神之力来源于无限大能, 创造海族的阿卡多, 正如母亲的那把三叉戟一样。 听到这里, 班达尔已经有些不耐烦。 你到底想说什么? 德科! 我想说, 如果我们有机会再见到阿卡多, 我们是不是能变得更强? 阿卡多就是海族神之力的来源, 他能赋予我们想要的一切。 听到这个建议, 班达尔的表情立即变得严肃起来。 他虽然没有从阿米沙那里继承到超凡的智慧, 但这并不代表他是个傻子。 他知道, 德科说的没错, 阿卡多的确是神力之源, 只要有阿卡多的帮助, 那么海族一定能够繁荣昌盛下去。 如果能够再次见到一次阿卡多, 那么这对于整个海族来说都是改变命运的大事。 你说的没错, 德科, 你说的没错。 班达尔赞同地对弟弟说道, 我明天就发布命令, 召集我们海族最强大的战士和最漂亮的女性前往极南海域, 在那里建立庙宇祭坛, 向神明祷告。 我们要比我们的母亲还要虔诚, 我们要日夜呼唤阿卡多。 直到阿卡多再次降临, 把幸福和强盛赋予我们海族, 赋予我们的和平联盟。 坐在客厅陪着家里吃披萨的高飞突然收获了大量的信仰, 这让他意识到海族的新帝国终于成行了。 在他将神力赋予阿米莎之后, 他就离开口袋宇宙出来吃饭了。 接下来的剧情他还没来得及看到, 赋予神之力似乎很有效果。 高飞心中非常满意, 却不敢过度暴露出来, 否则坐在他对面的少女一发独心术甩过来, 高飞豢扬口袋宇宙的秘密就得泄露。 吃完披萨, 加利摸摸手就去和斯凯出门逛街了, 曼哈顿区远比布鲁克林卡纳西要繁华得多, 简直就是两个姑娘的购物天堂。 而等加利离开之后, 高飞则收拾好残羹冷制, 重新回到了口袋宇宙。 经过长时间的演化, 此时的蓝星又变了模样。 海平面持续下降, 大气循环和水循环系统逐渐稳定, 蓝色的海洋面积从原本的几乎100%变成了80%, 更多的陆地浮出海面。 高飞看向深邃的海域, 发现原本的不朽帝国已经不复存在, 此时统一海域的是一个联邦制国家, 各个大大小小的群落组合成了一个庞大的联盟帝国。 而搞笑的是, 这个联盟帝国最繁荣昌盛的城市不在物质资源极度丰富的中部海域, 也不在气候环境非常宜人的北部海域, 而是在环境恶劣、海水冰冷的极南海域。 在遥远的极南海域, 反而生活着数量最多的海族, 他们在这里建立城市, 修筑巢穴, 甚至制造雕塑。 在极南海域的最南端, 一片枯萎的珊瑚旁处立着两个雕塑。 这两座雕塑已经在这里处理了数百年, 他们分别叫做班达尔和德科。 据传说, 这两个人是如今这个联盟王国的建立者, 他们一个是海族的战争之神, 一个是海族的智慧之神。 而他们的母亲是海族的死神阿米莎, 只不过由于阿米莎在海族人民中的口碑极为恶劣, 因此并没有被树立雕像供奉。 在两座雕塑的上位, 还有一座更为高大宏伟的雕塑。 这座雕塑雕塑出的是一个与海族生物截然不同的生物, 它有着海族的头颅和躯干, 巨虾般巨大的熬钱, 以及深海巨怪般庞大的触手。 它就是阿卡多, 海族神话中最强大的神, 生死的掌控者, 全知全能的造物主。 但是在海族之中, 唯一有幸见过阿卡多的只有死神阿米莎。 死神阿米莎曾经自称为阿卡多的女儿, 但她却没有留下任何关于阿卡多形貌的描述, 以至于海族只能把海洋中最强大生物的各种器官拼凑在一起, 组成了现在阿卡多的样子。 当高飞看到这座诡异莫名的阿卡多雕塑时, 他当场笑喷了。 卧槽, 这也太抽象了吧? 我在你们海族心中, 就是这个模样的。 但不管雕塑的本身是什么样子的, 能给高飞输送源源不断的信仰就行了, 至少如今的联盟王国比之前的不朽帝国要更加强盛, 更加开放。 而高飞的神之力也在班达尔和德克兄弟的子嗣中流传了出去, 经过这数百年来的繁衍, 如今海族之中已经有上千名皇室子孙 以及流落在外的皇室私生子拥有了神之力。 只是现在的神之力被普通海族的血脉不断稀释, 再也没有像阿米莎那样毁天灭地的能量。 至于那把无坚不摧的阿米莎之己, 则换了一个名字, 以王者三叉己的称号, 成为了联盟王国君王的象征, 由历代君王掌管。 在大海里逛了一圈之后, 高飞决定去陆地上看看。 毕竟, 随着海平面的下降, 蓝星上的陆地面积越来越大。 想来, 距离生命诞生已经有了很长一段时间, 海洋中的生命也的确应该往陆地上发展了。 高飞的判断没错, 陆地上此时的确已经有了生命。 他最先看到的是一种庞大的爬行生物, 这种生物目前算是站在陆地生物食物链的顶端。 用时间宝石回溯他的演化史, 高飞发现这些爬行生物居然与大海中的海族有着共同的祖先, 海族的祖先是那些类似水蛇的鰻鱼。 而这种爬行生物的祖先也是鰻鱼。 一部分鰻鱼被高飞改造, 逐渐演化成了拥有高级智慧的生物。 但另一部分鰻鱼没能得到造物主的恩赐, 只能按照自然规律缓慢进化。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 他们进化出了能够放电的肌肉组织, 这一点与地球上的电蛮非常类似, 只不过蓝星上电蛮出现得更早。 有了放电的能力, 这些蛮鱼在水里简直可以大杀四方, 任何照面的猎物都被它们直接电死, 毫无还手之力。 凭借着这种恐怖的能力, 这些电蛮原本能够成为海洋中的最强杀手, 哪怕是已经逐渐拥有智慧的海族, 在面对这些擅长远程释放电流的恐怖杀手时, 只怕也会束手无策。 幸运的是, 海族生活的海域是较深的深海海域, 而潜海海域中的食物资源更加丰富, 电蛮们为了捕食更多的猎物, 便逐渐从深海海域往潜海海域发展。 绝望的猎物们被这些会放电的大佬直接逼到了岸上, 电蛮也跟着这些猎物上了岸。 上岸后的电蛮从鱼类变成了两栖类动物, 之后又演化成爬行动物。 它们进化出肺用来呼吸, 又进化出强壮的四肢和锋利的爪子。 电蛮变成了大号蜥蜴。 统治的地盘从海洋逐渐变成了陆地, 但直到彻底演化为爬行动物, 这些原本是电蛮的大佬们才意识到一个尴尬的问题。 虽然还保留着放电的能力, 但放电的能力只有在水中才能体现出更大的作用。 因为水可以用来导电, 空气却并不能如此。 这样一来, 原本在海洋中大杀四方的电蛮大佬变成蜥蜴之后, 反而成了弱鸡。 不列能力直线下降, 这导致它们的地位也发生变化, 甚至一度濒临灭绝。 直到某一天, 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 某一群蜥蜴来到了一个崭新的栖息地。 在这些栖息地里有一些独特的果实, 这些果实散发着醉人的香气。 捕猎能力下降, 许久没有猎物的蜥蜴大佬们根本顾不上挑食, 便开始大快躲移。 它们大量吞食了这种奇妙的果实, 并且填饱了肚子。 很快, 食物在它们的腹中分解, 并且产生化学反应。 这些食物产生了一种神奇的气体, 这种气体带有一种浓郁的臭味。 腹腔内被气体充斥着的蜥蜴们开始不断地打嗝, 一开始只是被动地打嗝, 但是它们逐渐掌握了这种排出气体的方式, 久而久之, 就可以熟练地将腹腔内的气体喷出来。 而在某一个时刻, 某一只百无聊赖的蜥蜴, 在喷出气体的时候突发奇想, 使用了自己放电的能量。 从它口腔中喷出来的恶臭气体在离开嘴巴的时候, 刚好遇到了由它腮部释放的电流形成的小火花。 而在这一刻, 一团赤裂的火焰翻滚着, 向前喷射而出。 蜥蜴大佬吓了一跳, 连忙本能向后退去, 他从未见过这团炽热的, 颜色明亮的东西, 但他的直觉却告诉他, 这团诡异的东西比他曾经擅长释放的电流更加危险。 时间不断推移, 越来越多的蜥蜴大佬发现了这件神奇的事情, 当他们在喷出气体的时候释放电流, 就会有一团炽热的火焰喷出口腔。 一开始, 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他们自己的能力, 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终于明白这是大自然赋予他们的第二项神力, 比放电更强大的神力。 而在陆地上, 这项神力的杀伤力是无比巨大的。 于是, 一群体型庞大, 尖牙利齿, 能够从口中喷出熊熊烈火的喷火蜥蜴, 就此诞生了。 与一路开挂的电蛮群体截然相反, 逃亡到陆地上的海族后裔就显得倒霉得多了。 他们原本都是在不朽帝国活得吃喝无忧的信任, 谁想到居然会有一天被一个单枪匹马, 手持三叉戟的恐怖女人追杀到背井遗乡, 逃到前海区和岸上。 由于这些海族离开大海的过程太过短暂, 这让他们很难迅速适应陆地上的环境, 就算海族的身体结构原本就能适宜陆地生活, 但他们的登陆生涯还是充满了坎坷。 当高飞在陆地上发现这些海族后裔的踪迹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濒临灭绝了, 长有硕大尾弃的下半身可以在海洋中自意驰骋, 但是一到陆地上就成了巨大的累赘。 看到这些海族拼死挣扎的样子, 高飞无奈地摇了摇头。 算了, 我原本也打算在陆地上构建高等文明, 就帮帮这些倒霉的海族, 让他们在陆地上生活下去吧。 想到这里, 高飞开启操纵微观结构的能力, 他将变异的基因直接埋入这些海族的身体中, 让他们的下一代能够更加适应陆地的环境。 过了十年, 陆地上的下一代海族陆陆续续地诞生, 而令他们父母震惊的是, 这些海族的子嗣与他们的父母长得截然不同。 他们的上半身虽然相似, 但是下半身却有了诡异的变化, 原本海族标志性的巨大尾部和尾棋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两条修长的腿。 第一个降生的变异的孩子被视作要挟, 还没等孩子的母亲好好看看他, 就被惊恐的族人们拿出去丢下山崖摔死。 第二个变异的孩子难逃同样的命运, 这种诡异的变异被视作不祥的象征。 变异的恐惧让整个群落被笼罩在阴影之中, 长老们甚至揣测整个群落是否被恶魔盯上。 对于天性保守且胆小的海族群落来说, 变异的婴孩就是厄运的象征, 他们绝不会意识到那变异的双腿, 其实是帮助海族征服大陆的钥匙。 第三个孩子还在肚里的时候, 他的母亲和父亲就开始担心他是否也是变异者, 毕竟群落里已经有两个孩子被当作邪魔处死, 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落得同样的下场, 即使他真的是个变异的邪魔。 转眼来到了婴儿降生的时间, 孩子的父亲忐忑地收在帐篷之外, 母亲仅仅咬着一根枯木, 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 历经三个小时的煎熬之后, 婴儿诞生了。 如他们预想的一样, 这新生的婴儿仍然是个变异者。 我们逃吧。 孩子的父亲忐忑望向孩子的母亲, 低声说道, 我不能让他们杀死我们的孩子。 婴儿的母亲虚弱地点点头, 但他此时的状态又怎能逃走。 执着的丈夫带着妻子和婴儿朝着群落外面的森林中逃去, 但很快就被群落的其他人发现, 一番追逐之下, 婴儿的母亲重重摔倒在草丛里。 走吧,带着孩子活下去, 我来拖住族人们。 这时, 婴儿母亲对他们父子说的最后一句话, 之后, 他便被族人抓住, 严刑拷打, 最后被折磨至死。 孩子的父亲带着婴儿逃离群落, 在森林中独自生活, 而他们的行为也给了其他族人希望, 因为没有那一对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活下去。 接下来的数十年内, 效仿者越来越多, 每一对怀孕的夫妇都会想方设法逃离村落。 他们不再相信村子里把变异婴儿叫做邪魔的长老, 他们坚信那些孩子是上天的恩赐, 他们也学聪明了, 不再等待孩子降生之后再逃离, 一旦发现妻子怀有身孕, 丈夫便带着他逃离这个恐怖的群落。 于是周围的树林中,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单独行动的流亡海族, 他们以家庭为单位生活着, 一开始只是各自为营, 但随着这些单独海族越来越多, 他们逐渐聚集在了一起。 这个时候, 最初一代的变异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 他们都变得强壮而又聪明。 长成后的变异海族发现, 两条腿的身体结构非常适宜在陆地上生活, 他们不仅可以在地面上快速移动, 甚至可以攀爬树木。 随着这些变异的海族越来越多, 他们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群落。 而因为, 他们这一种类能够更迅速地在陆地上行动, 他们几乎劣势干净了附近的所有森林。 而原本群落的那些没有变异的海族, 在激烈的竞争下, 彻底失去了食物来源。 他们的族人相继饿死, 或者被森林中其他饥饿的野兽追逐杀死。 当崭新的, 变异的海族们成群结队地向内陆进发的时候, 原本那些把他们是做要挟的, 保守的, 不知道变通的海族们被彻底遗忘在了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他们原本可以补育新一代成长, 并且依靠着这些神赐的孩子过上更加幸福安稳的生活。 可惜他们始终没有战胜自己固有的成见和对未知的恐惧。 当新的海族在遥远的内陆建立家园的时候, 这些长老们默默死在了早已被遗弃的村落中, 随着风雨的冲刷, 腐烂成一具具干枯的白骨。 第756章森林中的生命之术, 变异后的新一代海族逐渐远离了他们的故乡大海, 他们来到了内陆, 并且在内陆生活了下去。 随着对环境的熟悉, 他们逐渐发现, 他们的身体结构更适合陆地, 而不是海洋。 也许当初改变我们的并不是恶魔, 而是神明。 其中一个聪慧的海族心中有了这样的想法, 神明怜悯我们海族无法在陆地上生存, 这才改变了我们的样貌。 但马上就有一个海族反驳他, 神明带来的只有毁灭和灾难, 他的本质与恶魔无异。 因为他的祖先曾经告诉他们, 神明的女儿替着三叉戟从大海的最南端出现, 他所到之处便有死亡相随, 成千上万的海族惨死在他的三叉戟下。 如果不是这所谓的神明, 他们也不用背井离乡离开原本富饶的海域, 更不用千辛万苦离开海洋, 踏上陆地, 最后险些死在岸上。 对于陆地上的海族来说, 神明是最危险, 最邪恶的东西, 他们能够相信的只有自己, 只有自己不会伤害自己。 又过了几代人, 这些海族彻底在陆地上扎下了根, 他们回想自己的历史, 觉得自己再也不应该自称海族。 我们脱离了海洋, 就不能再以海族自称, 更何况我们发生了变异, 原本的海族把我们当作恶魔的后裔, 把我们当作是不祥之兆, 海族绝不会认可我们, 我们还是改个名字吧。 某位长老提议道, 没错, 我们脱离了海洋, 我们不再是海族, 我们也不需要海族的认可, 我们是一个崭新的种族, 何必再纠结海族? 神之女降临海洋, 我想, 海族一定已经被他屠杀干净了吧。 不少人跟着复义, 改变名字的提案被正式通过。 经过大家的讨论, 最后决定, 这个族群的新的名字应该叫做大帝之子。 他们觉得是大帝给了他们崭新的生命, 并且赋予了他们两条腿走路的能力。 他们的新生活是陆地恩赐的, 因此, 他们应该自称为大帝的孩子。 而与此同时, 站在宇宙的角落旁观这一切的高飞, 只是轻轻笑笑, 并没有再插手干预什么。 陆地上的海族部现在是大帝之子。 陆地上的大帝之子们在森林和草原上生活, 他们逐渐掌握了更加复杂的工具, 并且能够搭建起凶为高耸的房子。 住在这些房子里, 他们能够遮风挡雨, 能够抵御野兽, 这给了他们安全感, 让他们形成了前所未有强大的部落。 越来越强大的大帝之子变得雄心勃勃, 他们把狩猎场从森林、草原向着远方扩散。 他们征服了越来越多的野兽, 采摘了越来越多的果实。 直到某一天, 当他们的族群翻过了一座山岭的时候, 这个族群最优秀的猎人队伍遇到了一种奇怪的野兽。 这野兽让他们打心底, 产生恐惧。 眼前的野兽有着庞大的身躯, 有着粗糙的皮肤, 有着强壮的四肢, 以及硕大的头颅。 这野兽张着血盆大口, 目测一口能够吞掉两名猎人的头颅。 但勇敢的大帝之子并没有胆怯, 他们挥舞着手中的长剑, 朝着眼前凶悍的怪物发起了突击。 即便是更庞大的怪物, 他们也曾经猎杀过。 因为大帝之子比这些怪物更加聪明, 他们能够团队配合, 并且能够使用复杂的武器。 他们坚信眼前的怪物只是体型庞大, 除此之外, 它再无其他优势。 但就在此时, 这恐怖的怪物发出一种诡异的声音, 紧接着恶臭的气味就逐渐弥漫开来。 下一秒, 令所有猎人都没有想到, 这怪物的口中居然喷出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 那是只有天雷下批的时候, 大帝之子们才能够目睹的东西。 那是非常危险, 能够让人瞬间死亡的恐怖之物。 但是眼前的怪物就是直接喷出来了, 这熊熊燃烧的烈火掠过了每一名猎人的身躯。 而怪物显然没有放他们一马的意思, 它张大嘴巴, 烈火再次袭来。 一团又一团的烈火朝着猎人们扫去, 将大帝之子最优秀的猎人们当场烧杀。 只有站在远处的猎人才及时逃脱, 侥幸捡回一条性命, 前排的猎人无意生还。 很快, 这一噩耗便在大帝之子的部落中传开了。 据说山那边有体型庞大的会喷火的怪物, 能够寝客间消灭一只最优秀的猎人队伍。 而令人意外的是, 这一消息并没有在大帝之子的部落之中带来恐惧, 反而让无数猎人前仆后继的往山的那边涌去。 在扫平了一片又一片森林, 一个又一个草原之后, 大帝之子变得越来越骄傲。 它们现在只想证明自己的勇敢和强大。 而那些所谓的能喷火的怪物, 显然是证明它们勇气最好的方式。 但很快它们就发现, 它们太自大了。 这些会喷火的怪物比它们想象的还要强大。 它们喷出的火焰可以轻易杀掉一整只猎人队伍。 一只又一只队伍在喷火怪物的面前全军覆没, 大帝之子的数量也越来越少。 惨痛的教训让这些狂妄的家伙冷静了下来, 它们终于意识到现在的它们还没有战胜这些喷火怪物的实力。 此时的大帝之子终于决定减缓进攻喷火怪物的步伐, 仔细思考战胜它们的方式, 因为显而易见, 目前它们的武器根本无法击败那些猙獰恐怖的怪物。 而在大帝之子频繁送死的迷惑行为之下, 火习义们反而接收到了一条重要的信息, 这些拿着武器, 喋喋不休的家伙们好像是不错的食物。 一开始, 由于隔三差五就有大帝之子组团前往火习义的领地送死, 这让火习义们根本不需要主动狩猎就有足够果腹的食物。 后来大帝之子终于不再自寻死路, 火习义们只能主动出击去寻找这些愚蠢但却可口的家伙。 于是, 第一次火习义入侵开始了, 它们从山脊上下来, 潜入了大帝之子的村落, 它们喷射火焰, 把大帝之子们用木材搭建的房屋轻而易举地烧成灰烬。 之前的大帝之子也许意识到了火习义对它们来说是不可战胜的怪物, 但那只是在火习义没有主动攻击的情况下, 如今当火习义降临村落, 它们才意识到火习义何止是不可战胜的怪物, 它们简直就是死亡的化身, 是大帝之子的末日。 在火习义的肆虐下, 近半数以上的大帝之子死在了熊熊火海之中, 它们只能快速逃离村庄, 向更加遥远的地方逃去, 这才能躲避被杀戮的命运。 看到这里, 高飞不由地摇头长叹。 这些火习义有点强啊, 没想到自然变异也能创造出如此破坏平衡性的物种出来。 它们简直能和地球上的恐龙相提并论了, 在食物链中完全是统治者, 其他物种根本没有抗衡它们的能力, 只有小行星撞击地球才将那些恐怖的庞然大物灭绝。 思路到了此处, 高飞忽然一阵疑惑。 那场小行星撞击地球的灾难真的是个意外吗? 还是有某个神秘的力量想要重新调整地球自然界的平衡性, 这才强行删除了恐龙这种bug级别的物种。 随后, 高飞被自己的想法所逗笑, 也许这只是它的一个毫无根据的脑洞吧。 低头看向蓝星, 时间又向后推进了百年。 大地之子的挑衅不光让火蜥蜴意识到 大地之子是一种愚蠢的, 弱小的, 但却美味的食物, 同时也让火蜥蜴意识到了自己的强大。 原本的火蜥蜴只是生活它们深山中的栖息地, 它们并没有扩张领地的意图, 后来为了追捕那些挑事的大地之子, 它们走出了深山, 来到了森林和草原。 后来这些智商有限的大家伙发现, 森林和草原有着更加丰富的物质资源, 有着数量更多的猎物, 这里成了它们的乐园, 它们便把栖息地搬出了深山。 可惜好景不长, 很快这些大家伙就意识到, 自己与大自然并不契合, 它们喷射火焰的能力尽管在狩猎方面非常好用, 但却对森林和草原很不友好, 它们稍不注意就会点燃森林和草原, 并且引发无法抑制的火灾。 这些庞大的怪物们成了四处游走的纵火犯, 这给大自然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 在火蜥蜴走出深山的百年间, 蓝星陆地上的植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如果继续任凭这些怪物肆虐下去, 那么蓝星的生态圈将会彻底崩溃。 到时候, 高飞辛苦建立的一切就付诸一句了, 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场面。 我该怎么办? 怎么限制一下这些四处纵火的怪物? 高飞扪心自问, 思考对策, 再强化一下大地之子, 让他们拥有更强大的力量, 屠杀火蜥蜴吗? 高飞摇了摇头, 他并不喜欢大地之子的骄傲和自负。 他认为, 如果赋予他们与海族相同的神之力的话, 这些狂妄的大地之子只可能酿成更大的灾难。 而看着马上就要被焚烧干净的森林, 高飞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为什么不能让森林自己拯救自己呢? 为什么不能让树木们拥有反抗的能力? 万物有灵, 植物也应该拥有灵魂。 想到这里, 高飞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攥紧拳头使用空间宝石来到了蓝星大陆深处一片最古老, 最茂密的热带雨林之中。 火蜥蜴的足迹虽然还没有来到这里, 但他们已经朝着这片热带雨林移动了, 一旦他们在这里点燃第一株植物, 那么他们造成的损失将会是难以估量的。 高飞必须阻止这一切。 沿着热带雨林一路向深处走去, 脚下几乎没有任何平坦的道路, 摸过膝盖的植物上带着潮湿的露珠, 潜伏在草丛深处的则是拥有致命毒液的昆虫和爬行生物。 但高飞并不拒弹这些, 他有阿斯加德的神力护体, 更何况在得到了海族源源不断的敬仰之后, 他的神力又变得更强了。 他仿佛只是一道幻象飘浮在森林之中, 任何企图对他发起进攻的生物都在碰触到他的神力之后, 老老实实地退散了。 即便这些生物没有智慧, 他们也能感知到冒犯高飞只会为他们带来烟灭和死亡。 在十五分钟左右的寻找之后, 高飞终于见到了这趟旅程要拜访的目标。 那是一棵参天大树, 它拥有着上千年的寿命。 在海洋中还是由不朽帝国统治的时候, 在海族死神阿米莎还没有获得阿卡多之力, 甚至还没有降生的时候, 这一株参天大树就已经矗立在这里, 扎根于大地, 仰望于苍穹了。 而经历了千年的风吹与打, 它非但没有半分衰老的迹象, 反而获得愈发旺盛。 植物本就比动物还要顽强, 它们才是大自然的宠。 如果让如此规律的宝藏被大火复制一具, 那么这简直是世间最大的惨剧。 高飞轻轻摇头, 随后使用了魔法。 那是来自于《围山地之书》和《黑暗神书》中 共同记载的古老咒语, 是赋予灵魂的神秘契约。 高飞闭起双眼, 低声迎颂, 周围整个空间形成了一个玄傲强大的结界。 空气仿佛沸腾起来, 远处恒星的光芒投射下来, 却反射出五彩斑斓的颜色, 像是一个硕大的万花筒, 又像是一个精致的水晶观。 随着高飞口中的咒语送出, 高飞眼前那棵参天古树的枝干 忽然舞动起来, 不仅是成千上万, 蔓延簇拥如滑盖的枝丫, 就连那棵古树足足二十人 何为的粗壮的树干 也仿佛有了生命, 在泥土中挣扎着轻轻扭动。 在这一刻, 创世神高飞赋予了古树灵魂, 这是除了生命之外, 另一个能彻底改变古树的要素。 在获得灵魂的同时, 这株参天古树的枝干 再次向远处无尽延伸。 而在结界之外, 整个茂密的热带雨林 仿佛都获得了重生, 高低起伏的虫鸣不绝于耳, 潜伏在密林深处的走兽们 是另一个任由他们肆虐的栖息地, 殊不知。 迎送完咒语, 高飞默默欣赏着 自己面前的杰作。 这株高达数百米的庞然大物 彻底被高飞赋予了灵魂, 他此时正轻轻摇动着自己的枝压, 仿佛在对自己的造物主 表达着感激之情。 而在高耸露云端的树冠之上, 一些绿色的光芒正在形成, 它们像是萤火虫的光辉一般 闪烁而又飘逸。 我该做的都已经完成, 接下来森林的命运将由你们掌控。 高飞轻轻一笑, 捏紧拳头使用空间宝石离开雨林 再次回到了宇宙之中。 他继续扮演他观察者的角色, 而不是这个宇宙的参与者, 适当的干预已经是他的极限。 他知道他是创世神, 而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在高飞离开之后, 这一株原本就参天的古树 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生长。 他将树木的顶端朝着天空伸去, 脚下繁杂的根系则再次探向土壤。 他的树叶变得更为茂密, 随着夜风的吹拂发出扑素素的声音, 而最为壮观的在他的树冠之上, 那树冠上的树叶中正在郁郁着 一个又一个闪烁着碧绿光芒的果实。 那些果实像是小灯笼, 又像是萤火虫, 它们闪烁着璀璨的颜色, 从微不可查的渺小一粒变得越来越大。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些绿色的小灯笼终于在某一个 宁密的深夜成熟了, 成熟的它们就像寻常的水果一样大小, 在一阵夜风的吹拂之下, 它们离开的树冠, 借着清风的帮助朝着森林深处飞去。 它们或飞上之头, 或陷入土里, 或跟着溪流顺流而下。 它们有的与植物融为一体, 融合在植物的枝干和花朵之中, 有的被瘫嘴的动物吞噬, 成了它们果腹的食物。 而远处育育它们的参天大树, 像是一位慈祥的长者, 静静地观看着一切发生, 尽管它已经有了灵魂, 但它并没有干预它的子民的命运。 其中一个绿色的小灯笼在风中飘飘荡荡, 最终落入了溪水, 鸡尾由于在它下方嬉戏, 一次又一次将这些小灯笼顶起。 最后, 小灯笼顺着溪流来到了森林的下游, 被一只类似鹿的动物吞掉, 再变成粪便, 第二早晨排泄到一棵果树的下方。 小灯笼逐渐变成绿色的光芒, 随着水分深入土壤, 再被这棵幸运的果树吸收成为了果树的一部分。 而果树上的一棵正在发育的果实, 在这绿色光芒的滋养下突然变得丰满起来。 仅仅一天时间, 这果实就从鸡蛋大小长成了西瓜大。 又是两天两夜过去, 原本西瓜大小的果实膨胀了四倍, 它终于无法再继续挂在枝头, 而是在蓝星重力的作用下坠落树梢, 摔在了地上。 就在这一刻, 果实的外壳摔碎了露出里面鲜艳的汁水, 而在果实之中, 蜷缩着一个浑身闪烁着绿色光芒的婴儿。 生命之树的孩子, 森林之子, 这自然界的第一个精灵就这么诞生了。 她是个玲珑可爱的小女孩, 从刚出生就带有智慧。 她揉了揉眼睛, 从地上坐起来, 她不哭不闹, 灵活地爬上树去采摘树上的果实冲击。 神明赋予我们灵魂, 让我们保护这片来赖以生存的森林, 这就是我的天职。 我是神明之女, 森林之女, 我是精灵, 是这片大陆上最高贵的灵魂。 小女孩穿梭在森林之中, 她成长得远比海族和大地之子迅速, 短短半个月的光景, 她已经长得亭亭玉莉了。 这时, 更多的精灵们在森林中降生, 孕育他们的是各不相同的果实, 但他们都有着相似的外表。 与人类相似的外貌, 但身材更加高挑匀称, 晶莹剔透的皮肤, 水汪汪的大眼睛。 他们的毛发柔顺而闪烁着绿色的光泽, 他们的声音如风吹树林般悦耳, 他们有着敏捷的身手和出色的力量, 他们热爱大自然, 也懂得控制大自然。 又是几年过去, 森林中的精灵越来越多, 他们在这片生机勃勃的雨林中繁衍生息, 建立了自己的王国。 第一位诞生的精灵被推举成了所有精灵的女王, 她被精灵们称作生命之术的长女, 用精灵的语言来称呼就是沙兰。 在精灵女王沙兰的带领下, 精灵们的生活无忧无虑, 他们依靠着生命之术搭建起一座又一座的小木屋, 他们用树枝和石头做成弓箭去干丛林里企图威胁他们的野兽。 突然有一天, 森林的东南尽头燃起了熊熊大火, 彤彤的火光照亮了半边天空, 目睹这一切的精灵惊慌失措地跑向生命之术, 将这一噩耗报告给精灵女王沙兰。 沙兰抬头跳往东南方向, 表情平静地看着那冲天的滚滚黑烟, 他知道这正是神明创造他们的原因保护眼前这片无比规律的森林。 我们走。 沙兰平静而又威严地说道, 带着他的同胞们朝着森林的东南角前进, 精灵们带着他们的武器陆续出发, 沿着溪水越过草丛一路往浓烟滚滚的方向走去, 在大火肆虐的深处, 他们见到了那些纵火行凶的家伙们。 虽然从未见过, 但他们看到这些恐怖巨兽的第一眼就知道彼此是天生的仇敌, 仿佛精灵们对这些巨兽的排斥和仇恨是写在骨子里的。 沙兰, 我们精灵族尊敬的女王, 就是这些邪恶的生物纵火焚烧了我们的森林。 其中一名早就到达现场的精灵, 低声说道, 请您代表大自然惩罚这些残暴的家伙们。 沙兰朝着这名精灵轻轻点头, 放心, 我会的。 他抬起手, 背后精灵族的弓箭手们立即弯弓搭箭, 瞄准远处瞪着一双血红色的大眼睛逼逝着森林的猙獰巨兽们。 他把手挥出, 精灵族的弓箭立即朝着这些凶兽们雨点般的坠落。 嗖嗖嗖, 嗖嗖嗖, 用尖锐岩石打磨而成的箭矢, 带着破空中命中这些残暴的火蜥蜴。 然而, 只凭这些实质的剑簇, 却无法刺入火蜥蜴坚硬如岩石般的皮肤。 火蜥蜴的先祖曾经在海洋中靠着放电捕食猎物, 这就意味着他们自己本身不能被高压电击伤才行。 早在百万年前, 火蜥蜴的先祖就已经演化出了足以隔断电流的皮肤。 后来到了陆地上, 火蜥蜴获得了喷火异能, 这更促进他们的皮肤继续优胜掠汰, 只有拥有能够抵抗普通火焰烧灼皮肤的火蜥蜴才能幸存下来。 既不导电又能防火的皮肤坚硬异常, 别说精灵族这些普通的弓箭, 就连大地之子专门用来捕猎猛兽的复杂武器都很难洞穿他们的身体。 因此, 在精灵族的剑雨之中, 这些怪兽们丝毫没有受到伤害。 凶猛的怪物们在承受了一批袭击之后, 暴躁的情绪瞬间被激发出来, 他们抬头朝着森林中的精灵们大声怒吼, 继续喷射出熊熊燃烧的火焰。 看到这一幕, 精灵女王沙兰迈不上前, 她的脸上非但没有惊讶和恐惧, 反而还带着自信的微笑。 她再次抬起手来, 命令她的族人们朝着火熄翼射箭, 只不过在这次射箭之后, 她轻轻迎送了一道咒语。 白皙的手指朝着空中一指, 铺天盖地的剑雨突然笼罩上了一片碧绿的光芒。 如同精灵们降生在森林中时候一样的光芒, 这璀璨的光芒甚至盖过了火焰的红光。 第757章 火之闻名与神之谷 精灵女王沙兰自信地站在树冠之上, 俯瞰着熊熊烈火中爬行, 咆哮着的猙獰火蜥蜴。 她淡定地迎送咒语, 用神兵赋予的魔力, 加持精灵族本来平庸的飞剑。 这一次精灵族的攻击没有让她失望, 闪烁着绿色光芒的箭矢, 成功刺入了火蜥蜴的皮肤。 他们坚韧的皮肤, 寝刻间被这些锋利的箭矢撕裂, 魔法的力量洞穿了他们的心脏。 这些在蓝星上横行了数百年的庞然大物, 在今天终于遇到了他们的对手, 专门阻止他们的大自然的保护者。 在精灵一族的守护下, 蓝星的生态环境终于得到了拯救。 而面对着逐渐燃烧起来的森林大火, 精灵女王沙兰转身看向族群, 她朝着精灵族中的三位长老招了招手, 三位长老立即跟着沙兰走了过来。 四个人站成一个十字, 双手举起放在胸前, 他们闭起眼睛低声银唱, 共同送出了一个相同的咒语。 加沙西多, 莫罗阿多。 随着咒语的迎送, 原本啃咬着树木的熊熊燃烧的大火突然虚弱下来。 他们仿佛是做错了事的孩子, 缓缓地低下头颅。 精灵们拥有着掌控自然元素的神秘力量, 火焰的力量也在他们的掌控范围之内。 因此, 对于他们来说, 没什么比阻止一场森林大火更简单了。 在沙兰以及三位长老迎送完咒语之前, 火熙翼点燃的熊熊大火已经彻底熄灭。 只有鸟鸟黑烟穿过茂密的森林飞入天空, 再逐渐消散不见。 与逐渐兴盛的森林之子们截然相反。 大地之子当前的处境难免令人唏嘘。 因为他们自己的狂妄和自大, 大地之子成为了目前大陆上最强大物种火熙翼的猎物。 而在火熙翼的追杀之下, 大地之子的数量开始骤降。 原本他们辛苦搭建的村落被火熙翼轻而易举地烧毁, 木制结构的房屋根本无法承受火熙翼的进攻。 而由于大地之子大部分都是群居, 一旦村庄被火熙翼入侵, 那么其中的村民几乎没有侥幸生还的希望。 在火熙翼的肆虐之下, 大地之子的数量急剧下降, 他们只能躲藏在丛林深处或者沿河居住。 而不同于他们祖先愚蠢的英勇, 如今的大地之子见到火熙翼, 最先想到的终于不是冲上去杀掉它证明自己的勇敢, 而是赶紧逃跑捡回一条小命。 又是百年过去, 残存的大地之子又成立了崭新的群落。 其中一个规模较大的群落位于某条山岭的南侧, 南侧山岭的下面是一条大河, 这里既能够为大地之子提供足够的水源, 又可以防止火熙翼的袭击, 毕竟就算火熙翼突袭入侵, 这条河流也能阻止火势的蔓延。 休养生息的大地之子痛定思痛, 开始反思自己的种族无法战胜火熙翼的原因。 是火熙翼的体型太庞大了吗? 是火熙翼的性格太狡猾了吗? 都不是。 之前的大地之子战胜过更凶猛, 更狡猾的野兽。 毕竟大地之子对自己的智商很有信心, 他们能够用语言交流, 他们能够使用石器和骨器, 他们甚至可以制定出一个非常成熟的战略计划, 但火熙翼却不行。 而之前比火熙翼更庞大的怪物大地之子也见识过, 他们从未被这些怪物追杀到险些灭亡。 那么, 火熙翼的强大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答案昭然若揭, 火。 火熙翼的火是大地之子的克星, 一团滚烫的烈焰就可以燃烧掉一片数量庞大的建筑群。 大地之子们发现, 火焰一旦燃烧起来, 那么在转瞬之间就可以形成燎原之势, 根本不是人力能够抵抗。 所以, 火熙翼之所以具有恐怖的杀伤力, 之所以几乎能够把大地之子追杀到灭绝, 靠的就是火焰。 想明白这一点之后, 大地之子决定要研究火焰。 他们终于意识到, 火焰才是天地间最强大的武器, 比什么锋利的石枪, 石剑来得都厉害。 小小的一个火苗就可以摧毁整个村庄, 但在锋利的刀剑也只不过是杀戮一人罢了。 智慧的部落首领颁布命令, 任何能够掌握火焰力量的大地之子将会被所有人奉为火神。 而他的子嗣将会继承火神之名, 在族群中世世代代代被尊敬。 到处寻找掌控火焰的办法。 其中一部分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潜入火焰的栖息地, 企图窥探这些火焰纵火的秘密。 他们不敢也没有能力直接猎杀活着的火焰翼, 便去寻找死掉的火焰翼的尸体。 他们研究这些腐烂的火焰翼的尸体, 企图从中获取奥秘, 然而却始终一无所获。 另外一部分大地之子胆子较小, 他们并没有去火焰翼的栖息地探险。 他们更擅长观察生活, 知道火焰的来源并不只有火熄翼而已。 他们留意到, 每每在暴雨来临的时候, 天空中的乌云上便会降下一道光芒。 这光芒与一些树木的顶端汇聚在一起, 树木的顶端就燃起了熊熊大火。 火焰的秘密在树木的顶端, 那些高耸树木的树梢上, 一定有能够燃起火焰的东西。 其中一名大地之子断言道, 也许是火焰的果实, 也许是火焰本身, 一定是这样的, 每次的火焰都是从这些树木的尖端燃烧起来的。 然而, 当其他大地之子冒着生命危险, 爬上森林中最高树木的树梢, 并且将大半个树梢直接砍下来之后, 他们却发现这些树梢并不能为他们带来火源。 无论他们是把树梢拨开, 还是举着树梢让天空中的恒星照射, 这树梢就是无法向雷雨降临之前, 在乌云的照耀下燃烧起熊熊的火焰。 屡屡受挫的大地之子不甘心就这样失败, 其中一名执着的大地之子在某个雷雨夜拿着树梢爬上了附近一个丘陵之上, 他双手高举树梢, 朝着天空中的乌云大声吼道, 给我火焰, 给我火焰。 他的诚意终于感动了乌云, 那道耀眼的光芒居然真的从天而降。 轰隆。 只是令他失望的是, 那耀眼的光芒并没有为他带来火焰, 光芒照射之后, 什么都没有发生, 除了这名大地之子的身体变得漆黑, 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停止了呼吸。 大地之子对火焰的追逐延续了数十年, 期间没有一个人能够窥破火焰的奥秘。 在追逐火焰的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大地之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不是被火熄一杀死, 就是攀爬树木掉下来摔死, 有的信任成功砍下了树梢, 最后也难免被雷劈死。 但是大地之子们并没有就此气馁。 他们坚信火焰是他们进化的钥匙, 只有掌握了火焰, 他们才能拥有更强大的实力, 才能够击败火熄翼, 重新成为这片大陆上的主宰。 直到某一天, 一个叫做夸特的大地之子,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秋天, 解开了火焰的奥秘。 这一天, 百无聊赖的夸特沿着村落外的一条小路上山闲逛, 他越走越远, 来到了一片人际罕至的荒山。 这片荒山奇怪得很, 遍地都是黑色的石头, 这里没有什么高大的树木, 只有最顽强的野草才能在这里生长。 闲得发闷的夸特无事可做, 便捡起地上黑色的石头丢来丢去, 同时口中发出中二的声音。 Soul! P.I.U. 受死吧! 火熄! 而在他丢石头的七八十次之中, 突然有一次, 这黑色的石头与其他石头摩擦, 迸射出微不可查的火花。 而这一次, 火花机缘巧合地落在了一盆枯萎的干草之上, 引燃了耀眼的火苗。 起先夸特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觉得眼前的野草根本不可能着火。 但是, 当一股浓重的烟味传来之时, 夸特终于相信了。 我点燃了火焰! 我点燃了火焰! 我创造了火焰! 我是火神! 我是火神! 激动的夸特围着燃烧的枯草高兴地跳跃, 大喊。 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雕像在村庄中树立起来, 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子孙被大地之子供奉。 但在兴奋过后, 夸特并没有失去理智, 他还知道必须仔细思考这火焰是怎么燃烧起来的。 这对于他来说并不困难, 因为再一次又一次丢出石头的过程中, 夸特已经发现两块石头摩擦会迸射出微小的火花。 而正是这火花溅入草丛带来了火焰。 他睿智地拔起一盆枯草, 再捡起两块石头, 他不停地碰撞, 摩擦这两块石头, 直到这两块石头射出的火星见射到枯草丛中, 再呼的一下点燃枯草。 果然! 夸特兴奋地说道, 我果然掌握了点燃火焰的方法, 我是我是火神啊! 兴奋地夸特返回村落, 把火焰的秘密告诉众人, 大地之子的首领也遵守了他的诺言, 将带来火焰的夸特, 分为了火之神明。 在夸特的教导之下, 大地之子很快就学会了使用火焰, 这对于大地之子来说是一场伟大的变革, 这变革足以改变他们的命运。 有了火之后, 大地之子们首先有了足够的自保能力, 对于大陆上的野兽来说, 火焰往往就是火蜥蜴的化身, 而火蜥蜴的威慑在野兽面前也同样适用。 看到火焰, 这些野兽就自动联想到了火蜥蜴, 它们便不敢再轻易冒犯大地之子的村落, 这无形中为大地之子提供了安全的保障。 除此之外, 火焰也为大地之子们带来了熟食, 它们发现被烈火烹制过的食物更加可口, 也减少了细菌的滋生, 这在无形之中亦增加了大地之子的生存率。 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 在火焰被熟练使用的数百年间, 大地之子飞速攀升科技术, 种族实力大幅向上增长。 而奇妙的是, 在大地之子潜心发展的这段时间之内, 火蜥蜴的数量开始逐渐减少。 这样一来, 对大地之子造成最大威胁的天敌数量减少, 更是给了大地之子发展的大好时机。 当然, 这都是精灵们的功劳, 是精灵们出于保护大自然的反击, 才造成了大地之子们的天敌火蜥蜴的减少。 只是大地之们并不知道这一点, 他们将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己的运气。 时间再次向前推进, 大地之子的数量逐渐恢复到了与曾经相同, 甚至更多的水平。 如今的大地之子重拾自信, 再也不像当初那么躲躲藏藏。 他们把村落扩张出去, 不仅沿着大河流域, 还有平原, 草原和山地。 只要附近没有火熄的栖息地, 他们都敢再次安营扎寨。 位于蓝星北部海域东海岸向西的500公里之外, 有一个大地之子的村落, 他们的村落叫做孔卡玛卡, 以为山峰吹拂的村庄。 扎伦是孔卡玛卡的一名陶器师傅, 他的工作是烧制陶器, 说起来烧制陶器也是大地之子偶然发现的一项技能。 谁都没有想到, 泥土在火焰的加持下会发生如此神奇的变化。 但是这天扎伦却并不打算烧制陶瓷, 尽管他的手上还积压着一大堆来自附近村落的订单。 他前几天从后山上挖出来了一大堆红色的石头, 这些石头是他今天处理的目标。 他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红色的石头敲碎, 再将其中不需要的碎屑清理出去。 这整个过程都是手动的, 因此非常耗费时间。 他的两名学徒和他的三个儿子站在旁边陪着他, 执行着他下达的任务。 但这些孩子并不明白扎伦的意图, 他们觉得这红色的石头没什么价值。 老爸,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 我们在做什么? 扎伦的大儿子博尔歪着脑袋问道, 眼睛里写满疑惑。 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扎伦敷衍地回答道, 比我们的订单和声誉更重要吗? 大徒弟瓦瓦哈尔说, 师父, 我们的订单已经拖了三天了, 再拖下去客户会生气的。 让他们等着, 我们现在要做的比给他们烧制吹具可要重要得多。 扎伦明显有些不耐烦。 看到扎伦生气, 孩子们全都安静了下来, 他们都知道扎伦是个非常暴躁的家伙, 他的性格就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炉一样。 惹恼了扎伦, 那结果与撞上一只饥饿的火蜥蜴没有任何不同。 好在扎伦没有继续发火, 而是闷头干活, 在他的带领下, 大家很快就把敲碎的红色石头给调建完成了。 接下来, 扎伦将火炉点燃, 并且催促伯尔去多爆些柴火过来。 去, 给我去爆来大量的柴火, 快。 扎伦催促道, 明白。 老爸。 伯尔赶紧照做, 他可不敢违抗父亲的命令。 而等柴火就位之后, 扎伦开始点燃火炉。 他这一次非常认真, 比他之前烧制陶瓷还要认真。 等火燃起来, 你们就给我离远点。 上一次这里发生了爆炸, 差点要了我一条胳膊。 扎伦回头对孩子们说道, 眼神中闪烁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 孩子们乖乖听话, 连忙往后面站了站。 很快火焰燃烧了起来, 屋子里的温度持续上升。 扎伦将红色的石头扔进一个特制的火炉中, 再加大火力烹制他。 这火也太大了吧, 老爸。 伯尔忐忑地问道, 他还从没见过扎伦把火烧到这么炙热的温度。 然而扎伦却摇头道, 还不够。 差得远。 他转身走到旁边, 抱起一个陶瓷罐。 这陶瓷罐里装着一些黑色的液体, 扎伦猛地将陶罐里的黑色液体朝着火焰倒了上去。 呼! 烈火冲天起, 房间里的温度再次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孩子们从未见过如此猛烈的大火, 纷纷被吓得四散逃窜。 而扎伦却兴奋地看着火焰中红色的石头。 这诡异的石头现在变得比之前更红, 同时它似乎像是融化了一样, 开始变得越来越软。 太好了! 你这硬骨头! 我终于让你软下来了! 你这该死的硬骨头! 扎伦提心吊胆地将火炉中变软地 发出炽热光亮的诡异石头夹出来扔在石板上, 在挥舞着石锤朝着这烧红的石头上砸了下去。 筐! 筐! 孩子们被这刺耳的声音所吸引, 又纷纷朝着屋子里跑了过来。 发生了什么? 老爸! 听起来很危险的样子。 师父! 出什么事情了? 快跑吧师父! 我感觉危险马上就要降临了。 这烧红的石头到底是什么东西? 总感觉不是什么好东西似的。 面对孩子们的质问, 扎伦脸上露出了难以掩饰的笑容。 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这红色的石头是上天恩赐的礼物, 它可不是普通的石头, 它是神明的骨头。 我把它叫做神之骨。 一天一夜的锻造之后, 扎伦用那诡异的红色的石头, 也即是他称之为神之骨的东西, 打造出了一把锋利的宝剑。 这宝剑与之前大地之子用石头, 用骨头, 用木材制作的宝剑都不一样。 这种宝剑可以自己发出森然的光芒。 扎伦的儿子和学徒们都非常好奇, 纷纷凑过来观察这把宝剑, 但扎伦却并没有把宝剑交给他们, 而是非常珍惜地将其握在手里。 这是能够改变大地之子历史的东西, 不是你们这些毛孩子能持有的。 扎伦冷笑着说道, 随后朝着屋子里走去。 很快, 他从房间里拿出一件东西, 那是由火蜥蜴的皮毛制作的皮甲。 这副皮甲, 只是大地之子从火蜥蜴的死尸身上扒下来做成的, 现在的大地之子依然不具备猎杀火蜥蜴的能力。 原因不仅仅是火蜥蜴能够喷射出炽热的火焰, 也在于大地之子的武器无法洞穿火蜥蜴的表皮。 这不, 用火蜥蜴皮肤制成的皮甲穿在身上, 大地之子便可以刀枪不入, 并且不怕烈火的侵袭。 因此, 这副皮甲相当值钱, 算是村子里最昂贵的宝物。 但如今, 扎伦却把这副珍贵的皮甲挂在树上, 仿佛想要展览它一样。 长子伯尔好奇地看着这副皮甲, 歪着脑袋问道, 老爸, 你到底想? 问题还没有问出去, 扎伦已经挥起了手中的利剑。 正! 一声利索的声音响起, 火蜥蜴的皮甲居然硬生生被扎伦的宝剑给划成两段。 什么? 长子伯尔直接愣住了, 半句没问出去的话也卡在喉咙里, 其他儿子和徒弟当场哑口无言, 什么都说不出了。 见证宝剑锋利的扎伦忍不住仰天大笑起来, 这一刻, 他的心情简直比发现了一箱金银财宝还要高兴。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扎伦大声吼道, 神之谷果然不凡, 神之谷果然强悍! 伯尔强行冷静下来, 甩了甩脑袋, 走到父亲身边, 笛声问道, 父亲,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如我们所见, 神之谷的确锋利无比,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 我们要批量生产这种武器吗? 当然不, 傻孩子。 扎伦拍了拍伯尔的肩膀, 笛声说道, 接下来你们几个去把家里的钱都拿去买火锡一皮甲, 去买六件上好的火锡一皮甲, 然后我去再打造五把这样的武器, 神之谷铸造的武器, 我们把自己武装起来, 全副武装, 购买火锡一皮甲, 可是, 我们要那玩意干什么呀? 老爸伯尔挠着后脑勺问道, 我们一家子都是烧桃的师傅, 我们又不是猎人, 买这些贵重的皮甲, 做什么用? 再说, 家里已经没什么积蓄了, 剩下的钱, 如果买了六副皮甲, 咱们就成穷光蛋了! 你这个傻小子, 你觉得我们有了神之谷, 还会成为穷光蛋吗? 扎伦简直服额, 他到底怎么生出了这么个蠢儿子? 这时, 扎伦的二儿子英都走过来问道, 父亲, 我们现在有了最锋利的武器, 所以, 你要让大哥去买最坚固的防具, 是吗? 还是英都聪明, 扎伦点头道, 没错, 就是这样, 神之谷加上火锡一皮甲, 我们将会成为无可战胜的军队, 那么接下来呢? 英都有些担忧地问道, 父亲,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你想要让我们全副武装? 然后呢? 听了这个问题, 扎伦的脸上闪过一抹冷笑, 他挥了挥手中的宝剑, 沉生说道, 我要带着你们闯进火锡的栖息地, 去屠杀这些邪恶的生物, 我要让整片大地知道, 我们大地之子, 终究还是勇猛的, 是战无不胜的。 第758章 屠龙者, 扎伦的回答让他聪慧的二儿子微微一正, 因为他的回答与英都的猜想显然并不相同, 而此时此刻, 漂浮于宇宙中冷眼旁观的高飞, 也不禁露出了意外的笑容。 扎伦, 你可真是个有意思的家伙, 不过话说回来, 大地之子对屠杀火蜥蜴, 到底有着怎样的执念? 十天之后, 扎伦的儿子按照他的要求, 买回了六副上好的皮甲, 这些皮甲, 都是用死亡没多久的火蜥蜴的全皮做成, 能够防御火焰和普通的武器。 与此同时, 扎伦也打造完成了剩下五把宝剑, 他将这五把宝剑分别赐给他的三名儿子和两名徒弟, 他们六个人将组成大地之子的新的杀怪小队, 而距离上一只敢于挑战火蜥蜴的战队成立, 已经有足足三百年的光景了。 全副武装的扎伦, 带足了干粮, 把自己的淘气铺子关张大吉, 实际上, 他还欠着隔壁村落三批淘气, 没能烧制完成, 但他也不打算再完成了。 我是大地之子中最勇敢的英雄, 怎么能让我去烧制陶妾? 扎伦其实并不喜欢烧陶这一行, 当初成为一名烧陶师傅, 纯粹是为了养家糊口, 他从小就仰慕那些挥舞着长矛冲向火蜥蜴的猎人, 他觉得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尽管最后这些猎人都惨死在了火蜥蜴的烈焰之下, 但扎伦始终觉得这才是男人该有的死法。 怀着成为英雄的决心, 扎伦带着他的孩子们跋涉数百里, 已经比几百年前少了太多, 尽管扎伦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 但事实摆在眼前。 扎伦虽然一心想当英雄, 但他并不像自己的先祖们那么貌视, 在入侵火蜥蜴的七蜥蜴之前, 他小心翼翼地探查了一下这里火蜥蜴的情况。 根据他的调查发现, 这片七蜥蜴蜴里一共有六只成年的火蜥蜴, 九只幼年的火蜥蜴, 幼年火蜥蜴对扎伦造不成什么威胁, 但成年火蜥蜴都具备着一定的杀伤力。 大帝之子对这种恐怖的凶兽有着天然的恐惧, 扎伦也并不例外, 还没有对他们发起攻击, 扎伦就已经浑身冷汗了。 扎伦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徒弟比他更要命, 二儿子阴都下的脸色发白, 而他的大哥伯尔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 老爸, 你大概不了解我们祖先是怎么死的, 他们当初冒失的捕猎火蜥蜴几乎导致种族灭绝。 伯尔低声说道, 你这个懦夫, 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扎伦愤怒地骂道, 你根本不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 这是我们每一名大帝之子的梦想证明自己的勇气和实力。 徒弟瓦瓦哈尔则忐忑地说道, 可是老师, 你确定我们能够证明自己的勇气和实力? 而不是会被这些怪物当成食物吞进肚子里吗? 这是当然。 扎伦冷静下来之后, 整个人充满了斗志, 他企图建功立业的决心战胜了他的恐惧, 他也试图用斗志来感染他的徒弟和儿子们。 看看你们手上的兵器, 看看这些用神之谷打造的神剑, 他们能够轻易划破火蜥蜴的皮毛,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这些会喷火的怪物, 只是一些没有脑子的家伙, 我们是狡猾的猎人, 是有勇有谋的战士, 这些怪物绝不会是我们的对手, 我向你们保证。 扎伦的话还没说完, 远处一名火蜥蜴忽然大声咆哮起来, 谁都不知道他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咆哮, 但这声咆哮给大地之子们带来了深入骨髓的恐惧, 那都是写在他们基因上, 一代又一代被火蜥蜴追杀之后产生的恐惧, 这种恐惧是很难克服的, 是无法摆脱的。 妈呀! 扎伦的长子波尔彻底慌了, 也不顾父亲的阻挠, 转身朝着山下跑去。 然而他这么一动, 非但没有让自己变得安全, 反而吸引了远处火蜥蜴的注意。 这些火蜥蜴一开始并没有发现这些图谋不轨的大地之子, 毕竟大地之子是狡猾的, 他们穿戴着能散发出火蜥蜴气味的火蜥蜴皮甲, 又蜷缩在浓密的草丛之中, 他们是非常安全的。 但是, 当博尔紧张地逃跑之后, 他们暴露了。 火蜥蜴们先是歪着脑袋查看落荒而逃的博尔, 因为博尔实在是太奇怪了, 这家伙虽然看上去像一只小型的火蜥蜴, 但他走路的姿势以及发出的声音显然都是大地之子。 于是, 火蜥蜴们再次咆哮, 朝着博尔追去, 他们虽然体型庞大, 但是奔跑的速度却一点都不慢。 啊? 啊? 火蜥蜴们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 每一次怒吼都让博尔的腿软上一分, 而在腿软的情况下, 博尔是根本跑不远的, 再加上这些火蜥蜴追击的速度本来就不慢, 这更是让博尔越来越慌。 看到自己的儿子被火蜥蜴追杀, 扎伦别无选择。 博尔这个蠢货。 之后, 他挥舞着宝剑大声下令, 跟着我冲锋, 去杀光这些邪恶的怪物。 扎伦持剑而上, 徒弟和儿子们却在原地犹豫, 不是他们不想去拯救自己的兄弟, 只是他们的腿也都软了。 这些人里, 只有扎伦是个有胆有识的战士, 他的长剑先瞄准了一只站在他身旁的体型较小的母蜥蜴, 这只蜥蜴的注意力全都被博尔所蜥蜴, 所以也就没有注意到扎伦的到来。 受死吧! 扎伦双手持剑, 朝着母蜥蜴的脖子上奋力刺去, 只听扑斥一声, 常见狠狠刺入母蜥蜴的脖子, 溅起一盆又一盆的血雨。 嗯…… 痛苦的母蜥蜴当场软了下去, 他甚至连喷出火焰的机会都没有, 扎伦看见自己屠龙成功, 脸上难以掩饰地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我杀掉了第一只火蜥蜴, 我杀掉了第一只火蜥蜴, 我成功了, 大地之子成功了, 我是大地之子的英雄。 看到扎伦手持神之谷英勇屠龙, 他的儿子们和徒弟们终于有了信心, 他们不再躲在背后观看, 而是准备进入战场。 大地之子的英雄, 他们也想做, 但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了博尔的惨叫声。 哦,父亲, 救命, 救命! 扎伦抬抬头看去, 只见博尔已经被两只火蜥蜴扑倒了, 这两只火蜥蜴踩着博尔的胸口, 尝试着撕咬他的脖子, 并且朝着他的身体喷火。 博尔的身体虽然是防火的, 但是他的脑袋可不防火, 一旦他的脑袋被火焰喷上, 那么他必死无疑。 该死, 博尔, 你反击啊! 你反击啊! 用你的长剑, 用神之谷反击啊! 扎伦一边提着长剑往博尔的方向跑去, 一边大声指挥他。 而博尔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也被激发了很劲, 拿起手中的长剑疯狂地朝着火蜥蜴的肚子上捅去。 我跟你们拼了! 博尔大声吼道, 手中的长剑一次次戳中火蜥蜴相对柔弱的肚子, 鲜血顺着火蜥蜴的肚子流了下来, 其中一只火蜥蜴已经快承受不住了。 但这并没有保住博尔的性命, 他只能反击, 却无法躲避。 另一只火蜥蜴直接朝着他的头颅喷出了烈火, 熊熊烈火炙烤着他的头颅。 啊! 痛苦的博尔发出一声声嘶力竭的惨叫, 再然后就彻底失去了声音。 可怜孩子最害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他成为了火蜥蜴的食物, 而火蜥蜴将他的脑袋烧熟之后, 一口就把他吞了下去。 嘎巴!嘎巴! 背后追来的扎伦眼睛都已经红了。 你这该死的畜生! 长剑刺出, 扎伦再次杀掉一只蜥蜴, 而旁边的火蜥蜴肚子已经被博尔捅烂, 他显然也活不成了。 博尔德死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陷阱, 这不仅仅激活了扎伦的愤怒, 也让其他孩子们明白他们的处境。 胆怯和逃命只能让他们陷入死亡的深渊, 只有拿起武器奋起反抗, 才能保存幸免。 于是, 在扎伦二儿子英都的带领下, 其余的孩子们纷纷加入了扎伦的行列, 他们挥舞着手中的神之骨, 愤怒地扑向了那些喷射着烈火的火蜥蜴。 徒弟瓦瓦哈尔的身体上穿着皮甲, 火焰的炙烤是最不起眼的伤害, 哪怕双手都被烈火掠过, 瓦瓦哈尔也没有放松手中的长剑。 去死吧, 你们这些邪恶的怪物, 去死吧。 瓦瓦哈尔与他的师父并肩作战, 长剑连续戳死了两只火蜥蜴, 紧接着英都也手刃了一只蜥蜴, 至此将全部成年火蜥蜴悉属杀杀干净。 剩下的幼年火蜥蜴几乎不具备战斗力, 处理他们简直如同清扫战场。 一场恶战终于结束, 烧桃师父扎伦成为了这片大陆上第一个杀掉火蜥蜴的大地之子。 但此时的扎伦心中再无喜悦, 他的内心已经被痛苦所充斥了, 他回头看着躺在地上被烧住的漆黑一片的没有脑袋的尸体, 那是他的儿子, 他曾经是做掌上明珠的孩子。 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 为了杀戮邪恶的火蜥蜴, 扎伦付了如此惨重的代价, 这一切真的值得吗? 扎伦已经没有心情去做权衡了, 他只知道自己现在的心情很复杂, 难以言说的复杂。 这时, 扎伦的二儿子英都走到父亲的身旁, 轻轻抱住了父亲的肩膀。 父亲, 你的心愿实现了, 我们杀掉了火蜥蜴, 我们证明了自己的勇气, 我们是大地之子中的英雄。 英都并没有像父亲一样沉浸在悲痛之中, 他还保持着理智。 他手上的长剑上, 火蜥蜴的鲜血还在滴答, 滴答地落在地上。 扎伦回头看了他的二儿子一眼, 之后轻轻点了点头。 是的, 我的孩子, 我们现在是英雄了。 三天之后, 扎伦带着幸存的孩子们, 以及火蜥蜴的尸骸回到了他们的村落, 被山风吹覆的村庄。 这个时候, 村子里的人正在寻找他们, 因为扎伦无故失踪, 尤其还是在拖欠隔壁村订单的情况下失踪的。 当扎伦返回村落的时候, 长老们以及村民们第一时间来到他的家里, 把他团团围住。 还没等大家询问, 扎伦拖回来的火蜥蜴的尸体, 就让所有人都震住了。 扎伦, 这是大长老震惊地看向扔在地上的火蜥蜴的尸体。 那尸体看起来可不是寻常猎人捡回来的, 已经自然死亡的火蜥蜴的遗骸。 看尸体的保存情况良好, 身上还有狭长的伤口, 这显然是被猎杀的火蜥蜴。 而猎杀火蜥蜴的, 似乎就是村里一直默默无闻地烧桃师傅扎伦。 扎伦, 这些火蜥蜴是你杀的。 二长老稍微机灵, 连忙问道。 是的, 扎伦并不否认, 这些火蜥蜴是我们几个杀掉的。 这不可能。 村民中马上传出了否定的声音, 大地之子是无法战胜火蜥蜴的, 这是公认的事实。 没错, 火蜥蜴是这片大陆上最强悍的生物, 没有人能够战胜它们, 这是第二名村民的否认。 扎伦并没有生气, 而是冷静地走到众人的中间, 紧接着他高高举起手中的利剑在往火蜥蜴的肚子上奋力一戳。 扑痴, 利剑穿透火蜥蜴的身体, 其中已经粘稠的深黑色血液轻微地流淌出来。 说大地之子无法战胜火蜥蜴, 那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 大地之子可以战胜火蜥蜴, 而我就是个例子。 从很久之前, 我就想要证明自己的勇气和实力。 而现在我也证明了, 现在跪拜你们的英雄吧。 你们屠杀了火蜥蜴的英雄。 看到扎伦真的能够戳穿火蜥蜴厚重的皮肤, 现场的村民们无不震惊。 几位长老更是面面相去, 他们似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大家没有急着跪拜扎伦, 因为扎伦在他们眼中只是个不起眼的烧桃师傅, 即便是他现在带着火蜥蜴的尸体回来, 他在大家眼中依然是个不起眼的烧桃师傅。 二长老见多识广, 人也聪明, 他仔细观察着扎伦手中的武器, 那是一种他前所未见的材质。 按理说, 扎伦并不是第一个敢于挑衅火蜥蜴的大帝之子, 也不是第一批尝试猎杀火蜥蜴的猎人, 可是为什么只有扎伦成功了呢? 只是因为他更加骁勇善战, 又或者运气更好吗? 都不是, 他真正能够战胜火蜥蜴的原因, 恐怕就是他手中的那把锋利的长剑。 等等, 扎伦, 这把武器是你自己打造出来的吗? 为什么我之前没有见过呢? 二长老笑着看向扎伦, 问道, 扎伦直言不讳, 是我新发现的一种。 我们击败了火蜥蜴, 我们是大帝之子的英雄, 只要你们跟着我们, 就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惧怕。 没等扎伦说出神之谷的秘密, 机灵的二儿子英都马上打断了二长老的试探, 他高高举起手中的长剑, 说道, 我的父亲会带领大帝之子重新走向辉煌。 哦, 英都, 你也太多嘴了。 二长老瞥了英都一眼, 摇头说道, 没看见我正在和你父亲说重要的事情吗? 我在问他, 关于神之神之谷吗? 关于这些武器的事情。 英都没有搭理二长老, 只是回头对父亲狂识眼色, 好在扎伦也不是个笨蛋, 他马上领会了儿子的意思。 他有些后悔, 回到村庄之前没有好好串通一下口供, 以至于现在被邻居们逼问, 颇有些措手不及的意思。 但好在扎伦有极致, 当即咳嗽一声, 大声说道, 这是我的祖先, 火神夸特几天前托梦告诉我的宝物, 这宝物就埋藏在不远处的深山之中。 我的祖先夸特告诉我, 孩子, 我给你准备了六把能够杀死火蜥蜴的宝物, 我希望你能够拿着这些宝物, 带领大地之子, 重新走向繁荣。 孩子, 我们大地之子, 曾经是这片土地上最伟大的物种, 火蜥蜴的出现, 给我们带来了灾难, 现在我降下庇护, 你们将在我的庇护下, 重振升危。 听完扎伦真诚的讲述, 村民们都愣住了, 大长老难以置信地看着扎伦, 笛声问道, 扎伦, 你真的是真的是火神夸特的后裔? 当然, 我是火神夸特的第七代玄孙。 扎伦信誓旦地说道, 否则我怎么会以火为上, 从事烧桃的工作呢? 听扎伦这么一说, 大家便都开始有些相信了, 再加上扎伦手中的武器, 能够轻易划开火吸引的皮肤, 这与之前的武器的确截然不同。 大长老有些动摇, 抬头看着扎伦问道, 那么扎伦, 你你究竟想怎么做? 你想带领我们大家去杀掉火吸引吗? 扎伦摇头道, 我不会带着你们去猎杀火吸引, 但是如果你们将村子交给我, 我会让大地之子变得更强大。 长老们思考了片刻, 又商议了一会儿, 他们暂时没有做出决定, 而是先遣散了众人。 扎伦也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回了家, 回家之后, 二儿子英都告诉父亲, 如果第二天, 长老们不把村子的统治权交出来, 就拿着武器杀光他们立威。 英都的建议让扎伦感到相当恐惧, 他可不愿意与自己的村民反目成仇, 甚至杀掉曾经村子里的管理者。 英都却告诉他, 只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如果不这么做, 他们就会落得非常悲惨的下场。 带着这样的忐忑, 扎伦一晚上都没能睡好。 好在第二天早上, 艰难的选择题没有出现, 村子里的长老经过一整晚的激烈讨论, 决定让火神的后裔, 杀掉火吸引的扎伦来统领他们。 尽管很多人都质疑扎伦火神后裔的身份, 毕竟现在火神正统的后裔都被大帝之子们供奉起来了。 但大家见到, 扎伦拥有屠戮火吸引的能力之后, 还是愿意被他接手, 由他来带领大家走向繁荣昌盛。 扎伦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他在成为村子的首领之后, 便开始打算拓展村子的疆土。 原本大和西侧有一片非常肥沃的土地, 这片土地上有着美味可口的果实, 但由于这里是火吸引的栖息地, 所以大帝之子们只能对此敬而远之。 扎伦带着自己的儿子和村子里最勇敢的猎人 潜入火蜥蜴的栖息地, 再次杀掉了这些恐怖的怪物。 他们还把捕获的蜥蜴皮做成皮甲, 穿戴在身上提高自己的战斗力。 而在暗地里, 扎伦又打造了一批神之谷, 只不过这次他并没有把神之谷打造成兵器, 而是打造成了耕种用的耕具。 这样, 村子不光提高了捕猎的水平, 耕种的能力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 在扎伦的带领下, 村子越来越富强, 村民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最后, 他们直接用扎伦的名字命名整个村庄, 这整个部落把它称之为扎伦部落。 不过扎伦部落的最大繁荣并非扎伦自己赋予的, 而是在扎伦死后, 由他的儿子英都赋予的。 当英都即位的时候, 村民们对他们一家的忠诚 已经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水准。 因为大家都亲身经历了由贫穷走向富强, 大家知道是扎伦一家赋予了他们如今的好日子。 因此, 英都不再对村民们隐瞒神之谷的秘密。 他开始将神之谷的锻造方法传授给村民, 由扎伦的徒弟瓦瓦哈尔负责监制, 率领村民们大批量生产由神之谷打造而成的武器。 通过这样的方式, 英都很快就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他们穿戴着由火吸一皮毛制成的甲咒, 装备着由神之谷打造而成的兵器。 他们朝着大陆四方迅速扩张, 将其他村落吞并, 吸收, 有利用价值的人吸纳进来, 没什么利用价值的人则直接杀掉或者当作奴隶。 短短15年的时间, 英都就统一了整片大陆。 他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繁荣的帝国, 他将这个帝国称之为火之帝国。 火之帝国的扩张迅速异常, 很快大帝之子的身影便出现在了每一个大陆上的平原。 火吸一最终被勇敢强大的大帝之子赶回到了深山之中, 而大帝之子的军队则一直走到了森林的边缘。 再向前就是茂密的热带雨林了, 那里的环境并不适宜大帝之子居住, 那里有着大量的野兽和毒虫。 但是森林里的树木和水果倒是大帝之子很需要的物资, 因此尽管大帝之子没有入侵森林, 但是他们也派遣了一只队伍进入森林, 采摘水果, 砍伐树木。 由神之谷打造而成的斧头砍起树来, 效率极快,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森林的外围就被砍得光秃秃一片。 而突然有一天, 某位伐木工人在砍伐到一棵树的时候发现, 这棵树居然在他的砍伐之下, 发出了痛苦的声音。 你们是在破坏大自然, 这是那棵惨遭砍伐的树木, 对伐木工人发出的痛苦的抗议。 第759章 创世神的再一次降临 沃伦是一名普通的伐木工人, 他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了。 他家祖祖辈辈都是伐木工人, 他们通过砍伐树木, 加工木材, 给大帝之子建造高大舒适的房子。 他从很小的时候, 就跟着祖父和父亲穿梭在森林中, 挑选最合适的树木放倒, 再把他们加工成可堪大用的木材。 不过那个时候, 他们的工具落后, 砍倒一棵树需要整整一天甚至两天的时间。 直到伟大的帝国建立者, 火神的后裔扎伦发现了神之谷, 他用神之谷打造出了崭新的斧头。 这种斧头锋利而又坚固, 挥舞着神之谷打造的斧头, 握轮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放倒两三棵合围的大树。 因为工具的升级, 伐木工人的效率大大提升, 这也导致大地之子的栖息地附近的树木都被砍伐干净。 伐木工人就只能朝着大陆深处更深邃的森林进发。 在这一次的进发过程之中, 伐木工沃伦遇到了一件极其诡异的事情。 这是他这辈子都难以忘却的恐怖至极的事情。 当他像往常一样挑选好了一棵合围大树, 准备动手放倒他的时候, 这棵大树做出了奇怪的反应, 他轻轻摇晃着树枝, 甚至树干也在扭动, 仿佛在抵触伐木工的行为, 又或者在向沃伦抗议。 一开始, 沃伦以为这只是巧合, 是森林中的风吹的树木瑟瑟抖动。 至于这棵树, 类似于人的躲避动作, 也只是沃伦自己的心理作用罢了。 但是, 当沃伦将斧头第一次砍向这棵大树的时候, 这棵大树发出了悲痛的哀鸣。 嗯嗯疼, 我很疼。 这棵树用的语言是自证枪圆的大地之子语言, 而且还带着沃伦家乡特有的口音, 这样沃伦整个人都不好了, 扔下斧头震惊地看着这棵树。 你是在说话吗?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沃伦冷静了一下, 捡起斧头低声问道。 大树没有在出声, 但它的树干和树枝仍然在类似人一样地扭动着。 该死? 你怕不是个妖精。 沃伦挥舞斧头再次砍去, 砍得树上的树叶扑速速地落下。 哦,哦,好疼,好疼。 大树再次惨叫起来, 这次使用的仍然是沃伦家乡的语言。 你这是在破坏大自然? 你这是在破坏大自然? 什么? 听到这里, 沃伦下得赶紧往后退了好几步。 如果说之前这棵树说的话, 有可能是它的幻听, 又可能是它过度劳累而产生的异想的话。 那么这一次这棵树说出的话, 可绝对不是幻听。 这棵树说出的内容逻辑清晰, 内容全面, 显然是它主动说出的话。 这这, 沃伦胆怯地看着这棵大树, 看着这片森林。 这里有妖怪, 这里有妖怪。 他转身回去, 对着其他伐木工人大声喊道, 这片树林里有妖怪, 这片树林里有妖怪。 受到惊吓的大地之子对这片树林产生了恐惧和排斥, 但他们又不愿意放弃这片树林中的木材。 沃伦和他的同事们商量了一下, 决定要用火焰去消灭这片树林中的邪碎。 因为对大地之子来说, 火焰是这个自然界中最强大的武器, 当初正是火焰差点灭绝了它们。 而它们又是因为火焰重拾昔日的光荣, 所以现在对付这片邪义的森林, 点火是最简单的办法。 在沃伦的带领下, 大家纷纷举着火把来到了森林, 他们点燃了森林中的树木和草丛, 让熊熊的大火燃烧起来。 沃伦眯着眼睛, 看着曾经那颗和他说过话的树木, 冷笑着说道, 这下我看你还怎么吓唬我, 你这该死的妖怪。 而在他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那棵树的树梢上冒出了一个绿色的 类似萤火虫一样的小光斑。 这小光斑趁着大火还没有烧过来的情况下, 朝着远处轻轻飘去, 飘向了森林深处。 两个小时之后, 森林深处, 精灵们的聚集地中, 精灵女王沙兰已经数百岁高龄, 她从当年的那个玲珑可爱的小女孩, 变成了现在这位风烛残年的慈祥长者。 她的眼睛仍然清澈, 其中却充满了智慧。 远处一只漆黑的乌鸦穿过树叶飞来, 她落在沙澜面前不远处的一片土地上, 再抖了抖羽毛变化出了人形。 尊敬的女王陛下, 疯狂的大帝之子不但企图用锐利的武器砍伐我们的树木, 还妄想显然大火焚烧我们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旁边的一棵树木也瑟瑟抖动起来, 对乌鸦的话进行补充。 没错,尊敬的女王陛下, 这些该死的家伙丝毫不懂得感恩, 当初如果不是我们限制了火焚烧的繁衍, 他们也许早就被火焚烧灭亡了。 如今, 他们非但不对我们感恩戴德, 报答我们的恩情, 却还要破坏我们的栖息地, 破坏整个大自然。 这时, 一阵脚步声传来, 一头魁梧的大雄从树林深处走出, 踏着沉重的脚步来到了沙澜的面前。 我也觉得, 大帝之子是这片大陆的灾难, 他们甚至还不如当初的火焚烧, 我们应该灭绝这些家伙, 就像当年对付火蜥蜴那样。 沙澜苦笑着摇摇头, 不, 火蜥蜴是火蜥蜴, 大帝之子是大帝之子, 当年如果我们不制止火蜥蜴的话, 森林都会被他们焚烧干净, 但大帝之子并不会无缘无故地焚烧森林, 他们只是感受到了来自我们的威胁, 他们产生了恐惧, 纵火是他们克服恐惧的一种方式。 那么, 你就要纵容他们吗? 我尊敬的女王, 大雄沉生说道, 纵容这些不知道感恩的, 狂妄自大的家伙, 我并非要纵容他们, 只是不愿与他们爆发战争。 别忘了, 创世神把我们带来这片森林, 带来这片大陆, 他的目的是什么? 沙澜冷静地说, 伟大的创世神将我们精灵一族带来世间, 目的是让我们保护大自然。 大雄沉生说道, 沙澜点点头, 是的, 我们的目的是保护大自然, 这是创世神对我们下达的命令, 而我们精灵一族 一定要牢记自己的使命, 不要做出与这使命相悲的事情。 说吧, 沙澜轻轻抬头, 他朝着天空中摇摇一指, 一片厚重的乌云便逐渐成形。 接下来是倾盆大雨, 仿佛天都被他捅了一个窟窿, 远处被大地之子点燃的森林之火 在大雨中瞬间熄灭, 没能留下任何痕迹。 沙澜笑了笑, 低声说道, 走吧, 通知我们的同胞避开大地之子, 往森林的最深处躲避。 大地之子只是需要木材, 他们并不是要毁掉整个森林。 可是, 尊敬的女王? 大雄还想再说。 乌鸦朝着大雄摇了摇头, 之后再次幻化成鸟泪, 振翅翱翔。 撤离, 撤离, 他大声地说道。 大雄终于没有再多说, 而是无奈地摇头叹息, 转身走入了密林深处。 此时此刻, 曼哈顿上东区, 高飞站在窗边望着纽约的夜色, 脑海中却在处理 自己在这段时间收获的信仰值。 自从蓝星上出现了高级生命之后, 就有大量信仰涌入高飞的身体。 这些信仰已经超越了 由上一个穿越者中年高飞所编写的 超级英雄系统, 因为超级英雄系统 已经无法衡量如此强大的神力了。 极北海域的海族, 密林深处的精灵们, 这些神奇的生物, 全部是高飞信仰的来源。 而随着这些生物数量的增加, 高飞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现在的高飞, 即便是在没有无限手套的帮助下, 也达到了单体宇宙级。 她可以在现实世界中瞬间移动, 切割分子, 甚至修改一定的现实。 就比如, 眼下一名青春靓丽的摩登女郎, 踩着12厘米的高跟鞋, 路过高飞公寓楼下的十字路口。 但这位漂亮姑娘的脚, 却不幸崴了一下。 原本纤细白皙的脚踝, 瞬间肿了起来。 12厘米的高跟鞋鞋跟, 也惨遭折断。 糟糕真是该死。 优雅的摩登女郎低声咒骂道, 弯下腰来检查自己的伤势。 远处窗边的高飞轻轻一笑, 神念微微一动。 摩登女郎原本肿痛的脚踝突然失去了痛感, 仿佛一切没有发生过。 而当她捡起高跟鞋的时候, 却发现高跟鞋完好如初, 12厘米的鞋跟也没有任何损坏。 哦, 我的Jimmy Chu。 太好了, 你没有损坏。 摩登女郎欣喜如狂地说, 她还以为她的高跟鞋肯定完蛋了呢。 比起自己的脚踝, 她更担心这双价格不菲的鞋, 脚踝扭伤了休息一段时间总能复原, 但鞋坏了就只能扔了。 但是今天的她显然是幸运的, 扭了那么严重的一下, 居然鞋也没有损坏, 人也没有受伤。 真的是太幸运了, 我可真是个幸运小仙女。 摩登女郎微微一笑, 拎起包包继续上路了。 而远处的公寓里, 高飞轻轻一笑, 转身走向桌子, 继续翻阅上面的一本厚重的二分心智的崩塌, 论人类意识的起源。 高飞阅读的速度飞快, 桌子上的著作简直像是数据碌碌一样进入她的大脑。 同时, 她的大脑在同时处理多条数据, 其中就包括目前口袋宇宙的情况。 历史推进到这一步, 除了由她一手郁郁的蓝星之外, 宇宙中又有三个方位出现了生命的痕迹。 这一点倒是没有让高飞震惊。 生命果然不是唯一的, 这浩瀚的宇宙中有着错综复杂的文明。 高飞心中存夺道, 但她却并没有决定去干涉这些生命, 一切都还没到时候, 造物主也得学会忙里偷闲。 又过了两分钟, 高飞忽然察觉到来自蓝星的信仰之力下降了, 似乎是海族和精灵们受到了某种恐怖的威胁, 这让他们的人口数量急剧减少。 这是怎么回事啊? 高飞皱了皱眉, 海族是她创造的第一个智慧种族, 精灵更是她亲自孕育, 可是说是她最喜欢的孩子, 更何况他们为高飞提供了巨大的信仰之力。 可是现在这两个种族似乎受到了威胁, 这让高飞很难不去插手干预。 难道又是大帝之子? 那些狂妄的、自大的家伙, 他们的欲望又膨胀了吗? 高飞摇了摇头, 他对大帝之子并没有太多好感。 追溯到他们的先祖, 是高飞修改了他们的基因, 赋予了他们双腿, 这才让他们躲过了灭绝的厄运, 在大陆上侥幸存活下来。 然而,大帝之子们非但不感谢创世主的恩赐, 反而将这一切归功于自己。 后来大帝之子挑衅火蜥蜴, 险些又惨遭灭族。 如果不是高飞降下精灵一族, 那么现在哪里还会有大帝之子存在? 可惜这些狂妄的家伙仍然不思悔改, 仍然任由自己的自负和野心膨胀。 是时候去制裁他们了。 高飞摇头道, 如果不去插手蓝星目前的环境, 也许他苦心经营的这一切都会被大帝之子这一恶劣的种族所毁掉。 于是, 高飞和尚手中的书卷起身前往口袋宇宙。 他得去看看现在的蓝星变成了什么样子。 进入口袋宇宙, 高飞很快降临在了蓝星。 他沿着蓝星附近的轨道飞驰, 同时观察周围的情况。 海中的海族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变迁, 和平联盟曾经分, 和谐, 列幼合并。 但他们建立在北方海域的对创世神祭拜的祭坛从未遭到破坏, 那是他们最忠诚的信仰。 在祈求神力而不得的情况下, 海族们自己想出一种方法来保留神之力, 他们尽量让拥有神之力的子嗣们, 婚配, 生育, 这样可以使神之力最大限度地保留, 不会被凡人之血玷污。 这样做, 也的确是很有效果。 而且, 神之力与神之力融合之后, 甚至会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奇效。 最先一批携带着神之力的海族结合之后, 孕育了几名非常强大的海族, 其中一部分海族的能力甚至超越了他们的父辈。 但是这样的行为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 这种捕育方式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近亲繁殖。 而近亲繁殖带来的结果是精神上的不稳定。 这些血统纯种的海族到了最后往往会患有精神上的疾病, 而且非常严重。 高飞作为旁观者看得一清二楚, 海族本身却并没有这个概念。 当继承神之血统的后代们抱着脑袋咆哮, 声称他们听到了别人听不到的声音时, 没有人觉得他们是患上了精神疾病, 大家只是觉得他们听到了神的声音。 因此,非但有人对他们表示同情, 反而大家都会对他们表示羡慕, 因为那是神明的指引, 是多少人求而不得的声音。 看完了海族的变迁, 高飞又把目光投向山林之中, 他看到了他保护自然的得意之作, 山林中的精灵。 这些精灵论历史要远比海族年轻得多, 他们的历史甚至还没有由海族二次演化来的大地之子们久远, 但他们却是这颗星球上最有灵性的物种, 他们也拥有更强大的实力。 精灵们能够与自然融合, 他们能够轻易地藏匿自己的身体。 他们的身体还有着强大的自愈能力, 被斩断胳膊也能像树木一样轻易痊愈。 精灵们还擅长控制元素, 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可以轻松驾驭自然界的风雨雷电。 他们精通交流,可以与植物, 动物对话, 就算是拥有复杂语言的海族和大地之子, 他们也可以无障碍沟通。 但是,尽管精灵们很强大, 他们却并没有像大地之子一样膨胀, 他们非常低调, 他们时刻紧记着创世神给他们下达的任务, 保护这片大自然。 这是精灵王们常说的一句话。 初代精灵女王沙兰因为这句话率领所有族人推到密林深处, 主动躲避大地之子们。 二代精灵王布鲁姆秉承了母亲的教诲, 利用精灵们的魔法制造了一个无法被大地之子们窥探到的结界, 默默守护着大自然。 看到这里, 高飞由衷露出笑容, 这些融入大自然的可爱的小家伙们没有让他失望, 他们对高飞曾经的命令执行得非常好。 然而与他们相比, 大地之子们的行径就实在是不做好了。 自从掌握了火焰, 发现了金属、神之骨, 这些骨子里就骄傲自大的家伙们再次膨胀, 开始了自己的统治之旅。 扎伦杀死了火蜥蜴, 由他建立的火之帝国更是把战争和侵略带到了这片土地上。 大地之子们好像从降生开始就挖空心思想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就像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挑衅火蜥蜴, 企图猎杀这种最强大的生物以证明自己的勇敢一样, 大地之子们所到之处必要征服, 要让一切物种沉浮在他们的脚下。 在火之帝国建立之后, 他们砍伐树木, 大炼钢铁, 他们发明了火药, 强化了自己的武器, 他们建造帆船, 扬帆出海。 他们侵占精灵的土地, 进展海族的领海, 在大地之子的挑衅下, 精灵们退避三射, 隐居深山, 而海族们为了躲避这些好斗的异族, 甚至只能放弃富饶的北部海域以求狗权。 然而, 大地之子们却从来不懂得满足, 他们只是不停地索取, 索取, 索取, 一直索取到自然的资源都枯减。 如今整个大陆被大地之子的各个国家分割成为数块面积不等的部分, 国家之间进行着连年的征战, 而战争是最消耗资源的, 这些国家开始疯狂地开采大自然。 且不说, 高飞本身就对大地之子没什么好感, 就算大地之子是高飞的最爱, 他们现在的行径也无异于毁灭这颗星球, 这颗被高飞辛苦哺育出来拥有了高等生命的星球。 看到这里, 高飞做出了决定, 他不允许大地之子继续祸害他的世界了。 大陆的最西边有一道山脉, 大地之子们把它称之为坟墓山脉, 因为目前为止, 数量最多的神之谷是从这条山脉中开采出来的。 所以, 大地之子认为这里是神明的坟墓。 坟墓山脉南部富饶, 北部平级, 南部全都是神之谷的矿藏, 而北部则是火蜥蜴的巢穴。 千年以前, 火蜥蜴存在的地方一定找不到大地之子, 因为火蜥蜴是大地之子的天敌, 他们喷出的烈火能够请客送大地之子们上天。 但是千年以后, 火蜥蜴反而要躲避大地之子了, 因为大地之子们掌握了越来越多复杂的武器, 这些武器对火蜥蜴来说都是致命的。 山脉南部的大地之子们开采矿石打造武器, 山脉北部的大地之子们猎杀火蜥蜴, 用他们的皮毛制造甲咒。 因此, 这整条山脉无论平级还是富饶都是大地之子的金矿, 附近的国家相当繁荣。 这一次, 高飞降落的便是平级的北部山脉, 这里的地形更加引起高飞的兴趣, 他沿着山脉向前行走, 寻找着已经濒临灭绝的火蜥蜴, 然而走了差不多两公里, 火蜥蜴高飞没有见到, 反而见到了一群正准备猎杀火蜥蜴的猎人。 嘿! 死套! 乌阿哈拉! 这些凶恶的猎人用当地的语言大声质问高飞, 高飞很快就分辨出了他们的语系和语种, 听懂了他们的意思。 他们说的是站住。 你是什么人? 高飞回头看向这些大地之子, 这些大地之子也看向他。 高飞的身高比大地之子要高尚一些, 但是却高得并不夸张。 其中一名猎人指着高飞的鼻子问道, 你来自于什么国家? 你是不是白狐国的奸险? 高飞简直笑了, 看着这名猎人用他自己的语言反问道, 拜托, 我看起来和你们这些物种一样吗? 猎人被高飞说得一愣, 我们这些物种? 你难道不是我们这些物种? 那你是什么物种? 想明白这个逻辑之后, 他朝着高飞大声喊道, 妖怪! 妖怪! 旁边几个人听到这句话, 连忙做好战斗准备, 其中一人拿起手中的弩箭, 二话不说, 就是一发。 然而, 当弩箭飞向高飞的时候, 这用神之谷打造的坚硬的锋利的武器, 却突然像是被烈火焚烧的枯木一样, 在风中化作了飞灰。 根本伤不到高飞, 他甚至连高飞的身体都无法接近。 高飞回头看着他们, 冷笑问道, 怎么? 你们还要对我反隔相向? 你们还要对你们的创造者奔将仇报? 创造者? 猎人们面面相去。 你是什么创造者? 高飞并不想跟他们解释, 而是迈步朝着山脊尽头走去。 他今天的任务是调整着尸横的世界, 而不是和几个无名无姓的猎人浪费口舌。 第760章 试神者 高飞的步伐看起来非常轻盈, 但却速度奇快, 转瞬之间便从山脚下走上了山脊, 靠近了火稀的栖息地。 背后的猎人们倒是窃而不舍, 一直死死跟着高飞, 这就是大帝之子骨子里的特质, 执着。 当他们想调查或者杀掉某个目标的时候, 只有死亡才能阻止他们。 然而, 这些伸手皎洁的猎人却彻底被高飞甩在后面了。 这些家伙发现, 无论他们怎样加速, 他们始终都无法追上高飞。 该死, 他为什么能这么快? 他真的是怪物吧? 他一定是怪物, 这该死的邪碎! 尽管笃定了高飞邪碎的身份, 但是这些猎人倒是并没有放弃追赶, 他们仍然紧追不舍, 丝毫没有害怕。 高飞懒得搭理他们, 自顾自赶路, 眼看就要来到山脊, 背后的猎人们却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 开始提醒他。 小心, 前面是火熙翼的领殿, 再往前走你会没命的。 以你现在的穿戴, 你根本不是那些火熙翼的对手。 高飞听得一阵好笑, 刚才还把我当成是邪碎和妖怪, 想要杀我而后快, 现在居然担心我的安危, 真是搞不懂大地之子的脑回路。 但稍作琢磨之后, 高飞岂是也能想得通, 大地之子都试图着杀掉他, 证明自己的实力。 而如果高飞被火熙翼杀掉, 那么大地之子就没有办法杀掉他来证明实力了。 而就在此时, 山脊上忽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咆哮, 那是火熙翼察觉到了入侵者的出现, 正在用自己的吼声驱赶他们。 大地之子虽然装备精良, 但是在火熙翼的咆哮之下, 也连忙做好了战斗准备。 小心, 埋伏! 话音未落, 三只成年的火熙翼从山脊上露出头来, 他们用新红色的大眼睛打亮着高飞, 仿佛在试探猎物的情况。 大地之子连忙找好遮蔽隐藏, 在寻找着捕猎火熙翼的最佳角度。 同时, 他们开始同情高飞, 因为手无寸铁, 甚至连防具都没有穿戴的高飞显然不是火熙翼的对手。 火熙翼一旦喷出烈焰, 那么转瞬之间就能把高飞烧成灰烬。 这家伙死定了。 完蛋了, 等着它变成一泡灰烬吗? 这可恶的妖怪让火熙翼来收拾它。 然而就在这时, 山坡上的火熙翼已经走到了高飞的身边, 但令这些猎人们意外的是, 火熙翼却并没有对高飞采取攻击。 恰恰相反, 这些残忍的怪物非但没有攻击高飞, 反而一个个温顺地匍匐在高飞的脚边, 仿佛是一条条忠诚的宠物狗等着主人的投食。 这下大地之子们傻眼了杀人如麻的火熙翼什么时候转性了? 高飞却是露出微笑, 他没想到, 火熙翼这种并不算智慧的生命居然如此同仁性。 想必是这些爬行动物感知到了高飞身上与众不同的气场, 甚至能够感知到高飞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 所以, 他们才匍匐在高飞的脚边, 虔诚地祈求着高飞的恩赐。 而毫无疑问, 这段时间的火熙翼一族也的确是太难了。 新诞生的精灵显然是他们的天敌, 大地之子也在掌握了火焰和金属工具之后, 可以随意屠杀他们原本大陆上的王者现在成了到处躲藏的可怜虫, 他们的确急需神明的庇护, 这才能够继续存活。 幸运的是, 这些爬行动物在今天遇到了高飞, 而高飞正是来修正这个逐渐失衡的世界的。 他低头看着火熙翼, 不禁摇头笑道, 就连这些智慧未开的怪兽们都知道对造物主抱有基本的尊重, 大地之子却只是一意孤行地索取。 话音未落, 躲在远处的猎人们站起来朝着高飞和火熙翼一起射击, 锋利的弩剑朝着高飞和火熙翼的身上飞驰而来。 高飞的身体周围有阿斯加德神力的庇佑, 自然不会被这些弩剑射到, 但这三只火熙翼却没有那么好运, 其中两只火熙翼距离高飞较近, 同样被高飞的阿斯加德神力避护了住, 但是有一只距离高飞较远, 他的身体直接被大地之子锋利的弩剑洞穿, 扑斥一声, 鲜血横流。 几名猎人马上兴奋起来, 尽管他们还没搞懂高飞为什么能够抵挡住他们的弩剑, 但至少命中了一名猎物, 这就是胜利。 远处重剑的火熙翼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不过他并未绝望地倒地等死, 而是朝着高飞这边挣扎着匍匐了过来。 高飞不禁笑了, 真是个机灵的家伙, 看来我低估了你们的智商。 大地之子的猎人们却都是不解, 这诡异的怪物, 为什么要往那名怪人身边爬去? 在猎人的围观之下, 受伤的火熙翼终于爬到了高飞的身旁, 他眼巴巴地抬头看着高飞, 目光中流露出对生存的渴望和真诚的祈求。 尽管他不会说话, 但他仿佛在对高飞说, 仁慈的主, 请拯救我们吧, 请拯救我们吧。 高飞并没有拒绝火熙翼的请求, 因为这一请求刚好就是高飞这次降临蓝星的目的, 他朝着火熙翼伸出了手, 轻轻一抹, 那插在他肚子上的锋利的箭矢便消失不见了。 反手再一抹, 火熙翼肚子上的伤口突然愈合, 除了血迹还沾染在火熙翼的肚子上, 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出他有过受伤的痕迹。 上一秒还濒临死亡虚弱无比的火熙翼, 下一秒就活蹦乱跳地站了起来, 他感激地看向高飞, 再温顺地用自己庞大的头颅去蹭高飞的身体。 而远处的猎人们简直已经傻了, 这家伙到底是谁? 为什么他拥有起死回生的能力? 其中一个猎人眼珠子转了转, 得出了一个靠谱的结论。 我知道了, 他是火熙翼之神, 他是火熙翼的庇佑者。 他出现在火熙翼的栖息地, 火熙翼对他无比亲近, 他又能令火熙翼起死回生, 这岂不就是说明他就是火熙翼的庇佑者吗? 另一名猎人连忙点头道, 没错, 他是熙翼之神。 听到这里, 高飞简直哭笑不得, 什么熙翼之神, 什么火熙翼的庇护者? 你们大地之子的想象力, 就如此平庸吗? 他轻轻一笑, 懒得再管大地之子, 再次用手掌轻抚旁边那只火熙翼, 在微观层面上, 直接修改了他的基因。 火熙翼感受到身体突然被人掌控, 一开始先是惊慌失措地抖动了一下, 但是当他回头看到控制他的人是高飞时, 这颇通灵性的家伙, 居然瞬间老实了下来, 乖乖任由高飞修改。 真是个聪明的家伙。 高飞不禁感叹, 这火熙翼仿佛能分辨出别人对他的意图似的, 正因为火熙翼这份信任, 高飞在修改他的过程中格外用心。 先是改变了他的四肢, 让他的双腿更为强壮, 之后则是修改他的头颅, 扩大他的脑容量。 火熙翼原本就庞大的脑袋被高飞捏得更长, 同时头颅末端伸出两个猙獰的骨质触角。 接下来, 高飞在火熙翼的后背上大作文章, 拉出了一对宽阔潇洒的魔艺来。 大地之子对你们猎杀过度, 这让你们几乎灭绝, 但是如果给你们装上翅膀, 我想大地之子们就无法将你们赶尽杀绝了。 话音未落, 原本的火熙翼已经改头换面, 他现在的体型比之前又大了两到三倍, 展开双翅几乎可以达到遮天蔽日的效果。 大脑同样得到强化的火熙翼变得更加聪明, 他很快就掌握了翅膀的使用方式, 回头瞥了一眼自己新获得的装备, 在山脊上潇洒的盘旋, 这一幕却让大地之子们心惊胆战, 当初会喷火的怪物已经几乎灭绝了他们, 现在这些怪物却突然学会了飞翔。 看到火熙翼被改良得如此威武, 高飞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有了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 大地之子总归能得到限制了。 想到这里, 高飞抬手对第二只, 第三只火熙翼进行了修改。 高飞对他们的修改各不相同, 但无疑都是提升了他们的生存能力。 而躲在远处的猎人们早已被眼前的变化吓跑, 他们纷纷朝着山下落荒而逃。 蜥蜴之神降临了, 我们的灾难来了。 他篡改了蜥蜴, 他用他的妖魔之力修改了这些恐怖的怪物。 我们必须得把这灾难告诉大地之子们, 我们必须马上做好防御的准备。 高飞望着这些落荒而逃的猎人们轻轻一笑, 对他们说道, 我并非什么蜥蜴之神, 我是你们的创造者, 这个宇宙的造物主。 而现在, 这些火蜥蜴也再也不是蜥蜴, 你们不妨称他们为龙。 落荒而逃的猎人们最终躲过了一劫, 天空中翱翔着的喷火巨龙并没有夺走他们的性命。 但大地之子却注定无法躲避巨龙的肆虐, 他们统治大陆的时代终于终结了。 在他们仍然沉迷于攻城掠地, 发动战争的时候, 火蜥蜴已经在一夜之间完成了质变, 从原本只能在陆地上爬来爬去的爬行生物, 净化成为翱翔九天的巨龙。 这些庞然大物, 毫无征兆地降临大地之子的城池, 在喷射火焰将他们苦心经营的房屋复之一具。 巨龙的出现简直是大地之子们最恐惧的噩梦, 他们从未料想过这些本就强大无比的火蜥蜴还能飞上天空, 而此时, 这些骄傲, 狂妄, 自诩为大陆主宰的大地之子们才赫然发现, 他们在这种翱翔九天的怪物面前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他们只能暂停战争, 暂停对自然的索取, 抛弃自己建筑的城池和房屋, 朝着没有巨龙翱翔的地方躲藏。 他们再次回归了亡命生涯, 去寻找那些无法被巨龙肆虐的地方, 休养生息。 短短数十年间, 大地之子的数量骤降七成, 而与之相应的, 是海族的崇星星圣以及精灵之子离开密林深处, 重新回归大陆。 对于高飞来说, 蓝星能够提供的崇拜值逐渐回升, 他的信仰之力也变得愈发强大。 不过百折不挠的大地之子并没有就此沉沦, 他们失去了疆土, 失去了城池, 失去了大部分子民, 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自己的斗志, 更没有失去自己的科技。 他们虽然退居到了龙记罕至的深山之中, 但是他们却时刻思索着反攻回去。 既然他们能够战胜火西翼, 那么他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巨龙, 这是他们最朴素的想法, 也是他们的决心。 此时此刻, 一名故国的王子主动站出来, 将残余的大地之子们召集在一起。 而因为这名王子喜欢用一种巨瘦的牙齿, 象牙来装饰自己, 因此大地之子们贴切地将他称为象牙王子。 在象牙王子的带领下, 大地之子在深山之中重新集结。 巨龙并非不可战胜, 象牙王子不断地鼓舞族人的士气, 他们不过就是火西翼插上了翅膀罢了。 我们既然能够战胜火西翼, 我们就拥有战胜巨龙的能力。 但是尊敬的象牙王子, 这些巨龙是造物主的杰作, 我的祖父曾经亲眼目睹过造物主的降临, 他挥挥手就可以起死回生, 再挥挥手就把火西翼变成了这些能够飞行的巨龙。 巨龙的诞生是造物主对我们的惩罚, 造物主不满我们大地之子的刚愎自用, 不满我们对大自然无尽的索取。 一名大地之子如是说, 造物主又如何? 造物主让我们大地之子死, 我们大地之子就要死吗? 象牙王子回头逼试着这名大地之子, 沉声问道, 他的结问立即得到了其他同胞的支持。 造物主让我们死, 我们就死吗? 造物主让我们死, 我们就死吗? 造物主让我们死, 我们就死吗? 但是大地之子中也有敬畏神明的一派, 毕竟他们的祖先企图杀戮火西翼以证明自己的勇敢, 最后却险些被火西翼追杀的彻底灭绝。 象牙王子, 我们怎能挑衅神明? 现在我们的目标应该是狗拳性命, 而不是与神明开战。 但象牙王子却毅然摇头, 不, 我们当然要挑战神明。 神明今天可以创造巨龙毁灭我们, 明天就可以创造其他物种来毁灭我们。 神明一日不死, 我们大地之子就一日不得安宁。 只有我们亲手屠戮了神明, 大地之子的和平, 幸福才会降临。 说到这里, 象牙王子攥紧拳头, 沉声说道, 我们要是神, 我们要是神。 大地之子们纷纷被象牙王子的演讲所鼓舞, 跟着他大声吼道, 我们要是神, 我们要是神。 此时此刻, 蓝星的造物主高飞并没有时间去仔细观察大地之子们究竟在说什么。 巨龙的诞生已经成功遏制住了大地之子的发展, 接下来的事情就需要蓝星自己去调解了。 与此同时, 口袋宇宙中其他星球也都有了生命的萌发。 高飞必须加快时间流速去孕育这些新的生命, 毕竟生命越多他所能够获得的信仰也就越多。 只是时间的速度一旦加快, 蓝星上的时间也将随之发展。 将大地之子团结起来的象牙王子成为了象牙君王, 在衰老死去, 他的儿子又继承了他的位置, 成为了第二代象牙君王。 大地之子也从一开始四处逃亡, 演变成找到了具体的栖息地, 重新休养生息, 恢复元气。 稳定下来的大地之子们灵活运用之前的科技, 特别研制出了能够射杀喷火飞龙的巨大床弩。 在床弩的保护之下, 他们终于可以重新建立城邦, 开采矿石, 继续攀升科技术。 受到了巨龙的刺激, 此时的大地之子们非但没有气馁, 反而变得更加斗志昂扬。 他们知道, 眼下最大的威胁不仅仅是那些能翱翔天际, 喷出火焰便可以摧毁一座城市的飞龙带来的, 更是那名可以起死回生, 随意修改火熄翼的创世神所带来, 因此, 屠杀巨龙之后的大地之子并没有就此停步, 他们还有更宏伟的目标是神。 五百年后, 大地之子发明出蒸汽机, 推动工业革命。 七百年后, 大地之子深入密林, 发现了精灵的存在, 并且与当时的精灵王卡萨斯激烈交战, 两败俱伤。 一千年后, 海族后裔不幸搁浅, 被滨海的某位大地之子搭救, 两人日久生情, 居然淡下了一名写有神之血的混血子嗣。 一千三百年后, 大地之子与精灵一族签订和平协议, 第六十三任象牙君王与精灵王卡萨斯握手言和。 一千七百年后, 大地之子的科技与精灵一族的魔法相互融合, 崭新的能源神力驱动装置问世。 这一能源的发现彻底改变了蓝星的格局, 也将大地之子的战斗力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 大地之子能够利用神力驱动装置为庞大的机械设备功能, 这使他们的野心再次膨胀。 他们用神之谷打造出高如山巒, 坚不可摧的钢铁战士。 每一名钢铁战士都需要十余名大地之子潜入他胸口的中控室中操控。 这些钢铁战士能够轻易摊平一座城池, 他挥一挥拳头, 可以敲碎一座山巒。 象牙君王给这些机械战士起名叫做是神者, 他的目标就是驾驶着这样的战士消灭创世神, 他倾尽举国之力, 耗费三代人的时间打造出了五驾驶神者。 而在世神者建成之后, 象牙君王开始了对神明的挑衅。 他在大陆中布最高耸的山峰上修建起了祭坛, 派遣手下日夜不停指着天空诺战, 他呼唤着创世神的降临, 声讨着创世神的罪责。 他谴责创世神, 谴责创世神降下巨龙屠杀他们, 尽管精灵和海族们纷纷劝阻, 但是大帝之子和象牙君王仍然固执己见。 我们大帝之子是天地间最伟大的种族, 我们能够超越一切。 创世神无法限制我们超越的步伐, 他休想阻止我们。 他以为对我们降下灾难, 就能阻止我们的脚步吗? 我们大帝之子不会轻易放弃。 现在是时候复仇了, 是时候细数创世神的罪责, 再对他进行最终审判了。 高飞当然听到了大帝之子的诺战, 只是他一直没有时间搭理他们。 大帝之子的风格高飞再熟悉不过, 他们就喜欢通过试杀强者去证明自己。 当初大帝之子千方百计的 想要屠杀火蜥蜴就是最好的名证。 只不过, 他们现在把目标从火蜥蜴换成了高飞。 他们驾驶着高耸如山的试神者, 朝着高飞百般挑衅, 期待着高飞的降临。 这些生物注定不适合作为提供信仰的器皿。 既然如此, 我何不去终止这一切? 高飞看着蓝星上躁动不已的大帝之子, 摇头叹息道, 我在蓝星上育育高等生物本就是为了收集信仰, 又不是闲来无视过家家。 既然他们无法达到我的期许, 我又何必留着他们? 想到这里, 高飞驱动空间宝石, 他再次来到口袋宇宙, 降临了已经发展的非常富饶的蓝星。 高飞满足了大帝之子的诉求, 精准地降落在了他们设立下的试神祭坛之上。 而那些守护祭坛的祭祀见到创世神真的降临此处, 一时间居然都是非常错愕。 快看! 快看! 那是什么? 是个人吗? 他从天而降, 从虚无缥缈的空间之内来临。 是创世神! 真的是创世神! 创世神来了! 创世神听到我们的诺战, 他来应战了。 祭祀们奔走相告, 将这个重要的消息告知了位于国度之中的象牙君王。 而象牙君王连忙带着自己的护卫清兵, 登上了最强大的侍神者, 白色帝王的中控室。 白色帝王高531米, 仿佛一座耸立在海岸边缘的灯塔, 他迈不向前的时候, 整个大地都在阵战。 而祭坛旁边的其他是神者们, 持刀客、 勇士、 屠龙者、 钢铁猎人, 他们的驾驶员也纷纷进入了驾驶室, 驾驶着这些庞然大物朝着高飞冲去。 此时的高飞漂浮在祭坛的上空, 安安静静地观察着这些来自巨大的机甲怪物朝着自己袭来。 他轻轻摇了摇头, 失望地说, 只凭这些就企图是什么? 大地之子, 你们的能力还是没能匹配你们的野心。 话音未落, 高飞举起手来, 食指探出, 朝着天空中发出了一道璀璨的光芒。 而随着光芒的绽放, 远处忽然响起了一声又一声高亢的龙吟。 啊? 啊? 被大地之子驱赶到天涯海角的巨龙们, 感知到了创世神明的召唤, 再次振翅朝着大地之子的国度翱翔而来。 他们积压了千年的怒火, 从口中喷出焚烧着大地之子坚固而又牢靠的城邦。 城邦中的守卫者看到这些巨龙来袭, 纷纷开动城墙上的床母对着天空射击。 然而这些巨龙仿佛受到了某种神力的加持, 每一只箭矢在靠近他们身体之前就突然变成灰烬, 彻底消散了。 火焰从城池中燃起, 大地之子痛苦的哀鸣声此起彼伏。 正在赶往祭坛的象牙君王看到这一幕, 咬了咬牙加快了脚下的进程。 创世神降临, 大地之子的末日即将到来, 除非我们是神成功才能阻止这一切。 象牙君王知道自己没有退路, 毕竟是他亲自将创世神吸引到这片土地上。 如今这将是背水一战, 战争的胜负直接决定着大地之子的存亡。 第761章月球上的生命法庭 在象牙君王和他的白色帝王号赶到祭坛之前, 其他四名是神者已经向高飞发起了攻击。 持刀客、勇士、屠龙者、钢铁猎人。 每一个是神者都像是一座能够移动的小型山丘。 他们庞大的身躯朝着高飞追击而去。 高飞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轻轻挥手便割裂开了眼前的空间。 这些庞大的钢铁巨人坠入眼前被割裂的空间, 在从远处的平原上出现, 身体失去平衡, 前倾摔倒在地上。 该死创世神? 他在戏弄我们。 坐在白色帝王中控室里的象牙君王愤怒地咆哮道, 同时大声下令道, 反击! 要在他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进攻他。 可是白色帝王如此庞大, 笨拙, 想要在达到光速的高飞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攻击他又谈何容易呢? 当白色帝王抬起携带着炮管的右臂瞄准高飞的时候, 远处传来一声又一声高亢的龙鸣。 啊!啊! 忠诚于高飞的巨龙振翅而来, 朝着白色帝王粗壮的胳膊喷射出灼热的火焰。 烈火烧着在白色帝王的金属壁上, 但却并未能够马上毁掉有神之谷打造而成的大炮。 象牙君王冷冷一笑, 陈生说道, 给我把这些碍事的家伙都轰死。 原本遮天蔽日的巨龙在白色帝王号的面前渺小得像是一群不起眼的麻雀。 白色帝王号轰出一剂能量炮, 轻松把眼前的三条巨龙打成碎渣。 在创世神明面前展示出了实力的象牙君王洋洋自得, 冷笑着质问道, 看到了吗? 创世神? 我们大帝之子再也不会任你宰割。 然而这句话还没说完, 当高飞挥舞右手的时候, 空中那些被能量炮轰成残骸的巨龙突然原地复活, 随风飘散的飞灰重新组合成了他们庞大的身躯。 而令象牙君王震惊的是, 重新组合起来的巨龙显然比之前的巨龙还要庞大。 如果说之前的巨龙与白色帝王对比, 只是挑衅猎人的一只麻雀, 那么如今的巨龙已经从麻雀变成了雄鹰, 他们凶悍异常。 啊?啊? 巨龙们愤怒地咆哮着, 吐出烈火灼烧象牙君王的钢铁机器。 象牙君王大惊失色, 同时回忆起了一句话, 创世神似乎具备着起死回生的能力。 之前他便记得他的父辈祖辈这么说过, 创世神拥有起死回生的能力, 但直到现在亲眼所见, 他才敢真正相信。 我需要支援, 其他是神者, 你们在哪里? 慌张的象牙君王大声问道, 他开始感受到恐惧了。 被高飞放逐到战场之外的持刀客, 勇士, 屠龙者和钢铁猎人连忙步履蹒跚地跑了回来, 并且拔出手中的长刀朝着高飞砍杀过去。 这四名庞大的钢铁战士在奔跑的过程中, 震得大地轰然作响, 远处的山川甚至也随着他们的步伐而颤抖。 远处城堡中远远眺望战场的大地之子们 被眼前这壮观的场面震惊地说不出话, 但漂浮在半空中的高飞却全然不把这些庞大的机器人放在眼里。 大地之子, 如果你们以为这种程度的武器就能够是神, 那么你们也太天真了。 高飞伸出手指在空中一滑, 持刀客的钢筋铁骨瞬间支离破碎, 他的身体被高飞残忍地撕裂开来, 闪烁着寒光的金属零件在这一刻崩裂的到处都是。 十余名驾驶持刀客的大地之子从中控室中跌落在地上, 摔得稀巴烂, 但高飞却并不想复活他们。 回头看向勇士, 高飞顾忌重施, 轻轻挥了挥手, 勇士的驱动装置立即瘫痪, 他庞大的身躯就像是冻结一样原地停住, 随后从他的右肩膀开始, 整个巨大的钢铁身躯开始化成灰烬, 随风飘散。 接下来, 高飞纵失而起, 抓住屠龙者庞大的头颅朝着钢铁猎人一推, 这两名巨型机器顿时撞击在了一起, 他们谁都没机会发起进攻, 控制系统就直接错乱了。 最后, 高飞瞬间一动来到了白色帝王的面前, 一脚踹开中控式的大门, 高飞看着象牙君王的眼睛, 冷笑着问道,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 这这, 象牙君王语气迟疑, 这当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他原本以为, 凭借着这五架强大的士神者, 他们大帝之子可以把创世神按在地上摩擦。 可万万没有想到, 事实与他的预想相差得如此之大。 当象牙君王看向高飞的时候, 当他看向这名创世神的时候, 他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 他与神明之间的差距, 同时一股浓浓的恐惧涌上心头, 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情绪。 与此同时, 高飞居然收到了来自象牙君王的信仰, 这是一种特殊的信仰, 其中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恐惧, 或者说是敬畏。 没想到, 恐惧也能成为信仰。 高飞笑着摇了摇头, 但毕竟象牙君王是他所创造出来的生物, 象牙君王的信仰同样会为高飞提供能量来源。 只不过, 高飞已经决定灭绝大帝之子这一物种, 就算现在象牙君王为他提供信仰, 这一切也都太迟了。 我曾经拯救过你们, 让你们三番五次免于灭绝的宿命, 但你们的表现却让我失望, 落得如今, 这一步都是你们旧游自取。 高飞朝着象牙君王轻轻摇头, 随后抬手释放一束能量。 这强大的能量直接将象牙君王以及其他控制者轰入白色帝王的能源室, 把他们轰进了为白色帝王功能的神力驱动装置之中。 高飞原本只是想毁灭这一切, 但令他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能量与神力驱动装置中的能量同根同源。 这两种能量的碰撞虽然产生了爆炸, 但是这爆炸却并没有彻底毁灭大帝之子。 也许是大帝之子命不该绝, 也许只是机缘巧合, 两股能量的碰撞撕裂了时空, 打开了一个完全独立于多元宇宙之外的次元。 象牙君王与他中控制中的战士们在这一刻跌落进了这奇怪的次元之中, 这让他们侥幸存活了下来。 而在这奇怪的次元里, 时间和物质的概念都与原来的宇宙不同, 在被放逐的过程中, 象牙君王的意识都发生了错乱。 他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和来历, 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和子民。 他唯一记得的事情只有一件, 我要毁灭神明, 我要超越一切。 我要毁灭神明, 我要超越一切。 带着这样的执念, 象牙君王彻底从高飞的口袋宇宙中坠入了另一个异次元空间。 三个月之后, 太阳系, 地球。 一个深蓝色的影子从月球方向朝着地球飞驰而来, 就像是一颗迷失了方向的小行星, 它的速度非常之快, 几乎以肉眼不可捕捉的状态掠过苍茫的宇宙。 在地球的防卫系统之中, 最先发现这道深蓝色影子的是地球的第一道防线, 也是横跟在地球之外的钢铁长城蔚蓝守望者。 蔚蓝守望者的舰长布鲁斯·班纳收到警告信号, 马上第一时间分析这诡异的入侵者。 是小行星吗? 还是某个超能力者? 能否检测到生命状态? 布鲁斯·班纳紧张地询问蔚蓝守望者上的人工智能系统。 道歉, 舰长并未检测到生命迹象。 人工智能立即回答道, 我们无法确定它是某种超能力者。 那么就是小行星了, 又或者是其他星际残骸。 布鲁斯·班纳立即得出结论, 分析它的潜在危险。 好的, 舰长, 人工智能顺从地回答, 几秒钟之后就给出了计算结果。 考虑到目前它的速度, 叠加重力加速度和大气层提供的空气阻力, 最终计算的结果表明一旦这枚不明飞行物落在地球上, 将会造成相当于三枚氢弹共同爆炸的破坏力。 明白了布鲁斯·班纳轻轻点头, 那么马上开炮击毁它。 收到! 卫蓝守望者接收命令, 之后立马开炮瞄准太空中这诡异的飞行物。 哼! 一道耀眼的光束从宇宙战舰的侧端发出, 后发先至追上了不明飞行物, 紧接着成功命中目标, 将这不明飞行物包括在一片明亮的光芒之中。 然而短短三秒钟之后, 那个诡异莫名的蓝色影子便从炮火之中穿出, 继续朝着地球飞驰而去。 哦, 舰长, 我们很遗憾地看到, 卫蓝守望者号的能量冲击炮对这枚不明飞行物, 够不成任何伤害, 人工智能语气沮丧地说。 该死, 我也看到了布鲁斯·班纳表情凝重。 而此时, 蓝颖已经越过卫蓝守望者的狙击区域, 快速朝着地球飞去。 得赶紧联系地面上的人才行, 布鲁斯·班纳拿起通讯器, 紧急拨出了号码。 此时此刻, 纽约, 曼哈顿区的街道上, 托尼·斯塔克正开着没上市的奥迪概念车, 穿梭在车水马龙之中, 他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Hello, 布鲁斯, 太空生活还好吗? 我猜你一定很寂寞吧? 什么? 不明飞行物? 蔚蓝守望者的能量炮, 不轰不坏, 落地就相当于三颗清淡。 那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这种事, 应该联系高飞。 哈? 他没接电话? 该死这家伙, 关键时刻, 能不能靠点谱? 挂断电话, 托尼·斯塔克赶紧紧急呼叫高飞, 正如布鲁斯·班纳所说, 高飞没接电话。 这家伙, 该不会又钻进口袋宇宙里了吗? 托尼·斯塔克倒是对高飞的生活节奏非常熟悉, 马上掉头朝着高飞的公寓驶去。 我去把他揪出来。 这一款奥迪概念车性能绝佳, 托尼·斯塔克稍稍加速就已经风驰电车, 但很快, 奥创的电话就接了进来, 情况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斯塔克先生, 他现在正朝着纽约坠落, 预计二十分钟之后落地。 托尼·斯塔克文言抬头眺望天际, 他已经能够看到那颗类似陨石的不明飞行物了, 他在划过大气层的时候激起了夺目的火光, 同时也引起了市民们的关注。 快看! 流星! 白天居然也能看到流星! 许愿! 快许愿! 流星流星, 请保佑我, 今年下半年涨工资。 奥创, 你联系到你老爸了吗? 托尼·斯塔克询问奥创, 让他出手拦下这个不明飞行物吧。 这东西似乎很强悍, 就连未拦守望者的能量炮都没能摧毁他。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曼哈顿区, 马上就去找我的爸爸。 咦? 等等。 奥创话音未落, 一道身影已经从高飞公寓的方向出现, 并且朝着在大气层中不断坠落的不明飞行物, 急驰而去。 托尼·斯塔克调出了他多功能眼镜的望远镜功能, 锁定他身影看了看, 发现那正是高飞从窗口跳向天空中的高飞。 这家伙从他的小世界里钻出来了。 托尼·斯塔克笑了笑,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他解决吧。 好的, 斯塔克先生, 再见。 奥创果断地挂断电话, 果断地甚至让斯塔克感受到了一丝无情。 而高飞转眼之间已经来到了高空之中, 与那正在坠落的蓝色影子会合在了一起。 他直接穿过了围绕在蓝色影子之外的炽热的火焰, 并且近距离接触到了那蓝色影子。 托尼·斯塔克一脸羡慕地看着高飞, 感慨道, 有不死之身就是好, 干什么事情都能直接忙上去, 一点都不要考虑后果的。 看来, 我也得抽空渐渐死亡。 话音未落, 眼前蓝光一闪, 原本还在高空中的高飞已经利用瞬间移动来到了托尼的车前, 吓得托尼赶紧猛打方向盘外加急刹车。 支! 及时状态下的奥迪发出刺耳的声音, 轮胎在公路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划痕。 托尼·斯塔克吓出一身冷汗, 气愤地骂道, 我靠! 高飞! 你是想害死我吗? 怕什么? 反正我能修改现实。 高飞轻轻一笑, 保你不死。 我只是想检验一下这辆车的性能罢了。 这用不着, 你来检验托尼。 斯塔克愤怒地说, 随后望向高飞怀里抱着的一个蓝色身影, 震惊道, 等等他是谁。 高飞将怀中的蓝色身影放下, 沉生说道, 他就是那个不明飞行物, 又或者说, 他是一具尸体。 虽然我从没见过这家伙, 但是我怀疑, 他应该是宇宙队长。 宇宙队长? 就是那个永恒的使者? 单体宇宙级别的家伙。 他死了? 托尼震惊地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清楚, 我也刚刚接触到他。 高飞说道, 按照常理, 以我现在的能力, 我可以轻易逆转一个人的生死。 但我刚才尝试了一下, 我却没有办法逆转他这说明, 他的能力至少在单体宇宙级别。 再加上他的装束我, 基本已经笃定他, 就是宇宙队长了。 托尼被高飞说得直皱眉头, 抹了一把额头上刚刚渗出来的冷汗道, 可是他居然死了? 一个单体宇宙级别的家伙, 说死就死。 他是在宇宙中受到了攻击吗? 那么, 究竟是谁把他的尸体扔到了地球上? 高飞道, 我可以尝试一下与他联系, 也许我现在还能接触到他的灵魂。 说到这里, 高飞伸手抓宇宙队长遗孩的手腕, 在瞬间进入灵魂世界。 尽管宇宙队长并不是死在了地球上, 但他也许还能够联络到他的灵魂。 周围的浓雾逐渐升起, 高飞来到了这一片迷茫的灵魂世界, 他凭空伸手抓取灵魂权杖, 再用灵魂权杖发出耀眼的光芒。 来吧, 宇宙队长, 请与我见面吧。 我能感知到你的存在, 我知道你还没有走远。 来找我吧, 我们见上一面, 好吗? 随着高飞低声的呼唤, 远处逐渐亮起了一个蓝色的身影, 宇宙队长, 他出现在了灵魂世界的尽头。 高飞身形一晃, 转眼就来到了宇宙队长灵魂的面前, 两人终于见面了, 只不过这一次的见面阴阳两格。 你好, 宇宙队长, 请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高飞低声问道, 同时等待着宇宙队长的回答。 而对面的灵魂似乎仍处于惊恐的状态下, 他深吸一口气, 之后抓住高飞的胳膊紧张地说道, 他们来了。 谁来了? 高飞下意识发问, 但是这个问题刚出口之后, 他就猜到了答案。 是超越神族? 没错吧? 是的。 宇宙队长的灵魂重重点头, 超越神族来了, 他们来了。 他们屠入了当前宇宙的一支天神族, 他们降临到了月球, 月球上的国家阿特兰, 直接被这些残忍的家伙抹去了。 我与生命法庭前往月球, 企图阻止他们, 但是我们失败了, 他们的进攻方式完全超越了我们的认知, 以我们的能力完全无法战胜他们。 高飞, 我们要输了。 这话说完, 宇宙队长的灵魂开始逐渐消散, 他的死亡地点毕竟距离地球太远, 他能够坚持向高飞传递完消息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而在宇宙队长的灵魂消散之后, 高飞也退出了灵魂世界, 回到现实世界之中, 高飞将这个恶号转达给了托尼。 超越神族果然来了, 他们之前已经降临在了月球, 阿特兰被超越神族抹除了, 宇宙队长和生命法庭也被超越神族击杀了。 高飞道, 什么? 阿特兰被抹除了? 托尼连忙尝试着联系阿特兰的黑服王, 但结果却是无人应答。 该死! 阿特兰居住着那么多强大的艺人, 难道连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吗? 他们难道连逃走都逃不走吗? 还有蔚蓝守望者应该能够捕捉到月球的信息, 为什么班纳博士一点信号都没有接收到? 托尼焦急地说, 高飞摇了摇头, 没办法, 他们想要抹除掉阿特兰根本不会露出什么痕迹。 托尼郁闷地攥紧拳头, 又问道, 对了, 生命法庭是什么东西? 是个法庭吗? 高飞摇头道, 不, 生命法庭是负责监督所有现实平衡的具象存在, 是我们这个多元宇宙最强大的守护者,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目前宇宙中的最强战力。 然后这个宇宙中的最强战力, 被超越神族杀死在了月球上吗? 是这样的吗? 托尼, 斯塔克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是这样的, 高飞点头道, 至少宇宙队长是这么说的, 该死闹我们岂不是死定了? 托尼问道, 高飞的表情也变得凝重起来, 托尼, 这个多元宇宙中危机四伏, 我们总会遇到一些远远强于我们的对手, 这是无可避免的事情。 看起来的确是这样的, 托尼怂怂肩道, 在战胜了那么多外来入侵者之后, 才被超越神族盯上, 这已经很幸运了, 是吧? 之后托尼问道, 那么现在, 我们该怎么办? 高飞, 我们要去一趟月球吗? 这是当然。 高飞道, 无论如何, 我们也得尽量把战场控制在地球之外, 才行。 即便我们没有能力战胜超越神族, 我们也得尝试一下。 说到这里, 高飞打开通讯器联络了奥创。 奥创, 帮我联系一下纽约附近的超级英雄, 我们需要马上前往月球, 越快越好。 两个小时之后, 月球表面的暗躯, 原本建立着一人族城邦阿特兰的地方, 已经变成了一个硕大的陨石坑, 表面没有任何生命幸存的痕迹, 看起来宇宙队长说的没错, 超越神族, 真的直接抹出了阿特兰。 而在阿特兰陨石坑的外面, 有一具巨大的, 金黄色的人形遗体。 这遗体看起来像是一座金黄色的金属长城, 横跟在月球表面上, 它的身体表面布满了深邃的沟壑。 这就是生命法庭, 穿戴着钢铁侠战衣的托尼, 低声问道, 应该是他了。 高飞利用月球上更小的重力, 轻轻漂浮到半空中, 俯瞰着眼前的这位庞然大悟道, 他是多元宇宙所有现实的结合体, 他身上每一道沟壑就代表着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我也曾经听说过生命法庭, 他是这个宇宙中最强大的存在。 这时, 一名同样浑身金黄的家伙, 漂浮到高飞身旁, 他是寄居在地球上的永恒神族, 亥伯龙。 而地面上, 雷神托尔拎着锤子走到了生命法庭的遗体身旁, 再伸手戳了戳这位宇宙大能的遗骸, 点头道, 嗯, 他的身体的确坚固异常, 比地球上的镇金和我们阿斯加德的金属乌鲁都要结实。 随后, 看向生命法庭的躯干前端, 摇头道, 但是看起来那些超越神族直接斩下了他的头颅。 该死, 这群怪物到底是什么来临? 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能力? 这我也不知道, 高飞怂怂间? 我只知道, 他们来自于一个完全独立于多元宇宙的异次元, 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意图, 他们好像热衷于毁灭一切, 他们仿佛就像是想要证明什么一样, 不停地杀戮, 杀戮, 他们还喜欢挑选神明下手。 宇宙队长说, 他们来到月球之前, 曾经亲手屠落了一支宇宙天神族。 第762章终极一战, 高飞的无限神力, 高飞对超越神族的表述让现场众人颇有压力, 好像怎么琢磨大家, 怎么没有胜算。 托尼, 斯塔克沉声道, 对了, 高飞, 你不还说过, 之前炸出多元宇宙隧道的那个什么分子人, 就是超越神族创造出来的? 没错, 分子人就是超越神族的杰作, 他们在每一个多元宇宙都存在, 并且能够分享同一个意识, 而一旦他们爆炸, 毁掉的将会是整个宇宙高飞道。 托尼, 斯塔克, 忐忑地捏了捏下巴, 这些超越神族, 随手就能做出一个单体宇宙级别的怪物, 还轻易团灭了一只宇宙天神组, 杀死宇宙队长, 把他的尸体扔到地球上, 又斩首了生命法庭, 我们还有什么胜算? 我们根本就是来当炮灰的。 别这么悲观, 托尼, 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哪怕只有几分之一的机会, 我们也得抓住他, 不是吗? 神奇先生李德说道, 他倒是个乐观的人。 这时, 奇异博士轻飘飘飞到了高飞的身旁, 笛声问道, 高飞, 你能否使用时间宝石复原一下之前战斗的场景? 我想, 我们也需要看看超越神族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原本利用时间宝石复原历史是斯特兰奇的工作, 但他的时间宝石被高飞借走之后就再也没还回来。 一想到这件事情奇异博士就来气, 妈的, 当初说好的就借用打个响指, 打完就归还呢? 高飞就是个大骗子。 高飞考虑了一下斯特兰奇的建议, 抬手尝试着用无线手套复原之前的战斗场面, 复原场面只靠时间宝石并不足够, 还得需要现实宝石的帮助。 我尽我所能。 高飞低声说道, 说完捏紧拳头, 开始了复原。 周围的环境突然发生变化, 仿佛现实被直接修改, 但实际上这些都是幻想而已, 环境的变化对众人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躺在地上的庞然大物, 生命法庭在一生悲鸣中站起身来。 大家看到了他与超越神族战斗的过程。 三名超越神族那时身材远远小于生命法庭, 看起来也只是比托尔、 亥伯龙稍微高大一些的人形生物, 他们穿戴着钢铁铠甲, 长得有点像虫子不断地释放能量攻击生命法庭, 并且在最后成功斩下了生命法庭的头颅。 但是高飞复原的画面是不连续的。 而且, 画面质量也非常差。 高飞摇头道, 抱歉, 因为这场战斗设计的能量太大了, 生命法庭和超越神族都已经是超越多元宇宙的能量级数了, 因此, 只凭我和无限手套的力量根本无法复原全貌, 只能看到一些片段。 斯特兰奇表示理解, 没关系, 这些片段已经足够获得关键信息了。 由于高飞是使用时间宝石进行回溯, 所以, 战斗的画面都是倒放, 生命法庭死而复生之后, 经过一番战斗消失在宇宙的尽头, 紧接着, 画面中出现了之前与超越神族战斗的宇宙队长。 我和我的多元宇宙会奋战到最后一刻。 你们无法抹除我们。 宇宙队长陈生说道, 我们可以抹除一切, 我们会证明我们的勇气与实力。 超越神族冷笑着说道, 雷神托尔陈生道, 证明他们的勇气和实力, 这就是他们不断杀戮的理由吗? 然而, 这时高飞却若有所思, 他总觉得这句话有些熟悉, 超越神族这种偏激的性格也有些熟悉。 这时画面再换, 大家亲眼目睹了阿特兰的陷落, 超越神族抬手朝着远处的阿特兰城邦 发出一道诡异的能量术, 紧接着阿特兰就像是落入漩涡一样 旋转着缩成了一团小球, 然后再轰然爆炸。 爆炸的位置上连残骸都没有留下, 仅剩下一个硕大的陨石坑。 高飞的朋友们, 黑浮王、美杜莎、水晶, 全部随着阿特兰殉葬, 他们也许都没有察觉到死亡的降临。 这太恐怖了, 这实在是太恐怖了, 亥伯龙沉生说道, 我们根本无法战胜如此强大的种族。 霹雳火强尼也点头表示认同, 超越神族的确非常强大, 我想我们连骑手来也没什么剩算。 别急着认输, 我们起码还有机会。 托尔鼓舞世纪道, 我们再仔细看看这些片段, 也许他们有什么破绽呢? 我想, 没有人是无懈可击的, 就算是超越神族也一定会有破绽吧。 斯特兰奇倒是很赞同托尔的看法, 没错, 我认为他们一定存在破绽。 画质此处, 眼前的画面中展示出了超越神族降临月球的景象, 他们从宇宙中一个时空裂缝中出现, 仿佛是钻破果肉探头出来的虫子。 这一次出来的只是三名超越神族, 而看起来时空裂缝的另一头还有无数个超越神族, 但是三名超越神族就已经斩首了多元宇宙最强大的守护者, 生命法庭。 这让大家不敢想象, 一旦全部超越神族入侵多元宇宙, 他们会对眼前的世界造成怎样的灾难? 窥探到了超越神族前来的神秘一次元, 超级英雄们终于沉默了, 就连刚才还鼓舞时期的雷神托尔和乐观的神奇先生都变得沮丧而又绝望。 看起来降临月球的超越神族, 只是他们族群的极小部分, 也许不过就是个先锋部队托尼。 斯塔克就没说到, 但是就是这极小部分便已经斩首了我们多元宇宙最强大的庇护者生命法庭, 对吧? 这么看来, 我们是完蛋了。 托尼斯特兰奇低声说道, 想要阻止托尼、斯塔克散布恐慌情绪, 但一句话刚刚说完, 他又不知道该怎么阻止, 因为托尼说的毕竟是事实, 超越神族的实力的确比这个多元宇宙强大太多了。 而就在众人沉默之际, 远处的宇宙镜头忽然闪烁起了细微的光亮, 紧接着一道狭长的裂痕出现, 如同完整的弹壳被敲开了一条裂缝。 看到这条裂缝, 超级英雄们变了脸色。 托尼, 斯塔克用胳膊肘推了推高飞, 摇头道, 高飞, 别再回顾这些吓人的幻象了, 我可不想再看到这些恐怖的超越神族了。 然而高飞却严肃地否认道, 不, 托尼, 我已经关闭了无线手套, 眼前的裂缝并非是幻象, 而是超越神族真的来了。 什么? 托尼的语气有些惊慌, 同时咬了咬牙下定决心, 妈的, 既然早晚都会死, 那倒不如试着跟这群怪物拼一拼。 霹雳火强尼则一脸恐惧地说道, 可是我还不想死啊, 我还没结婚生孩子呢? 这是我们无可逃避的战争, 不反抗, 只能灭亡得更快。 奇异博士沉声说道, 不管他们是多么强大的物种, 不管他们来自于哪个空间, 我们都必须奋起反抗, 就算是死, 我们也要死得有尊严。 奇异博士的话, 倒是鼓舞了现场不少勇士, 其中雷神托尔再次扮演了先锋的角色, 他拎起锤子怒吼道, 让他们感受一下神奇的怒火吧。 听到托尔的咆哮, 亥伯龙也马上跟着他冲了出去, 既然提到了神奇, 那么一直与北欧神系明争暗斗的永恒神族 当然也不甘示弱。 我将与你并肩作战。 亥伯龙沉声说道, 双目之中的热实力光线 直接朝着远处的裂缝照射而去, 而就在此时, 第一个超越神族从异次元之中探出头来。 愚蠢的家伙们, 你们企图抵抗更高等的生物。 那超越神族果然如幻象中显示的一样, 像是一条穿着机械铠甲的大虫子。 他居然用身体身扛着亥伯龙的热实力光线向前突进。 亥伯龙的攻击对他毫无伤害。 这这该死的家伙。 亥伯龙大惊失色, 连忙抬起双手释放能量。 然而超越神族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他趁着亥伯龙做出反应之前, 伸手抓住了他的脑袋。 两只凶狠的大手捧住亥伯龙的头颅, 大拇指向下猛按他的双眼。 亥伯龙的热实力光线直接被超越神族用手指堵住, 他的眼睛也在超越神族的灵虐下直接被按下。 啊! 亥伯龙发出痛苦的惨叫。 他没想到自己在超越神族面前居然真的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这时, 雷神托尔挥舞着手中的锤子朝着超越神族攻去, 但力道十足的雷霆之锤锤在超越神族的头上, 却并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哄! 超越神族脸上露出不屑表情, 一把扔下已经被按下双眼的亥伯龙, 转身看向托尔。 你也并没有多强大, 为什么觉得自己能给同伴出头? 超越者冷笑问道, 因为我是雷霆之神。 托尔大声怒吼, 坚实的肌肉挥舞着沉重的雷霆之锤朝着超越者的头颅上再次砸去。 尽管他知道这一招未必能够对超越者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但他也不能退缩, 因为他们可能是这个宇宙最后一道防线了, 他们必须拼尽全力去阻止超越神族。 可惜根本没有等到雷霆之锤砸到超越者的头颅, 超越者就伸出手抓住了雷神的胳膊。 托尔只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距离传来, 他的手就再也不能动弹了。 这这怎么可能? 该死, 这该死的怪物! 托尔挣扎着, 试图从超越者的束缚中逃出来, 却根本无法撼动超越者的手。 超越者有着远超托尔的力量, 这力量让托尔难以战胜。 你太弱了。 超越者冷冷一笑, 手上猛地一扭, 只听喀巴一声, 随后鲜血飞溅。 托尔拿着雷霆之锤的右臂, 生生被超越者扯了下来, 在月球的重力作用之下, 坠落在地上。 哼! 妙尔尼尔在月球表面又砸出了一个硕大的深坑, 而托尔的胳膊还牢牢地抓着锤柄。 短短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亥伯龙已瞎, 托尔已残。 托尔! 见到自己的战友有性命危险, 托尼、斯塔克也顾不上自己的安危了。 他这一次连BGM都顾不上播放, 直接纵身冲向半空中的超越者, 又是一名弱者。 超越者不屑说道, 反手一巴掌拍向钢铁侠。 他的动作简单的, 就像是在拍一只飞来飞去的蚊子, 而钢铁侠也的确没有能力承受他这一巴掌。 碰! 马克战甲在超越者的攻击下, 顷刻间损坏报废, 如同一堆沸铜烂铁从半空中跌落。 托尼、斯塔克浑身多处骨折摔倒在地上之后, 瞬间昏死了过去。 托尼、托尼! 神奇先生紧张地喊着托尼的名字, 但托尼却给不出任何回应。 眼前的情势太令人绝望了, 仅仅一名超越者就足以团灭眼前的全部超级英雄。 高飞,我们该怎么做? 这时,隐形女侠苏珊走到高飞身旁问道。 不料高飞并未回答, 而是朝着远处漂浮在半空中的超越者道, 把你的同族都叫出来吧, 让我来汇汇你们这些不起眼的家伙。 什么? 苏珊、斯托姆整个人都傻了。 高飞你到底在干什么? 一个超越者就要团灭我们了。 你还要让他们都出来? 高飞根本不理会苏珊的质问, 而是继续对超越者道, 来吧,叫其他超越者出来, 你一个人不是我的对手。 什么? 半空中的超越者露出怒容, 随后抬手就是一记能量术轰向高飞, 之前就是同样的一束能量术, 直接在月球上抹出了阿特兰。 这一次, 她的目标是高飞。 高飞, 小心! 看出这束能量的强大, 神奇先生李德连忙出言提醒。 高飞则攥紧拳头, 使用无限手套直接去与超越神族的能量硬钢。 无限手套上六颗无限宝石闪烁出不同的光芒, 这些光芒汇聚在一起又朝着超越神族的能量竖顶过去, 但可惜超越神族的能量太强, 即便是无限手套也无法阻挡。 你太弱了。 超越者冷笑着说道, 话音未落, 能量术已经命中了高飞。 不, 高飞的左半边身体直接在能量的轰击下化作飞灰, 又半边身体在无限手套的守护下勉强残存下来。 实力已经达到超大宇宙级别的高飞仍然无法抗衡超越者的攻击, 他此时就像是一只被雷霆击中的风筝。 高飞? 隐形女大声地喊着高飞的名字, 他在期待高飞像往常一样快速痊愈, 毕竟高飞有死亡的加持, 还有绝境病毒的庇护。 但这一次高飞让他失望了, 在被超越神族的能量术打中之后, 高飞久久都没能恢复原状。 奇异博士面色凝重地说道, 超越者的能力已经超越了多元宇宙, 超越了死亡, 因此就算是死亡的诅咒也无法扭转超越者对高飞造成的伤害, 这一下他大可能危险了。 该死,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霹雳火强尼咬着牙说道, 头儿他不会这么轻易倒下。 斯特兰奇走望着遥远宇宙, 语气坚定地说, 没关系, 我们今天都将牺牲, 这是我们的职责和宿命。 就在此时, 周围光芒亮起第二批赶来支援的超级英雄已经到场, 带着大家前来的正是高飞的女儿加力。 然而加力刚一出现, 就看到了令他无法接受的一幕, 高飞的半边身体都被轰成渣渣, 整个人像是具破碎的雕塑跪在月球的地上。 老爸! 愤怒的加力抬头朝着超越者冲去, 一双拳头放出无穷无尽的能量。 哦? 你们还不死心? 超越者冷冷一笑, 抬手轻轻一抹, 便抹掉了加力的攻击。 该死的怪物! 加力毫不怯战, 化身行星吞噬者朝着超越者用力吞噬。 可超越者在加力的吞噬之力面前纹丝不动, 完全不受影响。 而就在此时, 超越者背后的时空裂缝突然开始扩大。 糟糕, 时空裂缝越来越大了, 还有其他超越神族正在过来。 神奇先生咒媒说道, 我们的多元宇宙真的要灭亡了。 该死, 我们真的丝毫没有胜算吗? 石头人低声问道, 隐形女轻轻摇头, 真的, 真的没有胜算。 此时此刻, 奇异博士的眼睛还在盯着高飞的方向, 他希望看到高飞创造奇迹, 重新让左边的重伤痊愈, 断掉一条胳膊的托尔也挣扎着朝着高飞爬去。 陈生喊道, 站起来, 高飞, 重新站起来。 你是九界的守护者, 你是众神之父啊。 然而高飞的目光已经暗淡下去, 他的确没有再次复活的迹象, 向来不可被杀死的不死之身, 在这一刻彻底失效了。 超越神族, 真的超越了一切。 而转眼之间, 那条时空裂缝里, 已经有更多的超越者, 两个, 三个, 五个, 十个。 他们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多元宇宙, 就像是寄生虫。 少女家里一个人顶在整个战线的最前方, 以一人之力不断输出能量, 抵挡着强大无比的超越神族。 当他发现, 无论自己再怎么努力, 也无法击溃这些长相丑陋的人形寄生虫的时候, 从未碰到过敌手的家里, 心中第一次生起了无助, 绝望的感觉。 回头看向一直以来站在自己背后的老爸, 看向那位从他还是个小流浪儿童的时候, 就一次次帮助他, 鼓励他的男人, 家里的眼眶渐渐湿润了。 那个遇到危险一直冲在第一线, 从未被坏人打倒过的不死怪, 现在跪在月球冰冷的地面上, 半边身子被炸毁, 双眼空洞无神, 像是一具雕琢的没什么灵气的石刻雕塑。 老爸, 你快站起来啊。 老爸, 你倒是帮帮我啊。 你看敌人那么多, 家里一个人根本打不过啊。 绝望的家里咬着嘴唇委屈地说道, 泪水忍不住夺矿而出。 同时, 远处时空缝隙中的超越神族越来越多, 数量已经超过了在场的超级英雄。 神奇先生和奇异博士交换了一个誓死如归的眼神, 他们都准备与整个多元宇宙一同走向灭亡了, 断掉一条胳膊的托尔和瞎了眼的亥伯龙也重新站了起来, 他们还要继续奋战。 但就在这时, 半跪在地上的高飞原本空洞无神的双眼猛地亮起了光滑, 站在不远处的斯凯仙察觉到了这件事情。 等等高飞警官! 高飞警官还没死! 激动之下, 斯凯又开始管高飞叫高飞警官, 尽管他已经从纽约警局的职位上退下来好几年了。 听到斯凯的喊声, 加力连忙回头看向月球表面, 而就在此时, 高飞的半边身体忽然开始生长, 原本被轰击的支离破碎的部位逐渐复原。 同时, 高飞喉咙动了动, 发出了一个悠长沉闷的声音。 呼反击开始! 再次听到高飞的声音, 加力激动地嚎啕大哭, 老爸! 当然! 说话过程中, 高飞被轰眉的半边身子已经重新长了出来, 他抖了抖身上的血水从月球表面长身而起。 傻丫头! 你好像忘了你老爸是不死之身! 可是李德震惊地看着高飞道, 可是按理说, 超越神族的实力在死亡之上, 死亡的诅咒已经失效了。 你是怎么复活的呢? 是啊, 奇异博士也是震惊不已, 就连生命法庭被超越者斩首之后都无法复活。 你为什么能够复活? 高飞轻轻一笑, 抬头看向从时空裂缝中源源不断涌出来的超越神族, 笑着说道, 是信仰的力量。 这时, 高飞迈步朝着托尔走去, 伸手在托尔被扯下右臂的伤口上轻轻一抹, 托尔断掉的右臂立马重新接上, 与被扯断之前毫无差别。 高飞又走过亥伯龙, 抹过亥伯龙的双眼, 瞎掉的双眼立即复明。 亥伯龙兴奋大喊, 我能看见了? 我能看见了? 这时, 高飞摘下右手上的无线手套, 给自己的闺女嘉莉扔了过去。 接着, 嘉莉, 给你个武器, 虽然不太好用, 但总比赤手空拳强。 好的, 老爸, 嘉莉抹了把眼泪, 结果无线手套戴在了手上。 而超越者看到高飞突然实力暴涨, 目瞪口呆地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高飞没有回答他, 而是看向他的背后, 看向他身后无数的超越神族。 其中一名身躯庞大的超越者, 显然是他们的领袖。 他的战甲上, 用两只象牙作为装点。 象牙君王? 我们又见面了。 高飞纵身一跃, 朝着超越神族们飞去。 他掠过的地方, 超越者根本来不及反击, 被高飞靠近他们的身体, 就直接化为灰烬。 之前还无法承受超越神族一击的高飞, 突然变强, 挥手之间, 就将超越神族撵作击凡。 这就太神奇了吧。 李德震惊地说道, 这到底是为什么? 而说话的过程中, 高飞已经来到了象牙君王的面前, 站在他眼前的那名超越者, 正是他曾经在口袋宇宙中 打入异次元空间的象牙君王。 坠入异次元空间的象牙君王 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束缚, 他和他幸存的子民 在异次元之内开之散叶, 经历了无穷时间的演化和蜕变, 他们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物种, 超越神族。 他们的能量远超现实宇宙, 他们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 抹除掉一个又一个宇宙。 但是, 由于他们终究还是高飞所创造出来的种族, 并且在最后一战中, 高飞在他们心中埋下了深深的恐惧。 因此, 他们就算从大地之子变成了超越神族, 物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是他们仍然源源不断地为高飞提供信仰。 正如高飞所说, 敬畏也是一种信仰。 但当大地之子们, 或者说是超越神族们, 生活在异次元的时候, 他们的信仰被异次元空间隔断, 无法贡献给高飞, 因此, 他们的信仰对高飞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而当他们从异次元空间入侵到多元宇宙, 他们的信仰就通过时空裂缝源源不断地传输到了高飞的体内。 超越神族越强大, 超越神族的数量越多, 高飞也就越强大, 他的能力也就提升得越多。 这也是为什么当只有一个超越者出现的时候, 高飞并非是他的对手, 但当所有超越神族一起降临之后, 高飞反而瞬间变强。 这也是高飞一开始让超越者把他的同伙都叫来的原因。 如今超越神族大军压境, 反倒将源源不断的信仰之力注入到高飞的体内。 而吸收了超越神族信仰之力的高飞, 能力瞬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准。 单体宇宙级, 超大宇宙级, 多元宇宙级, 高飞全部不放在眼里。 超越神族有多强? 高飞就只有比他们更强, 比他们加在一起都还要强大。 因为超越神族已然成为了高飞的充电宝, 成为了他无限神力的来源。 抬头看着高飞, 超越神族的同龄者, 象牙君王脸上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在这一次元野蛮生长的过程中, 超越神族早已经彻底遗忘了自己大地之子的身份。 他们几乎忘却了当初几乎灭绝他们的创世神高飞。 他们只想着毁灭一切, 超越一切, 从而证明自己的能力。 但是现在, 一切又回到原点, 他们又遇到了当初阻挠他们的那个神秘。 终究还是又相见了呀, 创世神。 象牙君王无奈地说道, 同时只感觉万念俱灰, 也许多年以前你直接毁灭我们, 事情会变得更简单一些。 高飞赞同地点点头, 当初我没能彻底杀掉你们, 这才给了你们霍乱宇宙的机会, 现在同样的错误我不会再犯。 再见了, 大地之子, 我最失败的创造。 说到这里, 高飞徒手打响响指, 啪, 不需要无限手套的加持, 高飞只用自身神力就足以摧毁整个超越神族。 象牙君王根本没有反抗的意图, 他知道一切都是徒劳, 创世神曾经给他们造成的威慑, 现在还适用, 他知道他和他的族人根本无力反抗这一切。 紧接着, 所有超越神族在高飞的响指下, 顷刻兼化为灰烬, 他们的身体变成宇宙尘埃, 消散在太空之中。 同时, 高飞的神力也随之急速下降, 最后恢复了原本的水平, 没有超越神族为他提供信仰之力, 高飞的实力也只能大打折扣。 但一切都结束了, 高飞也不需要这些一处的神力了。 看着曾经不可一世的超越神族全军覆没, 雷神托尔难以置信地问道, 我们真的成功了? 旁边亥伯龙没忘了吐槽, 不是我们成功了, 是高飞成功了。 李德和苏珊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旁边石头人想去拥抱霹雳火, 却被霹雳火嫌弃地躲开。 晕倒在地的托尼, 斯塔克这会儿悠悠转醒, 还咬牙切齿地喊道, 超越神族老子跟你拼了。 耗尽浑身力气的佳丽, 开心地跑到高飞身旁, 紧紧抱住了自己的老爸。 老爸老爸, 你太厉害了, 你怎么徒手打响指, 就抹杀了这些家伙? 还有, 他们为什么这么惧怕你? 听他们管你叫创世神? 高飞笑着揉了揉闺女的脑袋, 揉声道, 这是个很长的故事, 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那回家讲给我听吧, 你都好久没给我讲故事了。 佳丽笑眯眯地说, 当然, 我会把故事完整地讲述给你听, 但是这个故事很长, 可能一两天讲不完。 你有耐心慢慢听吗? 高飞笑着问道, 有的有的。 加利开心地说, 我要你从头给我讲, 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错过。 好好好, 从头开始讲高飞连声答应, 目光头向远处湛蓝湛蓝的瑰丽星球。 在这一刻, 他仿佛依稀看到了十一年前, 那个车水马龙的布鲁克林十字路口, 以及那个蹲在红绿灯下的亚异男青年的身影。 那个倔强的, 在不经意间改变了一整个多元宇宙。 如今, 他成了整个宇宙最强大的庇护, 身旁还集结了一群真挚的战友们。 时光在他的身上如水般流过, 汇聚成了一条叫做回忆的河流。